寝府门口 一袭素白衣裙的柔弱少女 在丫鬟的搀扶下 默默地站在台阶上 望着远处空空的巷口发呆 夜色愈浓 灯火阑珊 马车早已离去 而马车里的人 也早已消失在远处的夜幕下 离他越来越远 夜风吹来 带来了一丝凉意 他忍不住咳嗽了几声 却依旧倔强地站在那里 不肯离去 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一件雪白的弧球 披在了他的身上 把他那柔弱的身子 紧紧包裹在了里面 一只温暖的玉手 紧紧握住了他冰凉的手 一声温柔的话语 在他耳边响起 没事的 微末 你要相信他 以他的本事 谁都没法逼迫他的 少女正了正 轻声道 娘亲 微末只是在想 微末可以坚持到 姐夫高中的时候吗 可以 一定可以 年轻的美妇人 把他紧紧抱在了怀里 眼圈发红 声音发颤 相信娘亲 你一定可以的 微末 娘亲想看到 你穿洗袍的样子 一定很美 很美 少女低声喃喃 微末 也想 夜深人静 马车在空旷的街道上 奔跑起来 不多时 已在宫殿门口 月武翻身下马 走到马车前 掀开了车帘 轻声道 骆公子 到了 骆青舟穿着一身 宽大的乳袍 神色平静地 从马车里出来 手里拿着一卷厚厚的宣纸 月武看了一眼 他那清修的脸颊 伸出仙仙玉手道 骆公子 我扶你 骆青舟从另一边跳了下去 月武 两人进了宫殿 踩在柔软的红毯上 月武转过头看着他 忍不住问道 公子一点都不害怕吗 骆青舟一脸奇怪 我为什么要害怕 月武目光闪了闪 道 待会儿进去了 可能就不能再出来了 公子就不怕会怎么样吗 骆青舟转头看着他 殿下会杀了我吗 月武道 当然不会 骆青舟淡淡一笑 那不就是了 既然殿下不会杀我 那我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以殿下的身份 也不屑于 对我做一些 我不愿意做的事情 不是吗 月武嘴唇动了动 没有再说话 与此同时 书房中 窗帘遮掩 香气鸟鸟 南宫火月一袭火红衣裙 正坐在暗台前 手持狼嚎 在认真地练着字 旁边 一名身披青纱 身材恶挪 肌肤血嫩 露出胸前勾壳的妩媚少女 正持着一双雪白玉卒 恭敬地跪坐在旁边 束手握着墨块 在低头轻轻严着墨 那跪坐着的修长眉腿 和突凹曼妙的身段 在青纱薄裙中 若隐若现 极为诱人 滴答 滴答 窗外滴漏 正在默默地计算着夜晚的时间 南宫火月放下笔来 拿起桌上的宣纸 看了一眼自己的笔记 似乎颇为满意 准备好了吗 他突然问道 恭敬跪坐在旁边的娇媚少女 低头娇声答道 嗯 声音媚鼓 射人心魄 南宫火月放下手里的宣纸 转过头 盯着他看了几眼 不禁伸出手 捏着他娇嫩的下巴 把他的脸颊抬了起来 这是一张天然妩媚诱人的脸蛋 水汪汪的眸子 与娇媚的神态 无论谁看着 都会浑身酥软 你应该知道 他对本宫的作用 你若是成功了 本宫就有理由把你送给他了 若是失败了 本宫明天就把你送人 记住 本宫不会逼他 只会给你创造机会 他的心智也很坚定 而且 他非常巨美 所以 今晚只能靠你自己 少女低着头 娇声道 嗯 不多时 外面传来了脚步声 乐舞的声音在门口传来 殿下 洛公子来了 南宫火月站起身 满脸热情地迎了过去 先生 快请进来 猪脸响动 洛青州拖鞋进了屋 躬身参拜 拜见殿下 南宫火月盯着他那清秀淡然的脸颊 看了一眼 笑道 先生不用客气 来 快请坐下 本宫有几个问题 要跟先生讨论一下 洛青州随着他走到案台前坐下 目不斜视 旁边伸来一只雪白的御手 端起茶壶 帮他蒸上了茶水 轻声开口道 公子 花骨可以先问您一个问题吗 声音娇媚软糯 字字苏骨 说话间 谈口吐香 令人神醉 南宫火月坐下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 看着两人 并未在说话 洛青州摒弃宁神 直接拒绝道 抱歉 花骨姑娘 在下愚笨 回答不上来 花骨撅起小嘴 委屈道 公子 人家都还没有问呢 洛青州直接道 反正不管姑娘问什么 在下都回答不上来 花骨 南宫火月笑道 先生 你这样对待一个如花似玉的娇弱女子 只怕太心狠了一些 洛青州拱手道 在下今晚是来与殿下说话的 并非是与其他人 殿下 可以让他退下吗 南宫火月看向旁边的少女 淡淡地道 先生让你退下 少女低着头 咬了咬粉唇 抬起玉手 轻轻解开了仙腰间的绸带 缓缓退下了身上的青纱 露出了如玉般雪白嫩滑的香肩和胸前肌肤 修声道 公子 妾身已把一群吞下了 公子可否抬头看看 洛青州置若未闻 低头从宽大的袖袍里拿出了一卷宣纸 双手乘上 递到了长公主的面前 恭敬地道 殿下 除太公六涛和司马兵法 以外 在下这里还有一部五子兵法 这宣纸上所写 是五子兵法中的 屠国 廖狄 治病 三章 殿下可以先看一下 如果殿下觉得满意的话 在下可以把剩下的章节都写出来 南宫火月眯了眯眸子 伸手接过 放在了桌上 缓缓展开 西之图国家者 必先教百姓 而亲万民 有四不和 不和于国 不可以出军 不和于军 不可以出臣 不和于臣 不可以进战 不和于战 不可以决胜 看到这里 他双眸光彩异翼 立刻正经微坐 摒弃名神 继续向下看去 凡治国治君 必教之以礼 立之以义 使有耻也 夫人有耻 再大足以战 再小足以手矣 然战胜翼 守胜男 书房里 静无声息 只有油灯燃烧时 偶尔发出了闭包声 低头坐在一旁的花谷 耐心地等待了许久 想到刚刚殿下 让他靠自己的话 咬了咬粉唇 抬起头 看向面前的清秀书生 娇声道 公子 妾身 闭嘴 南宫火月突然柳梅一树 目光愈怒地瞪着他 出去 花谷 他呆滞了一下 清晰地感受到了长公主的怒意 哪里还敢迟疑 慌忙起身 捡起退落在地上的青纱 惶恐 退了出去 南宫火月低下头 目光火热 脸上涌起了两抹激动的红韵 继续向下看着 又仔仔细细 仿佛把 屠国 张杰看了许久 方抬头道 先生 您喝茶 吃点心 桌上有书 先生可以随便翻阅 若有其他需要 尽管喊阅舞就是 本宫要先把这几张看完 洛青州恭敬道 殿下请便 不用管在下 南宫火月没有再客气 继续认真看着 记着 思索着 夜色悄然流逝 不知过了多久 屋顶上突然咔地传来一声 什么东西破裂的声音 屋外的月影和守卫 顿时脸色一变 正要去查看时 南宫火月突然开口道 不用理会 是 殿下 外面传来了月影冰冷的声音 南宫火月眯了眯眉毛子 看了窗前拉上的窗帘一眼 又看了面前跪坐着的少年一眼 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继续低头认真阅读着 与此同时 屋顶飞檐上 镶嵌的一颗红色珠子 不知为何 已经支离破碎 而飞檐上 则多了一道如月光一般的月白身影 正静无声息地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不知不觉间 已是三更天 书房里 依旧暖气肆意 香烟鸟鸟 南宫火月猝着眉头 一字一句 阅读思索良久 终于抬起头来 目光火热地 看着面前的少年道 洛青州低头拱手 殿下 时候不早了 南宫火月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突然起身 走到旁边 跪坐下来 拿起了墨块 开始研磨 弓声道 先生诉更 本宫夜不能寐 洛青州低头恭敬道 殿下 南宫火月沉默了一下 道 先生 明天一早 本宫就写奏折 本宫不敢保证 他们母女是否会获罪 但本宫可以向先生保证 即便他们的谋逆罪成立 也绝对会安然无恙 洛青州抬起头 伸手从旁边拿起了一张干净宣纸 在桌上缓缓展开 又拿起狼嚎 在他刚言出的墨之中站了站 道 殿下 在下刚刚仔细想了一下 突然又想出来了 这就写给殿下看 南宫火月脸上挤出一丝笑意 微微低头 恭敬道 有劳先生了 洛青州低头挥墨 书房里 气氛融洽 清清白白 屋顶飞檐上 那道月白身影 依旧站在那里 沐浴着洁白的月光 一动不动 宫殿外 不远处的大树下 同样有一道纤细单薄的身影 站在那里 笼罩在阴影中 一动不动 不知已站了多久 滴答 滴答 窗外低漏 依旧在默默地计算着时间 夜色悄然褪去 书房中 洛青州挥豪急书 如行云流水 长公主一袭火红衣裙 跪坐在旁 红袖天香 束手延末 安静观看 两人偶尔出声 一问一答 气氛和谐 这一晚 洛青州把 五子兵法 和太公六涛 全部都一一书写了出来 不知不觉间 已是第二天清晨 窗外天色已明 几声清脆的鸟叫声 从外面的花园中传来 洛青州放下笔墨 吹干了纸上的墨迹 其身拱手道 殿下 天已亮 在下今日还要出城 去为母亲牵坟 不能再陪殿下了 南宫火跃的目光 这才从宣纸上的笔墨中收了回来 眉宇间的思索渐渐散去 抬头看了他一眼 刚要站起来 呼得双腿发麻 身子一歪 就要倒在地上 洛青州眼疾手快 一把扶住 随即搀扶着他的胳膊 把他扶到旁边的椅子上坐下 然后退后 躬身道 殿下 冒犯了 南宫火跃猝了猝眉头 揉着腿道 先生不用多礼 是本宫该感谢先生才是 随即又欠一道 本宫不知先生 今日要去为母亲牵坟 不然昨晚 也不敢打扰先生一夜 顿了顿 他对着外面道 月影 你带五十银甲铁骑 护送先生 出城为母亲牵坟 让先生在马车里休息一路 不得打扰 外面立刻传来了月影的声音 是 殿下 洛青州拱了拱手 正要拒绝 南宫火跃又道 先生不用客气 本宫是为了先生的安全 现在墨城并不太平 城外更是动荡不安 最近连城内 都有妖兽出没 先生对于本宫来说 一失一有 本宫不希望先生出事 洛青州 只得拱手道谢 南宫火跃这才缓缓起身 深深地鞠了一躬 拱手道 昨晚见先生奋笔疾书 字字朱击 句句精妙 本宫看得心仰难耐 心头有各种疑问 本想求先生解答 可是又怕打扰先生 不知先生何时还有时间 为本宫解惑 洛青州犹豫了一下 恭敬道 殿下若有需要 在下明日下午可再来 多谢先生 南宫火跃诚恳道谢 又道 先生放心 本宫一定不遗余力 帮助先生办好那件事 多谢殿下 洛青州拱手 告退而去 朱连响动 岳武在前面领着他出去 南宫火跃看着门口 依旧在轻轻摇晃的朱连 猝着眉头思索了一会儿 走到暗台前坐下 又看向了宣纸上 那些字体飘逸的笔墨 师姐啊师姐 为何这世间的好东西 都是你的 他抚摸着宣纸上的字迹 喃喃自语 宫殿门口 五十名身披银甲的战士 骑着战马 排列整齐地集结在一起 由一名背负弓箭的黑群少女率领 正静无声息地等待在门口 当洛青州跟着岳武出来时 那黑群少女 在马上神情冷酷地拱手道 洛公子 请上马车休息 洛青州看了他和那些赢甲战士一样 顿时感到一股 只有战场上才有的铁血气势扑面而来 令人望而生畏 他拱了拱手 走向了马车 岳武停在门口道 洛公子 有什么事情 都可以跟月影说 他会帮你处理的 洛青州点了点头 上了马车 刚要进去 突然看到不远处的大树下 站在一道熟悉而单薄的身影 在大树的阴影中 仿若雕塑 一动不动 洛青州愣了一下 立刻又跳下马车 快步了过去 那道身影见他走来 转身就要离开 洛青州立刻加快脚步道 缠缠 姑爷想跟你说一下昨晚的事情 夏禅停下了脚步 洛青州来到了他的身后 伸手握住了他冰冷的小手 在手心里捏了捏 心疼道 你昨晚在这里站了一眼 夏禅背着身子 没有回应 走 去马车上说 洛青州不由分说 直接拉着他 走向了马车 夏禅跟在他的身后 起初还轻轻挣扎了几下 不过在感受着他手心的温暖后 很快就不再动了 任凭他 牵着走到了马车前 洛青州先上了马车 正要 把他拉上去时 站在门口的岳武突然开口道 洛公子 这是殿下的马车 没有殿下的许可 旁人是不能上去的 洛青州闻言 直接下了马车 看着他道 既如此 那我不行便是 昨晚我为殿下写书 一夜未睡 若是在路上晕倒了 记不起剩下的文章了 到时候 希望岳武姑娘 可以为殿下写出来 说完 拉着身旁的少女 便向着前面的街道走去 岳武脸色微变 连忙喊道 洛公子 别 别 岳武 岳武错了 洛青州停下脚步道 哪里错了 岳武苦着脸 指了指自己的嘴巴 满脸委屈道 嘴巴错了 洛青州看了他一眼 见时候已经不早了 没敢 再继续跟他浪费时间 立刻拉着夏禅返回 上了马车 驾 月影带着五十银甲铁骑 簇拥着马车 缓缓驶离 车厢里 洛青州与夏禅坐在一起 两只手 把他冰冷的小手捧在掌心 轻轻揉搓着 看着他道 傻丫头 干嘛要在外面站一眼 是不是姑爷刚出门 你就跟在后面了 夏禅侧着身子 别着脸 看着别处 没有回答 洛青州帮他揉搓了一会儿 把昨晚的事情 一五一十都说了一遍 除了为长公主写书以外 的确有个叫花骨的女子诱惑我 不过我没有上当 整整一夜 我都坐在书桌前写字 没有乱看 没有乱说 更没有乱做其他对不起大小节的事情 夏禅听完 沉默了一会儿 方转过翘脸来 双眸冰冷地盯着他道 女子 好看 洛青州仔细想了一下 道 上次见了一次 模样的确可以 不过昨晚我没敢看他 蝉蝉 你别误会 姑爷说的可以 就是江江 舅舅马马虎虎的意思 比起你 自然是 差了十万八千里 比百灵也 嗯 跟百灵差不多丑 朝阳从青山升起 金色的阳光 洒满大地 秦府门口 宋如月穿着一身素白衣裙 正阴沉着脸站在那里 目光望着不远处空空的巷口 许多丫鬟嬷嬷站在旁边 低着头 静若寒蝉 台阶下 马车和千怡坟墓的人员 早已在宫身等着 最后面的几人手里 拿着鞭炮 花圈 明币等等祭拜需要用的物品 油车上放着一块 昨日刚雕刻好的崭新石碑 石碑上 鸣刻着几行小字 除了青州母亲临氏等小字以外 还多了其他名字 秦文正从屋里走了出来 目光也看向了巷口 问道 还没有回来 宋如月冷着脸 没有回答 秦文正安慰道 没事 她母亲的事情 她比谁都着急 长公主那里 可能有别的事情 再等等 威莫他们 不是还没有出来吗 宋如月压抑着怒气道 威莫是知晓 那小子还没有回来 怕我生气 所以才故意装作没起来的 那丫头昨晚一夜都没睡 早上还咳嗽了 都是那小子害的 秦文正皱了皱眉头 疑惑道 威莫昨晚为何没睡 她那身子骨 如何受得了 宋如月转过头看着她 秦文正见她目光不对 愣道 怎么了 随即心头一跳 似乎突然明白了什么 脸色微变道 已经睡在一起了 昨晚那小子不在 所以就睡不着 宋如月冷笑一声 你应该问你家宝贝闺女 和那色胆包天的小子 秦文正眉头紧锁 脸色沉重道 怎么这么快 这不合规矩 这不合规矩啊 宋如月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讥讽道 自从那小子进府后 我们府中还有哪件事和规矩 你见过哪个坠戌 像个祖宗一样 被我们这般共挣 哼 还有其他事 我怕说出来 老爷你会活活气死 我们这秦府的女子 上上下下 都快要被那色胆包天的小子 给一锅端 给全部祸害完了 秦文正愣了一下 这么严重 宋如月冷哼道 老爷 不是我故意诋毁那小子 你自己下去问问就知道了 哼 本来那小子还顾忌惧怕我的 结果现在 都被你们给宠上天了 谁都不怕了 只怕到时候 人家要上房子接瓦 骑在我们头上拉屎了 秦文正一听 顿时脸色一沉 他敢 宋如月瞥了他一眼 立刻怂恿道 老爷 该狠狠地敲打一下了 免得那小子 以为在我们秦府 可以肆无忌惮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们现在若不在那小子面前立威 只怕到时候 等他秋时中了近视以后 会愈发过分 到时候不仅无视我们 可能还会欺负你家宝贝闺女 那时可是追悔莫及了 秦文正越听越是心惊肉跳 脸色变换了一会儿 顿时沉着脸道 是该要好好敲打敲打了 不打不成才 不打不孝顺 待会儿等他回来 老夫要好好教训教训他 你们都别拦着 宋如月顿时心头窃喜 立刻道 老爷尽管教训 我保证一声不吭 这时 巷口突然出现了一片耀眼的寒光 随即 沉重而整齐的马蹄声 踩着青石板 带着威严而强大的气场 哒哒哒地走了过来 仿佛敲击在人的心头 每一声都令人心惊肉跳 秦文正和宋如月愣了一下 立刻转头看去 顿时脸色一变 数十名身穿银色铠甲 骑着披甲战马 手持银枪的强壮战士 在一名黑裙少女的率领下 簇拥着一辆装饰精美的马车 从巷口冷酷而威严地走了进来 长公主得银甲铁骑 秦文正似乎认识这些战士 顿时瞳孔一缩 慌忙快步走下了台阶 躬身参拜 这些银甲铁骑 只有长公主才有 难道是长公主来了 她心头忐忑不安 宋如月也吓了一跳 慌忙带着身旁的丫鬟嬷嬷 匆匆下了台阶 躬身站在了她的身后 心头惶恐惊惧 呜 不会是来抄家来的吧 那些丫鬟嬷嬷 和手持千分之物的下人们 更是吓得脸色煞白 瑟瑟发抖起来 这段时日 四大家族都被抄家了 所有人都被抓了起来 整个磨城船的沸沸扬扬 现在不会轮到他们 情服了吧 铁骑停了下来 被簇拥在中间的马车 也停了下来 那骑在银甲铁马上的黑裙少女 冰冷地开口道 骆公子 到了 秦文正和宋如月顿时一愣 抬起头来 车帘掀开 一道穿着宽大如袍的奇长身影 从车厢里走了出来 随即 又一名握着剑的熟悉身影 走了出来 几双目光相对 结实一愣 场中寂静了树西 洛青州连忙带着下馋下了马车 拱手参拜 岳父大人 岳母大人 宋如月眼角的肌肉 狠狠地抽出了几下 走上前 胳膊肘偷偷戳了戳自家老爷 低声道 老爷 快敲打 竟然敢让我们参拜 反天了他 秦文正抬起头 看了一眼那些在阳光下 寒光森森的赢家铁骑 然后又看向了那名被铁骑簇拥在中间的少年 沉默了一下 低声道 如月 家里的事情向来有你做主 我就不见月了 去吧 宋如月 场中再次沉默下来 姐夫 正在这双方都挺尴尬的时刻 秦二小姐一袭素白衣裙 带着秋儿猪 从门里走了出来 清晨 天刚亮不久 墨城内城 又有一则令人八卦之火 熊熊燃烧的消息传出 今日 秦家坠婿将要为生母迁坟 不仅秦家家主和主母 带着府中千金 亲自前往祭殿 而且 队伍竟然还有长公主的赢家铁骑护送 从内城通往外城的街道上 顿时围满了人群 每个人都在疑惑 都想看看 到底是什么样的坠婿 竟然能够得到这样天大的荣耀 可惜赢家铁骑簇拥着马车 那坠婿又坐在马车里 无人看到他的面目 但街道两旁的小贩和行人 依旧热情高涨得议论纷纷 简直荒诞 秦家竟然为了一个低贱的坠婿 全府出动 而且听说还准备把那坠婿的母亲尸骨 迁移到秦家的祖坟去 疯了 简直是疯了 那坠婿何德何能 听说就是一个秀才 而且出身低微 真是怪事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可不是 这一夜之间 咱们莫城的四大家族都没了 秦府又做出这种荒诞的事情 听说最近还有妖兽直接跑到街上来了 这怪事还真是多 车厢里 洛青州可以清晰地听到外面的一轮声 秦儿小姐坐在对面 目光柔柔地看着她 秦文正和宋如月坐在另一辆马车里 本来四个人可以坐在同一辆马车上的 不过宋如月一反常态 主动让他们两个单独坐一辆马车 当然 马车里还有秋儿坐在一旁伺候着 秋儿很懂事地贴在门口坐着 目光看着门帘 一动不动 一声不吭 仿佛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看不到听不见的木头人 在经过聚宝阁时 洛青州忍不住掀开窗帘 向着外面看了一眼 恰好 刀姐带着楚晓晓和吴魁三人 正站在门口等着 准备出发 由于银甲铁机开道 他们只得暂时在路边耐心等着 周博约站在最后 脖子上又有了新的指甲印 当洛青州掀开窗帘 看向他们时 他们的目光也正好看向她 可惜 他们并不认识车里的人 几人似乎也从旁边的小贩口中 打听到了消息 带银甲铁机簇拥着马车经过后 他们方敢小声议论 这坠血 好大排场 不知道的 还以为长公主出巡呢 刚刚看了一眼 那小子看起来 的确就是一文若秀才 也不知道是怎么攀上长公主的关系的 吴魁感叹道 脸上不禁露出了羡慕的神情 刀姐扛着宽刀 看着渐渐走远的队伍道 人家肯定是有些本事的 不然秦家也不会冒着 被人说闲话和看笑话的风头 如此大张旗鼓地为他母亲牵坟 秦家可是有爵位在身的 不会无故坏了规矩 楚小小兴奋地道 刀姐姐 我刚刚看到那坠婿和他家娘子了 那坠婿长得好清秀 他家娘子也长得可好看了 看着好温柔好贤惠的 果然不亏是大家千金 那小子肯定是积了几辈子的福气 不然怎么能当个坠婿 还能当成这样 看看其他坠婿 别说了 上车吧 刀姐瞪了两人一眼 走向了马车 吴奎和楚小小两人愣了一下 突然反应过来 不约而同 看了身后那名沉默寡言的青年一眼 周博约脸上露出了一抹苦笑 道 没事 那样的坠婿凤毛麟角 一百个里找不出一个 大多数都是像我这样的 我没什么好难受的 吴奎拍了拍他的肩膀 安慰道 也是 那样的坠婿 咱们没必要羡慕 羡慕也没用 过好自己的就是了 几人一起上了马车 继续去城外的黑幕邻里奋斗 楚小小突然问道 刀姐姐 那位楚哥哥 是不是跟那位千刀姐姐在一起了 他们怎么一起 不来了 刀姐沉默了一下 道 或许吧 楚小小满脸羡慕道 那位千刀姐姐 一看就是个很有钱很有钱的贵族千金 楚哥哥要是跟他在一起了 说不定也要去当坠婿呢 从上车就一直沉默地周博约 突然开口道 那位楚兄不简单 只怕不会委屈自己 吴奎也开口道 人家可是天才 两天时间连续突破两级 怎么可能自甘堕落 去当坠婿 楚小小道 那可说不定哦 那位千刀姐姐不仅有钱 而且身材和模样也超好哦 几人聊着天 很快出了城 向着黑幕邻的方向驶去 而另一条路上 黑群少女率领武师银甲铁吉 簇拥着秦家队伍 正缓慢地向着紫霞山驶去 出了城 走到荒郊后 奏乐声响起 马车里 秦二小姐柔声开口道 姐夫 对不起 今日姐姐本该来的洛青州道 没事 二小姐不是来了吗 秦威默目光柔柔地看着她 姐夫 夏禅应该也来了 在后面跟着 对吗 洛青州掀开车帘 探出脑袋 看向了后面 后面的牛车上 小蝶和猪坐在那里 正在低声说着话 队伍的最后面 一袭淡绿衣裙的单薄身影 正握着剑 孤零零的一个人步行着 秋儿 让马车停一下 我们去跟爹爹和娘亲坐一起 车厢里 突然传来了 秦二小姐温柔的话语 秋儿掀开车帘 对着外面喊了一声 马车停下 很快 整个队伍也停了下来 洛青州放下窗帘 看向了已经站起的柔弱少女 姐夫 让夏禅上来吧 秦二小姐目光柔柔地看着她 道 威默有些话 要去对爹爹和娘亲说 待会儿山下见 说完 在秋儿的搀扶下 下了马车 洛青州在马车里愣了一下 方跟着下去 走向了后面 穿过人群 走到了那名孤独的少女身前 直接握住了她冰凉的小手 强行把她牵上了马车 队伍继续前进 牛车上 猪睁大了眼睛 满脸惊叉道 小蝶 你家公子刚刚好像牵着夏禅 我没看错吧 小蝶坐在一旁得意地道 没看错呀 我家公子刚刚牵的就是夏禅姐姐呢 猪张了张嘴 愣了一会儿 方道 夏禅怎么没拔剑呢 这不对劲 小蝶也回答不上来 猪又道 你家公子的胆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肥的 小蝶想了想 摇了摇头 还是回答不上来 猪猝起眉头 脸上的表情开始变得严肃起来 右手五指间 一柄飞刀不停地翻转着 小蝶睁大眼睛 看着她手里的灵活翻飞的飞刀 满脸羡慕道 猪姐姐 谁教你的飞刀 我也想学 猪瞥了她一眼 没好气地道 你学了干嘛 也跟我一样 刀复心汉吗 你舍得吗 小蝶一脸迷茫 谁是复心汉 呵呵 快到晌午时 队伍终于来到了紫霞山下 骆青舟带着夏缠下了马车 秦文正夫妇也搀扶着秦二小姐 从前面的马车上下来 骆青舟与小蝶走在前面 带着一行人向着山上爬去 秦二小姐身子弱 本来给她准备了一顶轿子的 不过被她拒绝了 她在猪和圈的搀扶下 一步一步地向着山上走去 大概半个时辰 一行人终于爬上了半山腰 骆青舟快步走到坟墓前 从泥土里捡起那块木牌 重新竖在了坟墓前 接下来 烧纸 上香 秦文正和宋如月都来到了坟墓前 微微鞠躬 上了一炷香 骆青舟和小蝶跪在坟墓前 烧纸 上香 然后都磕了头 宋如月转过头 看向了身旁的闺女 秦威默脸大而微红 又犹豫了一下 方在小蝶起身后 过去与旁边的少年跪在了一起 上香 烧纸 然后红着脸磕头 额头触地 低声道 林姨 姐姐身子有样 不能亲自前来跪拜您 微末今日代替她来 希望林姨不要怪罪才是 骆青舟转过头看着她 待她磕了三个头 抬起头时 方轻声道 微末 谢谢你 秦微末听到这个称呼 脸颊飞红 低头烧纸 没敢回话 祭拜完 开始起分 骆青舟搀扶着秦二小姐退后 秦府下人挥舞着铁锹 锄头 开始刨着泥土 很快 棺材露了出来 小蝶哭红了眼睛 当棺材全部露出来后 骆青舟亲自上前 与秦府下人一起把棺材 从坑里抬了起来 奏乐响起 明币纷飞 下山的路并不好走 两排人抬着棺材 小心翼翼 骆青舟走在最后面 一边撒着纸 一边轻声喊道 娘亲 走了 我们换个好地方 那里 温暖一些 秦二小姐的怀里 帮她抱着那块沾着泥土 写着青舟母亲之木的木牌 低着头 跟在棺材后面 小心翼翼地下着山 骆青舟看着她那柔弱的背影 和垂落在雪白衣裳上的乌黑长发 眸中露出了一抹坚定的神情 奏乐声渐渐远去 那刨开的坟墓 已经重新被泥土填上 凌风掠过 墓前的灰烬四处飘扬 那些插在地上的香烛已经燃尽 只剩下了依旧温热的余灰 旁边的草丛呼得一栋 一只皮毛灰白的小野兔 悄悄露出了脑袋 吸着鼻子 看向了坟墓前祭奠用的果子 但她却不敢过去 坟墓前 不知何时 竟翘无声息地 多了一道月白色的身影 正安静地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许久之后 等山下的队伍远去后 她方在原地消失不见 仿佛从未来过 躲在草丛里 早已急不可耐的小野兔 立刻小心翼翼地跳出草丛 跳向了坟墓前 那些色泽诱人的果子 咔嚓 咔嚓 寂静的坟墓前 很快便想起了小野兔 享用果子的清脆声音 秦家祖坟 有山有水 有村落 那里的确是一个好去处 秦家祖坟旁 土地早已悬好 新坟也已经挖好 队伍来到后 城关 沿土 栽松 树碑 整个过程很快完成 随即 摆上香烛祭品 再一次祭拜 忙完后 已是深时 在银甲铁骑的护送下 秦家众人返回城内 再次引起了不少的围观和护送 在秦府门前停下 洛青州下了马车 对着骑在马上的黑群少女 和那五十名银甲铁骑鞠了一躬 拱手道 多谢月影姑娘和各位 此次护送青州 为母亲牵坟 青州一定铭记在心 月影端坐马上 微微低头还礼 淡淡地道 公子不用客气 我等也只是奉命行事 如今任务完成 告辞 说吧 带着银甲护卫 踩着沉重而整齐的马蹄声离开 秦家下人 也把雇佣来的牛车等物品 都一一送还了回去 走吧 回府 秦文正说了一声 神色威严递上了台阶 宋如月连忙跟在他的身后 低声道 老爷 那些银甲护卫走了 秦文正转头看着他道 哦 那你可以开始了 宋如月 夫妻两人一起回头看了一眼 没再说话 直接进了府 洛青周和秦二小姐上了台阶 两人相视一眼 似乎都有话要说 但都没有先开口 周儿忍不住在身后道 小姐 你昨晚一夜都没有睡觉 快回去休息一会儿吧 秦文默沉默了一下 看着旁边的少年道 姐夫 你也累了一天了 快回去休息吧 洛青周看了一眼他白裙上的泥土 轻声道 二小姐 待会儿我洗完澡 换了衣服后 再去找你 秦文默神情柔柔地道 嗯 邱儿和猪搀扶着他 进了府中 待他那柔弱的背影 消失在庭院拐角处时 洛青周方收回目光 对着依旧站在不远处 大树下的少女道 缠缠 可以过来了 小蝶连忙在旁边道 公子 奴婢先回去 帮你准备热水 说完 登登登地跑进了府中 当洛青周与夏禅 一起进府不久 一对护卫 簇拥着一辆马车 从巷口走了进来 停在了秦府门口 随即 一身金色蟒袍的南宫御风 从马车上下来 周管家见到 连忙让人去通知老爷夫人 随即 匆匆走下台阶迎接 此时 已是傍晚 夕阳西下 洛青周回到小院 小蝶正在厨房里 忙着烧水 她跟小丫头打了个招呼后 就进了屋里 想了想 走到桌前坐下 摊开一张宣纸 严莫提笔 开始腾血 司马兵法 今日长公主给足了她面子 赢家铁骑 亲自护送她为母亲迁移坟墓 整个末城 仅此一例 这也算是给了她母亲 很大的荣耀 所以 答应长公主的事情 她得快些完成 腾写了几张 小蝶已经烧好了水 在浴桶里 滴入了炼脏药水后 她开始泡澡 洗完澡 换上了干净的衣袍 她出了门 向着梅香小园走去 抬头看去 天边的夕阳 已经快要落山 来到梅香小园时 她突然发现院门关闭 门上已经上锁 她愣了一下 正在疑惑时 身后突然想起了 百灵的声音 姑爷 二小姐走了 你不知道吗 洛青州猛然转过身 看着她道 去哪里了 百灵看着她 没有再说话 洛青州顿时反应过来 连忙问道 什么时候走的 百灵道 刚走 应该还在大门口 姑爷要是去追的话 应该还能见到 洛青州一听 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跑了出去 百灵目光复杂地 看着她的背影 突然喊道 姑爷要是反悔了 现在还来得及 姑爷可以收拾东西 跟二小姐一起走 洛青州突然停下了脚步 转过头看着她道 你走吗 百灵文言微正 摇了摇头 洛青州没再多说 奔跑而去 百灵看着她 快速消失的背影 又在原地震了一会儿 方叹了一口气 喃喃地道 姑爷 你真傻 真贪心 洛青州奔到大门口时 一袭素白衣裙 披着雪白胡秋的柔弱少女 正在秋和猪的搀扶下 准备登上马车 宋如月站在台阶上 听到脚步声 转过头看了她一眼 连忙喊道 微末 秦二小姐回过头来 顿时僵在原地 马车的窗帘打开 南宫美娇那张美艳冷凹的脸蛋 出现在窗口 目光冷冷地 看着台阶上的少年 淡淡地道 微末 走了 人家竟然舍不得这里 你又何必自作多情 一厢情愿 秦微末转过身 看着台阶上的少年 嘴唇动了动 似乎想要说些什么 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洛青州目光温柔地看着她 突然开口道 二小姐 你应该跟我说一声的 秦微末微微低头 哼 宋如月突然冷哼一声 跟你说一声 有什么用 难道你还能跟她一起去不成 洛青州沉默了一下 道 二小姐 我会去的 但不是现在 也许过几天 也许明年 秦微末抬起头来 目光柔柔地看着她道 姐夫 没事的 微末会在那边等你的 顿了顿 她又轻声道 这次微末过去 不仅仅是为了治病 还有别的事情 所以不得不去 洛青州突然想到了秦家辞绝 想到了秦家正在从莫城退身 想到了秦家被整个莫城大家族 寄予的宝藏 秦二小姐提前去京都 应该是有别的任务吧 治病应该只是一个掩饰 如果她的病 真的可以在京都治好的话 是绝对不会拖到现在的 嗯 她点了点头 没有再多问 她看了前面的马车一眼 没敢再当个他们 从秀中拿出了两只洁白的小瓷瓶 走下台阶 递到了她的面前 低声道 二小姐 里面各有两滴 渴血的时候再用 一次一滴 不可多用 记住 这东西不能让别人知道 秦威末伸手接过 谋中柔情似水 谢谢姐夫 洛青州后退几步 微微低头 拱手道 二小姐 请上车吧 南宫郡王的马车 正在前面等着 那位郡主也在马车上 冷冷地盯着她 她不能因为自己 而耽搁他们的时间 秦威末转过身 在邱儿和猪的搀扶下 上了马车 刚要进去 她突然又转过头 看着她道 姐夫 把邱儿留下来吧 让她跟小蝶一起伺候姐夫 好吗 邱儿顿时红了脸蛋 低下头 没有吭声 她其实连衣服都没有戴 洛青州刚要拒绝 秦威小姐又柔柔笑道 姐夫 邱儿会住在梅乡小园的 姐夫也可以搬过去住 有小蝶和邱儿伺候姐夫 相信姐夫 应该不会再去别处了吧 洛青州愣了一下 盯着她眸中的神情看了几眼 这才反应过来 那个别处 应该指的是青楼 或者 别的女子那里 而邱儿 只怕不单单是伺候她的小丫头吧 恐怕还肩负着别的使命 邱儿 要好好伺候姑爷哦 秦儿小姐 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又叮嘱了一声 进了马车 猪儿跟了上去 邱儿红着脸蛋 低着头 站在马车旁 并没有说话 似乎早就知道 和接受了这个任务 洛青州没敢再吭声 马车缓缓驶离 秦儿小姐的脑袋 从窗口探了出来 对着台阶上挥手道 爹爹 娘亲 威莫先走了 记得照顾好姐夫 宋如月嘴快 直接道 放心吧 娘亲会看好她的 洛青州 一个丫鬟不够 还要全家出动吗 他觉得 秦儿小姐那最后一句话 应该改成记得 监视好姐夫才对 他突然发现 今天的秦儿小姐 心眼突然变小了 以前她可不是这样的 即便她去青楼 她也会帮忙隐瞒 最多只是目光悠悠地 嘀咕几句的 现在竟然明目张胆 发动全家来监视她了 姐夫 照顾好姐姐 照顾好百灵和夏禅 爹爹和娘亲 还有二哥他们 都交给姐夫了 秦儿小姐一一不舍 对着她挥着手 洛青州举起手 对着她挥了挥 突然道 二小姐 如果身体实在坚持不住了 一定要写信回来 秦儿小姐道 那姐夫会立刻去京都吗 洛青州道 一定会的 马车加快了速度 很快出了巷口 走在街道上时 车厢的另一边窗帘打开 南宫美娇的目光 从窗口望了出去 看向了那条小巷 秦儿小姐喃喃地道 姐夫再见 她则在心里喃喃地道 见人再也不见 秦府门口 洛青州看着空空的巷口 又待了一会儿 方转过身 准备回府 宋如月又犹豫了一下 方冷着脸道 听微末的 今晚就搬去梅乡小园吧 那里大 住着舒服一些 她这一去 应该不会再回来住了 洛青州低头恭敬道 是 岳母大人 宋如月看着她 嘴唇动了动 似乎想要警告她几句 又没敢开口 只得转头 看向了自家老爷 嘴唇快速动了几下 淳宇 老爷 微末不在 快敲打 秦文正装作没看见 背着双手 转身进了府 宋如月见她离开 顿时打窃了 不敢再单独 跟着小子多呆 立刻灰溜溜地 快步跟了上去 待两人进府后 落青州 方上了台阶 秋儿一袭淡黄衣裙 脸上带着两抹浅浅的红韵 低着头 跟在她的身后 想着以后 跟着姑爷生活的日子 心而顿时 砰砰砰急跳起来 小姐说了 让她以后跟小蝶 一起伺候姑爷 要让姑爷 好好在家读书 落青州带着她 走到梅香小园时 停下了脚步 秋儿连忙拿着钥匙 上前打开了院门 轻声道 姑爷 屋里已经收拾好了 姑爷先要进去看看吗 落青州犹豫了一下 走了进去 庭院里 桃花开得正美 那曾助力在桃花树下的 美丽少女 却已经不在 时光荏苒 转眼间 已到过年 自从秦二小姐离开后 落青州就在家一心读书 在湖底一心修炼 夜晚 则神魂出窍 在月光下修炼神魂 为大月姐姐和小月妹妹 讲故事传法 除此之外 隔一天的下午 还会进宫两个时辰 为长公主服务 用自己的长处填充 长公主某处的空白 日子过得充实满意 湖底那条通道 已经开辟了足足一百多米远了 地势陡峭 一直向下 路上的海骨越来越多 除了妖兽的 竟然还发现了人类的 同时 还出现一些秀极斑斑的兵器 和腐朽的盔甲 显然 地底曾经发生过激烈的大战 这让洛青州越发怀疑 传说中的秦府宝藏 可能就藏在地底深处 而且 可能跟那些妖兽有关 但什么时候可以彻底打通 那就不知道了 除夕的这天下午 洛青州被越武接进了宫 提前从长公主那里 听到了来自京都的判决消息 谋逆罪并未成立 根据刑部重新核查 宋家除了那棘手反尸以外 并无其他谋逆罪证 而且 那棘手反尸的来历也存疑 不过宋家因为直接当众承认了 那棘手反尸 是他们所做 最后的判决 依旧是满门抄斩 张家和王家 因为家族子弟 直接与宋家罪犯接触 两家的家主和族中的重要成员 都被判刑处斩或流放 至于成国府 南宫火月说到这里时 看了面前的少年一眼 继续道 因为参与者只是一个外人 所以并未判刑 只是法洛延年俸禄五年 收回那位王室的告命夫人封刺 同时 成国府长子洛长天 被降一击 洛青州听完 漠然不语 南宫火月端起茶壶 为他蒸了一杯茶 意味深长地看着他道 先生 圣上刚继位三年 以仁治天下 不会因为区区棘手反尸 就灭掉整个末城的大家族 更何况 这些家族还送了大量的宝物 贿赂京都的贵族 和那些宠臣 当然 更重要的是 成国府那位长子 跟圣上的关系非同一般 这个案子 圣上可是亲自参与了审查 洛青州低头 拱手道 多谢殿下告知 南宫火月端起面前的茶杯 轻轻抿了一口 看着他道 先生 即便他们真的谋逆 只要圣上说句话 就能改变他们的生死 这就是权力 权力可以决定别人的生死 可以决定哪些家族的存与不存 甚至可以 颠倒黑白 调换乾坤 洛青州抬起头 看了看窗外的天色 起身拱手道 殿下 时候不早了 在下该回去了 南宫火月 眯了眯眯子 缓缓放下手中的茶杯 抬头看着他道 先生 过完年 本宫就要离开这里了 此次一别 不知何时才能再见 本宫知道 这小小的莫城是装不下先生的 以先生的才华 明年秋逝 必定高中 到时候 或许就是先生开始大放光彩的时候 不过 总有些人和事情 会不尽人意 先生 不管以后有何困难 都可以去找本宫 说到此 他顿了顿 又道 哪怕是犯下杀头的罪名 本宫也会保先生无恙 洛青州攻身道 多谢殿下 南宫火月又盯着他看了片刻 道 月舞 宋先生回府 是 殿下 门外传来月舞恭敬的声音 洛青州告退离去 刚走到门口 南宫火月突然又道 先生 秦儿小姐离开了 先生可寂寞 花鼓可是一直都在 等着先生 洛青州道 多谢殿下美意 只是在下家中有娘子 有丫鬟 并不寂寞 南宫火月微微一笑 没有再说话 洛青州出了门 南宫火月又在桌前坐了一会儿 方起身 拖着火红的裙摆 走到了窗前 望向了远处的鸳鸯楼 洛青州出了宫殿 上了门口的马车 刚坐好 一缕相逢袭来 月舞走了进来 在他的对面坐下 然后问道 洛公子 我可以坐在里面 跟你说说话吗 洛青州看了一眼 他已经落坐得浑原屁股 没有回应 马车行驶起来 月舞沉默了片刻 有些伤感 洛公子 明天我们就要离开了 殿下跟你说了吗 洛青州转过头 掀开窗帘 看向了外面 马车后面 空无一人 或许是知道 他来常公主这里 并无危险 下禅已经很久 都没有再跟着了 那丫头最近看起来很忙 除了再练另一套 更快的剑法以外 他好像还在打坐 修炼内功心法 不知道他的功法 从何而来 洛青州问了一次 他没有回答 至于百灵 他已经很久 都没有亲到 那丫头的小嘴了 自从秦二小姐离开后 那丫头就对他很警惕 从不让他接近 每次一看到他 就逃之夭夭 对于他的暗示 也是无动于衷 洛青州有些郁闷 最近练脏 精力充沛 火气旺盛 除了每天 在湖底通道砸石头以外 实在无处可现 他昨晚忍不住去了 灵缠月宫 对于那丫头暗示了一句 大小姐这个月的一次 同房机会 可以给了吗 那丫头直接对道 没了 以后就没了 姑爷上次不是说 等你秋逝高中以后 就要修了我家小姐吗 哼 还有连想跟我家小姐同房 做梦 洛青州忍不住道 明明是你家小姐 先说要修了我的 那丫头直接道 我家小姐有资格说 姑爷你没资格说 反正姑爷以后 别想跟我家小姐同房了 找你家那两个同房丫头去 洛青州信信而回 自从他搬进梅乡小园后 小蝶就跟秋儿睡在一起了 两个小丫头关系很好 有聊不完的话题 他每次神魂出窍过去窥探时 就看到两个小丫头脱光光睡在一起 他哪里好意思去打扰 正在他脑中胡思乱想之时 岳武又开口道 公子 你真的不要花鼓吗 花鼓那么漂亮和温柔 又对公子情有独钟 每天都在看公子的诗词和故事 天天都念着公子呢 洛青州看向他 直接道 我是坠婿 没资格主动要窃和要丫鬟 岳武姑娘 要是觉得他可怜的话 可以自己要了他 岳武愣了一下 抬起手摸了摸了自己的小嘴 马车在秦府门口停下 洛青州下了车后 发现大门两旁 已经贴上了新帘 门上也贴上了红色的门帘 周管家正抱着一大挂鞭炮 在大门外的树下摆放好 看到他回来 周管家连忙道 姑爷 老爷和夫人都等着你团年呢 快进去吧 奴才要放鞭了 大年三十 来得猝不及防 岳武在马车上掀开窗帘 目光正正地看着这喜庆的一幕 神情恍惚了一下 突然对走上台阶的少年道 洛公子 岳武可以留下吃个晚饭再走吗 洛青州回头看了他一眼 直接道 抱歉 没做你的饭 岳武 洛青州没再理他 快步进了府中 窗帘放下 马车缓缓驶离 周管家看了一眼 点燃了鞭炮 噼里啪啦 喧闹的鞭炮声 宣告着团年饭的开始 洛青州去洗了手 直接去了吃饭的偏厅 秦文正和宋如月已经坐下 秦大小姐也坐在了旁边 百灵和夏禅站在他的身后 百灵手里拿着花 夏禅手里拿着剑 一左一右 一粉一绿 皆娇俏可人 洛青州进门后 躬身行礼 岳父大人 岳母大人 大小姐 秦文正温和地道 青州 来 坐在奸家的旁边 洛青州走过去 看了那道清冷的雪白身影一眼 把凳子向外挪了挪 方低头坐了下去 秦文正端起酒壶 蒸了一杯酒 放在了他的面前 笑道 青州 这酒是果子酒 不醉人 陪岳父喝几杯 宋如月嘴唇冻了下 没有说话 洛青州端起酒杯 放在了自己的面前 道 是 岳父大人 秦文正又看向了自己的闺女 道 奸家 你喝吗 秦大小姐微微摇头 秦文正又为自己争了一杯 端起来道 秦州 咱们也俩先喝一杯 祝你明年秋式高中 多谢岳父大人 洛青州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百灵站在后面看着他 听到秋式两个字 顿时撅起了嘴巴 手里狠狠地撕扯着无辜的花瓣 喝完酒 一家四口 沉默吃饭 吃完饭 洛青州起身 正要与秦大小姐一起离开时 宋如月站起来 从怀里拿出了一封信 冷着脸道 微末从京都寄回来的 专门给你写的 然后又加了一句 就只给你一个人写了 洛青州连忙走过去 接在了手里 明目一看 信封已经呈打开的状态 我可没偷看 是梅儿不小心打开的 宋如月哼了一声 别过脸去 满脸委屈 视力在他身后的梅儿 低着头 脸颊涨红 不敢吭声 洛青州没敢多说 拿着信 与秦大小姐一起退了下去 夜幕降临 外面的街道上 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鞭炮声 和小孩的嬉闹声 河流两岸 一枚枚烟花升空而起 在夜空中绽放出绚丽的色彩 照亮了整座墨城 除夕夜的热闹 在外面绽放得淋漓精致 而秦府中却依旧冷冷清清 秦二小姐走了 秦大公子不在 秦二公子又在闭关修炼 丫鬟仆人 前走了大半 团圆夜并未团圆 只有一个坠绪 一个不是哑巴 却胜似哑巴的秦大小姐 出来在府中晃了一圈 此刻 这对不像是夫妻的夫妻 正一前一后走在长廊上 谁都没有说话 到了梅香小园时 落青州才停下脚步 开口道 大小姐 那我先进去了 百灵立刻回头道 孤雁 你确定要自己先回去 而不是先把我家小姐送回小院 夏禅也回过头来 双眸冰冷地看着她 好吧 落青州指得硬着头皮 继续向前走去 说实话 跟秦大小姐走在一起 是真的尴尬 完全没话说 百灵撅嘴道 哼 洛青州盯着她的嘴 百灵脸色一变 撅起的小嘴 立刻又紧紧抿了起来 连忙用手捂着 跑到了夏禅的前面 告状道 缠缠 孤雁又想对人家的小嘴瑟瑟了 你快惩罚她 夏禅又回头看了一眼 落青州目不斜视 看向别处 很快 来到凌缠月宫 秦大小姐依旧没有说话 直接进了庭院 夏禅也跟了进去 百灵在门口停下脚步 转过头道 孤雁 你要进来吗 落青州在外面停下脚步 摇了摇头 扬了扬手里的信道 我还要回去看信呢 说完 转过身准备离开 百灵连忙道 孤雁 洛青州回头道 干嘛 百灵偷偷看了一眼 她手里的信 脸上顿时露出了 两个甜甜的酒窝 笑叶如花 孤雁 进来看缠缠练剑 缠缠最近学会了新的剑招 可好看了 洛青州道 下次吧 我先回去看信 百灵连忙又道 孤雁 那个 你今晚可以试试问一下 我家小姐 问她要不要同房 洛青州转过身来 来看着她道 你确定 百灵脸颊一红 扭捏着道 不确定 随即又连忙道 不过孤雁可以问问 说不定小姐就同意了呢 洛青州思考了一下 返回道 好 那我去问问 对了 百灵 这封信 你先帮我拿着 待会儿我出来时 你再给我 百灵立刻满脸欢喜地 伸手道 嗯嗯嗯 啊 洛青州在接近她的时候 突然一把抓住了她的小手 用力一扯 直接把她扯进了怀里 随即一口 稳住了她的小嘴上 嗯 百灵仰着小脸 小拳拳无力捶打着她的胸口 命死不屈地挣扎着 片刻后 洛青州松开了她 身子僵硬道 你干嘛 百灵红着脸蛋 带着哭腔道 姑爷 你坏 你又对人家瑟瑟 呜呜 洛青州满脸尴尬 看了她身后一眼 低声道 把手拿出来 下馋来了 百灵脸色一变 立刻把手从她的衣服里拿了出来 那个 我先回去了 洛青州挥了挥手 快步离开 走了一段距离后 方用手揉着胸口 嘴里撕了一声道 果然是那丫头 上次把我弄肿了 刚刚又扯又掐 熟练得很 不知道二小姐在信里写了什么 她快步回到梅香小园 在秋儿的服饰下脱掉了鞋子 进了 曾经属于秦二小姐的书房里 迫不及待地坐在了美人榻上 把信拿了出来 在灯光下展开 熟悉的捐秀小字 出现在眼前 姐夫 微末想娘亲了 想爹爹了 也想姐姐了 想秦府里所有的人 姐夫 你还好吗 书读得怎么样了 本来微末说好过完年 帮姐夫出题 与姐夫一起努力读书的 可是微末食言了 对不起微末在这里很好 姐夫 娘亲 你们不用担心美娇姐的府邸好大 比我们三个秦府还大呢 微末每天 除了读书以外 还会听美娇姐和府里的丫鬟 说京都的事情对了姐夫 微末昨天跟美娇姐出去时 还遇到了一个朋友姐夫 猜猜是谁 苏青婉 姐夫还记得吗 那个半夜去你窗前 逼着你做诗的女子 她的家就在京都 我们聊了很久姐夫 你那首 永梅 在京都已经传遍整个文坛了 大家都在找你呢 听说很多书院都想招姐夫进去呢 姐夫真厉害 人还没有来京都呢 京都的文人才子都 人人皆知了 娘亲也很厉害对了姐夫 还有你在莫城做的那首 水调歌头 姐夫知道 在京都有多活吗 听说京都所有的青楼和异女 都在唱这首词呢 大家都说 能够做出这种神仙词的 一定是天上的哲仙下凡 凡人是不可能做出来的姐夫你是吗 要老实告诉威莫娘亲 威莫爱你姐夫 威莫想跟你商量 一件事情 威莫想把姐夫讲的 《西香记》和《红楼梦》 都拿出去出版 然后跟书店合作去卖 或者威莫自己也开一家书店姐夫 一定会有很多很多人喜欢的 我们以后要在京都生活 需要钱 不能总是依靠美娇姐的威莫 想在姐夫来之前 在京都买一间院子 然后跟姐 姐娘亲 你们一起住 当然 威莫想要出版书 主要是想要为姐夫先在京都挣一些名声姐夫 这里的名声很重要的姐夫放心 威莫不会写姐夫的名字的 名字就写落寞 好不好 其实写月末也可以 威莫爱娘亲 不过毕竟是姐夫写的 还是写落寞吧姐夫 威莫走了以后 娘亲没有再欺负你吧 应该没有 毕竟娘亲心地善良 脾气也好 而且心里一直是疼着姐夫的姐姐 还好吗 有没有跟姐夫说话 百灵和夏禅呢 夏禅跟姐夫的关系 有没有更好了 姐夫 夏禅好可怜 好可爱 姐夫一定要好好对她哦 对了姐夫 秋儿伺候的还满意吗 姐夫不用不好意思 威莫早就对秋儿说了 以后让她做姐夫的通房丫头 所以 姐夫想让她事情的话 只管跟她说 就是了长公主那里 有没有再为难姐夫 应该不会姐夫那么有才华 那么厉害 没有人敢为难姐夫的 除了娘亲不怕姐夫 谁都怕姐夫 要对娘亲好点 要像威莫爱娘亲那样爱她 知道吗 姐夫 时间过得很快 等姐夫秋逝时 威莫给姐夫 一个惊喜对了 美娇姐前两天在外面跟人打架了 对面五个人 都被美娇姐用石灰粉 给烧伤了眼睛和脸 郡王殿下很生气 质问她为什么要用撒石灰 那样的卑鄙手段 其他府里都在笑话美娇姐 说美娇姐是石灰女侠姐夫 美娇姐是跟谁学的 威莫想娘亲了姐夫 威莫心里还有好多好多话 想要跟姐夫说 可是一时之间 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下次吧 威莫 还会再写信的姐夫 安爱娘亲的威莫 洛青州看完了这封信 挣了一会儿 又看了一遍 看来秦儿小姐在京都过得挺好 应该也没有再咳嗽了 秦儿小姐真是料事如神 知晓她家那位可爱的娘亲 肯定会偷看的这封信 所以 公子 要洗澡吗 门外突然传来了小蝶的声音 洛青州回过神来 抬起头 看了看外面的天色 道 好 小蝶和邱儿 很快搬来了浴桶 放在了屏风后面 热水倒进浴桶里后 洛青州又滴了一滴 炼脏药水进去 然后脱光衣服进了桶里 进入了水中 虽然已经在梅乡小园 住了很久了 虽然秦儿小姐也说了 邱儿以后将会是 她的通房丫头 但她洗澡时 依旧没有让邱儿进来过来 她修炼的事情 不想再让任何人知道了 小蝶拿着毛巾进来 站在后面 帮她捶背 又伸着脖子 向着桶里面偷看 可惜桶里的水 都变成了红色 不过那些红色 正在快速变淡 不多时 洛青州已经把水里的药水 全部吸收干净 五脏六腑 以及各个学窍 都仿佛有一股奇异的热流在流动 公子 过年了 小蝶一边帮她搓着背 一边低声提醒道 洛青州道 哦 小蝶绝了绝小嘴 公子 你自己说的 等过完年了 你就 你就 洛青州睁开眼道 不是还在过年吗 今天才是除夕 还没过完年呢 小丫头一听 顿时高兴起来 红着脸蛋道 公子 这么说 你不会反悔了 洛青州道 本公子像是说话不算数的人吗 小丫头绝嘴道 像 公子都骗人家好几次了呢 洛青州没再理她 洗完澡 把玉筒抬出去后 她回到了书房 刚坐下 突然赶到腹中 升起一股热气 全身很快变得燥热起来 炼脏时 五脏六腑皆在快速运转 全身温度增加 火气旺盛 有时候全身血肉 如火焰烧烤 极为难受 这个时候 就要想办法泄火了 难道是刚刚那低炼脏药水 产生效果了 洛青州立刻回到床上 闭目静心 开始呼吸吐纳 运转内功心法 平息内火 一炷香的时间过去后 她不仅没有平静下来 反而越发躁动不安起来 不对 不会是那几杯果子酒的缘故吧 今晚吃团圆饭时 她在那位岳父大人的热情邀请下 喝了至少五杯酒 那酒入口甜甜的 感觉不到有什么酒精 当时觉得 就像是果汁 但现在想来 似乎有些不对 如果真的没有一点酒精和其他效果 只是甜甜的果汁 那位岳父大人 肯定是不会喝得那么享受的 不行了 她感觉越来越燥热 而且非常难受 根本就无法再进行运转内功心法 谁知正在此时 书房的门突然被人推开 随即 秋儿的脑袋伸了进来 脸上带着两抹红韵 修声道 姑爷 今晚要奴婢陪你吗 不知道是不是琴儿小姐的吩咐 这丫头 每晚都会来问一声 洛青州这段时间 虽然有些憋 但想到小蝶在这里 而且小蝶早已预定了很久了 所以很不好意思 每次都会一本正经地拒绝 但是今晚 秋儿问完 见她没有回答 以为又跟原来一样会被拒绝 正缩回脑袋要关门时 床上突然传来一道淡淡的声音 要 进来吧 秋儿一呆 那道声音突然又到 再等会儿 等小蝶睡着 夜色愈浓 洛青州的体内 愈发燥热难受 这个时候 肯定不能神魂出窍 若是神魂不在 肉身没有了依靠 体内那些燥热的气流无法运转 只怕会更惨 她起身去吹灭了油灯 关了窗户 只有窗前的竹台上 海然着一根粗壮的红烛 为整个房间增添着一抹昏黄的光亮 好热 她脱掉了衣服 拉下了账满 盘膝坐好 再次运转内力 静心名神 斜裹着那股燥热的气流 准备在周身各个血窍反复流动 然后从毛孔中缓缓排除 如果只是炼脏带来的内热 这种方法还是很有用的 但显然 今晚体内的燥热 不仅仅来自炼脏药水 很大可能是那几杯 加入了什么药材的奇奇怪怪的果子酒 岳父大人觉得他身子弱 想给他补一补 平时倒是无事 只是现在他正在炼脏 本来就内热严重 今晚泡澡又刚吸入了炼脏药水 能量正在快速释放 结果现在又饮用了大补之药 一时之间所有能量混在一起爆发 这如何承受的了 芝亚 正在此时房门呼地打开 随即又关上 一双穿着雪白罗娃的小脚 踩着地上柔软的绒毯 在裙摆中若隐若现 向着里屋走来 洛青州没再犹豫 收工等待 既然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人 那就没必要再婆婆妈妈 坚守以前的规矩了 入乡随俗 随遇而安 适应环境才是对的 而且 府里的丫鬟 如果不做通房丫头的话 就只有两个去处 一个是出府 一个是孤独终老 这年头 能有个饱饭吃就不错了 街上每天都有饿死的人 能在府中衣食无忧 谁想出去挨饿受欺负 所以才会有很多丫鬟 使用各种心机手段 挤破了头皮 想要成为富贵人家的通房丫头 成为妾室 这是他们的心愿 所以 洛青州觉得自己 没必要良心不安 更没必要遭受 前世道德的束缚 因为在这里 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 也是你情我愿的 猪脸想动 香风袭来 一道窈窕的身影 抱着一块白布 走到了床前 刚放在床上 洛青州一把抓住他的小手 把他扯上了床 啊 一声叫呼 焦躯入怀 柔软娇小 香气扑鼻 小脸滚烫 睫毛颤动 娇俏可爱 洛青州却是身子一僵 怎么是你 少女紧紧抱住了他的脖子 小脸羞红道 公子 不是你叫人家 来侍寝的吗 洛青州 公子等一下 奴婢把东西铺好 明日还要让公子和 和大小姐检验呢 少女娇羞低头 把白布铺好 洛青州脸色微变 还要给大小姐看 是啊 大小姐是正妻 通房丫头如果不干净的话 她是不会承认的 按照规矩 还会被驱赶走呢 小丫头对这些东西 似乎懂得很多 洛青州 想着明天一大早 他们主仆两人 双腿发软地从床上爬起来 然后拿着染血的白布 去灵蝉月宫 当着百灵和下蝉的面 给秦大小姐观看 想想那幅画面 洛青州就不寒而栗 尬得发抖 公子 好了 不是还没有开始吗 人家说的是白布铺好了 那个 小蝶 说好过完年的 这都还在过年 要不 小丫头害羞地钻进了被子 小蝶 可以不给大小姐看吗 小丫头支支吾吾 吞吞吐吐没有回应 房间里 安静下来 屋外 秋儿穿着单薄的睡裙 正在炉子上烧着热水 准备待会儿让两人清洗身子 小蝶想念了那么久 垂涎了那么久 作为好姐妹和好姐姐 她当然不会接足先登 那样也太没意气了 而且她心里清楚 小蝶 在姑爷的心里 是没有人可以比的 两人之间的关系 只怕早就 超越了主仆关系 只怕就算是她家小姐 可能也比不了 所以 她没必要动别的歪心思 只用老老实实 好好服侍姑爷 好好跟小蝶 相处就行了 咕噜 咕噜 湖里的水很快开了 她伸手去提 却突然啊的一声 被烫了一下 与此同时 屋里也刚好传了一声痛呼声 恰好与她这声啊 重叠在了一起 她连忙去拿了抹布 裹在了把手上 把热水倒好后 又去接了一壶水过来 放在了炉子上 然后 她坐在客厅 竖起耳朵 红着脸颊继续偷听 凌晨十分 动静终于停了下来 秋儿掰着手指头算了算 足足有两个时辰呢 又过了一会儿 她红着脸颊过去敲门 轻声道 姑爷 要奴婢把热水端进去吗 好 洛青舟 已经没有什么好害羞的了 秋儿把热水端进去后 羞涩地瞥了床上一眼 立刻退出 洛青舟和小蝶清洗完后 就上了床 小丫头很快带着一脸的满足 和幸福睡着了 她终于得逞了 公子终于是她的了 不对 她终于是公子的了 洛青舟望着头顶的账卖 毫无困意 休息了半个时辰 她闭上了眼睛 静心凝神 神魂出窍 不能光顾着享乐 继续修炼 神魂飘到头顶 目光温柔地盯着小丫头 那依旧残留着红韵的熟睡脸蛋 看了一会儿 方穿透屋顶 飞上了夜空 在月光下飞行 在黑夜里修炼 洛青舟很快来到了鸳鸯楼 楼顶的飞檐上 那道月白身影和红色身影 早已在那里等着了 一见到她来 红色身影立刻甜甜地叫道 哥哥 哥哥 你来了 今天来这么早吗 嫂嫂已经睡下了吗 洛青舟飘落到了屋顶 道 睡了 红色身影 撇了飞檐上的月白身影一眼 又故意道 哥哥跟嫂嫂的感情可真好 每次都是 把嫂嫂弄睡了才出来呢 洛青舟看着她道 嗯 换成 是不是要好一些 红色身影嬉戏一笑 一样的 一样的 哥哥 今晚妹妹可以多听几张故事吗 妹妹还有一个礼物 要送给哥哥 洛青舟飞正 什么礼物 红色身影神秘一笑 道 哥哥先讲故事 妹妹最近感觉快要突破了 今晚一定要好好听 洛青舟没再多问 目光看向了飞檐上的月白身影 征求她的同意 月姐姐 今晚要听故事 还是要听经书 月白身影很沉默了一下 道 故事吧 红色身影看了她一眼 没有再说话 好 洛青舟在屋顶上坐好 禀气名神 一边沐浴着柔和的月光修炼 一边开始讲起了故事 佛籍心悉心疾佛 心佛从来皆要悟 若知无悟又无心 便是真如法身佛 法身佛 没模样 一颗圆光寒万象 无异无同无有无 难舍 难取难听忘 内外灵光到处同 一佛国在一沙中 一粒沙寒大千界 一个身心万法同 这开头的诗纲念出 月白身影呼地转过身来 道 慢些 再念一遍 洛青舟文言 立刻又放慢了速度 重新开始 师姐 这首诗听着好玄妙 里面隐藏着修炼功法 或者悟道的法门吗 红色身影 虚心求教 月白身影微微促着眉头 思索了半赏 方道 我暂时还参不透 不过 福道本就相通 这诗中所说 一杀一国 一杀一世界 身心万法 都是悟道高深法门 洛青舟停住话 见两人一问一答 说得越来越深奥 他很快就听不懂了 继续吧 月白身影淡淡地道 洛青舟继续讲了起来 行者回头一看 见后壁上挂住一幅 遗桥静旅的话 龙王道 此先乃是黄石宫 此子乃是汉氏张良 石宫坐在遗桥上 忽然失履于桥下 遂唤张良取来 此子急忙取来 跪陷于前 如此三度 张良略无一毫 巨傲怠慢之心 石宫遂爱他情景 夜寿天书 折他浮汗 后果然运筹帷幄之中 绝胜千里之外 讲到这里 红色身影 顿时促起眉头 眸中金光闪烁 眉宇间露出了一抹沉思 心头反复念道 如此三度 张良略无一毫 巨傲怠慢之心 石宫遂爱他情景 夜寿天书 运筹帷幄之中 绝胜千里之外 随即又在心头暗道 先生不答应本宫 难道是 本宫太过傲慢 没有跟张良这般 为其三次剪鞋穿鞋 以成代之 然后他又看向了 面前讲故事的身影 暗暗道 本宫一直喊这家伙哥哥 他才舍得传法 要不 本宫明日再见先生一次 拜其为师 以对方的才能 的确有这个资格 可是 如果对方年纪稍微老一点 如果对方不是师姐的夫君的话 他也没有那么多顾虑了 他心头这般胡思乱想着 竟再也听不进去 洛青州连续讲了三章 他都是云里雾里 什么都没有听懂 脑海里 一直都在想着拜师的事情 当初师姐 一直让他拜着家伙为师尊 他宁死不屈 没想到现在 竟然主动想着 要拜师姐的那位秀才 凡人夫君为师 想想实在有些可笑 但为了大业 为了自己的理想 这点屈辱 又算什么 今日就讲到这里吧 洛青州停住了话 片刻后 红色身影方醒过神来 他连忙从怀里 拿出了一块巴掌大的椭圆玉石 递到了他的面前 天天递道 哥哥 这是传讯宝蝶 输入内力或者魂力 用指尖在上面写字 都可以瞬间传送出去 哥哥拿着 妹妹这里还有一个 到时候 妹妹可以用这个 与哥哥联系 洛青州下意识地伸手接过 仔细看了一眼 心头暗暗称奇 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电话吗 红色身影 又跟他仔细讲解了一遍 该怎么用 提醒道 哥哥 这东西很贵重的 整个大盐都没有几块 哥哥可一定要保管好 不要被别人给偷去了 说到别人时 他一由所指地 看了飞檐上的某人一眼 洛青州又仔细看了一会儿 方还回去道 既然这么贵重 那我就不要了 谁知道 这上面是不是有其他定位的东西 虽然这位小月姑娘 一直甜甜地喊他哥哥 但是他对这位 一直都保持着十分的警惕 不可能轻易相信他的 哥哥 要 你要吗 红色身影开始撒娇 他马上就要走了 而且感觉到快要突破了 如果以后联系不到这个家伙 那之前的哥哥和哇哇等投资 岂不是都白费了 那可不行 不要 洛青州直接拒绝 这时 站在飞檐上一直沉默的月白身影 突然声音清冷地开口道 拿着吧 洛青州文言一愣 看向了他 月白身影沉默了一下 淡淡地道 上面没有做手脚 他不会随时追踪到你的 这东西除了传讯以外 还可以为肉身挡下致命一击 妹妹 哥哥谢谢你 洛青州立刻收了起来 天蒙蒙亮时 洛青州拿着传讯宝蝶 回到了梅乡小园 刚刚临走时 他向那两位请了两天假 决定好好睡两晚 养精蓄锐 白天好加大力度 在湖底开路寻宝 没有宝藏的话 就当作是修炼 万一真有宝藏的话 那自然更好 神魂归翘 身旁的小丫头 正白白嫩嫩 娇娇软软 像是小猫一般 蜷缩在他的怀里 两只可爱的小脚脚 也放在他的大腿处 洛青州摸了摸 然后抱着他 进入了梦乡 天很快大亮 阳光透过窗帘 洒落进来 院里响起了鸟儿的鸣叫声 洛青州睡着没多久 就感到鼻子痒痒的 连打两个喷嚏后 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 这时才发现 怀里的人手里 正拿着一缕秀法 在挠他的鼻子 公子 快起来了 小蝶见他醒来 连忙轻声道 洛青州实在很困 抚摸了一下他 娇嫩滑腻的相间道 再睡会儿吧 反正今天也没事 话刚说完 看着小丫头那羞红的脸蛋 和为难的毛子 他猛然醒悟过来 一下子坐了起来 要去大小姐那里 小丫头害羞地点头道 嗯 洛青州瞬间清醒过来 床头的凳子上 放着一块柔软的白布 上面醒目地 染着鲜红的色彩 那是小丫头 昨晚奉献给他的清白 能不能不去 洛青州央求 小丫头扁着小嘴 眨着睫毛 有些委屈 去 洛青州没敢再犹豫 立刻掀开被子下床 道 快穿衣服吧 早点去 说不定路上遇不到其他人 说不定百灵和下馋那丫头都不在 这张布代表着小丫头的清白 所以 他肯定想要府里更多的人知道 特别是身为正妻的大小姐 只有大小姐亲眼看到这块布 并且承认了 他以后在他身边的地位 才是合法的 才会得到府里其他人的承认 不然大家到时候 可能都会在背后议论他 或者怀疑他 特别是 如果他以后怀孕 才不会招惹流言蜚语 所以这个规矩和过程 对这小丫头来说 非常重要 非常必要 必不可少 这也是对他的一种尊重和保护 虽然 有些羞耻 洛青州愁眉苦脸的洗漱丸 在秋儿的服饰下 穿上了乳袍和鞋子 然后磨磨蹭蹭 亲自拿着白布出门 小爹 可以把染血都包在里面吗 这样露在外面 实在有些 小丫头红着脸没吭声 一旁的秋儿连忙道 姑爷 不行的 必须要露在外面 故意要让府里的其他丫鬟看到的 这样的话 以后大家才会承认小爹的身份 才不会私下乱说 哎 不 姑爷 你害羞什么 害羞的应该是小爹才对 秋儿忍俊不惊 幸好梅乡小园 距离临缠月宫并不远 路上并没有遇到其他人 快到时 洛青州忍不住质问道 秋儿 昨晚怎么回事 秋儿故作听不懂 一脸疑惑道 姑爷 什么怎么回事 洛青州看了旁边的小爹一眼 没在吭声 算了 既然沐已成州 就没必要再多想了 反正小爹早就是他的人了 以两人的感情 这件事早该成了的 不然小丫头一直都不会安心 来到临缠月宫门口 洛青州突然又耸了 磨磨蹭蹭 不敢进去 秋儿见此 直接上前敲门 枝呀 院门打开 百灵一袭粉裙 翘生生地出现 脸上刚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准备说话 目光突然看到了 某人手里捧着的白布 那白布上的鲜血 在清晨的朝阳下 格外醒目显眼 谁 谁的 百灵呆滞了一下 问道 小蝶的脸更红 脑袋低到了胸口 两只小手紧紧捏着裙摆 又是紧张害怕 又是羞涩忐忑 不知道百灵姐姐和夏产姐姐 还有大小姐 会不会生气 会不会不承认她 秋儿连忙低声道 小蝶的 百灵愣了愣 满脸惊讶道 啊 现在才跟姑爷同房吗 我还以为还没进府时 都已经随即又满脸古怪地盯着某人道 姑爷 这可不像你 你这么瑟瑟 不应该现在才下手啊 洛青州本来还感觉羞愧和丢人的 听他这般一说 顿时抬起头来 美好气地道 不准诋毁姑爷 哼 百灵嘴巴一撅 进了屋 然后开始大声嚷嚷起来 缠缠 快来看 姑爷一大早就来给 大小姐送礼物了 洛青州 指得硬着头皮 带着两个小丫头 进了小院 下馋一袭淡绿衣裙 正在院子里练着剑 听到百灵的话 正刚刚收剑 身后乌黑的绣发 和柔软的裙摆 还依旧在摇曳中 院中的石桌前 一袭雪白衣裙的情大小姐 正安静地坐在那里 看着书 洛青州手里捧着白布 低着头走了过去 一时之间 却是脸颊发烫 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按说 这白布给邱儿看了就行了 不用专门拿来 给这位大小姐看的 不过 毕竟两人 现在还是名誉上的夫妻 按照规矩 的确该让她亲自奄奄的 大小姐 这是小蝶的青白布 昨晚小蝶 与姑爷同房了 您看看 邱儿见姑爷靠不住 只得自己上前 低头恭敬的 同时心头暗暗叹息 姑爷和大小姐 都澄清这么久了 两人见面 竟然还这般生疏和冷淡 难怪要 勤尖家抬起头 看了那块染血的红布一眼 微微点了点头 小蝶看到 心头顿时松了一口气 骆青舟也松了一口气 正要退下时 百灵连忙又道 姑爷 缠缠还没有看呢 下蝶握着剑 站在屋檐下 翘脸冰冷地看着这里 骆青舟 只得举了鞠手里的白布 下蝶冷冷地看了一眼 又看了一眼 他身旁的丫头 没有说话 又继续开始练剑 骆青舟没敢再逗留 连忙要离开 百灵突然道 姑爷 还要拿给夫人看看哦 此话一出 骆青舟顿时脸色一变 秋儿也在旁边小声道 姑爷 的确是要拿给夫人看一眼的 夫人那里非常重要 以后会关系到 小蝶的地位和立钱的 哈哈 姑爷 我跟你一起去 百灵见他脸色难看 顿时满脸兴奋 想要跟去看热闹 骆青舟端着白布 尴尬地出了小院 见他真的屁颠屁颠地跟了出来 顿时脸色一沉 吓唬道 待会儿你别想回来了 跟我去梅乡小园 百灵嬉嬉一笑 一脸都不怕 抱着小蝶的胳膊道 姑爷就别续张声势了 有小蝶和秋儿在 人家才不怕你呢 骆青舟懒得再跟他斗嘴 心头暗暗思考着 待会儿该怎么面对 那位可怕的岳母大人 几人离开后 庭院里的五剑声 又持续了一会儿 方停了下来 夏禅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方独自进了屋 去了自己的房间 在昏暗的光线里正了一会儿 他走到床前 从最里面的被子里 拿出了一只锁上的锦盒 随即打开锦盒 小心翼翼地 从里面拿出了一块白布 白布展开了整整三层后 里面才出现了 另一块染着鲜血的白布 这是百灵帮他 从那个嬷嬷的手里 强行帮他夺回来的 他颤抖着 把它拿了出来 缓缓展开 目光正正地看着上面的血迹 脑海里不禁浮现出了 那碗疼痛而温暖的一夜 勤抚中热闹起来 洛青舟手里 捧着染血的白布 低头在府中走着 乔快步走到了前面 看到丫鬟嬷嬷时 就会回头道 孤叶 举高点 然后对那些丫鬟嬷嬷们道 是小蝶的 小蝶昨晚已经是孤叶的人了 看到那些男仆人时 又立刻道 孤叶 快藏起来 毕竟是女孩子的东西 肯定不能让除了孤叶以外的 其他男子看到的 每当那些丫鬟嬷嬷 在旁边驻足 投来八卦的目光时 洛青舟都感到脸颊火辣辣的 这个时代的规矩也太奇奇怪怪了 这种事情 怎么能主动拿出来 到处让人参观吗 简直像是两个狗男女 在游街示众 太丢人了 不过身旁的小丫头 虽然看起来害羞 但每次那些丫鬟嬷嬷嬷们的目光看过来时 她看起来都很得意呢 有些跟她要好的丫鬟 还笑着调侃 小蝶 恭喜你如愿以偿哦 洛青舟暗暗道 原来小丫头基于她身子之心 已经路人皆知了 好吧 只要小丫头开心 只要她满意 那就无所谓了 其实严格上来说 这小丫头才是她的第一个女人 所以她当然要尊重她 宠爱她了 一路胡思乱想着 很快来到了岳母大人住着的院子 秋儿先进去禀报 不多时 梅儿出来迎接 目光复杂地看了她和小蝶一眼 道 姑爷 夫人让你们进去 洛青舟捧着白布 走到她身边时低声问道 梅儿姑娘 岳母大人今日心情如何 梅儿冷冷地道 不知道 宋如月穿着一身素白衣裙 正在院子里扭着腰只胳膊锻炼身体 听到秋儿的禀报后 立刻在院子里的椅子上坐好 冷下脸来 当洛青舟捧着白布 带着小蝶来到她面前时 她的目光看向了那块染着鲜血的白布 秋儿在一旁恭敬地禀报道 夫人 昨晚奴婢在门外 小蝶的确与姑爷同房了 小蝶满脸羞红 直接跪了下来 磕头参拜 宋如月看了她一眼 顿了顿 房温声道 起来吧 既然已经行过房了 那么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秦家的一份子了 以后立前会按照标准妾室发放 衣物手势也可以按照妾室穿戴 不过 你暂时依旧只是通房丫头 她要纳你为妾 我是没什么意见 毕竟你们的感情深厚 你对她对秦家 也算是忠心耿耿 不过 要再等等 等到时候去了京都 等微末 小蝶 你不急吧 小蝶顿时感动和开心的热泪盈眶 磕头道 夫人 奴婢 奴婢不急 奴婢能当公子的通房丫头 就够了 宋如月道 起来吧 这件事到时候去了京都再说 小蝶抹着眼泪 站了起来 洛青州不敢逗留 连忙攻身告退 宋如月顿时白眼一番 道 急什么 刚来就急匆匆要走 是怕我把你吃了吗 洛青州攻身低头 停在原地 没敢再吭声 宋如月冷着脸道 微末在信上给你写什么了 方便念出来吗 洛青州看了他一眼 从口袋里拿出了那封信 恭敬地递了上去 宋如月冷哼道 不需要给我看 我也不想看 微末给你写信 你是不是也要回信 你就在这里回完信了再走吧 待会儿我也加几句 毕竟是我闺女 我也想他了 洛青州 怎么 不愿意 宋如月翻着白眼看着他 洛青州看了他一眼 突然听到他心里道 这小子要纳妾 必须要经过我的同意 我现在抓着他的把柄 他有求于我 我才不怕他 还有小百灵也在 量他也不敢 把我怎样 洛青州恭敬答道 岳母大人 我暂时还没有想好要回什么 等我想好了再说吧 宋如月忍了忍 忍了下来 冷声道 最好快点 微末还眼巴巴地等着 是你还眼巴巴地等着 要看我回复的内容吗 洛青州心头暗暗吐槽 恭敬道 是 待会儿回去后 我就认真想一想 宋如月哼了一声 直得白手道 好了 去吧 赶快回去想去 洛青州正要捧着白布退下时 一名丫鬟突然急匆匆地 从门口走了进来 禀报道 夫人 长公主那里传话来 要让姑爷过去一趟 此话一出 宋如月柳梅顿时一抽 目光看向某人 想要训斥她 不知检点总是被长公主召唤 又不敢 只得冷声道 快去快回 今天是大年初一 待会儿你二叔四叔他们 还要来拜年 按说 你还该跟奸家一起 给你岳父和我敬茶的 是 岳母大人 洛青州心头疑惑 退了下去 出门后 把手里的白布叠好 交到了小蝶的手里 随即 走向了客厅 长公主这个时候 来传唤她 是为何事 客厅里 岳母一袭青涩衣裙 正在喝着早茶 秦文正陪在一边 两人偶尔尬聊几句 其他的时间都在低头品茶 直到洛青州进来 气氛才稍稍缓解 岳母起身 满脸歉一地道 洛公子 实在抱歉 大年初一 前来打扰 不过 今日殿下就要离开了 想跟洛公子说几句话 顺便送给洛公子一件礼物 希望洛公子可以去见一见 秦文正在一旁听得暗暗心惊 这位岳母姑娘可是代表着长公主 在这小子的面前 竟然是这番恭敬的态度 长公主想要见这小子 不是直接命令和召唤 而是请求和希望 甚至还要亲自送给这小子礼物 这个消息 令她感到震惊 洛青州恭敬道 岳父大人 那我先出去一趟 秦文正回过神来 连忙道 快去吧 别让长公主久等了 洛青州跟在岳母的后面离开 刚走出大门 准备下台阶时 那名叫月影的黑群少女 突然策马奔来 冷声道 月舞 跟我回去 洛公子不用去了 月舞文言一愣 疑惑道 怎么回事 月影没有解释 看了台上的少年一眼 拨转码头道 走吧 殿下在等着 月舞脸色一变 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 连忙歉意道 洛公子 抱歉 你先回府吧 说完 匆匆下了台阶 骑上了白马 随即 两名少女带着马车和护卫 匆匆离开 洛青州站在台阶上 呆了呆 转身回府 要是换一个人 他早骂上了 这不是耍人吗 此时 大厅里 秦文正正一边品着早茶 一边思考着事情 宋如月气冲冲地从后面走了出来 道 老爷 那小子整天往长公主那里跑 你就不说说他 今天可是大年初一 二爷四爷他们待会儿 可都要来拜年的 秦文正皱眉道 长公主召唤 他敢不去 你敢让他不去 宋如月 绝了绝嘴 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道 老爷 我这不是担心他被那些狐狸精拐走了吗 我这也是为了秦府 为了微墨着想吗 秦文正瞪着他道 少胡说 火从口出 谁是狐狸精 宋如月不服气道 老爷 我说的是那个叫乐舞的 又不是说长公主 你没看到 那乐舞每次都直勾勾地盯着那小子看 恨不得当场把那小子给吃进去 微墨不在 我们可要小心 秦文正摆了摆手道 你别操心 微墨不在 府里自然有别的人看着他 哪里轮得到你操心 而且 那小子跟长公主 我们既然认可了他 就要相信他 不要总是疑神疑鬼的 宋如月又怂恿道 老爷 如今微墨不在 那小子肯定越发放肆了 老爷 你身为一家之主 一定要在那小子的面前树立威严 不然他会肆无忌惮的 是时候敲打敲打了 秦文正想着 刚刚那位乐舞姑娘 对待那小子的态度 转过头看着他道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反正你以前也训斥过他那么多次了 你在他面前最有威严 他就怕你 你待会儿使劲敲打就是了 我坐在旁边帮你压阵 宋如月 老爷 夫人 二爷和四爷 他们带着家眷来拜年了 正在此时 一名仆人脚步匆匆地跑来道 两人连忙站了起来 秦文正立刻吩咐道 准备放鞭 立刻让后厨去准备午宴 去把奸家和串都叫出来 宋如月也立刻对旁边丫鬟吩咐道 去把糖果点心瓜子什么的都摆好 把昨晚包的压碎钱也都拿出来 顿了下 又道 让秋儿和小蝶都出来 丫鬟吓人们 立刻匆匆而去 不多时 周管家已经带着一大群走进了院子 秦二爷和秦四爷走在最前面 后面跟着几名夫人和小妾 在后面是年轻男女 牵着许多小男孩小女孩 一群人热热闹闹地走了进来 大哥 大嫂 新年好 我们来给你们拜年了 大伯 大伯母 侄儿侄女来给你们拜年了 大爷 大奶奶 孙侄儿和孙侄女来给你们拜年了 一大群人老老小小 都满脸笑容 嘻嘻哈哈地走了涌了进来 秦二爷和秦四爷都有了孙子孙女 看得秦文正和宋如月满脸羡慕 想想就有些心酸 不过这个时候 可不是心酸的时候 好好好 来来来 和水 树沙 快带着弟弟妹妹们过来领压岁钱 宋如月连忙满脸笑容地去挨个发压岁钱去了 秦文正与自己的兄弟寒暄了几句 落座后 开始品茶聊天 宽敞的客厅 顿时占了满满一屋子人 大人们坐着聊天 年轻人们凑到一起说笑 小孩们则打得闹闹 好不热闹 噼里啪啦 院里突然响起了鞭炮声 小孩们都兴奋地涌了出去 不过都被下人们 恭恭敬敬地拦着在了走廊上 不让靠近 对了 川和奸家他们呢 秦二爷喝着茶 突然问道 秦文正立刻看向旁边的丫鬟道 再去催催 秦四爷好奇道 大哥 那个坠绪 秦文正立刻眉头一皱道 他叫青州 已经是我们秦家人了 以后不要再提什么 坠绪不坠绪的 秦四爷善善一笑 道 大哥 我就是想问问 他怎么没有跟威莫一起去京都 你们不是准备把他 明年吧 到时候跟我们一起去 秦文正低头喝着茶 淡淡地道 另一边 宋如月正在跟秦二爷 秦四爷的夫人 聊得火热 什么 大嫂 你们竟然还准备给那小子那妾 疯了吧 她就是一坠绪啊 看看人家周兰家那个坠绪 过的什么日子 那才是坠绪 是啊大嫂 你们太宠她了 这样可不行 就算她再有才华 她那出生哥在哪 又是入坠到你们家的 你这样太不合规矩了 宋如月立刻道 都是你们大哥宠的 我让你们大哥教训教训那小子 他都不肯 哼 迟早把他宠的 骑到我们头上拉屎 大嫂 这样可不行 这样 你们看在坚家和威莫的份上 不好教训她 那待会儿 我们来帮你们训训她 我们是她审慎 教训她是应该的 对 大嫂 你放心 待会儿我们知晓分寸 哪有像你们这样对待坠绪的 再这样下去 可真要反了天了 必须要好好敲打敲打了 正在此时 下人进来禀告道 老爷 夫人 二公子那里 没让奴才进去 说是这几天正在关键时刻 秦文正神色一鸣 立刻道 好 不要再去打扰他了 奸家他们来了吗 正问着时 大厅里突然安静下来 就连那些在走廊上嬉闹的小孩 都渐渐安静下来 庭院里 一席裙袍 身材奇长 清秀俊朗的少年 与一席雪白衣裙 美若天仙的少女 并肩而来 在他们的身后 跟着几名模样 俏丽的丫头 那是奸家姐姐吧 好漂亮啊 我好像就见过一次呢 我还是几年前见过 平时我们来这里 她从来都没有 出来过呢 我儿姐姐 奸家姐姐 比画里的仙女 都要漂亮呢 那旁边的 是奸家姐姐的相公吗 模样也长得好好看呢 跟奸家姐姐好般配 听说是个读书人 文采可好了 年轻一辈 都在走廊上小声议论 有人热情地 喊了几句 奸家姐姐和奸家妹妹 都没有得到回应 秦大小杰神色清冷 旁若无人地进了屋里 屋里的说话声 也安静下来 洛青州跟在后面 感受着大家好奇的目光 已经没有太多紧张了 毕竟早上 已经射死得彻底麻木了 两人先走到 秦文正的面前 丫鬟连忙端来了茶水 岳父大人 喝茶 洛青州主动端起茶杯 递了过去 秦文正接过 向征信地抿了一口 奇怪道 秦州 你不是出去了吗 这么快就回来了 洛青州道 刚回来 他又对着旁边 那两名中年 公身行礼 叫道 二叔 四叔 好好 两人都满脸笑容地点了点头 不过没有多说什么 在他们看来 这少年再受大哥的看重 也只是一个身份卑微的 数字和坠续 跟他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 也拉不下脸跟他亲近 洛青州又端着茶杯 过去公身地到了 宋如月的面前 道 月母大人 请喝茶 宋如月在这么多人的面前 还是很给他面子的 接过茶杯 抿了一口 递给了他一个红包 淡淡递道 清州 新的一年 不要懈怠 要继续好好读书 争取秋逝高中 到时候为你 为我情府 都挣些脸面 洛青州双手 接过红包 满脸恭敬 是 月母大人 宋如月指着旁边的妇人道 这是你二婶四婶 他们有话对你说 说完 看了他一眼 立刻又加了一句 也不知道他们要说什么 不过他们都是你长辈 如果说了你不爱听的 你别往心里去就是了 洛青州低头道 是 那两名妇人 眯眼打量了他一番 心头都暗暗赞道 果然是一表人才 温文尔雅 难怪大哥大嫂这般宠他 随即 两人都冷着脸 准备严厉地敲打一番 正在此时 周管家突然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老爷 夫人 长公主来了 此话一出 大厅和走廊上突然寂静无声 秦文正以为自己听错了 愣了一下 问道 谁来了 周管家顿时急道 长公主 长公主来了 还带了很多银甲铁鸡 浩浩荡荡 把外面的街道都站满了 已经在下马车了 so 秦文正突然像是被扎了屁股一般 猛然从椅子上弹了起来 秦家二爷和秦家四爷 以及宋如月和那两名夫人 都脸色顿便 慌忙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完了 不会是来抄价来的吧 不知道是谁小声说了一句 大厅里的人皆是面如土色 心惊肉跳 快 快出去迎接 秦文正反应过来 立刻带着众人脚步 匆匆地走了出去 谁知这时 一袭红袍的长公主 已经带着护卫 从大门口气势强大地走了进来 那些簇拥着她的银甲护卫 行走间脚步铿枪 身上铁甲兵器 在阳光下寒光森森 令人秦家众人心惊胆寒 秦文正见此 慌忙躬身参拜 身后那些没有爵位的秦二爷秦四爷 以及那些妇人和年轻男女们 皆直接跪在了地上 额头触地 吓得脸色发白 瑟瑟发抖 整个庭院瞬间跪倒一片 不过在人群的最后面 还有几个人没有跪 南宫火月停下脚步 看了秦文正一眼 又看了跪在地上的众人一眼 最后 目光看向了屋檐下那站着的几道身影 秦大人 不用客气 南宫火月收回目光 神情淡淡地道 本宫今日前来 是有一事相求 秦文正心头一跳 慌忙道 殿下请说 下官若能做到 虽万死不辞 南宫火月的目光 越过人群 再次看向了屋檐下 那道穿着如袍的身影 神色威严地道 本宫想拜贵府一人为师 不知秦大人可否答应 此话一出 不光秦文正吓了一跳 那些跪在地上的秦家 其他人 也都齐齐吓了一跳 满脸震惊之色 长公主 要拜师 而且还是他们秦家的人 南宫火月 直接对着屋檐下那道身影 攻身拱手 朗声道 先生 火月今日前来拜师 还希望先生可以答应 此话一出 众人皆惊愕抬头 到处寻找那位 竟然让长公主 亲自来拜师的秦家人 秦文正脸上的肌肉抽搐不止 猛然侧过身 顺着长公主的目光 看向了后面的屋檐下 宋如月跪在地上哆嗦了一下 也转过头 直接看向了身后屋檐下 那名正簇着眉头的少年 夫妻两人 几乎瞬间 就想到了同一个人 宋如月这下是真的怕了 想到 刚刚还准备怂恿别人 敲打一下那小子 想到自己早上 对那小子稍稍不太好的态度 他顿时瑟瑟发抖来 先生 火月愿意跪第三拜 只求先生答应 南宫火月 又说出了一句 让秦家众人惊吓无比的话来 庭院里 鸦雀无声 南宫火月说完 秦家众人皆是脑中 嗡嗡作响 又是惊吓 又是疑惑 长公主所说的那位先生 到底是谁 他们秦家 到底谁有这种可怕的本事 竟然让长公主亲自来拜师 甚至还要跪第三拜 要知道 长公主如今可是大延帝国 最有权势的人物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有封国 有军队 有才能 又有诸多追随者 同时 他还是当今圣上唯一的同胞姐姐 这样的人物 竟然屈尊来到他们秦家 要拜他们秦家的某个人为师 正在众人脑中嗡嗡作响 静怡不定时 屋檐下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殿下折杀在下了 在下一届草民 如何担得起殿下的跪拜 这可是大不敬之罪 殿下万万不可如此 至于拜师 在下何德何能 能够做殿下的老师 此事在下绝不敢答应 望殿下收回此话 这时 秦家众人方转过头 寻声望去 看向了屋檐 那名躬身拱手 不卑不亢的少年 皆是目瞪口呆 竟是他 奸家的夫君 那个看着老实文弱 沉默寡言的坠婿 怎么会是他 秦二爷秦四爷 和秦家其他人 皆是震惊无比 他们做梦 也想不到 长公主亲自要来拜师的对象 竟是这位出生卑贱 如今依旧只是秀才之身的坠婿 简直不可思议 难以置信 先生 南宫火月拱手 态度恭敬到 学无先后 达者为师 先生如此才能 本宫敬佩不已 甘愿执弟子之礼 还希望先生不要推辞 说完 身子微宫 就要屈膝跪下 宫身站在他身前的秦文正 顿时脸色一变 慌忙向前几步 先一步屈膝跪下 双手虚拂 满脸发白地颤声道 殿下 万万不可呀 这要是一跪 秦家可是要立刻飞到风口浪尖上了 哪怕是当今圣上 都当不起这位长公主的一跪 更别说是他们这些小人物了 洛青州见此 也立刻从屋檐下走了出来 快步来到他的面前 低头恭敬道 殿下 不必如此 南宫火月盯着他的眼睛看了一眼 又侧身几步 避开了跪在地上 抬着双手 准备阻止他的秦文正 双膝一弯 又要跪下 洛青州慌忙上前 伸手虚拂 谁知南宫火月这一次 仿佛要真的跪下 拱着的双手 刚好落在了他的手心 双膝已经要跪了下去 洛青州心头一跳 连忙用力 抓住他的手 拖着他的身子道 殿下 你若是非要跪下 那未完成的东西 在下绝不会再写 南宫火月盯了一下 直起了身子 看着他道 先生 本宫是成心的 绝无戏耍先生 和威逼先生的意思 这他们还没有威逼 洛青州松开了他的手 再次态度坚决地拒绝 殿下 这件事 在下绝不能答应 南宫火月站在原地没有动 也没有再说话 目光一直盯着他 庭院里 一片死寂 洛青州心头暗暗叹了一口气 值得抬起头来 看着他道 殿下 故事不会断 殿下以后 如有其他困惑和不解 皆可派人来找在下 在下定当全力以赴 南宫火月的脸上 终于露出了笑容 似乎就专门在等这句话 他目光灼灼 点头道 好 既然先生实在不愿意 那本宫就不再勉强了 倘若先生以后遇到什么困难 尽管去找本宫 本宫也定当为先生的事 全力以赴 秦家众人听到这句话 看向那少年的眼神 再次变了 这小小坠绪 是要上天了 洛青州没再说话 事已至此 他还能再说什么 不管他说不说刚刚那句话 他跟长公主的关系 就已经无法撇清了 对方今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来拜师 显然就是这个意思 他和秦家 现在已经被强行捆绑在对方这条大船上了 以后无论是风平浪静还是狂风巨浪 他们都下不来了 除非登案 或者 船毁人亡 这位长公主的心机与果断 以及能能屈能伸的强大星星 着实令他感到几倍声寒 岳武 把本宫为先生准备的礼物拿过来 南宫火月吩咐了一声 是 殿下 岳武答应一声 立刻手捧一柄宝剑 走上前来 递到了洛青州的面前 洛青州宁目看了一眼 剑柄剑鞘 却是金黄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闪烁着尊贵迷人的光泽 剑鞘上还雕刻着一条斩翅高飞的黄鸟 嘴里正喷吐着火焰 威风凌凌 先生 这柄宝剑是本宫的金黄剑 乃先帝专为本宫锻造 剑剑如剑人 先生收下 以后若有困难 可持此剑去军中或者火月国找本宫 无人敢挡 秦家众人抬头看着 皆是睁大眼睛 震惊不已 长公主竟把这柄代表着她在火月国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宝剑 都拿出来了 这小子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洛青州剑士已至此 也没再推辞 双手恭敬接过 拜谢道 多谢殿下厚爱 长公主见她收下 脸上的笑容越发亲切了 目光看了屋檐下 那道雪白身影一眼 甭手道 先生 那本宫就不打扰 你们过年了 告辞 说完 伸手握住了她的手 把一张纸条塞进了她的手心 随即转身去 洛青州愣了愣 这才攻身道 殿下保重 沉重的脚步声和铁甲摩擦的金歌之声 渐渐远去 很快出了大门 庭院里依旧静无声息 直到大门外的马蹄声渐渐远去后 跪在地上的秦温正方抬起头来 看了一眼 随即站了起来 谁知刚站起来 双腿突然一软 差点跌倒 洛青州连忙扶住了她 秦温正脸色发白 抬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一副劫后余生的心迹模样 颤声道 青州啊 你做得对 刚刚要是让长公主跪下了 我们这秦家上上下下 姥姥小小 只怕断完了 唉 她又缓了一会儿 方看着地上 依旧瑟瑟发抖跪着的众人道 都起来吧 还跪着做什么 殿下早就走远了 众人抬头 目光复杂地看了一眼 她旁边的少年 和那少年手中金光闪闪的宝剑 渐渐如舰长公主 他们怕呀 秦温正也瞥了一眼 自己女婿手中那柄宝剑 一边心惊肉跳 一边心头发痒 好想拿过来摸一摸 然后拔出来看一看 这柄宝剑 可不仅仅代表着 至高无上的权利 听说 当初先帝找了很多 练器大师练制 其中加了很多珍稀材料 估计至少也是一件法器 岳父大人 要看他吗 洛青州见他目光火热 手指头蠢蠢欲动 立刻把手里的宝剑 递到了他的面前 秦温正顿时吓了一跳 慌忙后退白手道 不用不用 青州 你自己拿好 这东西 可是常公主的私人物品 是火跃国的镇国之宝 千万不可给别人触摸 这可是大不敬之罪 秦二爷和秦四爷也站了起来 围了过来 满脸堆笑地道 是啊青州 这东西 可是当初先帝专门为常公主锻造的 不仅代表着常公主 还代表着先帝 不可不敬 赶快拿回去 摆放在正厅的桌上 好好保管 每天擦拭 不可让其落了灰尘 更不可让人给偷去了 或者损坏了 那可是杀头的罪名 洛青州 见自己拿着这把宝剑 大家似乎都有点怕 只得穿过人群 走到屋檐下道 先帮我拿回去 嗯嗯 好的姑爷 百灵立刻开心地伸出了双手 洛青州手里的剑 在他面前一晃 递到了小蝶的面前 道 放我房间去 小蝶愣了一下 连忙颤抖着接在手里 惶恐道 哦 旁边的圈连忙道 小蝶 走 我跟你一起 千万要拿好 别掉了 两个小丫头 立刻捧着宝剑 满脸紧张地离开 秦文正连忙吩咐道 周通 带两个护卫去跟着 是 老爷 周管家立刻亲自带了两个护卫 在后面小心翼翼地 护送着两个小丫头离开 这柄宝剑 可是他们整个秦家的 镇府之宝 和免死金牌 容不得半点闪失 百灵气坏了 脸上的笑容僵了 伸出的双手 也僵硬地缩了回去 胸脯一起一幅地 瞪着某个故意戏弄他的坏家伙 洛青州扭过身 无视他 看向了院子里 这时 跪在庭院里的其他人 都陆续站了起来 不过脸上的震惊和惊吓之色 依旧没有退去 特别是他那位岳母大人 竟然双腿发软 站不起来 被门和另一个丫鬟 给搀扶了起来 走吧 进屋去 秦文正神色复杂地看了他一眼 带着众人又进了屋 老 老燕 我肚子疼 老燕 我也是 秦二爷和秦四爷 正要跟着进屋时 他们那两个夫人 都双腿发软地捂着肚子 做出满脸痛苦的模样 不敢再跟着进去 被两个丫鬟扶着的宋如月 顿时目光一亮 连忙趁机到 去我后院去 于是 一群丫鬟嬷嬷 立刻簇拥着三名双腿 都发软的夫人 颤颤巍巍 狼狈离开 怎么都肚子疼 大哥 会不会是茶水和点心不对 被人吓毒了 秦四爷顿时警惕起来 满脸凝重 秦文正顿时脸色一沉 瞥了他一眼 没好气地赤道 大过年的 竟说晦气话 咋不毒死你 秦四爷嘴角一抽 没敢再吭声 低着头 跟着进屋 嘴里小声嘀咕着 大哥这话才是晦气 洛青州与秦大小间 一起跟着进了客厅 这个时候 秦家无论是长辈 还是晚辈 看向他的目光都不对劲了 来来来 秦州 快来坐下 秦家 你也过来坐 快来跟四叔说说 你是怎么认识长公主的 秦家四爷没敢先落座 刚进屋 立刻满脸堆笑地道 秦家二爷 也一改之前的冷淡 满脸慈祥的笑容 午宴很丰盛 不过洛青州没什么胃口 随便吃了几口后 就借故要回去读书 告辞离去 秦家众人对他突然而来的热情 让他很不适应 长公主今早的行为 的确让他在秦家的地位 拔高到了极致 再也没有人提起坠续两个字了 大家面对他时 都是满脸笑容 或者神态恭敬谨慎 秦家年轻的一辈 都很羡慕 但秦家的几位长辈 心里都很清楚 这件事意味着什么 他们已经跟长公主绑在了一起 以长公主对待那些贵族的态度 和一直在竭力推行的改革 到时候 她和她的追随者们 很可能都会成为那些贵族愤恨的对象 不过事已至此 多享无益 以长公主的权力和实力 也许可以成功 那到时候 他们秦家 自然也是鸡犬升天 吃饭时 秦文正和秦家二爷四爷 以及几个长辈 都下了死命令 谁要是敢把今日的事情说出去 就逐出秦家 或者陈景 秦家年轻一辈 与那些丫鬟仆人们 都静若寒蝉 不敢再讨论 虽然不可能隐瞒住 但只要他们不主动承认 就可能还有回旋的余地 估计就算是消息传出去 也不会有人相信 谁会相信 堂堂长公主殿下 会来秦府拜师送宝剑 除非亲眼看到那柄宝剑 洛青州一路向着梅香小园走去 一路想着这件事情 他突然想到 长公主还偷偷给了他一张纸条 纸条上会写着什么呢 回到梅香小园 进了书房 他关上房门 打开了纸条 纸条上写着 春园小巷 百花园 故事写完五个章节后 可送往那里 那里自会有人送来给本宫 先生如有其他需求 也可以对那里的主人说 那里风景极美 先生平时无事 可去那里散心赏景 自会有人做陪 春园小巷 百花园 洛青州暗暗记住了这两个名字 长公主今天应该就要离开了 她的三国故事还未写完 司马兵法 也还没有来得及写 特别是司马兵法 她可是亲口答应过长公主的 想了想 她收起了纸条 走到暗台前坐下 摊开宣纸 言莫提笔 开始腾写 司马兵法 写了大概半个时辰 秋儿在外面敲门道 姑爷 要吃点心吗 洛青州起身 活动了一下手腕 走过去打开房门道 不用 对了秋儿 长公主送的那柄宝剑呢 秋儿闻言 连忙指了指客厅最中间的桌子上 洛青州走出房间 看向了那里 那柄宁约金黄的宝剑正身披薄纱 端端正正地摆放在那里 前面还摆放了果盘 甚至还插着檀香 洛青州嘴角抽搐了一下 问道 谁让你们这样放的 秋儿脸红了一下 道 姑爷 我们也不知道该放哪里 周管家说 这柄宪剑很珍贵 代表着长公主 不可怠慢 一定要放好 所以我和小蝶旧 洛青州忍俊不惊 没再多说 走过去把宝剑拿了下来 又仔细观察了一番 宝剑看起来很长 而且拿在手里 比下馋那柄宪剑 似乎要重了很多 剑柄不知是和材料制作而成 明明看着像是金属 握着去格外柔软 剑俏华美高贵 展翅高飞的金黄 以及几枚奇怪的符号 洛青州触手摸了摸 同样很柔软 像是什么皮质制作成 握在手里很舒服 哐 洛青州突然拔了出来 金光闪烁 一截暗金色的宽大剑 刃露了出来 最中间刻着一条浅浅的血槽 那血槽之中歪歪曲曲 仿佛蝌一般 铭刻着密密麻麻的花纹 两边剑刃 结很锋利 薄如蝉意 争 洛青州把剑刃全部拔了出来 发现这柄剑至少比下馋那柄剑长了 整整一尺 宽了两指 同时 剑柄可两手齐握 下馋的剑仿佛是走清零路线 而这柄金黄 仿佛是走沉猛的路线 虽然整体重量并没有重多少 但是宽大的剑刃 和不同寻常的长度 以及暗金的光泽 看着就有一股凶悍的气息扑面而来 洛青州不由地想起了长公主那纤细的手指 和娇柔的身段 不知道她是故意要锻造出这样一柄剑来 还是先帝为与她商量锻造 又或者 这柄剑就是拿来看的 不过听说长公主有一杆血跃腔 非常沉重 可能长公主就走的是勇猛路线 洛青州想了想 放下剑翘 握着剑 出了屋 下了台阶 来到了庭院里 她握紧手里的剑 在庭院里站定 脑海中仔细回忆着 下馋每次练剑的剑招 秋儿站在屋檐下 好奇地道 公子 你也会舞剑吗 洛青州抬起手中宝剑 摆了一个架势 道 你猜 秋儿笑道 奴婢听说很多文人出门 都会妖怪宝剑 还听说前朝时 其他人不能带剑出门 只有秀才公子 才能配剑出门呢 想必读书人 也有很多会舞剑的 洛青州很想说一句 他们那都是装 刷 他顺手刺出一剑 随即 第二剑 第三剑 一开始速度很慢 有些生疏 渐渐地 开始编快起来 脑海中 那道身穿淡绿衣群的少女 仿佛在 传授他剑法一般 清晰地在他脑中 瞳孔中 裙摆飞扬地捂着剑 他跟着他的动作 越来越熟练起来 屋檐下 秋儿起初还满脸笑意地看着 以为孤叶只是觉得好玩 想要随便挥几下剑 没想到动作越来越好看 而且越来越快 同时 他即便站在屋檐下 也突然感到一股凌厉的气势 扑面而来 地上的花瓣 开始随着那道身影打着旋 那身穿宽大如袍的身影 动作越来越快 袖袍呼呼 衣衫烈烈 手中剑光闪闪 谋若星辰 秋儿睁大眼睛 看得一动不动 杀 杀 杀 洛青州又捂了几招后 方停了下来 脸不红 气不喘 一袍上沾满了粉色的花瓣 他抬起手中的剑 正在仔细观察着剑刃时 突然听到身后 传来一声极其轻微的异响 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刷的一声转过身 一剑刺了过去 争 一声嗡鸣 竟是一颗石子 撞击在了他刺出的剑肩上 或者说 他竟然转身刺中了一颗 飞向他的石子 他愣了一下 抬头看向了院门口 一袭淡绿衣裙的下馋 站在那里 手里握着剑 双眸正冷冰冰地看着他 洛青州呆呆地看着他 想到刚刚自己扳门弄斧地 学着他的动作 肯定被这丫头 给看到了 顿时脸颊有些发热 道 夏馋姑娘 什么时候来的 夏馋抱着剑 翘脸冰冷地站在那里 并未回应 洛青州从地上捡起了那枚石子 道 是你扔的吗 说完 突然向着他扔了回去 道 还给你 真 寒忙一闪 那颗正在飞行的石子 顿时被劈成两半 掉落在了地上 洛青州甚至没有看到 他拔剑和收剑 只听到一个声音 显然 他的拔剑和收剑都太快 两个声音竟像是一起发出来的 洛青州暗暗咫舌 几日未看到这丫头动手 看来他的剑更快了 洛青州没敢在班门弄斧 正要把剑拿回屋时 夏馋突然走下台阶 向着他走了过来 声音冰冷地道 刺我 啊 洛青州愣愣地看着他 夏馋停在了他的面前 手里握着剑 双眸冰冷地看着他道 刺 洛青州犹豫了一下 道 夏馋 虽然你的速度很快 但是这也太近了吧 我怕 咦 不待他说完 面前的人突然不见了踪影 碰 随即 身后突然伸来一只小脚脚 结结实实地踢在了他的屁股上 洛青州猛然转过身去 刺我 夏馋站在他的身后 再次冷冷地道 洛青州没在犹豫 握紧手里的剑刷地刺了过去 夏馋身子微微一侧 避开了他的剑锋 而他手中的剑翘 不知何时 已经抵在了他的咽喉 洛青州立刻后退 双手握住剑柄 突然冲了过去 唰的一声 直接劈砍了下去 夏馋突然出现在了他的右侧 手里的剑翘 再一次翘无声息地 抵在了他的咽喉上 洛青州暗暗心惊 这丫头好快 这几天 不知道他练了什么功法 显然比原来更厉害了 洛青州顿了顿 看向了屋檐下的小丫头 道 秋儿 你先出去吧 把院门关上 去找小蝶玩去 这里不需要你了 秋儿愣了一下 连忙道 哦 好的 他没敢多问 立刻下了台阶 快步出了门 把院门关上 夏馋姐姐 是在叫孤爷练剑吗 他心头暗暗道 庭院里 午后的阳光 慵懒地洒落在两人的身上 微风拂过 花瓣纷飞 洛青州看着面前的冰冷少女 突然气质一变 变得凶悍起来 握紧拳头道 蝶蝶 你是知道孤爷的秘密的 谢谢你没有告诉别人 今天 孤爷决定用孤爷真正的实力 与你切磋切磋 让你知道孤爷的厉害 如有冒犯 还请别怪罪孤爷 可以吗 夏馋双眸冷冷地看着他 后退了两步 握紧手里的剑 道 可以 洛青州把手里的宝剑 小心翼翼地放在了旁边的石桌上 随即 走过去站在了距离他三米远的地方 双眸一凝 全身紧绷 握紧了拳头 提醒道 蝶蝶 要小心哦 孤爷的拳头 可不是吃素的 一拳下去 你可能会哭很久 夏馋 呵 洛青州感觉受到了这小丫头的轻视 决定不再藏私 双膝一弯 身子微微拱起 体内内力涌动 全身筋膜肌肉绷紧 准备弹射而出 直扑其身 谁知此时 夏馋突然又冷冰冰地道 不准 洒 石灰 洛青州 搜 决斗开始 呃 决斗结束 洛青州刚弹射起步 拳头还未来得及打出去时 锋利的剑尖 已经抵在了他的脖子上 一丝冰凉 肌肤森寒 重歇 他收起拳头 后退几步 随即拱着身子 重新握紧拳头 目光紧紧盯着前面的身影 道 开始 话语刚落 他已嗖的一声 如利剑一般冲了出去 但前面的身影 已经消失不见 后面的脖子一凉 锋利的剑尖 已经处在了他的肌肤上 他将在原地 举起的拳头 无力地垂落了下去 再来 侧面的脖子一凉 剑尖又抵在了上面 洛青州终于忍不住道 缠缠 能不能稍稍慢一点 至少 让我先把拳头打出去一次吧 夏禅收起剑 冷冷地道 你 太慢 洛青州颓然 道 我承认我慢 不过 你能不能让让姑爷 让姑爷打几拳出去 不然姑爷憋得难受 呵 夏禅握紧手里的剑 翘脸冰冷 一点都没有要让的意思 洛青州叹了一口气 不想再受辱 收起拳头 过去拿起了那柄宝剑 回屋道 不跟你玩了 没去 夏禅站在庭院 看着他的背影 顿了顿 突然开口道 我 让你 洛青州走到屋檐 转头看着他道 让我也不跟你玩了 说完 进了屋 宝剑归翘 收进了储物袋中 随即 他进了书房 关上了门 屋里安静下来 庭院里 也寂静无声 微风拂过 桃花树上 花瓣纷飞 树下的少女握着剑 又在那里呆呆地站了许久 方低下头 把剑插进了翘中 转身离开 刚走了两步 书房的窗户突然打开 窗里传来了洛青州的声音 夏禅 会延没不 夏禅脚步一顿 正了正 转过头 正要摇头 洛青州又道 我要写东西 没人帮忙延没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你要是会 就进来帮姑爷一下 夏禅迟疑了一下 点了点头 快进来吧 洛青州喊道 夏禅握紧了手里的剑 上了台阶 走进了屋里 在书房门口停下了脚步 他看着门口的鞋子 又开始犹豫起来 只呀 房门打开 洛青州出现在里面 道 拖鞋进来啊 磨蹭什么 夏禅看了他一眼 又看了一眼书房里 一尘不染的雪白地毯 可充满了书香气息的摆设 微微低头 迟迟到 我 我不静 啊 不待他说完 洛青州突然蹲下 抱起了他的一只腿 熟练地帮他脱掉了鞋子 露出了一只穿着雪白罗袜的鲜袖小脚 你 你什么你 那晚在桥下 姑爷又不是没有帮你脱过 洛青州一脸理所当然 又抱起他的另一只脚 帮他把鞋子脱了下来 然后不由分说 把他拉了进去 随即 关上了房门 夏禅站在门口 握紧了手里的剑 翘脸上染上了两抹浅浅的红韵 咬了咬粉唇 本想用冰冷的眼神还击和掩饰 但对方已经转身 走到窗前的暗台前 背对着他坐了下来 催促道 快来 我要写字了 哦 夏禅顿时泄气 迈动一双鲜袖的小脚 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 看着书架上的书籍 暗台上的熏香和暖手炉 闻着墨汁的气味 感受着这个空间里书香的气味 再看着坐在暗台前 那道穿着如袍风度翩翩的身影 他心头的自卑顿时更浓 走到暗台前 看着代表着文人才女的燕台和墨快 他顿时手足无措 心头更慌 他从未碰过这些东西 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做 洛青州伸手拿起了墨快 把燕台端到了自己的面前 一边轻轻在里面磨着 一边低着头道 看 这样慢慢地磨呀磨 很快就能磨出很多枝叶 不要停 要让枝叶均匀 不能太浓 也不能太淡 谁要适当添加 一股淡淡的墨香 顿时扑鼻而来 夏禅低着头 自卑地嗷了一声 犹豫了一下 把手里的剑放在了旁边的窗台上 洛青州放下墨快 把燕台推到了他的面前 道 坐下磨 先慢慢来 不急 过一会儿就熟练了 夏禅没有坐下 站在旁边 伸手小心翼翼地拿起了墨快 开始在燕台里 缓缓地磨了起来 起初很生疏 很紧张 不过慢慢地 就熟练起来 对 就这样 继续 洛青州夸奖了一句 提笔战墨 开始继续写着 未完成的司马兵法 笔风温润 落墨飘逸 如行云流水 不多时 已经洋洋洒洒 写了一大篇 夏禅一边默默严琢磨 一边偷看着 目光痴痴 翘脸上的冰冷 不知何时 早已变得无比柔和 似乎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 房间里 暖气四溢 香烟鸟鸟鸟 格外温馨 屋檐下的滴漏 滴答滴答地滴着水滴 时间悄无声息地流逝 一个下午的时间 很快过去 转眼间 已是傍晚 夏禅手里的墨快 已经快要没有了 洁白的小手上已经沾满了黑黑的墨汁 洛青洲写完了 司马兵法 又写了两章 三国故事 这才停下笔来 他放下笔 揉了揉手腕 抬头看着他道 累吗 磨了这么久 夏禅摇了摇头 漆黑的眸子 又看了一眼他面前 那写着密密麻麻 好几页小字的宣纸 低声道 你 才累 洛青洲微微一笑 低头吹干了墨汁 小心翼翼地把宣纸卷了起来 然后起身道 蝉蝉 我记得上次答应过你 等那晚的任务完成后 姑爷就带你去吃好吃的 还记得吗 今晚我们就去 好不好 夏禅犹豫了一下 低声道 好 他突然又想起了什么 放下了手里的墨快 另一只干净的手 从窗台上拿起了自己的剑 道 我 回去 一趟 说完 转身出了房间 在门口穿上鞋子后 他快步走了出去 洛青洲想了一下 连忙走到窗前 把脑袋伸出去喊道 蝉蝉 我们两个人去就行了 不要告诉百灵 话刚说完 夏禅突然在屋檐下停下了脚步 洛青洲愣了一下 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庭院的桃花树下 一袭粉裙的粉嫩少女 正翘生生地站在那里 手里拿着一朵刚摘的桃花 水灵灵的毛子 正看着他 洛青洲 屋 屋 树下的少女突然哭起来 两只小拳头揉着眼睛 转身就向着院外跑去 一边跑着 下禅转过头 看向了窗口 洛青洲 下禅握着剑 快步离开 洛青洲在窗前尴尬了一会儿 方拿起桌上的宣纸 装进了厨袋里 随即洗了手 出了门 下禅回到灵禅月宫 进了房间 走到衣柜前 从最里面拿出了钱袋 他先是从钱袋里 拿了一些碎银 想了想 又拿了一些 又犹豫了一会儿 然后 把整个钱袋都装在了身上 洛青洲来到灵禅月宫时 百灵正坐在院里的石桌前 撅着嘴巴 手里 在撕扯着花瓣 撕一片 嘴里说一声 臭姑爷 又撕一片 嘴里又说一声 坏姑爷 臭姑爷 坏姑爷 臭姑爷 坏姑爷 洛青洲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 走进去道歉道 百灵 姑爷错了 姑爷其实不是那个意思 臭姑爷 坏姑爷 撕姑爷 骗子姑爷 百灵突然站起来 快速撕完了花瓣 随即转身就 继续用小拳头揉着眼睛 呜呜地跑进了屋里 洛青洲跟进去时 他已经跑进了房间 关上了房门 房间里 传来了呜呜呜的哭泣声 充满了委屈 洛青洲 只得抬手敲门 刚敲了两下 门突然开了 原来房门并没有插上 只是虚眼着 洛青洲愣了一下 推开门 走了进去 又关上了门 然后道歉解释道 百灵 姑爷刚刚不该那么说的 不过真的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 上次夏禅帮了姑爷 姑爷当时承诺过 要带他出去吃好吃的 姑爷知道 你们肯定要留下一个人 看着大小姐的 所以姑爷 才让夏禅不要告诉你 主要是怕你听了声气 其实姑爷想过 等下次 姑爷再单独带你出去 要不 明天 好不好 呜 百灵依旧趴在床上 哭得很伤心 洛青洲 值得走过去道 百灵 别哭了 要不待会儿 我们都一起出去 大小姐也一起出去 百灵立刻道 小姐 才不会出去呢 呜 洛青洲在床边坐下 顺手就摸着他翘起的屁股道 百灵 啊 百灵顿时惊呼一声 慌忙翻过身来 捂着屁股 睁大眼睛 满脸惊吓地看着他道 姑爷 你 你干嘛摸人家屁屁 洛青洲见他根本就没有哭 连眼圈都没有红 不由得又好笑又好气道 你说干嘛 姑爷要对你瑟瑟呗 百灵 房间里 满屋粉色 窗帘遮蔽 幽香席人 一男一女 坐在柔软的床边 四目相对 气氛暧昧 百灵感觉有些慌 立刻起身要逃跑 洛青洲一把搂住他的先腰 把他捉了回来 放坐在了自己的腿上 姑爷 不要 不要瑟瑟 嗯 洛青洲稳住了他的小嘴 百灵坐在他的怀里 身子扭动挣扎着 满脸求饶的表情 双臂缓缓抱住了他的脖子 亲吻持续了许久 方停了下来 你干嘛 百灵满脸驼红 双眸迷离地看着他道 不 不要瑟瑟 洛青洲僵硬如铁 手顺着他先腰 缓缓向下滑去 正要伸进他粉色的裙子里时 突然看向了门口 不知何时 房门已经翘无声息地打开 夏禅站在那里 静无声息 洛青洲手一僵 慌忙拿开 夏禅来了 他低声道 怀里的少女这才清醒过来 转过头 看向了门口 小手悄悄从他衣服里拿了出来 随即突然从他腿上跳了下去 两只小拳头立刻攥紧 又揉着眼睛 呜呜呜起来 嘴里委屈地告着撞道 馋馋 馋馋 姑爷他 他又对人家瑟瑟了 呜呜 幸好人家宁死不屈 没有让他得逞 呜 傍晚时分 街道上 正是热闹的时候 小贩吆喝 行人穿梭 买菜的 逛街的 吃饭的 三三俩俩 你一言我一语 声音嘈杂 颇为喧闹 洛青州最终一个人出了门 百灵不再理他 夏禅也去了后院练剑 洛青州 只得从后门偷偷出去 在小巷里 戴上了面具 在街道上随便逛了一会儿 他直接去了春园小巷 春园小巷距离秦府 大概只有三条街道的距离 并不太远 进入小巷 见四周无人后 他摘下了脸上的面具 换上了宽大的乳袍 脸去了舞者的气息 摇身一变 已是平时那个文弱儒雅的书生 挨家寻找 在小巷的最深处 发现了一座门漆剥落的古老府邸 上面的门边上 写着几个大字 百花园 洞 洞 洞 他上前扣门 同时 从储物袋里 拿出了两卷宣纸 扣了许久 并没有人来开门 难道不在 他又等待了一会儿 正要离开时 门里突然传来一道稚嫩而怯怯的声音 谁 洛青州文言 连忙道 我姓洛 是来送东西的 洛 是洛公子吗 门里的声音突然激动起来 只呀 大门立刻打开 一名穿着鹅黄衣裙的小丫鬟 出现在门里 睁着灵动的大眼睛 盯着他打亮了几眼 顿时满脸兴奋道 是洛公子 公子快请见 我家小姐正在水泻小亭府情呢 若是知道公子来了 一定很开心呢 洛青州微感讶异 你认识我 小丫鬟满脸笑容地点头道 嗯 小姐那里有很多洛公子的画像呢 都是小姐自己画的 跟公子本人很像很像呢 奴婢一看就认出来了 洛青州疑惑道 你家小姐是 小丫鬟笑道 公子进去了就知道了 公子快请进 洛青州看了里面一眼 并没有进去 抬起手里的画卷道 我是来为殿下送东西的 让你家小姐出来一下 我还有事 东西送完我就走 小丫鬟顿时撅起小嘴道 公子 你要是不进来 我家小姐会很难过的 洛青州盯着他看了几眼 猜测道 你家小姐叫花谷 小丫鬟睁大眼睛道 公子 你怎么知道的 洛青州一听 更不敢进去了 连忙道 快去把他喊过来 我还有事 马上就要离开 小丫鬟见他催得急 指得样样地道 那好吧 公子稍等 说完 脚步匆匆地离去 洛青州站在门口 一步也未踏入 心头暗暗思索着 长公主的用意 难道长公主还未死心 想要让那位花谷姑娘 接近他 又或者 就是单纯地 让那位花谷姑娘 住在这里 给他传递故事和消息 不多时 一名身穿鲜红纱裙的 窑窍少女 带着刚刚那名丫鬟 脚步匆匆地走了过来 那少女身材鲜美窑窍 柳腰纤细 胸前巍峨 双腿笔致修长 肌肤粉嫩 模样娇美 眉宇间自然而然地 流露出一股魅态 行走间 如娇花迎风 姿态万千 这少女 正是那名叫花谷的女孩 洛公子 花谷来到镜前 双眸亮晶晶地看着她 声音娇软诱人地道 府里除了奴家和小桓 没有别人了 天色已晚 不如公子进来 奴家为公子做些晚饭吃了 奴家再陪公子 在园里游玩一会儿 好吗 洛青州把手里的两卷宣纸递了过去 道 既然天色已晚 我自然要回家陪我家娘子吃饭 花谷姑娘 东西你拿好 到时候交给殿下 里面的东西你应该知道 都很重要 不可有失 花谷神色一暗 伸出鲜鲜御手结果 委屈地道 公子 你就这么讨厌奴家吗 洛青州拱手道 花谷姑娘言重了 你我就见了两次 何来讨厌之说 在夏家里 的确有娘子等着 抱歉了 花谷见她要走 慌忙伸手拉住了她宽大的衣袖 颤声道 公子 你别怕 奴家不会再像之前那样 不知廉耻了 奴家只是想要跟公子说说话 陪公子聊聊天 多跟公子待一会儿 并无他意 洛青州看着她 没有再说话 花谷养着娇美的小脸 水汪汪的毛子里 满是娇美可怜之色 软声哀求道 公子 求你了 不知道是她胸前的细绳没有系好 还是胸部实在太大 那细绳突然松开 露出了一抹诱人的雪白 和深深的沟壑 洛青州一愣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 正在发呆时 呼得感到一股熟悉的寒意袭来 脑中瞬间清醒过来 连忙把她的手 从自己的衣袖上拿开 后退了两步 正色道 抱歉花谷姑娘 在下是读书人 知晓李一脸齿 知晓瓜田李夏 实在不便进去 告辞 说完 没有任何迟疑 转身就走 花谷站在门口 呆呆地看着她背影走远后 方威不可闻地叹息了一声 转身进了屋 洛青州大步走向巷口 在走到一半时 突然转头看向旁边的墙角下 满脸惊讶道 咦 蝉蝉 你不是不出来吗 什么时候来的 夏蝉靠在墙角 双臂抱胸 怀里抱剑 双眸冷冷地看着她 小巷里 寂静了片刻 洛青州道 姑爷带你去吃好吃的 夏蝉站在那里 依旧没动 怀里的剑 仿佛蠢蠢欲动 周身的气息越发冰寒 洛青州顿时不敢再装 只得解释道 你别误会 我可不是偷偷来这里 跟别的女人约会的 刚刚那人是长公主的人 名叫花鼓 我曾经求过长公主 让她帮忙救小罗和她娘亲 我给的报酬 是故事和兵法 今天下午在书房时 我写的那些东西 就是送给长公主的 今晚我 本来就准备喊你一起过来送东西的 是你自己 是我错了 我不该欺负百灵 夏蝉又冷冷地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方道 你 刚刚 看她 哪里 洛青州心头一跳 道 脸啊 她跟我说话 我当然是看她脸了 哼 对了 还有裙子 夏蝉双眸冰冷地盯着她 身后的秀发 竟然无风自动了起来 凶 洛青州善善地道 随即一脸无辜 本来我是看着她的脸的 可是她那里的绳子 突然就松开了 好像有东西突然弹了出来 我以为是暗器 下意识地就看了一眼 蝉蝉 这不怪我 夏蝉没再说话 转身离开 洛青州连忙跟上 道 其实我就看了一眼 什么都没有看到 而且我也不是故意的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而且你刚刚也看到了 姑爷对于她的诱惑 已经很坚决地拒绝了 是不是 夏蝉没有理她 走出巷口 继续向前走去 但刚穿过一条街道 她突然又停下了脚步 左右看了一眼 握紧了手里的剑 眸中露出了一抹紧张来 她迷路了 洛青州连忙走到她旁边道 走吧 姑爷带你去吃饭 夏蝉的翘脸 依旧冷若冰霜 不 那你就自己在这里站着 走丢了可别怪姑爷 到时候被人贩子卖到矿洞 让你天天挖矿 累死你 洛青州转身 就向着左边的街道走去 走了一会儿 她转头看去 那丫头果然握着剑 不声不响 可怜兮兮地跟在了她的后面 见她目光看去 她立刻站住 翘脸一别 看向别处 洛青州仿佛听到了她的声音 哼 蝉蝉 来 跟姑爷一起 姑爷需要你的保护 这里好多人 待会儿走散了 可麻烦了 给这丫头一个台阶下吧 夏蝉又在原地犹豫了一会儿 方冷着翘脸走了过来 双眸依旧不甘示弱地冷冷地瞪着她 洛青州装作害怕她 别过脸 躲开了视线 一脸心虚地继续向前走去 夏蝉这才收回目光 默默地跟在她的旁边 蝉蝉 去酒楼 还是去那里的摊子上吃 走到一条小巷口 洛青州问道 一股诱人的香味 从小巷里飘了过来 夏蝉停下脚步 看了一眼小巷里那些摊位上的小吃 犹豫了一下 低声问道 酒楼 贵吗 说着这话时 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的钱袋 洛青州沉吟了一下 道 应该不是太贵 酒楼里环境好 安静 饭菜稍微干净一些 这里呢 人多 比较吵闹 饭菜可能不是那么干净 不过味道嘛 有时候酒楼里的饭菜 并不一定比这里的好吃 夏蝉想了下 看着她道 那 酒楼 她看了一眼她身上那干净的衣袍 和她那风度翩翩的儒雅模样 心头暗暗道 她是读书人 她喜欢安静 喜欢干净 酒楼应该更适合一些吧 好 今晚孤夜请客 随便吃 洛青州走在前面 在两旁的街道上 寻找好一点的酒楼 夏蝉跟在后面 看了她那清秀俊美的侧脸一眼 心头暗暗嘀咕道 财 不要呢 她说过 要养她的 才不会让她出钱呢 而且 她总是偷偷地欺负她 每次都会把她弄得那么可怜 每次都会弄走她那么多的东西 请她吃饭是应该的 洛青州很快找到了一家酒楼 两人刚要进去 突然从酒楼里走出了几道身影 其中一道身影 对于洛青州来说 再熟悉不过 那人看到她 也是一愣 两人停在原地 四目相对 都没有说话 洛玉 怎么了 这人你认识 其中一名身穿蓝袍 身材高大的青年问了一句 目光落在了门外的少年身上 上上下下打量了好几遍 目光越来越亮 猴杰动了几下 洛玉嘴角一动 淡淡笑道 梦兄 他就是 我给你说的那个书生 我成果府的树子 洛青州 随即又冷笑道 当然 他现在或许已经唤醒 变成别人家的家奴了 秦家的家奴吗 另一名身穿白袍 手持折扇的青年 满脸激笑道 坠续嘛 的确称得上是家奴 除了每晚要辛辛苦苦 播种种的以外 平时还要做各种杂活粗活 听说还要给丈母娘 端茶倒水 捏背洗脚 甚至还要暖被子呢 此言一出 另外两名青年 皆哈哈大笑起来 只怕不是暖被子那么简单吧 那府里的人 不管男女老少 只要需要 估计都会 哈哈 几人身上都散发着浓烈的酒气 看其衣着 非富极贵 而且看其身材气质 和咄咄逼人的气势 似乎都是舞者 洛青州并未理会 准备带着夏禅 从旁边进去 那名梦姓蓝袍青年 突然张开双臂拦住了他 目光火热地盯着他 满脸意味深长的笑意 另外三名青年 也立刻一次排开 笑着拦在旁边的门口 梦姓青年突然笑道 小兄弟 别急 听洛宇说 你入坠到了秦家 为了巴结秦家 背叛了成国府 还与秦家一起诬告他们 甚至还想是父母是兄 是有这么一回事吗 顿了下 又笑道 别怕 我梦先行最佩服的 就是你这样有胆有识 六情不认 心狠手辣的人 以后跟着我 怎么样 保证 比你当大坠绪有前途 那名身穿白袍的青年 立刻笑道 小子 这位可是成主府的公子 跟着他 以后你根本就不用 去考什么科举了 好好伺候梦公子 到时候 想要什么 还不是梦公子一句话的事情 梦先行立刻白手道 哎 白兄 别乱说 什么伺候不伺候的 我与这位小兄弟 那是一见如故 只是想要隐为知己而已 哈哈 是在下胡说了 在下道歉 白袍青年哈哈笑道 身子歪歪斜斜 似乎有些站立不稳 另外两名青年 也满脸暧昧地笑着附和 对对对 知己 知己 小心 一直在旁边宁神注意着 那冰冷少女的落狱 突然脸色一变 后退一步 身上衣袍骨荡 全身皮肉紧绷 严阵以待 梦先行和另外三名青年 也立刻惊醒过来 几人几乎同时感到 一股刺骨的寒意袭来 同时 街道两边 突然窜出来几名护卫 框地拔出了腰间的刀剑 护在了几人的身前 虎视眈眈地看着面前的 这对年轻男女 落狱的身前 站着的是 那名身材魁梧 据说是从京都来的女子护卫 酒楼前 顿时剑拔弩张 酒楼里的人 和街道上的行人 都在好奇围观 下馋手里的剑 并未出窍 洛青舟的手 不知何时 已经握住了 他那持剑的冰凉小手 脸上的神情 依旧平静如初 馋馋 我们走 对着树溪 他牵着身旁的少女 准备离开 洛玉突然冷声开口道 洛青舟 那晚 你对我母亲不敬 口出会言 又勾结秦家 污蔑我成国府 这个账 我洛玉会记在心里的 你真以为你跟了秦家 做了秦家的家奴 就能肆无忌惮 为所欲为 告诉你 秦家保不了你 我洛玉 到时候会让你知道 背叛的代价 洛青舟顿了顿 转过头看着他 依旧一脸平静 人在坐 天在看 洛玉 你和你母亲 做的那些肮脏事情 迟早有一天 也一定会付出代价 说完 不再逗留 直接牵着夏禅离去 现在打嘴炮没有用 真正的报复 绝不是口舌之争 洛玉盯着他远去的背景 眼中寒芒闪烁 握紧了拳头 缠缠 抱歉 今晚不能请你去酒楼 吃好吃的了 走到远处后 他松开了身旁少女的手 脸上露出了一抹歉意 夏禅握紧了手里的剑 看着他 缓缓地道 蝉蝉 帮你 杀了他们 洛青州看着他的目光 正了正 伸手抚摸了一下他的脑袋 轻声道 今晚不行 街上那么多人看到 暂时别惹事 夏禅攥紧了手里的剑 微微低头 抿了抿嘴 似乎有些难过 不知道是心疼他 还是在责怪自己没用 不能立刻帮他杀了那些 侮辱嘲笑他的坏人 蝉蝉 走吧 虽然酒楼不去了 但饭还是要吃的 去小巷里 吃点东西吧 洛青州带着他 走进了旁边的小巷 他仔细找了一个小吃摊位 走了进去 找了一个紧靠墙壁的位置 坐了下来 老板 来两大碗馄饨 再来两笼包子 洛青州招呼老板道 好了 客人稍等 老板答应一声 立刻开始准备下馄饨 夏禅跟了过来 在旁边坐了下来 洛青州靠着墙壁 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道 蝉蝉 我先休息一会儿 不要让人靠近我 更不要让人碰我 你也不准碰 可以做到吗 夏禅看着他 正了正 道 嗯 洛青州闭上眼睛 不再说话 也不再动 夏禅目光紧紧盯着他 耳朵听着四周的动静 突然见他怀里 悄悄溜出一柄细长的 墨黑飞溅 仿佛泥丘一般 顺着他的身子 悄无声息地溜到了 后面的墙壁处 随即瞬间飞上夜空 消失不见 摊上客人 都在低头吃饭 谁也没有发现异常 夏禅握紧手里的剑 光冰冷而警惕地看向了四周 酒楼门口 喝了很多酒的五名公子 都被自家护卫和仆人扶走 有的上了马车 有的上了轿子 也有搀扶着不行的 洛玉坐着马车离开 除了那名身材魁梧的女子 陪着他坐在马车里以外 赶车的 也是一名身材强壮的舞者 另一条路上 城主府的公子孟先行 与那名白袍青年 一起坐在轿子里 正在兴奋地讨论着 刚刚那个秦府的坠序 我刚刚仔细观察了一下 那小子模样清秀 身材修长 皮肤也好 主要是腿长屁股翘 甚合本公子的心意 孟兄 你还真对那小子有意思啊 当然 当初洛玉跟我说的时候 我就心仰难耐 如今一件 果然名不虚传 一个字 润 白兄 快帮我想想办法 该怎么把那个坠序搞到手 这件事 得从长计议 那秦家可不好惹 据洛玉所说 那小子身边 那个侍女 也很不好惹 更棘手的是 那小子好像还攀上了 长公主那颗高枝 只怕就是长公主的一条狗而已 长公主那般 应该也只是给秦家面子 毕竟 秦家可是第一个 用实际行动 来支持她 打压熏贵的政策的 长公主那样的人物 怎么可能看得上 她一个区区数字和坠序 也是 那小子估计就是 长公主与秦家的联络工具 换谁都行 两人又低声聊了一会儿 皆醉熏熏地 打起了瞌睡 梦 梦兄 我头晕 先睡会儿 好 我也来睡会儿 梦先行刚要闭上眼睛 突然感到一阵心悸 随即 钉的一声 挂在脖子胸前的玉佩 突然光芒一闪 瞬间化为一道光照 护住了她的全身 是 坐在她旁边 正闭眼睡觉的白袍青年 突然脑袋一低 直接从脖子上滚落了下去 扑 鲜血喷尸而出 刺客 有刺客 梦先行全身被包裹在光照里 嗖的一声 以生平最快的速度 从脚门口窜了出去 醉熏熏地摔爬了地上 跟在后面的城主府护卫 框的一声拔刀 护在了她的身前 轿子 轿子里面 梦先行从地上爬了起来 惊魂未定 脸色煞白地颤声道 两名护卫立刻上前 用手里的刀拨开了门帘 顿时被里面的荧幕吓了一跳 一具无头尸体坐在里面 脖子处正在喷涌着鲜血 脑袋滚落到了脚底 地上已是一片血泊 然而 轿子里并没有其他人 也没有任何异常 刺客呢 片刻后 已经坐着轿子 走到了另一条巷口的青年 正在轿子里打瞌睡时 脑袋呼得一歪 咕噜 一下滚落在了地上 另一名被吓人搀扶着回家的青年 刚走到大门口 脑袋突然一歪 也从脖子上掉落了下来 客官 馄饨来喽 洛青州靠着墙壁 依旧闭着眼睛在休息时 老板端来了两大碗热气腾腾的馄饨 放在了桌子上 夏禅握紧了手里的剑 目光冰冷地盯着靠近的老板 这时 洛青州身子一动 缓缓睁开了眼睛 轻声道 缠缠 吃饭吧 夏禅看向了他 快吃 待会儿还要回去洗澡睡觉 那个 要一起吗 我是说洗澡 狐狸 夏禅正正地看着他 没有回答 那我喊百灵 啊 哎呀 洛青州中了一拳 顺便压了一下桌子 啪 桌上的两碗馄饨 突然都掉落在了地上 打得粉碎 汤汁四溢 老板见状 连忙过来准备打扫 嘴里道 客官 没事的 待会儿再重新给你们下两碗 洛青州捂着眼睛起身道 缠缠 下次能不能别打孤夜的眼睛了 夏禅看着地上的泼洒的馄饨 有些手足无措 四周其他吃客听到动静 也都看了过来 皆暗暗偷笑 老板 抱歉 洛青州拿出了一定银子 放在了桌子上 没有让老板找 也没有再继续坐下吃 立刻拉着正在发症和后悔的少女离开 在旁边其他人看来 他像是因为丢人 才落荒而逃的 等走出巷口后 他方低声道 缠缠 不怪你 刚刚姑夜是故意的 你知道 什么叫不在场证明吗 夏禅愣了一下 疑惑地看着他 洛青州道 我故意打翻桌子和馄饨 让那个老板和旁边的客人都注意到我们 就是为了证明 刚刚我们在那里吃饭 没有去别处 算了 不说了 走吧 回家洗澡睡觉 洛青州握着他的小手 并未放开 夏禅看了一眼 两人握在一起的手 也并未挣扎 默默地跟在了他的身后 洛青州在街上买了几串糖葫芦 给了他一串 回到秦府 洛青州先把他 送回到了临缠月宫 正要离开时 夏禅突然开口道 给 百灵 一串 洛青州看了他一眼 故意道 干嘛要给他 他那么调皮 就不给他 他要是像蝉蝉 这么听话可爱 我才会给他 夏禅没有再说话 伸出手指 指了指旁边的一棵大树 洛青州脸色一僵 转头看去 一袭粉裙的俏丽少女 正躲在那棵大树后面 被风吹起的粉色裙摆和绣发 在树后若隐若现 一只露出来的小手 握紧了拳头 哈 蝉蝉 姑爷跟你开玩笑的 给 这是给百灵的 灵灵那么漂亮可爱 给他两串是应该的 你帮姑爷拿给他 就说姑爷最喜欢他了 洛青州又塞了两串出去 转身就灰溜溜地逃走了 夏禅站在原地 握着两串糖葫芦 看着他的背影 粉塞微微鼓了一下 臭姑爷 坏姑爷 四姑爷 又在背后说人家坏话 可恶 百灵从大树后面 气冲冲地走了出来 来到他的面前 一边气鼓鼓地嘟嚷着 一边伸出了两只手 夏禅看了他一眼 把一串糖葫芦 递到了他的手里 百灵立刻道 是两串 臭姑爷明明说的是两串 人家都听到了 玲玲那么漂亮可爱 给他两串是应该的 夏禅只给他了一串 随即一手拿着剑 一手拿着另一串糖葫芦 冷冰冰地进了灵禅月宫 百灵顿时气道 缠缠 你好小剑 上次姑爷 给人家的糖葫芦 你还找人家要钱了 这次 话还未说完 夏禅突然停下了脚步 百灵顿时反应过来 再也不敢多嘴 拿着手里的糖葫芦 转身就跑 一边跑 一边伸出粉嫩的舌头 快速把串上的糖葫芦 全部挨个舔了一遍 然后转头道 缠缠 上面全是人家的口水 你再找人家要钱 人家就还给你 夏禅站在原地没动 过了许久 方南南地道 花榻 钱了 他看着手里的糖葫芦 突然走向厨房 烧水 洗澡 换衣服 然后 去找百灵 百灵已经回到了房间 正躲在里面 一边吃着糖葫芦 一边在桌子前 摆弄着几片花瓣 夏禅推开了房门 百灵慌忙站了起来 把糖葫芦藏在了背后 苦着脸道 馋馋 人家穷 没钱 夏禅沉默了一下 隐藏在黑暗中的翘脸上 悄悄染上了两抹红韵 低声道 药 好了吗 百灵一愣 道 什么药 夏禅看着他 没再说话 百灵突然反应过来 馋馋 你最近不是在刻苦练剑吗 怎么又想 他突然停住了话 善善地道 那个 你等一下 我给你拿 他低下头 打开了抽屉 梅香小圆 洛青州回去后 小蝶和秋儿 都在房间里绣花 两人听到动静 连忙出来 问他吃饭没 洛青州道 还没 两人立刻去帮他热饭菜和烧水 洛青州吃完饭后 直接去了后院 练了一个时辰的梅花纷飞 拳法 浑身出汗后 他回到房间泡澡 又在浴桶里 滴了一滴炼脏药水 身上就只有一瓶炼脏药水了 等用完后 还要继续买 不过他这里已经没有金币了 到时候 还需要继续出城 去狩猎妖兽 至于这几天的时间 他决定在湖底 好好修炼和开路 泡完澡后 他在房间里自己研磨 又写了两章三国故事 刚写完 房门被推开 秋儿把脑袋叹了进来 轻声问道 姑爷 今晚要事情吗 洛青舟收起宣纸 转过身看着他道 不用了 秋儿呕了一声 又红着脸加了一句 低声道 姑爷 今晚 今晚是奴婢 洛青舟故意板着脸道 晚了 秋儿 以后你就别想了 秋儿顿时撅起小嘴认错 姑爷 奴婢错了 奴婢以后再也不敢了 洛青舟不禁笑道 好了 不逗你了 我这两天有事 要好好休息 不用了 哦 那姑爷好好休息 秋儿连忙关上了房门 小蝶正站在他的身后偷听 房门关上后 两个丫头相视一眼 回到了房间 小蝶连忙安慰道 秋儿姐姐 没事的 下次公子再让我事情 我就偷偷换你去 秋儿笑着过去 拿起了床上的肚兜 坐下继续秀着 笑道 别再那样了 不然姑爷真的会生气的 没事 我不急 我家小姐都还在京都呢 小蝶愣了一下 小声道 秋儿姐姐 二小姐她 她真的会跟我家公子那个吗 秋儿沉映了一下 抬头笑道 会的 谁也别想阻止 小蝶忐忑道 那大小姐呢 秋儿脸上笑容微脸 过了一会儿 房轻声道 大小姐的性子 的确不太适合 当初这件事 还是大小姐亲自过来提议的 到时候等姑爷秋是高中 一切都会水到渠成的 不急 哦 小蝶暗暗叹了一口气 她虽然从未与大小姐接触过 可是不知为何 心里就是很舍不得 或许是因为大小姐才是公子第一个真正的妻子的原因吧 又或许是因为当初大小姐的同意 她和公子才能脱离成国府 才能来这里过好日子的原因吧 严格来说 大小姐还是她和公子的恩人呢 不然她和公子现在都还待在成国府受苦呢 小丫头胡思乱想着 想着以后公子要和大小姐分开 或许关系还会变得很差 心头顿时一阵难受 洛青舟回到床上 魂魄出鞘 开始在房间练着奔雷拳 这两晚她请假了 不用再去鸳鸯楼了 她决定好好休息几晚 养精蓄锐 然后加大力度 开辟湖底暗道的道路 如果弟弟真有传说中的宝藏 她自然不会错过 她如今的修炼速度 的确已经很快了 但与那些天才和出生 就有丰厚修炼资源的人相比 依旧有差距 而且她现在不仅缺钱 还缺修炼功法 和舞者大能的指导 她需要的东西 还是很多的 轰 轰 轰 神魂飘在房间半空 开始沉重地 打着奔雷拳 房间内 顿时阴风阵阵 神魂可以清晰地听到打拳声 但是普通肉身并不能听见 她没有顾忌 越打越快 练了一个时辰 快凌晨时 她方收工 神魂归巧 躺在床上 想了一会儿这几日的修炼计划后 她方闭上眼睛 静下心来 很快便睡着了 窗外夜色 愈发浓郁 一轮银月 升上之烧 满院月光 洁白如霜 隔壁房间 小蝶和秋儿又说了一会儿话 方收拾好东西 脱光衣服 躺在了床上 两个小丫头躺在了一起 小蝶 昨晚我听到你的叫声了 嘻嘻 啊 人家才没有叫呢 那不是人家叫的 感觉如何 哼 才不跟你说呢 你想知道 自己去求公子 两个小丫头又在被子里 嬉闹了一会儿 方甜甜地进入了梦乡 窗外 夜深人静 不知过了多久 一道身影呼得无声无息地出现在庭院里 他在桃花树下静悄悄地站了一会儿 方走到了屋檐下 站在了书房的窗户边 听着里面的动静 许久之后 窗户呼得打开 随即又快速关上 滴答 滴答 寂静的黑夜里 似乎就只有滴露的声音 此时 在窗内的暗台前 已多了一道身影 他默默地看了一会儿桌上的墨块和燕台 又看了一会儿桌上卷起的宣纸 然后弯下身子 脱掉了鞋子 雪白的罗袜里面 是鲜秀小巧的少女狱卒 裙摆摇曳 他迈动着脚步 无声无息地走到了里屋 站在了床边 床头竹台上 红竹垂泪 无声燃烧 滴答 滴答 屋檐下的滴露 仿佛在催促着什么 屋内 幽香浮动 床上的呼吸声 渐渐沉重 站在床边安静了许久的身影 终于抬起手 缓缓解开了仙妖间的衣袋 随即 衣裙滑落 一具雪白如玉的鲜美玉体 如花盛放 取下木簪 满头青丝如铺散落 乌黑柔顺 光泽如断 那绣发垂落腰间 几乎包裹住了少女 整个纤细柔美的玉背仙妖 恰好落置在那挺翘圆润的美团上 烛光下 乌发黑如叶 玉体白似血 娇美如花 唯美如化 少女又在床边站了一会儿 方上了床 吞下了罗袜 露出了一双雪白鲜桥的粉嫩玉卒来 她躺在床边 安静地看了她一会儿 方伸出手 缓缓地抚摸着她乌青的眼睛 一边轻轻抚摸着 一边低声喃喃 疼吗 今晚 惩罚 缠缠 好吗 屋 窗外 夜风乌夜 庭院里的那棵桃花树 顿时花枝摇曳 花瓣纷飞 满院桃花香 月光皎洁 清冷似雪 鸳鸯楼的飞檐上 那道月白身影 孤独地站在那里 望着远处的黑暗 不知道是在沐浴着月光修行 还是在想着什么 久久未动 迟到天明 夜色悄然退去 远处的青山上 朝阳悄悄地露出了半边脸颊 偷偷查看了 一会儿人间 方全部露了出来 金色的阳光 很快洒满了大地 寂静的城池 不知不觉间 已经变得热闹起来 洛青州醒来时 窗台上早已洒满了阳光 花瓶里插着刚采摘的鲜花 随着尘风 透过窗户的缝隙 飘了进来 满屋花香 鸟儿在庭院里鸣叫 小蝶又在院子里驱赶着麻雀 嘴里生气地道 臭麻雀 不要再叫了 打扰公子睡觉了 秋儿在水井旁 压着清凉的井水 清澈的眸子笑盈盈地看着他 脸上的笑容如阳光般明媚 洛青州在床上躺了一会儿 方坐了起来 掀开被子 一丝不挂 想着昨晚的梦 不 不是梦 昨晚似乎突然变得不一样了 幽香还是那个幽香 人儿还是那个人儿 但昨晚他更主动了 虽然视线依旧模糊 看不清楚 但他已经不再是全身无力地被欺负了 而且生龙活虎地占据了主动 欺负他 昨晚才像是真正的洞房 他甚至还换了好几个姿势 还主动与他亲嘴了许久 只是 在他想要看清他 在他想要说话时 却视线受阻 口舌不清 原来他至少还能喊一声百灵出来的 但昨晚 他什么都说不出来 这是某种功法 还是某种奇奇怪怪的药物 无所谓 反正他爽了 起床穿衣 推开窗户 新鲜的空气 与庭院里的花香 扑面来 小蝶正抱着比他还要大的扫帚在扫地 却儿听到动静 看着窗里的他 连忙道 姑爷 稍等 奴婢马上就来 小蝶停下扫地 眸子清澈 满脸笑容地看着他道 公子 你是想让丘儿姐姐伺候你呢 还是想让奴婢伺候你 洛青州回过神来 道 一起吧 公子不挑剔 哼哼 公子真贪心 小丫头皱了皱鼻子 没再理睬他 继续抱着扫帚扫地 丘儿很快端来了热水 伺候他洗漱完 梳了头发 穿上鞋袜后 又去后厨给他端来了刚做的早餐 和新鲜的水果 洛青州吃完早餐后 就在书房读书 两个丫鬟 知晓他需要安静 离开庭院 进了屋里 继续制作衣服去了 丘儿淡黄色的裙子下 已经穿上了白色的裤袜 应该是刚做好的 小蝶那晚穿着的肚兜 其实已经不算是肚兜了 因为遮在肚子上的布块 已经不在了 两个丫头对于制作衣服 似乎很有天赋 各种大胆的修改和尝试 而且看起来都很不错 洛青州读了一会儿书 跟两人打了个招呼后 就出了门 在经过临禅月宫时 他犹豫了一下 并未停下 继续向前走去 进了月夜听语院 在四周观察了一下 方走到角落 下了水 进入了湖底 在湖底暗道中 他只穿了一条短裤 先在时事中打了一会儿奔雷拳 打得浑身冒汗后 又吸收了一滴灵液 然后去了中间那条通道 弯弯曲曲 陡峭向下 哄 随即 他催动内力 温热内脏 通过五脏六腑的各个学窍 开始一边吐纳 一边爆发力量 继续修炼开路 一拳下去 石屑飞溅 气流乱窜 持续不断 一直到中午 前面的地势 依旧在向下延伸 而且温度也越来越高 地面的海骨也越来越多 除了妖兽的海骨 人类的海骨也多了起来 中午休息了一会儿 吃了牛肉和水果 喝了半壶清水 然后 继续修炼开路 那低灵液的能量 在他身体内爆发而开 他的体力 依旧很充沛 一天时间 转眼过 傍晚时 他再次开辟了十余米的道路 路上不仅发现了 妖兽和人类的海骨 这一次 他还看到了一株 颜色暗红的三叶小草 不知适合植物 他触摸了一下叶片 竟然感到了一阵很大的热量 透过指尖传来 他觉得这株三叶草 很可能是一株药材 或者灵药 不过 他并没有急着采摘 反正这地方 暂时似乎就只有他一个人来 就先让他长在这里 等他到时候 去聚宝阁找一找灵药书籍 翻看了再说 他的炼脏药水快用完了 过两天 他还要继续出城狩猎 赚金币 买药水 顺便在黑木林里 继续磨练战斗技巧 昨晚他遇到了洛宇 没想到 对方不仅安然无恙 竟然还继续与城主府的公子混在一起 所以他再次有了危机感 长公主离开了末城 南国郡王也走了 现在整个末城里 权力和实力最强大的 自然是城主府 如果城主府要对付秦家 那就麻烦了 不过还好 长公主临走前 曾大张旗鼓地来到秦府 虽然拜师的事情 可能没有传出去 即便传出去了 或许也不会有人相信 但长公主来秦府 与秦府关系匪浅的事情 肯定是瞒不住 所以城主府 应该也不会明目张胆地动手 毕竟长公主 还在数十公里外的前线 但鸣枪一朵 暗箭难防 所以 他必须要继续让自己强大起来 即便不为了秦府 也要为了自己 为了报仇 他与洛宇 已经撕破了脸皮 所以 洛宇绝不会再对他手下留情了 一有机会 肯定要动手 而他 也绝对不会让对方 如愿以偿地 考入龙虎学院 那位大夫人 应该也从京都回来了 估计经过了那几件事后 他会老实很多了 他现在唯一盼望的 就是 洛宇能够通过龙虎学院的考试 然后进入京都 与他那位大儿子一样 以后进入朝廷 拥有权力和荣耀 所以 他绝对不会让他得逞 他越盼望的 越希望的 越疼爱的 越想要拥有的 他就越要把他们毁得彻彻底底 包括他的爱子 哄 洛青州打出了最后一拳 离开暗道 进入了湖底 在湖底洗了澡后 他上了岸 随即进了竹林 神魂出窍 飞到湖心望月楼的楼顶 继续沐浴着夕阳与晚霞 修炼神魂 夜幕很快笼罩下来 他感到整个神魂暖洋洋的舒服 即便没有面具的荧光护着 他也感觉不到晚风的凉腻 刷 他又练习了一会儿飞剑 方飞入竹林 神魂归翘 回到梅乡小园 吃完饭后 继续在后院修炼梅花纷飞的拳头 然后洗澡泡药水 白天去湖底开路淬炼内脏 夜晚练全泡药 然后美美地睡上一觉 连续三天三夜 他哪里都没有去 没有出府 神魂也没有再去鸳鸯楼 三天后 他的炼脏药水 已经用完了 同时 弟弟按到最中间的那条通道 已经又向前开辟了将近五十米 他看到了更多的灌木 骸骨 腐烂的盔甲兵器 前面的空间越来越宽敞 他已经能够清晰地感觉到了 从前面流动而来的气息 还能嗅到一股草木的气味 而且 前面还出现了一丝光线 显然 路快要通了 这一日 他甚至还遇到了一条一米来长的花斑大蜈蚣 从前面的石头缝隙里钻出来 差点一口咬在了 他的手上 被他一拳轰了的吸烂 不知道是那蜈蚣吐出的气息有毒 还是身体有毒 杀完蜈蚣后 他就感到头晕目眩 他没敢在洞里多待 立刻出去在湖底洗了澡 上岸回到了梅乡小园 在屋里 睡了整整一个下午 方感觉症状消失 傍晚时 他又去了湖底 把那条尸体破碎的大蜈蚣捡了起来 装进瓶子里 拿了回来 随即平住呼吸 岩碎沉默 与石灰粉混在了一起 专门收进了另一个袋子里 这几日的高强度开路修炼 并没有让他疲惫劳累 反而又让他蓄积了更多的能量 同时 精力满意 蠢蠢欲动 所以 这晚洗完澡 秋儿又在门口问他公子 今晚要不要事情的时候 他回答道 要 今晚院很圆 分儿很近 不知道那位月姐姐 和那位月妹妹 是否还在鸳鸯楼苦苦等着他 虽然连续四个夜晚都没有去 心头有些愧疚 但他 毕竟也有自己的事情 总不能天天都去给他们讲故事吧 就是996也有周末的时候 而且那两位也知道 如今正是过年的时候 他家里还有娘子要陪呢 待会儿看吧 如果还有精力 那就出去一趟 枝呀 房门打开 一双穿着雪白罗袜的鲜袖小脚 在青纱裙摆下若隐若现 踩着柔软的毯子 羞涩地走了进来 那上半身 咦 里面好像穿着薄薄的吊带裙 咦 公子 怎么了 没事 公子是不是以为是秋儿姐姐 结果发现是奴婢 所以很失望 没 别乱想 公子很开心 哼哼 公子 秋儿姐姐已经决定了 现在是不会便宜公子的 啊 为何 因为秋儿姐姐是二小姐的 秋儿姐姐怕公子到时候 别吞吞吐吐 那公子别磨磨蹭蹭 房间里 很快安静下来 凌晨时分 洛青州把怀里的人儿哄睡后 感觉精神依旧很好 然后 神魂出窍 先生上半空 在整个秦府里观察了一会儿 然后又寻查了四周的街道小巷 见没有异常后 这才飞往鸳鸯楼 不过 等他飞到鸳鸯楼时 才发现 那位月姐姐和那位妹妹都不在 不知道是还没有来 还是今晚不来了 他飘落到楼顶 盘膝坐下 闭上了眼睛 一边沐浴着月光 修炼内功心法 一边等待着 半个时辰后 那两道身影依旧没有来 洛青州没有再多等 起身离开 回到府中 神魂归翘 明天还要出城 去赚钱和磨练战斗技巧 还是回来好好休息几个时辰吧 抱着小丫头光滑的身子 闭上了眼睛 负心汉 去死 与此同时 玉京南国郡王府 某座院落里 猪手中寒芒一闪 飞一刀急射而出 扑的一声 正中抢脚的靶心 书房里 一袭素白衣裙的擒二小姐 还未睡下 她坐在暗台前 正在认真地读着科举考试必备的书籍 青丝如墨 那青丽柔婉的容颜 依旧带着些许苍白之色 五更天时 周尔芳来到房间 再次催促她睡觉 擒二小姐放下书籍 终于从桌前站了起来 但身子糊得一软 就要倒在地上 猪眼急手快 慌忙上前扶住 嘴里忍不住颤声道 小姐 不要再熬夜了 不值得 人家现在说不定正搂着秋儿和小蝶 在美美地睡觉呢 根本就不会想小姐 秦薇莫扶住了桌子 又缓缓地坐了下来 轻声道 猪 我没事 顿了顿 她看着桌上的书籍 又柔声喃喃 姐夫一定很辛苦 我这与姐夫相比 又算得了什么呢 可是小姐 你的身子 柱儿 放心吧 我一定会坚持到那个时候的 窗外 有风刮过 雨水悄无声息地落了下来 不多时 已经零零离离 很快又变成了滂沱大雨 院里的小小花池里 很快便被雨水灌满 树上的梨花 落了满地 秦儿小姐睡下了 猪儿也在外面的踏上睡下了 千里之外的墨城 秦府中 落青州也抱着怀里 依旧满脸红韵的人 心满意足地睡下了 墨城的夜空 是秦朗的夜空 第二天 阳光明媚 落青州起来后 依旧精力充沛 神清气爽 吃完饭后 他从后门偷偷出去 在小巷里 换上了黑色镜装 戴上了面具 内脸的气息也释放了出来 走上街道 感受着行人的敬畏和避壤 他越发觉得 成为强大舞者的必要性 今天出门比较早 等他来到聚宝阁时 顶楼上只有刀姐一个人坐在那里 在吃着早餐和点心 当看到他出现时 刀姐愣了一下 似乎有些意外 落青州走过去 在他对面坐下 很自然地从他面前的盘子里 拿了一块点心 放在了嘴里 道 刀姐 你这表情 好像是不太欢迎我 刀姐看了他一会儿 神情淡淡地道 待会儿除了出城费用以外 挤得多给一枚金币 落青州道 为何 刀姐看了一眼他手里的点心 道 点心的钱 落青州一愣 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半块点心 不禁好笑 这也要钱 刀姐 你未免也太小气了吧 而且一块点心而已 你确定要一枚金币 而不是一枚铜板 刀姐继续吃着点心 面无表情地道 你是舞者 舞者之间的交易 只有金币和腰单 这点心是我亲自做的 里面加入了我的心血和时间 我的时间很是宝贵 也很贵 你是知道的 所以 价钱自然要贵一些 落青州愣了一下 看着他道 刀姐 你是认真的 还是开玩笑的 刀姐抬头看着他道 关于钱的事情 我从来不会开玩笑 啪 落青州直接把手里 剩下的半块点心 又丢回到了他面前的盘子里 道 那我就只吃半块 剩下半块还给你 待会儿我给你半个金币就是了 刀姐捧着脸看着他 过了片刻 方问道 怎么突然 又想到要来了 还以为你突然练脏以后 已经看不上我们这个小团队了 落青州直截了当地道 缺钱了 还有 我不会看不起任何人 或者任何团队 刀姐又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方把面前的盘子推了过去 道 吃吧 刚刚跟你开玩笑的 客户是大眼 我这小小的带路人 可不敢得罪 更何况 楚公子可是练脏竞技的高手 而且杀人不眨眼 我比较怕死 落青州笑了笑 从盘子里拿起了刚刚那半块点心 道 刀姐 没发现 你还挺幽默的 刀姐端起茶杯 喝了一口茶水 道 我也没发现 你竟然是个天才 当然 更没有发现 你这个天才 竟然有练足痞 落青州 正在此时 楼梯上突然登登登地 响起了一阵上楼声 听声音就知道是谁了 楚小小人味道 声仙道 刀姐刀姐 你在跟谁聊天 我好像听到楚哥哥的声音了 话语刚落 他蹦跳了上来 随即双眼睁大 满脸兴奋道 楚哥哥 真的是你 你怎么来了 还以为你再也不会来了呢 洛青州笑着打了招呼 楚小小在他旁边坐下 又开始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不多时 身材矮小的中年男子吴奎 与周伯约一前一后走了上来 看到洛青州时 两人都有些惊讶和意外 洛青州主动与他们打了招呼 刀姐这才道 小小和周伯约都突破了 现在都已经是练骨静静界了 洛青州脸上露出了惊讶之色 连忙恭喜 楚小小当初本来就快突破了 现在突破 他倒是没有任何意外 不过没想到 周伯约竟然也这么快就突破了 以他在周家的待遇 只怕不会得到任何帮助 所有的修炼资源 估计都得靠自己 这样的情况下 他竟然能够快速突破到练骨静 的确不简单 这时 楚小小突然满脸羡慕道 对了楚哥哥 刀姐姐也突破了 刀姐姐现在跟你一样 都是练脏静了呢 洛青州闻言 更加惊讶 刀姐拿起墙角的刀 扛在了肩膀上 一脸平静地道 走吧 该出发了 几人跟着一起下楼 洛青州心头暗暗道 看来经常去黑幕灵里 与那些妖兽和舞者打交道 不仅仅是磨练战斗技巧 积累经验 以及赚钱那么简单 还能促进修炼 只有在那种高度紧张的坏境下 反复锻炼释放 身体才能得到真正的淬炼 他如果要突破舞者境界 可不能只单单躲在家里修炼 黑幕灵里依旧是他修炼的好地方 楚哥哥 那个千刀姐姐 是不是你的想好 他以后还会来吗 马车上 楚小小好奇地问道 洛青州顿了一下 方道 不是 他好像是京都的 已经回去了 至于以后还会不会来 我也不知道 楚小小闻言 顿时有些失望 好可惜 千刀姐姐那么好看 每天看到他 心情都会好很多呢 洛青州没再理他 马车很快出了城 在大路上奔驰起来 等到了黑幕灵时 刚好也有一辆马车 从另一条小路上出来 停在不远处的道路上 洛青州跟在刀姐的身后下了车 看了那边一眼 突然双眸一眯 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陈国府 洛玉 在他身后 跟着那名身材魁梧的女子护卫 那晚的事情 似乎并没有对他造成任何影响 他依旧出城 白狩猎了 洛青州默默地看着 脸上并未露出其他情绪 真威风 吴魁也看了那边一眼 又是羡慕 又是极度地讥讽道 出来修炼 还要带着护卫 不愧是陈国府的贵公子 楚小小好奇道 这样会有效果吗 刀姐也看那两人一眼 淡淡地道 不到生死时刻 他的护卫肯定是不会出手的 效果应该是有的 不然他也不会经常过来 看来这位陆二公子 对今年龙虎学院的名额 志在必得了 旁边一路沉默的周伯约 突然开口道 他现在的修为 应该已经是武师境界了 而且他并不缺功法 和其他修炼资源 今年的龙虎学院考试 他应该是没什么悬念了 吴奎不禁感叹道 谁让人家出身好 有个好爹好妈呢 我们这些人 就算再努力 恐怕一辈子也赶不上人家 几人低声议论着 语气里又有羡慕 又有感叹 洛青州没有说话 转身进了树林 他没有再去曾经的那片树林 而是去了黑木林更深处 他如今已经是炼赃修为 即便遇到终极妖兽 也有一搏之力 即使打不赢 逃命应该是没问题的 越往里面 遇到妖兽的几率就越大 他放慢了脚步 开始仔细在林中搜寻起来 这个时候 就只能在地上步行了 不能再跟之前一样 从大树上跳跃前进了 因为这里的树木更加高大 枝叶更加茂密 同时 妖兽的种类更多 毒物也多了起来 很多妖兽和毒物 都会隐藏在大树高处的枝叶间 捕食或者休息 一旦听到动静 就会突然偷袭 在半空中 他的反应速度和应敌能力 肯定不如地面 所以 只能一步一步向前搜寻了 除了要观察和警惕四周以外 头顶上也要时刻注意 防止半空偷袭 不过搜寻了整整一个上午 却并无所获 只看到路上留下了一滩新鲜的血迹 和打斗的痕迹 显然 已经有人在这里狩猎到妖兽了 又走了一会儿 他在一株灌从旁停下 仔细在四周观察了一会儿 方坐在地上 拿出了食物和清水 简单地吃了午餐 稍作休息 正要继续向前寻找妖兽时 突然听到右边的树林里 传来了一阵打斗声 随即 那打斗声越来越近 洛青州起身望去 突然看到 一道熟悉的身影 正在被两名男子围攻 那两名男子 他同样见过 一高一矮 身穿黑色镜装 眉宇相似 应该是一对兄弟 那日 两人一起围攻秦二公子 被他用石灰吓走 今日 两人围攻的那人 竟依旧是秦二公子 今日的秦二公子 脸上并没有戴面具 不知道是一直都没有戴 还是刚刚战斗时 怕影响发挥才取下的 三人一边激烈打斗 一边快速移动 四周树木咔嚓作响 气流乱窜 声势极大 三人爆发的气浪 很快扩散开 洛青州抬头看了一眼 立刻快速爬上了旁边的一棵大树 在大树上仔细观察了一眼 方继续向上爬去 隐藏在了茂密的枝叶间 这才居高临下 宁目看去 三人激烈打斗 以命相搏 各自修为早已暴露而出 秦二公子显然已经到达武士修为 那名矮个青年也是武士境界 而那名高个青年 则是练古境界 一直在后面配合 并不敢靠近 哄 哄 哄 三人你追我赶 你闪我闭 很快接近 洛青州从储物袋里 拿出了那袋 掺杂着独无公的石灰粉 缓缓地从半空洒落 薄薄的一层白色粉末 从指缝间飘落下去 很快飘散开 隐藏在空气中 三人周身气流旋转 大多数粉末都被吹散开 但也有少数粉末被气流卷了进去 混合着氧气 被三人粗重地吸进了鼻子里 三人似乎已经战斗了好一会儿时间 此时都是满头汗水 呼吸粗重 动作和速度 似乎都开始放缓了下来 洛青州继续在半空中 悄悄地一点一点地撒着 把妖兽还给我 哈哈 今日我们兄弟不仅抢了你妖兽 还要取你小命 哄 哄 哄 三人一边打着 一边继续向前移动 在经过洛青州藏着的这棵大树下时 秦川一拳落空 砸在了这棵大树的树干上 粗大的树干顿时粉碎如絮 咔的一声 直接倒了下去 洛青州紧紧抱着上面的枝干 全身肌肉绷紧 幸好这棵大树在倒下之时 被旁边的一棵大树拦住 刚好架在了那棵大树粗大的枝干上 歪在了那里 树下三人并未抬头看上一眼 继续你追我赶 向前移动 再又向前了十余米远的距离时 那名炼脏境界的男子 突然脚下一软 反应慢了半拍 被秦川碰的一拳打在了胸膛上 直接被打飞了出去 那名矮个男子也突然感到身子有些不对劲 有些头晕腿软 顿时脸色一变 怒骂道 卑鄙无耻的东西 你竟然下毒 他不敢再逗留 立刻打出一拳后撤 跑向了那名倒在地上的高个男子 想要扶起他 一起逃走 秦川站在原地愣了一下 也突然感到有些头晕目眩 以三人的修为 原本不会这么容易就中招 不过刚刚三人都搏斗了很久 体内气血运转的速度很快 粗重呼吸下 一下子吸入了太多毒粉 直接进入了血液内脏 同时 由于体力和内力消耗太多 三人的防御力也大大的减弱 所以才这么快就有了反应 那名被秦川一拳打中胸膛的高个男子 胸前肋骨断了几根 又有些头晕腿软 一时之间 没法从地上站起来 矮个男子立刻扶起他 准备撤离 秦川大怒追来 把妖兽还回来 否则谁也别想离开 矮个男子 装作没有察觉到他追来 在他追到身后三四米远时 猛然向后挥手 扔出一颗圆球 那圆球扑的一声爆裂开 散发出了一大棚的红色粉末 秦川早有准备 在圆球飞来的一瞬间 已经杀住脚步 一拳打了过去 气浪如潮 瞬间把那些红色粉末打开 但这一停顿 那名男子 已经跑到了十余米开外的地方 秦川满脸恨色 正要继续去追 突然又感到一阵血运袭来 脸上顿时变色 心头暗暗道 我也中毒了 不怕丢掉小命的话 继续来追 爷爷们等着你 矮个青年扶着高个青年 回头冷笑 强装镇定 同时脑袋更加眩晕 当他说完这句话 刚转过头时 旁边的大树后面 突然扑的一声 飞出一大棚的石灰粉 矮个青年顿时脸色大变 慌忙放下旁边的高个青年 急速后退 轰的一拳打出 气浪翻滚 瞬间把那些白色粉末打飞了出去 那高个青年刚摔落在地上 旁边的大树后 突然闪出一道身影 手中寒忙一闪 刷的一声 竟瞬间割断了他的脖子 老二 矮个青年见此一幕 顿时目自欲裂 猛然怒吼一声 面孔猙獰地 向着偷袭之人扑了上去 那名高个青年坐在地上 睁大眼睛 捂着脖子 大量的鲜血 从指缝间喷涌而出 很快 他便倒在地上 抽出了几下 彻底毙命 洛青州一边逃跑 一边翘无声息地 继续洒着一缕缕的白色粉末 给我站住 矮个青年面孔扭曲 猛然一跃 一拳打向了他的后背 却突然眼前一花 头晕目眩 涌入拳头的力量 瞬间停滞 碰 由于他是武师境界 打出的拳头依旧凶猛 速度更不是洛青州可以相比的 洛青州来不及避开 就被一拳打在了后背上 直接被打飞了出去 重重地摔落在了前面的草丛里 矮个青年落在地上 腿一软 差点倒在了地上 他又是愤恨 又是惊骇 正要拼命上前 结果了那个卑鄙偷袭者时 对方突然又从草丛里跳了起来 矮个青年心头一惊 知晓自己 如今已经体力耗尽 又中了毒 哪里还敢再犹豫 狠狠咬破舌尖 让自己清醒过来 转身就跑 留下妖兽 谁知正在此时 不甘心妖兽被夺的秦川 突然从旁边冲了过来 轰得一拳打在了他的肩膀上 矮个青年 直接被打飞了出去 不过他不亏是武师修为 刚落在地上 就立刻从地上跳了起来 正要继续逃跑 扑扑扑 又一连串的石灰粉 洒向了他 矮个青年又惊又怒 只得又出拳打去 扑通 刚一拳打散了那些石灰粉 他突然脚下一软 被一根横在地上的慢腾 绊倒在了地上 正在此时 一大袋的石灰粉 突然从天而降 扑的一声 袋子破裂而开 巨量的石灰粉洒落而下 当场把他变成了一个石灰人 他闭上眼睛 咬紧牙关跳了起来 正要继续逃跑时 身后呼的寒芒一闪 一柄锋利的舞者匕首 吃的一声 直接插进了他的后面 他猛然一将 绷紧了两半屁股 睁大了眼睛 张大嘴巴嗷得惨叫一声 轰得一拳向后打去 却打了个空 那柄锋利的匕首 已经插在他的后面 但是握着匕首的人 早已不在 哄 一声爆响 正在此时 巨大的拳头 带着一道紫色雷电 猛然从他正面砸了过来 直接砸在了他的面门上 矮个青年脑袋一扬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那插进他后面的匕首 再次吃的一声 整个把柄没入其中 熬他最后 发出了一声惨叫 身前寒芒一闪 另一柄匕首 瞬间割断了他的喉咙 随即以最快的速度 退去 哄 哄 哄 他猛然蹦跳而去 满脸扭曲 拼尽了全身的最后一丝力气 对着前面狠狠地砸出了三拳 但是 依旧砸了个空 呼吱 呼吱 他站在原地 粗重地喘息着 脖子上鲜血喷尸而出 屁股后面染红一片 他瞪大眼睛 张着嘴巴 又站立了树膝 方双腿一软 倒在了地上 彻底毙命 堂堂武师 憋屈而死 又过了片刻 洛青周芳从不远处的一棵大树 后面走出 他小心翼翼地接近 捡起地上的树枝 对着尸体扔了几下 又扔了几盆石灰粉过去 见对方真的已经彻底死亡后 方走了过去 开始翻找全身 他找到了一只储物袋 这只储物袋 摸着材质更好 而且看起来更大 他立刻收起来 又走到了那名高个青年的尸体身前 仔细在他身上摸了一遍 竟然也摸到了一只储物袋 不过这只储物袋 跟他的储物袋一样 都是最便宜空间最小的储物袋 一下子得到两只储物袋 他心头很是激动 他站起身 目光看向了坐在树下 正在慌忙喝着解毒药水的秦二公子 秦二公子见他看来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慌忙举起了手里的储物袋 满脸惊恐地颤声道 给你 别杀我 别戳我屁股 搜 洛青州没有理他 转身就掠了出去 消失在了茂密的丛林里 秦川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又靠在树下愣了一会儿 方收起了另一只手里的匕首 片刻后 他感觉身体的不适 渐渐消退 他扶着身后的大树 缓缓地站了起来 又歇息了一会儿 方感觉恢复了不少体力 那小子上次帮了我 这一次又帮了我 杀那两个人时 他毫不手软 却根本不看我一眼 关键是 上次我还帮美娇教训他了 看来 他跟美娇的关系不简单啊 美娇口口声声说 这小子欺负了他 要把这小子碎尸万段 但那天 我要帮他废了这小子时 他却阻止了我 没错 那小子应该是喜欢美娇 知晓我跟美娇可能关系匪浅 所以才帮我 可惜了 估计这小子不知道 美娇已经走了 更不知道 美娇是郡主的身份 根本不可能看得上他的 秦川感觉自己的猜测 已经心好心好不离时了 不禁摇了摇头 有些同情那小子 他见体力恢复得差不多了 又看了那两具尸体一眼 快步离开 辛苦猎杀的妖兽 没了 有些可惜 不过 既然是被那小子拿走了 那就算了 毕竟那小子两次都帮了他 就当是给他的报酬吧 待他离开后不久 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上 一道身影 跳落在了地上 洛青州刚刚走远后 又折返了回来 秦二哥中了毒 魅力和体力又耗尽 他肯定不放心 把他一个人扔在那里的 现在见对方无事后 他才放心离开 他没有再继续向着黑木林 深处走去 而是折转返回 准备直接回家 刚刚在大树上时 他粗略看了一眼 两只除无代理的东西 一只除无代理 竟然放着一只妖兽 那妖兽是一只体型巨大的妖狼 看其皮毛光泽和坚硬程度 恐怕已经接近中级妖兽 不知道其体内是否藏有妖单 两只除无代理 粗略估计 至少有两千金币 其他东西 都还没有来得及查看 不过这样的收获 已经是非常丰厚了 他终于有钱 继续买链脏药水了 他自己的除无代理 加上上次在黑木林里捡的除无代理 再加上今天的两只除无代理 他现在一共有四只除无代理 待会儿他决定去问问刀剪 看看除无代理是否可以卖 这样的话 他就能买更多的链脏药水了 或许可以一直用到他突破到五十境界 他摸了摸那只品质明显好一些的除无代理 里面的空间比他之前的除无代理 空间要大两倍 不过他向来不喜欢二手的东西 谁知道别人用来装过什么东西 所以他决定把这只除无代理也卖掉 或者去聚宝阁看看 是否可以换一只新的更好一点的除无代理 心头想着事情 目光依旧警惕地看着四周 不多时 前面突然又传来一阵激烈的打斗声 他加快了脚步 凝目望去 看到一男一女正在围攻一名青年 旁边的地面上 躺着一只妖兽的尸体 那青年身材中等 模样普通 竟然又是他认识的人 是那名叫周伯月的年轻男子 洛青州犹豫了一下 又向前走了几步 躲在一棵大树后面观看 那一男一女 男子出拳 女子用刀 招招狠辣 周伯月似乎不敌 慢慢后退 周伯月是练古镜修为 那对男女 看起来也都是练古镜的修为 洛青州向着四周仔细观察了一会儿 见并没有其他人隐藏 又耐心地等待了一会儿 见双方体力都消耗大半 周伯月已经受伤 快要支撑不住时 他正要出去帮忙 谁知轰的一声 周伯月竟然一拳打飞了那名男子 随即全身衣袍趴得爆炸而开 同时 整个身子快速变大 胸前和双臂双腿肌肉鼓起 全身气势突然变得极为凶悍起来 是你们逼我的 他身高足足有两米 全身肌肉高高鼓起 整个人变得高大凶猛 仿佛一个怪兽 同时 他的修为似乎也发生了变化 竟突然变成了炼脏剑 他猛然怒吼一声 如野兽般扑了出去 轰的一拳 竟直接把那名女子手中的剑砸弯 同时那硕大的拳头重重地砸在了女子的胸口 咔嚓 女子倒飞而出 重重地摔落在了十余米开外的地上 胸膛破碎 心脏破裂 嘴里扑得吐出一口鲜血 当场毕命 那名男子见此一幕 顿时满脸惊骇 转身就跑 周伯约宁笑一声 猛然一个冲刺 跳跃而起 轰的一拳对着他的后背打去 直接把他的脑袋砸得爆裂而开 那男子几乎没有任何反抗之力 一头栽倒在了地上 瞬间毕命 碰 周伯约双脚重重地落在了地上 胸膛起伏 粗重地喘息了一会儿 方身子快速缩小 便回了原来的体型 他脸色微微苍白 光着身子 从储物袋里拿出了衣服 重新穿在了身上 这时 他方看向了不远处的某棵大树 冷声道 楚兄殿 出来吧 洛青周僵了一下 从大树后走了出去 目光复杂地看着他 两人目光相对 沉默了许久 周伯约脸上挤出了一丝笑容 道 楚兄弟 腰兽一人一半 这对男女身上东西 也一人一半 你看如何 洛青周摇了摇头 道 我不是来抢你东西的 也不是来趁火打劫的 就是刚好路过 说完 他准备离开 在走出十余米的距离后 周伯约方开口道 楚兄弟 多谢了 洛青周停下脚步 转过头看着他 突然问道 周兄 茂梅问一句 你是什么时候 突破到炼赃境界的 周伯约淡淡一笑 道 在楚兄弟突破后不久 我就突破了 我在外面 一直都会隐藏一个境界 楚兄弟 这件事 可以帮我保密吗 洛青周点头道 好 周伯约拱手道 多谢 以后楚兄弟 若是用得着在下的地方 尽管说 洛青周看了他一眼 又忍不住好奇问道 周兄 以你现在的本事 和你的天赋 为什么还总是被你丈母娘 殴打和辱骂 周伯约沉默了一下 苦笑道 我心甘情愿 他每次打我和骂我时 我都会撤去所有的脾气和防护 让他打个痛快 骂个痛快 顿了顿 他又缓缓地道 我的父母 是他出钱出地 帮我安葬的 我的妹妹 也是他帮忙找人进的学院 他虽然脾气不好 虽然看不起我 但是 他对我家里的事情 对我 都是有求必应 而且 我娘子对我很好 我很爱我家娘子 所以 我把他当成了母亲 母亲教训自己的儿子 并没有错 不是吗 洛青周证了证 道 那你为什么要把你是舞者的事情瞒着 或许你说出来了 他就会对你好了 周伯月摇了摇头 道 我不需要巴结 也不需要讨好 更不需要虚情假意 我需要家人真心对我 哪怕是 打骂和轻视 洛青周又目光复杂地看了他一眼 方点了点头 道 好吧 原本我还以为 你过得很痛苦的 现在看来 你其实乐在其中 很幸福 周伯月脸上露出了一抹温柔 道 我家娘子很好的 最近还怀孕了 我当然很幸福 我要继续努力 争取让自己更加强大起来 到时候好保护他们 楚兄弟 莫称并不太平 这天下也不太平 只有自己强大起来 才能保护自己的家人 如果楚兄弟成亲了 有自己 喜欢的人了 有自己想要保护的人了 一定会明白的 洛青周不禁想到了小蝶 想到了二小姐 想到了秦府的其他人 微微点了点头 那我先出去了 今天我也有收获 他没再逗留 拱了拱手 快步离开 带他走远后 周伯月全身绷紧的皮肉 方渐渐放松下来 袖子里的匕首也收了起来 他快速走到那两具尸体前 开始摸着他们身上的东西 舞者的世界果然精彩 即便是身边的人 也都各自隐藏着自己的秘密 洛青周走在路上 心头暗暗感叹 如果不是今天亲眼所见 谁能想到 那个沉默寡言 总是被丈母娘殴打的普通青年 竟然已经悄悄地突破到了炼赃境 像他一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守护的东西 所以 他们都在努力修炼 拼命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起来 他要继续努力了 出了黑木林 在外面的树林里 找到了刀姐 刀姐正扛着刀 卖着一双结实有力的大长腿 在树林里闲逛 眉头紧锁 似乎正在想着什么事情 听到身后传来动静 他立刻握紧手里的刀 转过身来 洛青周下意识地看了一眼他的脚 道 刀姐 我想 想死吗 刀姐唰的一声 立刻把刀从肩膀上拿了起来 咬着牙 满脸冷酷地看着他 洛青周连忙道 刀姐 别误会 我是说 我想问一下 聚宝阁收二手除袋吗 刀姐闻言一愣 皱了皱眉头道 收 怎么 今天又在里面捡到好东西了 洛青周看了树林里一眼 道 刀姐 走 出去去马车那里说 我这里还有一只妖狼 你待会儿帮忙看看值多少钱 刀姐一听 顿时目光一亮 立刻扛起宽刀 向着林外走去 目光复杂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忍不住道 抢的 洛青周正色道 舞者的事 能叫抢 不都是凭实力 凭本事得来的吗 刀姐神情一致 片刻后 点头道 有道理 很可惜 体型巨大的腰狼体内 依旧没有腰单 不过 这头腰狼的皮毛血肉 品质都还不错 赶车人许七 跟刀姐又仔细检查了一番 都给出了1500金币的价格 洛青周接受后 又拿出了一只普通储物袋 说想卖 许七接在手里 只摸了一下 看了一眼 就到 这只储物袋 用的年代比较久远 材质也是 最普通的 储物空间 每年都在缩小 再过几年 估计就不能用了 最多给你3000金币 洛青周并没有急着 把剩下的储物袋拿出来 因为里面的东西 它还未清点 双方谈好价钱后 洛青周就坐上马车 跟许七先回城了 刀姐依旧留在这里 等着雇佣 卖掉腰狼和一只储物袋 加上今天在黑木林里 捡的金币 以及身上剩下的金币 洛青周现在身上 一共有了6600金币 对于他来说 这绝对是一笔巨款 但是 当他看到 聚宝格柜台里的 炼脏药水的价格后 又发现自己还是很穷 一瓶炼脏药水 高达800金币 但每一只瓷瓶里 就只有很少的药水 虽然心疼 但是他并没有犹豫 直接花费了6400的金币 买了8瓶炼脏药水 这8瓶炼脏药水 估计足够他修炼一个月了 他这里还有两只 一只普通储物袋 以及一只品质好一些的储物袋 还有几把武者匕首 以及其他东西 到时候 他再来卖就是了 反正炼脏药水 绝对不能少 哪怕是只有一点点效果 哪怕是只能为他增加 一两天的修炼速度 他也绝不会吝啬 买完药水 他又在店里 寻找了一些灵药插画书 仔细翻看 然而 并没有在书上找到 湖底暗道中的那株三叶草 中午时 他买了许多牛肉 回到了秦府 吃完午饭 把牛肉煮熟 放进储物袋里后 他进了书房 关上了房门 然后 把今天的收获 拿了出来 先打开了那只普通的储物袋 里面的金币已经拿了出来 一些银子也拿了出来 剩下的 除了吃的 喝的衣服被子等 其他生活用品以外 还有两瓶炼脏药水 这倒是一个意外之喜 洛青州把炼脏药水拿了出来 放进了自己的储物袋里 又打开了另一只品质烧好的储物袋 视线进去 先看到衣服食物等生活用品 接着 他看到了一只锦盒里 放着两枚金属圆球 洛青州今天见过这种圆球 那名矮个青年逃走时 就对秦二哥 扔出了一颗这样的圆球 那圆球突然爆炸开 喷射出了一团红色的烟雾 除了阻碍敌人 吓唬敌人以外 估计还有毒 除了这两颗圆球以外 旁边还放着一根半尺来长 手腕粗细的金色木块 那木块 无论是表面的树皮 还是里面的木质 皆是金色 彭佛黄金锻造而成 洛青州并不认识 不远处 放着几瓶创伤药 和一些纱布等一用品 除了这些 似乎没有其他东西了 洛青州心头暗暗失望 又仔细在里面寻找了一遍 突然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几本书籍 这一发现 顿时让他激动起来 上次的储物袋中 他发现了 汉山霸权 希望这一次 也不要让他失望 希望有五世境界的内功心法 或者其他功法 洛青州怀着激动的心情 立刻把那四本书籍 全部拿了出来 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 这一看 脸上的激动之色 顿时一僵 因为四本书上的名字分别是 玉女图 春宫图 七十二绝技 玉卒插画二 洛青州愣了几秒 先翻开了 玉卒插画二 结果发现 他看过 一模一样 接着 他又翻开了 玉女图 和 春宫图 果然 里面都有很精彩的插画 没事 还有一本 七十二绝技 这名字一看 就是一本很厉害的修炼功法 洛青州连忙又翻开了最后一本 七十二绝技 随即 目光一亮 果然是修炼功法 七十二绝技 依次是铁壁弓 排打弓 足射弓 罗汉弓 坐庄弓 等等 洛青州翻看目录看了一眼 顿时兴奋起来 迫不及待地翻开了第一页 铁壁弓 画着一幅插画 又细又白的玉碧 洛青州愣了一下 立刻又翻开了第二眼 排打弓 两只胶嫩柔软的小手 正做着奇怪的动作 他连忙又翻开了第三页 足射弓 两只雪白玲珑的小脚丫 滑 他合上了书 深吸了一口气 闭上眼睛 平复了一下心头失望的情绪 随即 睁开眼 打开窗 直接把这四本书 给像是扔垃圾一般 从窗户扔了出去 简直污染眼睛 令他大失所望 收起储物袋和东西 他出了房间 跟在隔壁房间缝衣服的小蝶和秋儿交代了一声 然后出了门 去了月夜听语院的湖底 继续开路修炼 待他出门后不久 秋儿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出了屋 站在走廊上 展开了自己刚刚做的吊带卸衣 对着阳光观看 他正看着时 鱼光呼地发现了什么 转过头 看向了旁边的地上 咦 孤夜的说 怎么掉在这里了 他连忙走过去 从地上捡了起来 看了一眼旁边窗户 疑惑到 是孤夜扔出来的吗 他对着阳光 低头看去 狱卒插话 他喃喃地道 随即翻开了书页 片刻后 他立刻跑进了屋里 喊道 小蝶小蝶 快来看 孤夜给你暗示了 四本书 全是给你看的 小蝶立刻放下了手里的衣服 满脸苦恼地道 秋儿姐姐 我只认识几个字 秋儿翻着书 仔细观看 低着头道 没事 上面有图画 那些字 我来念给你听 嗯嗯 谢谢秋儿姐姐 于是 两个小丫头 就在窗前午后 慵懒的阳光下 开始看着书 如饥似渴地 学习起了新知识 哄 哄 哄 洛青州下了湖底 继续开路修炼 这一晚 他又神魂出窍 去了鸳鸯楼 但是那道月白身影 和红色身影 依旧不在 后来又连续好几晚 他都没有再见到 那两道身影 过完年后 时间过得很快 一个月的时间 转眼急过 这期间 洛青州 除了在湖底 开路修炼以外 还出城去黑木 零了五次 只有一次遇到妖兽 结果却被对方给跑了 不过那一次 可是终极妖兽 不仅让他磨练了 战斗技巧 还让他在家 老老实实躺了两天 给二小姐的信 在初三时 就已经寄了出去 这一个月的时间 他还去了百花园几次 把三国故事 后面的章节 都全部交给了花谷 当然 他是带着夏禅 一起去的 湖底那条暗道 已经打通 从洞口出去 前面是一片巨大的墓地 洛青州探索了两次 除了满地的荒草 和许多坟墓以外 并没有发现其他东西 墓地最前面 是一条死路 四周皆无路可走 洛青州觉得自己 辛苦开路了这么久 可能选错通道了 或许另外两条路中的 其中一条 才是通往宝藏的道路 没办法 他决定继续一边修炼 一边开辟右侧的那条道路 但是这一天 他突然发现了异常 这天 他在地底修炼地忘记了时间 直到天黑时 方准备离开 但刚从右侧的通道里出来时 中间那条被他打通的通道里 突然跳出一道白影 他吓了一跳 定眼一看 竟然是一只兔子 那只小白兔 看起来有些呆萌 在看到他时 并没有逃跑 只是歪着脑袋 睁大眼睛 好奇地盯着他观察 好像是第一次见到人 洛青州看着这只活生生的小白兔 心头暗暗疑惑 中间那条通道里 死气沉沉 尽头是一座阴气森森的墓地 里面除了坟墓和荒草 什么都没有 甚至没有一棵树 没有一朵花 而且 四周皆是死路 怎么会突然有只兔子 从里面跑出来呢 他犹豫了一下 决定去看看 搜他一把揪住了 那只小白兔的长耳朵 把他拎了起来 随即 进了中间那条通道 小白兔瞪大眼睛 惊恐地看着他 似乎被吓傻了 身子软软地 老老实实地垂落在那里 并未挣扎 洛青州拎着他 快步穿过了通道 不多时 前面突然出现了一抹光亮 随即 一股花香随着范儿 从前面飘了过来 洛青州心头一震 愈加惊疑 因为之前 他近来探查过几次 前面一直都是一片漆黑 根本就没有光亮 更没有这种带着花香的份 难道走错路了 中间又多了一条路 他心头疑惑 停下脚步 又仔细观察了一下 前后和这条通道 确定 这就是他开辟的 和之前走路的通道 地面上 还堆着一层厚厚的实现 到底怎么回事 他立刻拎着手里的兔子 继续向前走去 他放慢了脚步 目光警惕地看向前面 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 有兔子 可能就有别的动物 有别的动物 可能就有别的生物 妖兽的可能性更大 毕竟这里的通道中 埋葬了很多妖兽的骸骨 前面的光亮越来越大 越来越亮 空气中的花香 也愈加浓郁起来 谁知他刚接近出口 一道身影 呼地从前面的光亮里扑了过来 直接扑在了他的身上 哄 洛青州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在那道身影扑进怀里的一瞬间 他已经后掠而出 猛然一拳打了上去 管他是人是妖 先一拳打趴下再说 扑 谁知 拳头突然落空 还未看清偷袭者是什么东西时 那道身影突然像是泡沫一般 破碎而开 化为了乌有 原地什么都没有 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 仿佛刚刚什么都没有出现过 洛青州握着拳头 愣在原地 他突然低下头 看向了另一只手里的小白兔 那只小白兔 竟不知何时 也消失不见 幻觉 他暗暗惊愕 唧唧 唧唧 外面突然传来了清脆的鸟叫声 他犹豫了一下 走了出去 顿时被眼前的变化 惊呆在了原地 阴气森森的目的 突然变成了阳光明媚 鸟语花香 草木清脆的世外桃源 地上青草莺莺 鲜花绽放 蝴蝶在嬉戏 小白兔在蹦跳 树枝上 羽毛鲜艳的鸟 在欢快的鸣叫 不远处 溪水潺潺流淌 升着漂亮鹿角的梅花鹿 三三两两 有的在溪边低头饮水 有的在悠闲散步 空气中 满是花香 洛青州在原地待了半赏 方抬起脚步 踩着柔软的青草 向前走去 在遇到树木时 他伸手去触摸 树竟然是真的 路边草丛里 两只小白兔正在蹦跳追逐 他立刻上前抓了一只 抚摸揉搓 拉着纠掐 上下检查 竟然都是真的 碰 他握住拳头 对着小白兔的脑袋 轻轻打了一下 小白兔睁大眼睛 好奇而惊恐地看着他 身子柔柔软软 并没有突然破碎 或者消失 这时 另一只小白兔在他脚下 凶巴巴地撕咬着他的鞋子 放下我家二宝 洛青周看着他的眼睛 隐约听到了他心里的话 奇怪 洛青周暗暗疑惑 把手里的小白兔放了下去 继续向前走去 低头一看 脚下那只小白兔 依旧咬着他的鞋子 生气地瞪着两只眼睛 雪白胶软的身子 被他拖在地上移动着 似乎不肯轻易饶过他 洛青周抬起另一只脚 踩在了他的娇小的兔脸上 使劲揉搓挤压了几下 他终于松开嘴巴 嘴里愤怒地发出了奇怪的叫声 洛青周没有再理他 继续向前走去 目光惊奇地四处观察着 他来到了那条小溪边 溪水清澈 缓缓流淌 里面堆满了漂亮的鹅卵石 有小小的鱼儿在水底游动 但那水里并没有他的影子 他抬头看去 蓝天白云 一轮太阳挂在高空 正散发灿烂的光芒 这里的一切 都是那么的逼真 但显然 都是假的 他在溪边蹲下 伸手咬了一掌心水 冰冰凉凉 沁人心脾 他又看了一眼水面 依旧看不到他的倒影 他站起身 顺着河水 向着那里的溪水上 似乎架着一座小桥 他低头看去 那两只小白兔又追来了 那只被他脚踩的小白兔 依旧凶巴巴地咬住了他的鞋子 被他拖着走 另一只被他蹂躏过的小白兔 则一蹦一跳 好奇地跟在后面 洛青州感觉不到重量 没有再理睬他们 继续向前走去 来到桥边 他犹豫了一下 走了上去 木桥很窄 但看起来很稳 过了桥 对面是一片青草阴阴 鲜花烂漫的山谷 两只漂亮的梅花鹿 正在低头吃草 见他过来 只是看了一眼 便不再理睬 洛青州盯着他们看了一会儿 突然走过去 摸了摸其中一只梅花鹿的鹿角 谁知这只梅花鹿突然开口道 流氓 随即 两只梅花鹿 快速逃远了 洛青州呆了呆 正盯着他们的背影发愣时 突然发现 前面的石壁上 光芒闪烁 在阳光下 散发出了漂亮的七彩光芒 他目光一凝 立刻走了过去 石壁光滑如镜 在阳光的照射下 上面隐约出现了一些图画 那些图画从右向左 缓缓流动 仿佛在播放着电影片段 洛青州走到近处 仰头看了一眼 立刻后退 站远了一些 这才看清上面的图画 第一幅图画 是许多头身怪脚 模样凶悍的怪物 密密麻麻地站成几排 第二幅图画 是一名骑着怪兽 模样似人 但额头生脚的高大生物 只见他手持长枪 威风凛凛 身后跟着密密麻麻的怪物大军 第三幅图画 则是战场上混战的场景 一方是那些怪物大军 一方竟然是人类大军 不过双方的头顶上 有脚踩烈火的怪物 也有脚踩飞剑的人类 都在激烈战斗 第四幅图画 巨大的城堡歪斜 各种房屋倒塌 满地人类和怪物的尸体 第五幅图画 大地山川塌陷 到处一片废墟 陆地变成了海洋 海洋又变成了陆地 沙漠 风暴 雷电 洪水 冰雪等等 世界在变化 沧海桑田 历史更迭 人类 洛青州正在认真的观看着时 旁边呼地传来了一道苍老的声音 他心头一跳 转头看去 旁边不知何时 竟站着一只体型高大的梅花鹿 正咬着他鞋子 和跟在他后面的两只小兔子 立刻跑过去 围着那只梅花鹿 蹦蹦跳跳起来 看起来很开心 凝视 洛青州开口道 目光警惕 梅花鹿看着他 声音苍老地道 果然是人类 奇怪 竟然有人类可以进来 那些静止 难道都失效了 洛青州听他声音 像是一个老人 拱手道 在下是发现一条暗道 然后从那条暗道进来的 老人家 这里是您的地方吗 梅花鹿微微摇头 不 在这里 我只是一句运气比较好 还未消失的游魂而已 随即又道 你是人类 不仅进来了 还能看到我们 还能看到石壁上的东西 很奇怪 洛青州心头的疑惑更多 宫经问道 在下之前进来时 发现这里是一片墓地 除了坟墓 什么都没有 但是这次进来 却看到这些东西了 前辈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墓地 梅花鹿似乎有些惊讶 思考了一下 道 我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可能是空间重叠了吧 这里是上古时期 人类与妖族战斗的战场 残留了很多记忆空间 也许你每次 从那条暗道进来时 都进的不是同一个地方 洛青州一愣 上古时期 人类与妖族战斗的战场 梅花鹿声音沧桑地道 已经不知道多少年了 我从未离开过这里 也不知道 外面变成了什么模样 不过 你竟然能够找到通道进入这里 看来 现在的外面 是人类的地方了 洛青州道 外面的确是人类的城市 梅花鹿抬起头 看向了石壁上的图画 道 那是上古时期的记忆流影 那场大战 妖族几乎被灭绝 不过 人类虽然胜利了 但也损失惨重 最后让海族占了便宜 记得曾经的大陆 都变成了海洋 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了 洛青州听到这里 暗暗心惊 他在聚宝阁看过大岩帝国 和已知世界的地图 各国四周 的确都有大片的海洋 地图上陆地的面积 几乎只有海洋的五分之一大小 难道这就是上古时期 人族与妖族大战以后造成的 妖族 海族 洛青州感觉这个世界 更加复杂和可怕起来 快出去吧 趁着这个空间还未坍塌 我能够感觉得到 这里很快就要与其他空间一样 坍塌消失了 梅花鹿声音苍老地道 洛青州看了看四周的青草树木 蝴蝶鸟 忍不住问道 老人家 这里的东西 都是真实存在的 还是只是幻影 我记得 刚刚我打了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 突然就破碎消失了 梅花鹿低头看了一眼 道 除了你脚下的两只小兔子 这里的其他生物 都是曾经的记忆 残疑 这个空间 早就不该有活着的东西了 这两只小兔子 也是从别的空间 无意间闯进来的 洛青州低头看去 那两只小兔子 竟然又开始咬他的鞋子了 他犹豫了一下 拱手道 老人家 我问一件事 我在外面时 听人说 这里可能埋葬着一些宝藏 老人家知道吗 宝藏 梅花鹿愣了一下 随即苍老地笑了笑 当然有宝藏 上古时期那场大战 光是损坏的宝物 都不计其数 其他落下的宝物 自然也有很多 当初听说妖族的镇族之宝 天地神珠 都被榨干了最后的力量 损坏后消失不见 人类落下的宝物更多 不过这都多少年了 那片战场 估计早就被切割开 分裂成了无数个空间 移动到了各个地方 而那些宝物 估计也早就 出现在各个地方 已经被人捡走了 或者自己消失了 说到此 他又叹了一口气 这世间的任何东西 都抵不过岁月的侵蚀 再厉害的宝物 万年 几百万年 甚至更久 在土里买久了 也会变成一件废品 与外面的气息隔绝 没有能量的浸润 时间长了 任何活物 都会失去生机 毕竟 宝物并非死物 洛青州听完 没再多说 点了点头 道 那在下告辞了 现在的外面 早已经到了夜晚 他已经在这里 单的很长的时间了 如果再不回去 小蝶他们肯定会着急的 梅花路 看着石壁上的图画 没有再说话 洛青州转身离开 心头暗暗 想着宝藏的事情 估计是有人知道了 这里曾经是上古时期 人族和妖族 发生战斗的战场 所以才猜测 这里埋葬的有宝藏 就像刚刚那位老人所说 这里曾经的确 遗落了很多宝物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地壳不知道运动了多少次 沧海桑田 不知道轮换了多少次 那些宝物 早就去了世界各个地方 说不定早就被几万年 或者几十万年前的生物 给捡走了 当然 可能还会有一些 还埋葬在这里 也一些可能被磨成的人 给捡走了 他突然想起了 自己在湖底 捡到的日月宝镜 和那张面具 难道那两件宝物 也是曾经上古时期 遗落下来的 因为地壳运动的缘故 或者别的缘故 所以就从地底浮现了出来 因为在湖水里 可以接触外面的阳光和气息 所以才并未损坏 很有这个可能 虽然辛苦这么久 打通了通道 并没有得到任何宝物 但是看到了这片室外桃源 又知道了这么多事情 还是很值得的 而且开路时 他也是在修炼的 他加快了脚步 进入了通道 开始奔跑起来 估计小蝶和秋儿 这时候已经急坏了 两个小丫头 可能会到处去找他 甚至会发动 整个情府去找他 扑通 他跑出了通道 跳进了湖水中 快速脱下衣服 准备简单地洗下身子 嗯 什么东西 他低头看去 顿时愕然 那两只小白兔 竟然跟着他出来了 依旧一边一个 紧紧咬着他的鞋子 哄 哄 洛青州直接两拳 把两只兔子给打飞了出去 随即过去 拎着他们的耳朵 把他们重新带回暗道 粗鲁地扔了进去 那两只兔子来历不明 连那位梅花鹿老人家 都说不清楚 他哪里敢随便带回去 屋里两个小丫头 都弱得可怜 而且对这种毛茸茸的小东西 肯定没有任何抵抗力 万一他不在家 那两只小乖兔 突然咧开嘴巴 斜斜一笑 然后就变成了两只凶恶的大灰狼 露出了锋利的獠牙和利爪 那该怎么办 到时候 那两个小丫头 可能就要变成两只可怜的小白兔了 所以 他绝对不能随便 把他们带回去 上了岸 穿上衣服后 他脚步匆匆地回到了梅乡小园 还好 小蝶是知道他的真实情况的 秋儿本来很着急 想要去到处找人的 不过被他劝阻了 此时看到他安全回来 两个小丫头才松了一口气 洛青州吃了晚饭 就进了书房 先读了一个时辰的书 然后回到床上 神魂出窍 在房间里 练着奔雷拳 快到睡觉的时间时 外面响起了脚步声 洛青州刚神魂归窍 房门就被推开 小蝶的脑袋 从门口探了进来 修声道 公子 今晚需要奴婢事情吗 洛青州在床上睁开眼睛道 不用 我明天还要出去 要好好休息一晚 小蝶呕了一声 却没有离开 咬了咬粉唇 又修声道 公子 你给奴婢的那几本书 奴婢都学会了 洛青州满脸疑惑道 哪几本书 我什么时候给你书了 小蝶绝了绝嘴道 哼 公子不要就算了 奴婢去陪秋儿姐姐睡去了 正要关门走人 洛青州嗨嗨了一声 立刻道 小蝶 进来吧 跟公子说说 你最近到底学了什么 小蝶立刻拖鞋进来 关上了房门 屋外 秋儿坐在客厅 一边绣着花 一边烧着热水 准备待会儿 伺候他们清洗 湖里的水 很快便扑扑地响了起来 三更十 洛青州见怀里的小丫头已经睡着 方神魂出窍 穿过屋顶 飞上了夜空 在半空中 仔细观察了一片晴府 和四周的街道 见病无异常后 她方飞向了鸳鸯楼 已经有一个多月 没有见到那两位了 不知道 今晚他们 是否还在 说实话 这么久 没有见到他们 心里还是 有一些想念的 毕竟一个真心帮她修炼 一个经常甜甜地喊她哥哥 还给了她那么多好东西 夜晚的神魂 是很寂寞的 偶尔能有两个同类 陪着说说话 一起修炼 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不多时 她已经来到了鸳鸯楼 楼顶飞檐空空 那道月白身影 和红色身影 依旧不在 两人难道约好了离开 可是 故事和经书 都还没有讲完 又或者 他们最近正在突破的关口 所以最近 都躲在家里闭关 她想起了那位月妹妹 送给她的传讯宝蝶 如果那两人真的离开了 她还可以用传讯宝蝶 跟那位月妹妹联系 但是 那位月姐姐呢 如果她不再主动来 她与她岂不是就再也见不到了 飘落到了屋顶 她没有再多想 在屋顶坐下 闭上眼睛 沐浴着月光 运转心法 开始修炼 夜色悄然流逝 远处的某座房顶上 一道月白身影 静无声息地站在那里 目光正安静地看着她 一个时辰后 洛青州睁开眼 见依旧没有人来 这才飞上天空离开 在飞往秦府的途中 她犹豫了一下 又折转方向 飞向了成国府 远处屋檐上的月白身影 目光始终在黑暗中看着她 洛青州停在了成国府外的小巷上空 目光看向了府底里面 却突然发现 府中漂浮着一层薄薄的灰色烟雾 刚好阻拦了她的视线 她什么都看不到 她的目光 看向了正厅屋顶上的两边飞檐 一边飞檐上 镶嵌着一颗红色圆珠 一边飞檐上 镶嵌着一颗黑色圆珠 显然 是专门为了防备神魂的 看来 为了洛玉的安全和修炼 成国府又加强了戒备 她这里的两块手帕 应该都可以遮住那两颗圆珠 不过府中隐藏的高手 可能会立刻发现她 所以 她并没有轻举妄动 又在半空中看了一会儿 方转身返回秦府 已经三月了 龙虎学院今年的考试 是在八月二十 距离现在 仅仅还有五个月的时间 而秋式的时间 则是在八月十五 距离龙虎学院的考试 仅仅只有几天的时间 她肯定要参加秋式的 而且一定要考中 只有这样 她才能给自己 给去世的母亲 给秦府一个交代 只有这样 她才有身份 有资格 做一些事情 一路想着事情 返回了秦府 神魂归翘 又在床上胡思乱想了一会儿 方抱着怀里的小丫头 闭上了眼睛 在她回府后不久 那道月白身影方 从某座屋顶上离开 她来到了成国府的上空 居高临下地看了一会儿 方如月光一般溃散而开 消失不见 距离莫城数十公里外的军营中 一席火红长裙的南宫火月 正躺在帐篷里 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 又过了片刻 她突然从储物界里 拿出了一块光滑如镜的玉石 喃喃地道 这个时候 那对狗男女 应该正在鸳鸯楼上 亲亲我我吧 她魂力一动 伸出了鲜鲜玉纸 点在了光滑的玉石上 作笔而书 哥哥 在干嘛呢 写完 她突然又删掉 本宫如今的身份 怎可随便喊人哥哥 笑话 她冷冷地说了一句 沉吟了一下 突然躺下 神魂出窍 神魂拿着传讯宝蝶 开始写字 很奇怪 神魂一脱离了肉体 感觉不仅身子轻飘飘的 心情和心静 也变得轻飘飘的 没有了任何顾忌和沉重感 哥哥哥 在干嘛呢 是在给你家月姐姐讲故事吗 妹妹也想听故事了 这么久了 哥哥怎么不主动联系妹妹呢 妹妹好想哥哥 消息发送出去 她突然又有些脸颊发烫 会不会太肉麻 太不要脸了 本宫 算了 我现在是神魂 神魂无身份 随心所欲便是 等了许久 对方都没有回应 她指的神魂归翘 这时 想着刚刚发送的那些话 她顿时又脸颊发烫 感到无比羞耻起来 但她很快就调整好了心态 神魂不要脸 管本宫何事 神魂是神魂 肉身是肉身 的确不能混为一谈 毕竟神魂可以脱体而出 修为强大以后 甚至可以脱离原本的肉体 占据别人的身体 甚至可以投胎转世 不死不灭 而且神魂与肉身的修炼 以及需要保持的心境 都不相同 所以 神魂做的事情 跟她长公主 并无任何关系 再过一个月 她就要去京都了 到时候 就可以继续修炼神魂了 这里是军营 军人气血旺盛 数万人聚在一起 无异于最可怕的 世魂火海 所以 她并不敢随便出去 这般想了一会儿 她方平静下来 闭上了眼睛 一夜时光 悄然而过 洛青州早上起床 穿好衣服后 突然发现 储物袋里有东西震动了一下 她打开储物袋看去 发现是那位月妹妹 给的传讯宝碟 她愣了一下 连忙拿了出来 剑上面浮现出了一行 清晰的小字 哥哥哥哥 在干嘛呢 短短一句话 竟然出现了四个哥哥 只看字 仿佛就能听到 那位月妹妹甜甜的声音 洛青州伸出指尖 催动魂力 回复了一句 你们去哪里了 我每晚都去鸳鸯楼 怎么没有看到你们 回复完 把东西重新装进了厨物袋 吃完早餐后 她再次去了 月夜听语院的湖底 继续修炼 刚进暗道 突然见两道雪白的身影 从黑暗中扑来 一边一个 又准备咬她的鞋子 不过她刚从湖水进来 并没有穿鞋子 见此立刻跳起来 喷喷两声 一脚一个 直接把这两只小白兔 给踢飞了出去 出乎意料 那两只小白兔 看着柔软呆萌 傻兮兮的 但防御力和生命力 却是极为顽强 被她踢飞出去 摔落在地上后 立刻又爬了起来 再次一左一右 张着嘴巴 向着她的两只脚 凶巴巴地扑来 碰 碰 洛青州没有客气 这一次 加重了力道 再次把他们踢飞了出去 两只小白兔 重重地摔落在了地上 这一次 并没有再爬起来 在地上挣扎了几下 就躺在了那里 睁大眼睛看着她 不再动弹 洛青州见他们 腹部起伏 并没有死去 方没有再理睬 静止进了中间的通道 她决定再去看看 昨天那个地方 她加快了脚步 轻车熟路地穿过通道 走出了洞口 但是 外面一片气飞 昨天的蓝天白云 鸟语花香 青草溪水 突然都消失不见 又变成了原来那片 阴气森森 死气沉沉的墓地 她呆呆地站在墓地中 环顾四周 有些发懵 看来真如那位老人家所说 这里重叠了很多空间 但为何这个目的空间 她却总是能够进来 洛青州心头暗暗思索着 并没有在里面多待 转身进了通道 突然 她脑中灵光一闪 似乎想到了一个可能 昨晚她来这里时 其实是个意外 因为昨晚她修炼地忘记了时间 外面的天色已经黑了 她因为一只兔子而进来 所以才发现了 这里的室外桃源 而原来她每次来这里时 外面都是白天 难道跟这个有关 只要她白天进来 这里都是一片目的 而如果她晚上进来的话 或许 这里就不是目的了 仔细想一想 或许还真有这个可能 她心头暗暗激动 决定今晚再试试 说不定今晚再过来 这里又变成了那片室外桃源 甚至又变成了另外的空间事件 如果真的还能进入其他空间的话 说不定她还有机会得到一些 还未现实的宝物 这般想着 她回到了三叉路口 走到了右侧的通道 准备继续开路修炼 搜 正在此时 那两道雪白的身影 突然再一次从黑暗中跳了出来 一边一个 又切而不舍地咬向了她的脚趾头 哄 一拳打出 石屑飞剑 洛青州来到右侧的通道 开始了一天的修炼和开路 脚上穿上了鞋子 那两只小白兔 一边一只 依旧咬着她的鞋子 反正没什么重量 她也懒得管了 中午休闲 吃饭时 她撕了一块熟牛肉递过去 两只小白兔 依旧瞪着眼睛 气呼呼地咬着她的鞋子 并不理睬 洛青州坐在地上 吃完牛肉 又拿出了新鲜的水果 当她拿出黄黄的香蕉 熟练地拨开时 一股香味 顿时飘散而出 右边正咬着她鞋子的小白兔 立刻睁大眼睛 小巧地鼻子动了动 不知觉地松开了嘴巴 开始流口水 洛青州掰了一截 递到了她的嘴边 小白兔吸了吸鼻子 蝉咸欲滴 却又有些犹豫 目光可怜巴巴地 看向了左边的小白兔 左边的小白兔耳朵 稍稍比她长了一些 此时依旧死死地咬着鞋子 两只眼睛凶巴巴地瞪着她 洛青州看着她的眼睛 突然又听到了她心里的话 二宝 你这个馋鬼继续咬 咬死这个坏蛋 不能吃 那有毒 会毒死你的 名叫二宝的小白兔 指得又继续咬了起来 洛青州把那半截香蕉扔到一边 吃了剩下的香蕉 喝了清水后 又休息了一会儿后 然后继续去开路修炼 两只小白兔 咬着她的鞋子 被拖进了通道 继续承受着飞溅的石线 半个时辰后 二宝终于忍不住 那时不时飘来的诱人香味 偷偷看了那边一眼 立刻松开嘴巴 快速从右侧的通道跑了出去 停在了那半截香蕉的面前 先是伸出粉嫩的小舌头舔了舔 随即双眼一亮 立刻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这么好吃的果果 就算有毒 也死得其所 三口两口 很快吃光 意犹未尽 真香 在原地回味了一会儿 她方又跑回去 继续咬着另一边的鞋子 轰 轰 轰 一天时间 很快过去 傍晚时 右侧的通道 已经开辟了十余米的距离 地势依旧陡峭向下 同时 这条通道的气温 明显比旁边的通道高了不少 洛青州走出通道 稍作歇息 随即进了那间石室 又拿出了牛肉 吃了一块 两只小白兔 依旧死死咬着她的鞋子 她盘膝坐在了地上 拿出瓷瓶 再掌心滴了两滴灵液 月华灵液和日光灵液 各一滴 在她滴灵液时 那只耳朵稍长 脾气看起来更大的小白兔 突然吸了吸鼻子 目光惊疑地看着她手里的瓷瓶 不过灵液刚出来 就被她吸收了进去 小白兔似乎想要仔细闻一闻 却并没有机会 洛青州盘膝坐好 闭上了眼睛 开始运转体内的内力 修炼内功心法 体内一股热流升起 在全身各个内脏血窍流转 消耗一空的内力和体力 快速恢复着 外面的天色 很快黑了下来 又过了一会儿 洛青州方睁开眼 站了起来 感觉全身精力充沛 神清气爽 她快步走向了中间那条 早已开辟好的通报 两只小白兔 依旧咬着她的鞋子 被她拖着一栋 雪白的皮毛上 早已沾满了石屑灰尘 洛青州轻车熟路 加快了脚步 快到出口时 前面突然出现了一片光亮 她心头顿时暗息 果然 只有外面天黑后再进入这里 这里才不会是 那片死气沉沉的目的 不过这光亮 明显没有上次的光亮亮 她立刻加快脚步 走了过去 快走到洞口时 她呼得感到一股阻力产生 仿佛有一层看不见的气流 阻碍着她继续向前 她愣了一下 立刻加重力道 一步一步 使劲向着前面走去 脚上两只小白兔 依旧死死咬着她的鞋子 扑 不知为何 她艰难地向前走了几步后 那层看不见的阻碍 突然像是薄膜一般破碎而开 她一个亮呛 闯了进去 出了洞口 外面天空昏暗 空气中 漂浮着一股腐朽的味道 满地都是穿着盔甲的骸骨 有人类的 也有妖族的 兵器也散落了一地 这里不再是目的 但这里的气息 显然更为阴森可怖 这里是一座战场 一座堆满了人类 和妖族尸体的战场 洛青州看着满地的骸骨 缓缓向前走去 扑 当他不小心踩到一副盔甲时 那副盔甲 瞬间粉碎而开 化为了一堆粉末 洛青州愣了一下 又踩了一下旁边那杆长枪 同样 那长枪也瞬间粉碎沉没 洛青州继续向前走着 怀着复杂的情绪 在这场上古大战的战场上 默默地感受着这里的死寂 以及曾经的壮观与惨烈 耳边仿佛回荡着激烈的打斗声 以及充满了力量的吼叫声 快到尽头时 他突然看到了一具单膝跪着 单手主舰 身穿金色铠甲的骸骨 他走了过去 仔细观看 这是一具人类的骸骨 看情况 应该是一名将军 无论是身上的铠甲 还是手中的宝剑 以及这股气势 都不像是一名普通的士兵 洛青州蹲下 正仔细观察着他身上的铠甲时 这具跪着的骸骨 突然扑的一声 粉碎而开 瞬间化为了一堆粉末 洒落在了地上 身上的铠甲 手中的宝剑 皆消失不见 洛青州愣了一下 低头看了一眼脚下的两只兔子 难道是他们触碰到了 又或者 是因为他身上带着的 与这里格格不入的气息 或者新世界的气息冲击的 甚至可能是因为他的呼吸 洛青州正要站起时 突然发现 那堆粉末中 竟然还有一个完整的东西 一颗暗红色的宝石 他连忙伸手拿了起来 触手冰凉 宝石暗淡无光 但并没有粉碎 他记得这枚宝石 刚刚是镶嵌在宝剑的护手上的 他又窝在掌心 稍稍用力捏了一下 依旧没有粉碎 金色的铠甲粉碎了 骨头粉碎了 宝剑也粉碎了 这颗宝石 却依旧完好无损 显然 这颗镶嵌在宝剑上的暗红宝石 并非凡物 洛青州连忙收起 装进了锄袋中 随即起身 又开始在其他地方寻找起来 他几乎找遍了整个战场 不过 再也没有任何收获 那些盔甲和兵器 看着都不错 但只要一碰 就会化成粉末 还有那些妖兽的骸骨 看着坚固 但只要他一靠近 就立刻坍塌了下去 至于他们身上带着的东西 大多数都已腐烂消失 剑时间差不多了 洛青州没有再留恋 转身离开 这次进来 总算有了收获 虽然只是一颗 看起来已经暗淡无光的宝石 但总比空手而归要强 进入通道 回到了那间石室 他从储物袋里 拿出了那颗暗红宝石 又仔细观察了一会儿 依旧没有看出任何名堂 这宝石镶嵌在那名将军的宝剑上 显然并不只是一个好看的装饰品 将军的剑是用来杀敌的 绝不会为了好看 而专门装饰一颗宝石 而且 这颗宝石经历了这么多年 竟然没有随着宝剑一起粉碎 很可能其中还蕴藏着某种能量 所以才能抵抗住岁月的侵蚀 完好无损地保存到现在 洛青州决定带回去 再好好研究研究 准备离开时 那两只小白兔 依旧像是两个牛皮糖一样 死死地咬着它的鞋子 黏着它 就是不松口 碰 碰 洛青州毫不客气 再次给了它们两拳 随即一脚一个 把它们给踢飞了出去 然后又丢下一根香蕉 一个苹果 扬长而去 他倒是要看看 这两只不知来自何处的 小白兔的生命力 到底有多顽强 在湖底洗了澡 回到梅乡小园时 小蝶和秋儿正在屋檐下 一边缝着衣服 一边说着话 见他回来 两个小丫头立刻回屋放了衣服 然后去厨房帮他热翻热菜 顺便烧水 洛青州每晚都要在浴桶里泡走 他们是知道的 吃完饭 洛青州在浴桶里 滴了最后一滴炼脏药水 开始泡澡 上次花费巨额买的炼脏药水 坚持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已经全部用完了 明天他得出去 把在黑木林里捡来的储物袋 和武者匕首给卖了 换些金币 好继续买炼脏药水 修炼是不能停的 最近的数据 依旧在快速增长 但想要突破到武士境界 显然还远远不够 他必须要继续努力修炼 和继续用药水以及灵液 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少 能不能成功 就看这几个月了 小蝶在背后帮他搓着走 目光依旧偷偷瞄着木桶里面 洛青州洗完了澡 换了身浸妆 直接去了后院 练着梅花纷飞 拳法 正练着时 小蝶突然跑过来道 公子 梅儿姐姐来了 说夫人让你过去一趟 二小姐从京都来信了 洛青州眉头一皱 收了工 回到房间 换了一身宽大的乳袍 又去院里洗了脸 方跟着梅儿出了门 梅儿见她不说话 主动开口道 姑爷 二小姐又只给你写了信 夫人和老爷 还有大小姐都没有呢 大家都等着你去拆信 还有 大小姐也在那里 洛青州闻言一证 问道 大小姐在那里干嘛 梅儿道 不知道 夫人让大小姐过去的 好像是谈什么事情 洛青州沉吟了一下 道 百灵和夏禅在吗 梅儿点头道 当然在啊 大小姐都去了 他们当然也要去 对了 老爷应该也去了 洛青州 梅儿 你确定 那封信是二小姐写给我的 梅儿很确定地点头道 是的姑爷 就是写给你的 信封上虽然没有标明 但是夫人说里面 嗨嗨 姑爷 去了你就知道了 大厅里 宋如月正坐在椅子上 猝着眉头 想着事情 秦文正坐在一旁 一脸悠闲地品着茶 秦二小姐的来信 就放在两人中间的茶几上 看信封的模样 并没有被人动过 但秦文正还是低声问了一句 写的什么 宋如月文言 翻了个白眼 我怎么知道 我又没看 秦文正笑了笑 没再多说 目光看向了外面的走廊上 不禁叹了一口气 一袭雪白衣裙的少女 一个人独自站在外面的走廊上 安安静静 清冷如月 即便是面对亲生父母 她也是冷淡沉默 宋如月听到叹息声 目光也看向了外面 沉默了一下 低声道 老爷 尖家失踪的那几年 到底去了哪里 到底做了什么 你真的一点都没有查出来吗 秦文正摇了摇头 宋如月看着那道冷漠的身影 也跟着叹了一口气 肯定是 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模样 可惜 她不跟我们说 也不跟薇莫说 我们始终 难以解开她的心结 这样下去 也不知道她会不会 一直对我们这般冷淡与疏远 哎 秦文正收回目光 搬起茶杯道 慢慢来吧 不急 以前的事情 都让她过去吧 我们没必要再 一直追问 她不愿意说 我们就当做什么 都没有发生过 宋如月促没道 可是也不能一直这样啊 原本以为她成亲了 会好一些 谁知道那小子 也没用 这么久了 两人之间 还是那么冷淡 到头来 还要 两人正说着话时 院里传来了九步声 梅儿的声音从院里传来 夫人 姑爷来了 夫妻俩的目光 一起看向了外面 一袭如袍 身材奇长 模样清秀的少年 跟在小丫鬟的后面 气质儒雅地走进了院里 两人立刻站了起来 准备出去迎接 但相识一眼后 又默契地坐了回去 我们是长辈 是她岳父岳母 该怎么对她还怎么对她 不能说她现在受到 长公主的宠爱了 我们就不像个长辈了 秦文正低声道 宋如月立刻复和道 老爷说的是 自家的人 管她关再打 该教训还是要教训 更何况 她现在还没关呢 我们的威严还是要有的 不然以后这小子 还不上房子接瓦 秦文正道 那你待会儿教训她 宋如月目光悠悦地 看了她一眼 没在吭声 大小剑 洛青州走到屋檐下 低头拱手 恭敬行礼 百灵和夏禅站在不远处 目光都看着她 秦坚家微微点头 神情和声音依旧清冷 进去吧 洛青州没再多说 进了屋 恭敬低头道 岳父大人 岳母大人 秦文正满脸笑容 青州啊 最近疏读的 还可以吧 这距离秋逝也越来越近了 有信心吗 洛青州恭敬道 岳父大人放心 这次秋逝 青州一定努力考中 绝不辜负岳父大人 和岳母大人的期望 秦文正温声道 能考中 自然是好事 但如果没有考中 也没关系 我们秦家还是养得起你的 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有时间 还是要多出去走走 去散散心 才采风 你看看你 连个朋友都没有 也从来不出去游玩 人家读书人 哪个不是一有时间 就呼朋引伴 到处游玩散心 青州啊 人的本事固然很重要 但交际也同样重要 特别是你以后考中 进了官场 那交际就更为重要了 任何时候 都不可能孤家寡人的 朋友多 路才多嘛 洛青州公身道 多谢岳父大人教会 青州一定铭记 宋如月突然忍不住道 你岳父大人说的固然有理 交朋友的确很重要 但并不是任何朋友 都值得交的 像那些狐朋狗友 只知道在外面 到处吃喝玩乐 只知道去逛青楼 或者祸害人家梁家女子 不知道顾家的人 青州 你一定要远离 可别被带坏了 洛青州公敬地道 岳母大人说的是 青州一定铭记 嗨嗨 秦文正嗨嗨了一声 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伸手从旁边的茶几上 拿起了那封信道 青州 给 威莫给你写的信 洛青州过去揭在手里 抬头看了一眼 道 青州告退 秦文正看了旁边一眼 脸上露出了一抹尴尬 道 青州 你先看一遍 如果方便的话 我跟你岳母也想知道 威莫现在在那边的情况 毕竟那丫头身体不好 做父母的 能不担心吗 当然 如果不方便的话 那就算了 洛青州并未犹豫 直接又恭敬地把信递了过去 道 岳父大人和岳母大人先看就是了 没什么不方便的 以他对这位岳母大人的了解 这封信 他肯定早就看了 还要以 他对秦儿小姐的了解 对方肯定不会在里面写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百灵突然在门口道 姑爷 我家小姐也想看 洛青州闻言 转过头看着他 百灵奄然一笑 脸上露出了两个甜甜的酒窝 姑爷 既然大家都想看 那就让我来念 好不好 随即又道 姑爷放心 如果有肉麻的地方 我忽略过去就是了 洛青州看了外面走廊上的雪白身影一眼 顿了顿 把信递了过去 百灵立刻开心地进来 接过了信 打开信 他先是粗略地看了一遍 然后声音清脆地念了起来 走廊上 秦大小节的目光 望着远处的夜空 不远处的墙角下 夏禅抱着剑 寂静无声地站在那里 竖起了耳朵 姐夫 微末想你们了 想爹爹 想娘亲 想姐姐 想百灵 想夏禅 也想你了 姐夫 你还好吗 最近书读得怎么样了 距离秋逝越来越近了 微末其实比姐夫还要紧张的 不过姐夫不用担心 以姐夫的才华 肯定可以考上的 如果没有考上 那就是有人针对 我们去告她 微末在这里很好 姐夫不用担心 微末每天除了读书写字 抚情画画 偶尔还会跟美娇姐和雪衣姐 一起出去逛街 姐夫 雪衣姐也特别喜欢 姐夫的诗词和故事呢 姐夫的每首诗词 雪衣姐都赞不绝口呢 还有姐夫的西香记和石头记 雪衣姐都很喜欢 特别是石头记 雪衣姐每天都要听 如痴如醉呢 姐夫 微末每次见到雪衣姐 她都会跟微末打听姐夫的事情 可不止诗词和故事 还有很多私事呢 不过姐夫放心 微末才不会告诉她呢 姐夫 微末想要快点挣钱 希望等姐夫来的时候 我们一家人 微末 爹爹 娘亲和姐姐 可以一起搬出去住 不要再住在这里了 微末怕姐夫太优秀 姐夫 微末想爹爹 想娘亲了 对了姐夫 美娇姐帮微末选了一家店铺 西香记和石头记 都已经在制作中了 很快就可以卖了 姐夫 石头记 你还没有写完呢 那个北京王 什么时候出来 林姑娘最后到底 会跟谁在一起 雪衣姐也说 宝玉是个渣男 让姐夫把宝玉写死 让林姑娘 有一个幸福的结局 还有 雪衣姐也说 林姑娘就是微末 姐夫 三月了 院里的桃花和梨花都开了 姐夫那里 是不是也很美 当然会很美 那里有姐姐 有百灵 有夏禅 有小蝶 对了 还有娘亲和爹爹 姐夫应该很幸福吧 微末想你 门了 很想很想 这几天晚上 微末都做梦了 梦里全是 娘亲和爹爹 姐夫 你做梦了吗 梦到谁了 对了姐夫 美娇姐前几天 又在外面惹事了 听说她在酒楼 跟人家打架 最后整个酒楼里 全是白花花的石灰粉 就连酒楼老板和店小二 都被撒得满头满脸 满身都是 而且听说跟她打架的 都是普通人 其实都打不过她 但是 她还是撒了好多石灰 学一姐说 郡王爷最后亲自去 把她抓回来了 然后在她身上 搜出了二十麻袋石灰 姐夫 美娇姐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 美娇姐原来就只会用鞭子的 郡王爷很生气 一直质问她在哪里学的这些卑鄙手段 微末好怕 怕美娇姐受罚 姐夫 跟人打架用石灰 姐夫怎么看 姐夫觉得应该吗 好吧 微末不该问姐夫的 姐夫是个读书人 是个文质彬彬的君子 当然不会知道这些卑鄙的手段 对了 还有娘亲和爹爹 都是很正派很君子的人 娘亲温柔贤惠 爹爹温文尔雅 微末爱你们 姐夫 今天就写到这里吧 不打扰姐夫读书了 啊 每天都想着 爱着娘亲爹爹姐姐 百灵缠缠的卑微小微末 百灵念完后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 秦文正忍不住问道 最后那句 卑微的小微末 是怎么回事 微末怎么卑微了 而且加个 是什么意思 屋里一片寂静 没有人回答 秦文正转过头 看向自家娘子 就没有人帮我解答一下吗 如月 你说说 微末这么写是什么意思 她在秦府谁的面前卑微了 你上次回信 是不是又训斥她了 宋如月翻了个白眼 懒得理她 没有 洛青州连忙从百灵手里夺过信 公身告退道 岳父大人 岳母大人 青州还要读书 就先回去了 秦文正还在 促着眉头思索着 文言点头道 好 你快回去读书吧 宋如月冷着脸没说话 洛青州拿着信 公身退了出去 刚下台阶 走廊上雪白的身影 突然开口道 一起吧 洛青州愣了一下 转头看去 秦大小杰 神情淡淡地看着她 月光下 白衣若雪 容颜清冷 唯美如画 嗯 洛青州立刻低头 让到了一边 秦大小杰下了台阶 两人带着百灵和夏禅 沉默着 并肩而去 大厅里 秦文正依旧皱着眉头 在思索着那几个字 宋如月终于看不下去了 起身拎着裙摆 直接跪在她的面前 养着年轻娇媚的脸蛋 双眸水汪汪地看着她 轻咬粉唇 娇声道 老爷 今晚要切身事情吗 卑微可怜的小如月 正等着您的回答和恋爱呢 秦文正顿时骨头一苏 睁大了眼睛 月光皎洁 入春的风儿 格外温柔 百灵拎着灯笼 走在前面 时不时回头看向后面 几次欲言又止 下长握着剑 跟在后面 依旧静无声息 洛青州陪着秦大小姐 走在中间 两人皆沉默无语 谁都没有先说话 穿过长廊 走过假山 在快到梅乡小园时 秦大小姐突然开口道 回信时 问一下她 最近有没有在可学 洛青州道 好 两人再次沉默下来 百灵又回头看了几眼 终于忍不住道 姑爷 你是不是很怕我家小姐 洛青州看了她一眼 没有回答 百灵生气道 姑爷就不能主动 跟我家小姐说说话吗 洛青州沉默了一下 看向身旁的人儿 开口道 大小姐 我待会儿回去后 就给二小姐回信 大小姐还需要加什么话吗 可以跟我说 这时 几人已经来到了梅乡小园 秦大小姐停下脚步 目光看向了门上的牌匾 过了片刻 方道 加一句 照顾好自己 说完 她继续向前走去 淡淡地道 不用送了 洛青州站在原地 正正地看着她的背影 哼 夏禅从她身边经过时 冷着翘脸 低声哼了一声 洛青州看了她一眼 突然道 大小姐 我能把夏禅姑娘要过来 当我的通房小丫头吗 此话一出 三人皆停下了脚步 百灵拎着灯笼 直接在前面转过身来 秦大小姐 依旧背对着她 夏禅则是身子一僵 随即 扭过头来看着她 洛青州突然又道 她如果不愿意的话 百灵也可以的 啪 话刚说完 洛青州的双手 已经放在了两只眼睛上 刚放好 一只小拳头 已经打在了她右边的掌心里 洛青州一把握住 笑道 姑也不会再 啊 夏禅另一只手中的剑柄 突然系在了她的肚子上 在她弯腰的一瞬间 砰的一拳 还是打在了她的眼睛上 随即 扬长而去 姑也活该哦 百灵一脸幸灾乐祸 馋馋 应该再帮我打一拳 让姑也对称的 那样才好看 夏禅俏脸冷若冰霜 并未理睬 等洛青州捂着眼睛和肚子 从地上站起来时 三人已经走远 小蝶和秋儿站在门口 把刚当的一幕 都看在了眼里 秋儿不得不佩服道 姑也 你竟然连夏禅和百灵都敢聊 而且还是当着大小姐的面 洛青州一手捂着眼睛 一手捂着肚子 狼狈地刀 疼 扶我进去 两个小丫头连忙过来 一左一右地搀扶着她 小蝶忍不住道 公子 你下次就别招惹夏禅姐姐了 你都被她 打了这么多次了 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洛青州揉着眼睛 没有说话 不远处的路上 百灵拎着灯笼 在前面罩着 秦大小姐带着夏禅 沉默无言地跟在后面 快到凌禅月宫时 百灵突然停下脚步 转过头道 小姐 我觉得 姑爷好像开始怀疑了 没有人回应 秦大小杰和夏禅 依旧沉默 回到院里 秦大小杰去了后花园 百灵放下灯笼 喊住了正要进屋的夏禅 拉着她的手道 蝉蝉 你的手好冰 姑爷摸过吗 还有你的脚 姑爷是不是也摸过 夏禅正了一会儿 没有回答 正脱开 进了屋里 她站在黑暗中 站了许久 傻丫头 百灵叹了一口气 去了后花园 池塘边的凉亭中 一袭雪白衣裙的 秦大小杰坐在那里 双眸正正地望着水中的月光 柔顺的青丝 在夜风中微微荡漾 百灵来到凉亭外 无聊地靠在了旁边的柱子上 纤细的玉纸间 一抹寒芒轻盈翻转 看不清模样 不远处的院墙上 呼地出现了一道黑影 在墙壁上急速奔跑 是一只老鼠 杀 寒芒一闪 那只老鼠瞬间掉到了外面 嗓东西 百灵轻声嘀咕了一句 然后走到旁边的桃花树下 摘了一只桃花 又回到了凉亭外的柱子旁 无聊地开始撕扯着花瓣起来 梅香小园 书房中 秋儿炎末 洛青州提笔给二小姐回信 二小姐 剑性如物 崭性疏颜 岳母大人 岳父大人 二哥 大小剑 秦府所有人都很想你 我们都很好 无需挂念 最近我读书挺好 并没有任何问题 写到这里 她见秋儿一边研磨 一边看着 又加了一句 二小姐 谢谢你把秋儿留给我 秋儿很好 很乖 很可爱 温柔体贴 我很喜欢 秋儿脸红了 有些羞涩地道 姑爷 还是别写奴婢了吧 奴婢只是看看 并没有其他意思 姑爷 不用特意夸奖的 洛青州正色道 当然要写 都是实话 你比小蝶那丫头渴 这时 小蝶的脑袋 突然也从后面伸了出来 洛青州停住话 提笔又加了一句 二小姐 上次忘记跟你说了 我跟小蝶已经同房了 小蝶很可爱 很漂亮 温柔体贴 对我忠心耿耿 我很喜欢 二小姐 希望你可以接受她 小蝶眼圈红了 感动到 公子 洛青州转头道 去努力学习去 不要辜负本公子的一片心意 小丫头立刻离开道 嗯 公子 奴婢一定会把 七十二绝技 全部学会的 说完 出了房间 洛青州 秋儿 什么 七十二绝技 我都不知道那丫头在说什么 秋儿一脸迷茫 姑爷 什么 七十二绝技 奴婢也不知道呢 两人都不再说话 洛青州继续回信 二小姐 秋儿想你了 信只写了三分之一 剩下的空白 需要那位岳母大人来补充 不然这封信 就别想寄出去 吹干了墨汁 守好了兴致 洛青州起身 准备洗漱睡觉 秋儿出去时 又问道 姑爷 今晚需要事情吗 洛青州正要摇头 秋儿又低声道 姑爷 待会儿 小蝶 会穿着新作的吊带睡裙哦 还会穿着白丝袜呢 洛青州没再说话 继续收拾着桌子 秋儿也没再多问 默契地退了出去 时间还早 洛青州并未上床 而是在美人踏上躺下 拿起了科举考试必备的书籍 看了起来 过了片刻 小蝶推开门 低着头 羞涩地走了进来 洛青州看向他 粉色薄纱裙里 是一件薄薄的吊带睡裙 在裙摆下若隐若现 公子 还不睡觉吗 小丫头来到他的面前 双眸春水盈盈 脸蛋娇艳欲滴 洛青州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拍了拍软他道 上来说话话 哦 小蝶羞涩地爬上去 然后跪坐在了他的双腿间 弯下仙腰 垂下了羞红而稚嫩的可爱脸蛋 小蝶 我们先说话话 公子说 奴婢一边练习乐器 一边听着 洛青州停住了话 过了片刻 他拿起旁边的书 靠在后面柔软的靠背上 继续翻着书页 认真地看着 房间外 秋儿一边绣着花 一边烧着水 咕噜 咕噜 很快 湖里的水烧开 然后开始冒着泡 从湖口满溢而出 清晨 鸟语花香 洛青州起床后 简单地吃了早餐 就出了门 在小巷里 换上了衣服和面具 等他来到聚宝阁时 刀姐也刚好 从外面进来 今日的刀姐 不仅没有扛着那把宽刀 还穿上了很淑女的裙子 银色的短发上 甚至还戴着可爱的发卡 洛青州看得满脸怪异 刀姐白了他一眼 主动解释道 今日相亲 我爹爹非要逼着我这般打扮的 烦死了 连走路都不自在 洛青州道 刀呢 刀姐拍了拍腰间 道 荷包里 荷包就是储物袋 随即又道 你今天来干嘛 今天大家都请假了 不出城了 洛青州见他在 连忙道 刀姐 我们去楼上说 我这里有些东西 想要在这里卖了 你先给看看价格 一旁正拿着抹布抹柜台的店小二 不由地笑道 楚公子还是相信刀姐呀 不过楚公子放心 刀姐给的价格 跟我聚宝格 肯定差不了多少 洛青州闻言 故意道 刀姐 待会儿你多报个几百金币 到时候我们平分 你也好攒家装 刀姐走在前面上了楼 神情淡淡地道 与你合谋 那是与虎谋皮 我可不敢 我怕到时候金币没赚到 把自己也给坑进去了 洛青州跟在后面道 刀姐严重了 我没那么坏 呵呵 刀姐呵呵了一声 懒得再理他 两人上了楼 来到了五者用品的楼层 洛青州走向柜台 看了一眼里面的储物袋 然后拿出了自己的两只储物袋 道 刀姐 你给看看 这两只储物袋值多少钱 一只普通的 一只品质烧好的 刀姐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揭在了手里 洛青州又加了一句 朋友的 他让我帮忙卖了 刀姐没再理他 拿着两只储物袋 仔细观察了一会儿 方道 这只普通的储物袋 年代久远 空间狭小 最多三千金币 这只品质烧好的储物袋 虽然年代也很远了 但材质和空间都不错 至少一万金币 洛青州闻言 暗暗计算了一下 这些金币 可以买多少炼赃药水 然后又拿出了三把武者匕首 递了过去 道 刀姐 再看看这匕首 刀姐拿在手里 用指尖抚摸了一下利刃 又颠了颠重量 道 三把都是最普通的武者匕首 一共两千金币吧 洛青州沉吟了一下 接过匕首和储物袋 道 我去问问掌柜的 片刻后 他回来道 刀姐 比你抱得少了五百金币 你帮我去说说 刀姐犹豫了一下 看了他一眼 方接过他手里的匕首和储物袋 走向了角落里的柜台 洛青州站在原地 并未过去偷听 过了一会儿 刀姐招手道 过来吧 齐老说 可以给你我抱的那个价格 洛青州连忙走了过去 那位头发花白的齐老 抚摸着那只品质烧好的储物袋 满脸堆笑地解释道 储公子 不是老朽坑你 你去任何一个店铺 都不会高于老朽刚刚报的价格的 您可是我们聚宝阁的贵客 老朽怎么敢乱压价格 实在是这些东西 啰啰嗦嗦说了一大堆 洛青州很礼貌地附和了几句 最后 按照刀姐说的价格成交 两只储物袋 加上三把武者匕首 一共卖了一万五的价格 顺便还送了一瓶炼脏药水 这些都是刀姐帮她争取来的 当然 也因为她之前在这里卖了两只妖兽 还是这里狩猎团队的成员 换做其他人 肯定不可能拿到这个价格 超过一万的金币 会用面额一千的大金币代替 大金币大约有半个手掌大小 重量很沉 金光闪闪 质感看起来也要好上很多 洛青州收了金币 并未放进储物袋 而是直接去了另一边的柜台 买了炼脏药水 一瓶炼脏药水需要八百金币 一次买十瓶有优惠 一次买二十瓶 优惠更大 所以她毫不犹豫 直接买了二十瓶 刚好把一万五的金币又花了出去 二十几瓶炼脏药水 估计足够她用上两个多月了 到时候 如果再不突破 那就只能继续赚钱了 反正只要有一点的效果 她都绝对不会吝啬 时不待我 她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 以最短的时间突破到五十境界 买完药水 她准备告辞 犹豫了一下 她又对旁边的银发女子道 刀姐 去楼顶 我有件东西 想给你看一下 刀姐没有多想 直接迈着大长腿上了楼 来到楼顶后 洛青州从储物袋里 拿出了那颗暗红色的宝石 递到了她的面前 道 刀姐 过过目 刀姐接在手里 仔细观察了一会儿 微微醋眉 这是在哪里得来的 黑木铃 洛青州道 我朋友的 刀姐可以看出 是什么东西吗 可以卖钱吗 刀姐又对着窗外的阳光 观察了一会儿 方环给她道 看起来像是某种宝石 但又不像 而且里面的能量都已经耗尽 对着太阳 也没有任何光芒 估计是年代太久远 已经废了 我是看不出来 要不 你拿下去给齐老看看 洛青州直接装回到了储物袋 道 算了 我觉得应该也是废了 看着暗淡无光 死气沉沉 连普通的玉石都不如 就不拿下去惹笑话了 对了 刀姐 你什么时候去相见 刀姐听她提起这事 立刻又愁眉苦脸起来 叹了一口气道 中午 对方是什么人 舞者吗 洛青州好奇问道 刀姐摇了摇头 道 是个书生 爹爹说这样才般配 不然我们会经常打架 洛青州文言 也点头道 书生挺好 文质彬彬 说话也温声细语 很适合刀姐 刀姐一脸苦恼地道 可是我还不想成亲 洛青州问道 刀姐今年几岁了 有二十了吗 刀姐顿时瞪了她一眼 道 我有那么老吗 今年刚过十八 洛青州笑道 十八岁已经不小了 难怪你爹爹着急 这个时代 十八岁已经是老女人了 前朝时 女子十四岁还不成亲的 国家可是要强制收税的 为的就是增加人口 刀姐突然问道 你成亲了吗 洛青州并未隐瞒 道 当然我早成亲了 我不仅有娘子 还有很多通房丫头 刀姐顿时冷笑一声 男人都是色鬼 小小年纪 就有这么多女人 小心身得吃不消 洛青州叹了一口气道 哎 那些俏理可爱的小丫头 都是我家娘子 强行塞给我的 我也很无奈啊 呵呵 洛青州又陪她闲聊了一会儿 方离开 在街上买了几串糖葫芦 回到了府中 小蝶和秋儿正坐在走廊上晒着太阳 绣着花 聊着天 看着很惬意 洛青州把糖葫芦给了他们 然后进了屋 把日月宝镜放在了窗前的桌子上 想了一想 又把那枚暗淡无光的暗红宝石也拿了出来 放在了镜子旁边的阳光下 明媚的阳光落在宝石上 并未穿透进去 里面依旧灰暗红 没有任何光泽 洛青州出了门 跟走廊上的两个小丫头交代了一声 不要进我房间 不要洞里面的任何东西 也不准其他人进去 知道了吗 小蝶是早就知道了 文言点了点头 秋儿也道 嗯 姑爷放心 洛青州看了一眼两人手中的肚兜 快步出了门 秋儿过去关上门 回来笑着问道 小蝶 昨晚你用了那些招数 丝袜都破了呢 小蝶顿时红了脸蛋 洛青州进了月夜听语院的湖底 刚进入暗道 两道雪白的身影 护得从角落里扑了过来 碰碰 洛青州早有准备 一脚一个 直接把他们踢飞了出去 随即 走进了右边的通道 开始修炼和开路起来 哄 哄 哄 过了一会儿 他低头看去 那两只小白兔 又无声无息的一边一个 咬住了他的鞋子 洛青州没有理睬他们 继续挥舞拳头 砸着前面的石头 因为 炼脏需要呼吸吐纳 需要淬炼体内五脏六腑和学翘 所以 内力和体力也消耗得很快 与此同时 在另一处的地底 几名头上升着怪脚的男子 正驱赶着几只妖兽 在漆黑的通道中 快速前行着 上次出现的那件宝物 经过原始长老确认 的确是我族上古时期遗落的宝物 那件宝物 就是在这片地底被捡到的 当时那场战斗 应该就是 在这里发生的 我族的宝物 绝对不能落入人类手中 前段时间派出去的探子 都在城内暴露了 这次我们要更加小心了 估计人类也早就察觉了 地底藏有东西 我们得抓紧时间了 师兄 据说上古时期那几件先天灵宝 也遗落在了这里 不知道是早就被捡走了 还是依旧埋在地底 我们要是能够得到 一定可以重振我族的 当初的空间 估计早就支离破碎 变成了很多残破的空间 想要找到那些东西 并不容易 据说当初这片土地 是我族圣城所在 我看书上记载 当初的圣城很大 中间除了城堡以外 还有一棵扎根幽名 头顶仙宫的天地圣树 几人低声交谈 一路急行 很快便进入了一个空间 哄 哄 哄 傍晚时分 洛青州已经又开辟了 将近二十米的道路 不过越到前面 气温越高 甚至有些滚烫 四周的墙壁 都是焦黑色 从通道出来 稍稍休息了一会儿 喝了水 吃了几个水果 在他吃水果时 右边那只咬着他鞋子的小白兔 立刻抬起头来 睁大了眼睛 动着鼻子 蝉咸欲滴 洛青州拿了一根香蕉 扔了出了去 那只小白兔 立刻歪头看去 双眼放光 犹豫了一下 蹦蹦跳跳跑了过去 开始眯着眼睛 满脸幸福地吃了起来 左边那只小白兔 依旧咬着他的鞋子 眼睛红红地 心里怒道 二宝 你个馋鬼 毒死你 二宝快速吃完了香蕉 蹦跳了回来 继续咬着洛青州 流满了汗水的臭鞋子 很快 夜幕降临 洛青州看了一眼外面 立刻起身 走进了中间那条通道 不知道今晚 那里会是什么空间 不管是什么空间 只要有收获就行 哄 哄 他一拳一个 把那两只咬着他鞋子的小白兔 给打晕了过去 随即奔跑着向前掠去 很快 来到了出口 但是他刚要向前走去 突然感到 身子被一层看不见的力量挡住 他以为跟昨天一样 只要自己加大了力气 就能撕破那股力量 但是今天 无论他如何使劲 甚至使出了全身的力气 就是无法突破那股看不见的阻碍 哄 哄 哄 他直接挥起拳头 用尽力量向前打去 想要暴力破开 但是依旧无济于事 看来这就是那位老人家所说的静止了 可是昨天他是怎么进去的 或许是今天的静止太强大 能量还未耗尽 他准备最后再尝试一下 不行的话 就只能在等明天后天和以后了 反正每天的空间 似乎都不一样 也许有些空间 跟之前那两个空间一样 都可以进去 他后退了几步 突然奔跑冲刺 突然向前撞去 噗 没想到这一次 他竟然进去了 站在洞外 看着眼前倒他的城堡废墟 他愣了一下 突然低头看去 那两只被他打晕过去的小白兔 不知道何时 又一边一个 倔强地咬在了他的鞋子上 天空灰蒙蒙 仿佛整个世界 都被一层灰暗笼罩 新的空间 一片死寂 倒塌的城堡 破碎的房屋 裂开的街道 塌陷的广场 到处都是残垣断壁 碎石尘土 除了这些 别无他物 没有人族的骸骨 也没有妖族的骸骨 不知道是被什么可怕的力量 直接毁灭了 还是经过岁月的侵蚀 早已化为了尘埃 空气中的气息 也充满了一种 古老寂灭的味道 洛青州带着两只小兔子 在废墟中缓慢前进 目光在四周仔细搜寻着 想要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但几乎找遍了整个废墟 皆是一无所获 正要离开时 他突然感到 脚下踩到一个东西 同时 心脏莫名一跳 他拿开脚 低头看去 地面裂开的缝隙里 探出了一截细小的树根 那截树根 只有指头粗细 大概两指长短 全身灰白 只有两根嵌若毫毛的根须挂在上面 洛青州愣了一下 蹲下仔细观察 粗大的缝隙中 他埋在地底的另外身子 已经枯萎缩小 变成了黑色 洛青州伸手捏住他 轻轻一扯 地底那截黑色的树根 顿时化为了粉末 而被他拿在手里的这截树根 摸着依旧坚韧 他站起身 局目望去 四周皆是灰暗的废墟 几乎没有任何活着的生命 甚至连一根杂草都没有 他抬起脚 踢了一下旁边的石块 那石块扑的一声破碎而开 化为了一堆粉末 洛青州又走到前面 踢了踢其他东西 皆是不堪一击 粉碎沉没 这处空间中 所有的生命都已经消失 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腐烂 除了他手中的这截树根 这截灰白的树根 似乎是这里唯一残存的东西 他没有再多待 把这截树根装入了储物袋中后 就立刻离开了这里 这里的环境 无论是气息还是色彩 或者是四周的东西 都极为影响人的情绪和心境 出了通道 他低头看向了脚下 那两只依旧咬着他鞋子的小兔子 犹豫了一下 还是砰砰两拳 把他们打晕了过去 随即又放下了一些水果 然后扬肠而去 从今天的情况来看 这两只小兔子恐怕不简单 可能是他破开静止的钥匙 似乎只有带着这两只小兔子 他才能进入那处空间 不过第一次进去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也可能是那片空间的静止 已经消失了 以后再想进去 估计都要带着这两只小兔子 虽是如此 但他依旧不敢把他们带回去 还是再观察一段时间吧 反正这两只兔子 看起来有些傻兮兮的 对于他的臭鞋子 情有独钟 暂时应该不会离开 在湖底洗了澡后 回到了梅乡小园 两个小丫头在热饭和烧水时 他拿了一只小瓷瓶 装了一些水 回到了房间 放在了窗前的书桌上 然后 把那节灰白色的树根 从储物袋里拿了出来 放进了小瓷瓶里 大半节树根 和那两条残存的根须 都进入了清水中 他看了一会儿 没在管它 拿出了瓷瓶 把日月宝镜上的两颗灵液收了起来 又把镜子翻了一面 对着月光 收好瓷瓶 他从桌上拿起了那颗暗红色的宝石 对着月光仔细观察了一会儿 见并没有其他异常 又把它放回到了原地 吃完饭后 他在浴桶里 滴入了一滴炼脏药水 开始泡澡 在炼脏药水没有用完之前 他决定不再出去了 还是在家好好读书 好好修炼 好好探饱吧 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间 又是两个月过去了 距离8月15的秋式 已经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了 这段时日 他的各项数据 依旧在突飞猛进 同时 感到体内的能量 蠢蠢欲动 每次吸收的灵液和药水 都会快速转化为一股热流 沉入丹海 丹海里 似乎正在快速蓄积着大量的能量 等待质变和爆发的那一刻 他似乎又要突破了 这一次的突破 是从五声境界 直接迈入五师境界 所以比以往更难 更为重要 他必须要再接再厉 一股作气 快速突破 若是突然卡住 那可不是几个月的事情了 而是几年 甚至一辈子的事情 很多舞者都卡在炼脏境界 终其一生都无法再突破 所以 他必须要继续为身体 提供足够多的能量和修炼 让丹海蓄积的能量更多 更精纯 才能一股作气突破 最近这几天 他都出城去黑木林里 猎杀妖兽了 除了挣钱以外 还有磨练战斗技巧 以及用战斗来淬炼内脏 让身体各个器官和学窍更为强壮 好迎接到时候的突然爆发 这段时间 黑木林的妖兽 突然变得更少了 不知道都去了哪里 他就只猎杀了一头 换了一个月的炼脏药水 不过应该足够了 弟弟的空间 在他连续探查了五次以后 突然就没有了 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 他每次进去 都是那片死气沉沉的目的 而且昨天夜晚他进去时 发现那片空间 已经出现了裂痕 似乎快要坍塌 不过还好 右边的那条通道 看起来又快打通了 越向深处 温度越高 现在那些石头 已经开始发烫了 他准备再坚持几天 如果依旧没法打通 那就不能再继续向前了 不然会直接被高温烫死 空间里并没有再发现其他东西 除了那颗暗淡无光的宝石 和那节浸泡在水中 一直没有动静的树枝以外 他什么都没有再捡到 虽然有些失望 不过他心态很好 本来就不属于自己 能得到是意外之喜 没有得到 也就算了 好吧 他忘记了 他还得到了两只傻兔子 一个大宝 一个二宝 经过这段时日的相处 那两只倔强的小兔子 终于不会每次一见面 都要咬他的鞋子了 只是偶尔生气和发脾气时 会继续咬 大宝喜欢吃肉 二宝喜欢吃香蕉 大宝比较凶 而且胆子大 二宝比较温顺一些 胆子也很小 洛青州决定再观察一段时间 然后把他们带出来 小蝶和秋儿两个小丫头 应该会很喜欢的 五月的末程 显得格外冷清 洛青州发现 街道上的人流 似乎变少了很多 最近黑木林里的妖兽变少了 反而内城外城 却时不时会 出现一些妖兽 闹出了不少死伤 同时 城墙上的守卫 似乎更多了 洛青州猜测 地底的东西 可能已经被很多人知道了 甚至可能还有妖族的人 估计已经有很多势力 进入地底 在寻找着那座上古战场了 他得抓紧时间了 在街上买了几串糖葫芦 他回到了秦府 今天出城 依旧没有猎杀到妖兽 不过跟人打了一架 感觉痛快淋漓 体内的能量 再次蠢蠢欲动起来 吃了晚饭 他回到房间 先拿出了剑武时 看了一下数据 力量已经增长到15000了 速度也增加到了200 抗击打力增加到了3000 精神力增加得更可怕 竟然已经到了1500 看来那变异后的灵液 效果比之前好太多了 这样的数据 应该是要突破了 洗澡时 他又在浴桶里 一下子滴了两滴药水 现在的吸收速度很快 不到片刻时间 桶里红色的水 就变成了清水 洗完澡后 他又吸收了一滴灵液 全身发热后 他去了后院 练了一会儿 梅花纷飞 拳法 如今的奔雷拳 汉山霸拳 梅花纷飞拳法 他都已经熟练掌握 而且还能互相融合 打出的拳头 威力更大了 等他突破到武士境界后 威力估计会更上一层楼 练了一会儿拳 回到房间 开始读书 秦二小姐上个月又来信了 在京都的书店已经开了 西香记和石头记 卖的功不应求 作者落寞彻底火了 岳母大人看到这个消息后 气得胸口剧烈起伏 心里一直重复着 明明是岳母的 明明该写岳母的 落青州回信时 又附带了剩下的章节过去 他把石头记的结局改了一下 林姑娘并未病逝 而是嫁给了年轻俊美的北京王 最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在贾府被抄家 宝玉落难时 林姑娘伸出了援手 宝玉最后还是出家了 宝钗不知去向 其他女子 各有各的结局 都不算太惨 希望这个结局 能够安慰一下 远在京都的秦二小姐 不过他可能万万没有想到 看到这个结局的郡王府 大千金南宫雪衣 气得三天 没有吃下饭 然后去哀求秦二小姐回信时 也给她捎一封信过去 当然 现在这两封信 都还在路上 君子之道费而隐 夫妇之鱼 可以雨之烟 及其至也 虽圣人亦有所不之烟 洛青州摇头晃脑 在书桌前读着书 旁边的日月宝镜 沐浴着洁白的月光 寂静无声 宝镜旁的那颗暗红色宝石 在月光的照耀下 中心部分 似乎隐隐亮起了一抹光亮 洛青州读完了书 正站起身收起书本时 房门推开 秋儿又探出脑袋 来问道 姑爷 今晚要事情吗 洛青州文言愣了一下 道 小蝶不是来月室了吗 随即心头一动 看着他 你 秋儿红了脸蛋 没有说话 洛青州也没再说话 秋儿默默地离开 关上了房门 洛青州回到床上 又想了一会儿事情 房门忽然打开 一道穿着青纱的窈窕身影 走了进来 刚走到床边 他突然发现不对 你怎么来了 小蝶直接爬上了床 绝嘴道 奴婢怎么不能来了 奴婢就要来 随即又红着小脸 叫声道 秋儿姐姐 今天也刚来月室 公子 你就将就下吧 奴婢用其他地方服侍你 奴婢说 两个词语 公子选择 好不好 词语 嗯 第一个词语是动手动脚 第二个词语 是唇枪舌剑 公子选哪个 对了公子 还可以再加一个 如此甚好 公子 也可以是多显题哦 小蝶 你在哪儿学的这些鬼东西 是谁把我家单纯可爱的小蝶 给带坏了 是公子 这些都是公子教奴婢的 呵呵 小丫头又犹豫了一下 满脸修红地道 公子 奴婢在那本书上看到 其实女孩子还有一个地方 与此同时 京都郡王府 秦儿小姐 一袭素白衣裙 正坐在桌前 提笔写着诗词 依旧没有睡下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写完这首诗 她反复念叨了好几遍 悠悠叹息了一声 她向往这样的田园生活 但是她知道 这样的生活 只适合她自己 侏儿站在一旁 目光心疼地看着她 手里默默地严琢磨 三更十分 柔弱多愁的少女 方回到了床上 却是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 距离秋逝越来越近 她好紧张 她相信 姐夫一定可以考上的 她紧张得 不仅仅是姐夫的考试 还有考试以后 姐夫说了 等考中以后 寂静的深夜 她再次轻轻叹息了一声 秦福 夜深人静 灯光暗淡 洛青州把怀里的小丫头哄睡后 就魂魄出窍 飞上了夜空 沐浴着洁白的月光 继续修炼神魂 已经有三个多月 没有见到那位月姐姐 和那位月妹妹了 上次用传讯宝蝶 给那位小月妹妹回复了消息后 对方就只回了一次 哥哥 妹妹最近很忙 暂时不能跟哥哥聊天了 要等妹妹哦 对方并未跟她解释 突然离开的原因 也并未透露 那位月姐姐的消息 真是奇怪 两人故事都没有听完 就一起离开了 应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洛青州一边在心里想着 一边飞向了鸳鸯楼 准备在楼顶修炼那位月姐姐 传授她的心法 谁知刚飞到近处 突然见楼顶那处飞檐上 多了一道月白色的身影 皎洁的月光下 那道身影白裙飘飘 青丝飞舞 飘渺如仙 萌萌唯美 那位月姐姐终于出现了 洛青州心头一喜 立刻加快速度 飞了过去 月姐姐 洛青州飘落到了屋顶 拱手行李 月白身影立在飞檐上 依旧神情清冷地望着远处的黑夜 对于她的到来 似乎并没有任何反应 急约未见 依旧冷淡 过了片刻 她方声音空灵地开口道 精神力多少了 洛青州连忙达到 已经一千五了 月白身影眸中露出了一抹亚异 顿了顿 转过身来 看着她 似乎在认真地打量着她 安静少许 她声音依旧淡淡 增长的速度很快 等到了两千 应该就快突破了 洛青州抬头看着她 道 月姐姐 这几个月 你们去哪里了 是去外地了吗 月白身影沉默了一下 方道 你不是有传讯宝蝶吗 可以直接问她 洛青州道 那月姐姐这几个月去哪里了 月白身影神情清冷地看着她 没有回答 洛青州被她看得有些不自在 指得又道 我跟小月聊了一次 不过她似乎很忙 暂时没有回复了 小月 月白身影看着她 淡淡地道 不是月妹妹吗 洛青州 屋顶上 陷入了沉默 只有夜风拂过的声音 洛青州感到有些尴尬 拱手道 月姐姐 今晚要讲故事吗 经书也可以 今晚 我可以多讲一些 月白身影转过身 目光重新望向了远处的黑夜 安静了一会儿 方声音冷漠地道 你如果想要快些突破 我可以帮你 下一个境界是练神境 分为初期 中期和后期 炼神境初期 神魂强大 可以复身 你若是突破了 我可以传授你复身技能 病弱者 神魂虚弱者 处于惊恐绝望 或者体力耗尽 身体疲乏者 皆有机会复身 人与兽 皆可以 落青州一厅 连忙攻身低头 多谢月姐姐 月姐姐若是助我突破 我以后定当捷径所能 为月姐姐讲故事和讲经 绝不敢懈怠 月白身影望着远处的云雾 淡淡地道 谢就不用了 你我也只是相互利用而已 落青州抬头道 月姐姐 我觉得把利用这两个字 换成帮助比较好 月姐姐救过我性命 帮过我修炼 给过我修炼功法和手帕 而我只不过讲了一些故事而已 月姐姐之恩 在下一定铭记在心 绝不敢忘 月白身影沉默了一会儿 起身飞起 道 跟上 落青州立刻飞上半空 跟在了后面 两人一前一后 很快越过内城城墙 来到了外城 月白身影继续向前飞去 停在了外城河流旁边的 一座小型寺庙 寺庙里有一座钟楼 月白身影带着它飘落了下去 刚落在钟楼里面 那只古老的大钟 突然颤动了一下 发出了一声威严的嗡鸣声 落青州顿时神魂一震 不禁身子发软 声波刚要扩散出去 月白身影一袖一动 一道月白色的光幕瞬间把四周笼罩了起来 月白身影的目光看向了前面的大钟 开口道 如果你的精神力足够的话 这佛中残存的能量足够你淬炼神魂 破镜成功 不过过程依旧有些痛苦 你可以忍受吗 落青州看了一眼面前威严的佛中 眸中露出了一抹坚定的神色 拱手道 月姐姐放心 我一定可以忍受的 说着 拿出了那位月妹妹送她的那双红色小螺袜 一只紧紧抓在手里 一只紧紧咬在了嘴里 月白身影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淡淡地道 我还没说开始 哦 洛青州又把嘴里的小螺袜吐了出来 钟楼中陷入了沉默 当 古老的佛中 突然响了起来 洛青州浑身一颤 慌忙又把那只从嘴里吐出来的小螺袜 重新咬在了嘴里 声波如连一般荡漾而开 瞬间向着她的神魂冲击而来 一股巨大的力量突然把她掀飞了出去 扑的一声 重重地撞击在了钟楼外的月白色光幕上 随即 又弹了回来 巨大的力量 再次扑击而来 她又被撞飞出去 接着 又被弹了回来 如此反复了几次 她浑身酥软 头晕眼花时 那道月白身影方淡淡开口 开始 洛青州 当 钟声再次响起 古老庄严的声音 仿佛飓风中的浪潮 而她又仿佛浪潮中的树叶被反反复复 不断地拍打冲击着 神魂没有再像上次一样 支离破碎 但感觉比上次还要剧痛 几次冲击过后 她全身已是软绵绵的 感觉整个神魂已经被碰撞锤打变形 由骨变扁 由大变小 有长条形状 变成圆形 仿佛面团 被不断地拉扯挤压 反反复复 无穷无尽 这般可怕淬炼 她很快便支撑不住 罗瓦吐出 嘴里惨叫道 停会儿 月姐姐 太快了 停会儿 当 但是 终生依旧在响 她嘴里的话 被巨大的音波冲散 整个身子再次被重重地拍打挤压起来 整个面孔变得扭曲成条 声音也断断续续 姐姐 太快 又反复多次 正在她要承受不住昏迷过去时 那可怕的音波终于开始减弱 随即 缓缓地停了下来 洛青舟被挤压变形的身子 轻飘飘地掉落在了地上 瘫软在了那里 过了许久 身子方徐徐恢复了原状 她收起罗瓦 从地上站了起来 看着面前的月白色身影 双腿发软 身子发颤 声音也发颤 月 月姐姐 太快了 疼 比上次疼多了 月白身影神情淡淡地看着她 没有说话 洛青舟靠着身后的栏杆 又休息了一会儿 方星有余记地道 今晚还要几次 月白身影淡淡地道 看你自己 洛青舟看着面前普普通通的大钟 想到刚刚的痛苦 不禁再次颤抖了一下 握紧拳头 咬牙道 月姐姐 再来一次 我可以的 等我要 钟声突然又响起 洛青舟再次飞了出去 一刻钟后 钟声终于又缓缓地停了下来 洛青舟掉落在地上 浑身瘫软如泥 嘴歪眼斜 身子扭曲 已经说不出来话了 月白身影站在旁边 沉默地看着她 许久之后 洛青舟的身子方恢复了原状 颤抖着从地上爬起来 道 姐姐 下次能不能 给我点准备的时间 月白身影淡淡开口 只有不准备的状态 才能更好地淬炼 洛青舟还要在说话时 她已经飞出了钟楼 道 回去吧 明晚继续 说完 已如月光般溃散 消失不见 洛青舟站在钟楼 又正了半赏 方回过神来 她伸出手 小心翼翼地触摸了一阶佛钟 即便不动 不想 她看着也有一种心畅感 若是普通阴魂 只怕看到这支佛钟 连这座寺庙都不敢进来 她没敢再逗留 恢复了力气和魂力后 飞上半空 向着秦府飞去 幸好今晚出来了 没有那位月姐姐 估计她两眼摸黑 不知道神魂 又要卡在这个境界多久 那位月姐姐 虽然性子冷淡 但对她还是很好的 从一开始到现在 对方一直都在默默地帮她 虽然她也给她讲了那么多故事 也帮助她突破了 但她总觉得自己的付出 并不足够偿还对方的人情 不过没关系 她这里还有很多经书 对方应该都会需要 还有那位月妹妹 虽然虚伪 但给她的东西 还是挺多了 等她突破到恋神镜后 估计还会需要一些东西 想了想 她拿出了那块传讯宝碟 催动魂力 在上面留了言 月妹妹 今晚我见到月姐姐了 我快突破了 月姐姐在帮我修炼 月妹妹 你什么时候回来 哥哥想你了 嗯 刚要发送出去 她突然抬头看去 随即脸色一变 慌忙杀住了飞行 月白身影无声无息地 出现在她的前面 差点被她撞了个满怀 月姐姐 你 洛青州刚要询问 月白身影淡淡地道 我看一下 洛青州愣了一下 握紧了手里的传讯宝碟 大拇指悄悄在上面滑动 疑惑到 月姐姐要看什么 月白身影神情清冷地看着她 不再说话 哦 是这块传讯宝碟吗 给 洛青州顿时反应过来 连忙把手里的传讯宝碟 递了过去 上面的字迹 已经被全部删除 月白身影又沉默地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方身手接过 低头看去 她伸出鲜鲜玉指 在上面滑动了几下 忽然 她周身的光运一闪 她的身影变得更加模糊起来 她拿出了另外一块东西 过了片刻 她把传讯宝碟 从光运中递了出来 淡淡地道 我刚刚帮你检查了一下 并无异常 洛青州文言一愣 揭在手里 连忙道 多谢月姐姐 原来她是以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了 月白身影又看了她一眼 没再说话 转身离开 洛青州看着她在夜色中消失以后 方一边继续向着情府飞去 一边低头看向了手里的传讯宝碟 随即 脸色突然一僵 宝碟表面 竟然清晰地出现了她刚刚删除的那句话 最前面还有几个小字 草稿恢复 好 好高级 她嘴角戳戳 在原地待了半晌 方继续向前飞去 算了 看到就看到了吧 就是叫了小月几声妹妹而已 又不是没有当着她的面叫过 虽然依旧有些羞耻 她直接把这句话发送了出去 与此同时 鸳鸯楼的楼顶上 月白身影立在飞檐 沐浴着洁白的月光 一动不动 她手里握着另一块传讯宝碟 宝碟上收到了一条信息 月妹妹 今晚我见到月姐姐了 我快突破了 月姐姐在帮我修炼 月妹妹 你什么时候回来 哥哥想你了 城外数十公里处的边境线处 军营 某座帐篷中 一袭红裙的南宫火月 正促着眉头 在看着京都和其他边境传来的消息 突然 她神色一动 随即 她拿出了那块传讯宝碟 看了一眼 双眸顿时金光一闪 又要突破了 练神镜 这么快 竟然比当初的师姐还要快 她神色复杂 脸色变换 片刻后 她伸出玉纸 回复道 哥哥哥哥真棒 突然 她又停了下来 盯着这几个字看了几眼 脸颊顿时一躺 立刻又删掉了 可恶 本宫堂堂长公主 天策上将军 当今圣上的亲姐姐 火月国国主 岂能写出这般羞耻的话来 她面如寒霜 砰的一声 把手里的传讯宝碟 重重地扔在了桌上 恶情 她神魂出窍 重新拿起了桌上的传讯宝碟 伸出玉纸写了起来 哥哥哥哥真棒 妹妹爱你 哥哥是最棒最棒的 哥哥又要突破了吗 哥哥这么快吗 果然 妹妹就知道 哥哥的快 是无人能比的 哥哥 妹妹现在还忙 又一口气写了很多字 发了出去 神魂发的 管本宫何事 哼 洛青州刚到秦府 突然赶到传讯宝碟 动了一下 连忙拿了出来 低头看去 与此同时 鸳鸯楼飞檐上 那道月白身影 手中的传讯宝碟 也呼地动了一下 上面清晰地出现了很多小字 哥哥哥哥真棒 妹妹爱你 哥哥 梅香小园 屋顶上 月光如水 温柔洒落 洛青州坐在飞檐上 手里拿着传讯宝碟 回着消息 哦 月妹妹 那你忙 有时间了就回来 哥哥这里还有 很多故事和经书 应该可以帮你修炼的 过了片刻 消息回复过来 哥哥 妹妹这里已经一穷二白了 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洛青州 妹妹别误会 哥哥只是想你了 小月 哥哥要是不信 到时候妹妹把储物件 拿给哥哥看 里面真的一干二净 什么都没有了 洛青州 哦 小月 哥哥 可以给发我几段经书的内容吗 洛青州 小月 经书只能口传 不能传送 时间不早了 我去睡觉去了 白白 小月 哥哥 妹妹这里虽然没有宝物了 但是还有很多洛洛 哥哥要不要 洛青州 什么洛洛 小月 就是普通的洛洛 妹妹穿过的 或者没穿过的 哥哥要哪样的 鸳鸯楼 飞檐上 月白身影 沐浴着洁白的月光 看着手里的传讯宝蝶 片刻后 上面突然亮起一行小字 洛青州 小月 你给的东西已经够多了 我不能再要你的东西了 不过 如果你有穿过的不要的洛洛 可以给我 我拿回去给你扫扫穿 免得浪费了 月白身影 眯了眯眸眸子 继续低头看着 小月 哥哥家里是做什么的 连袜子都舍不得给扫扫买吗 洛青州 主要是你扫扫比较节俭 而且你扫扫从小家里穷 所以就养成了习惯 喜欢穿别人穿过的不要的洛洛 我有时候想给他买新的 他也坚持不要 小月 哥哥 除了洛洛 扫扫要衣服吗 洛青州 不要 小月 肚兜 蟹衣啊什么的 都不需要吗 停顿片刻 消息再次出现 洛青州 不要 只要洼洼 你穿过的洼洼 小月 好 妹妹会把每天穿的洼洼都攒起来 等到时候见到哥哥时 都给哥哥洛青州 嗯 谢谢妹妹 你嫂嫂知道了 一定会很开心的鸳鸯楼 飞檐上 月白身影收起了传讯宝蝶 目光望向了远处的黑暗 绝美无瑕的容颜 依旧清冷似雪 洛青州收起传讯宝蝶 穿过房屋 回到了房间 神魂归翘 抱着怀里的小丫头 并无睡意 原味袜子什么都无所谓 她只是想让那位富有的月妹妹回来 再耗她一些好东西 她相信 她那里肯定还有很多好东西的 当然 她也不会白要 她给她讲故事 讲经书就是了 两人表面哥哥妹妹 一片和谐 其实就是相互利用的关系而已 谁也不会相信谁 不过很奇怪 她对那位月姐姐 却是无比的信任 即便对方当初 让她却被那些红色的圆珠 一直撕成碎片 她也没有任何犹豫 今晚 还是没有任何犹豫 两人之间认识的时间并不长 或者说 并没有真正地认识过 但那位月姐姐给她的感觉 与那位那位月妹妹 完全不同 对方说的话 她几乎不会有任何怀疑 屋顶上 她刚刚坐着的飞檐上 一道月白身影 白裙飘飘 青丝飞扬 无声无息地站在那里 一直到天亮 鸡鸡 鸡鸡 清晨 洛青州 被鸟叫声吵醒 小蝶和圈儿 都在小院里驱赶着麻雀 一人抱着扫帚 一人拿着刚准备晾晒的 肚兜挥舞 可是 那群麻雀三五成群 刚被赶走 在半空中转了一圈 又落了下来 似乎在故意戏弄两个小丫头 庭院里很大 两个小丫头 累得气喘吁吁 都没有把他们给赶走 直到洛青州出去 凝聚神魂 猴战春雷 对着那群麻雀 猛然喝了一声 滚 那群麻雀方 仓皇而逃 再也没有回来 两个小丫头 一脸崇拜地看着他 洛青州这才回屋去穿衣服 秋儿道 小蝶 姑爷好大 小蝶道 嗯 公子 每天都在长呢 秋儿道 我说的是鸡肉 小蝶 我说的 难道不是鸡肉吗 秋儿 可是姑爷是读书人 是文弱书生 身子怎么能那么强壮呢 小蝶 谁说读书人就不能强壮了 夏蝶姐姐还是女孩子呢 那些男人都怕她 秋儿 姑爷那么壮 小蝶你受得了吗 小蝶 是公子受不了 我可不是吃素的 秋儿 小蝶 昨晚你学的 那本书上的那个成语 小蝶 另辟蹊径 洛青州吃完饭后 就出了门 从后门离开 在无人的小巷里 换上了黑色镜装 戴上了面具 随即 向着聚宝阁走去 这几日 体内力量躁动不安 蠢蠢欲动 她必须要以更猛烈的方式 淬炼内脏 蓄积能量 昨晚用药水泡澡 今早又吸收了两滴灵液 体内一股热流 在五脏六腑 和各个学窍间 快速流动冲刷 就连她呼出的气息 都带着一股灼热 今天她决定去黑幕灵灵 好好爆发一番 只有激发体内所有的潜力 把内脏学窍 全部淬炼到极致 才能蓄积更多的能量 才能开始做最后的冲刺与突破 来到聚宝阁时 除了刀姐 大家都到了 楚小小猜测到 刀姐昨晚回来后 又被她爹爹逼着 去相亲去了 不知道昨晚 是不是又出事了 为什么说 又呢 因为上次刀姐去相亲 对面是一名书生 那书生看着文质彬彬 却一会儿嫌弃她 头发是银色的 一会儿嫌弃她冷着脸不说话 又嫌弃她年纪大了 最后直接说了一句 都十八岁了 身子还是干净的吗 今晚我需要先检查一下 就是这句话 直接引爆了刀姐 早已快要爆发的火气 刀姐一拳过去 直接打掉了对方的两颗门牙 又一脚踹在那书生的肚子上 当场把她踹晕了过去 要不是 我爹爹认识她家里人 我一拳 把那混蛋的脑袋打爆 什么狗屁读书人 都是一群道貌黯然 衣冠楚楚的王八蛋和色鬼 那天刀姐来到聚宝阁 发了好一通脾气 气得胸前的衣服都快炸了 几人一边劝姐 一边都在附和骂读书人 洛青州也不得不言不由衷 跟着骂了几句 没想到昨晚 刀姐又被她爹爹逼着去相亲了 每天早上 刀姐一直都是第一个来的 今天这个时候还没有来 估计真像是楚晓晓所说 昨晚相亲又出事了 楚晓晓又道 刀姐说 昨晚的相亲对象 又是一名读书人 还是一名秀才 今年还准备考科举呢 吴奎开口道 读书人科举考试 比我们练武还要难 能考中的 一百个人里面有一个人都不错了 周博约也开口道 我七弟今年秋逝也要去考试 他每天都在家读书 感觉比我们辛苦多了 家里人每天都在监督他 哪里都不能去 吴奎看了他一眼 道 秋逝毕竟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了 的确要抓紧时间了 几人正闲聊着时 楼梯上终于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 刀姐匆匆跑了上来 满脸欠一道 抱歉 早上有些事情 来晚了 走吧 马车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楚晓晓连忙道 刀姐 不急 你昨晚相亲怎么样了 成功了吗 刀姐见大家都满脸 好奇地看着自己 顿时有些不好意思 一边转身下楼 一边道 就见了一次面 哪有那么快的 几人一听 相识一眼 这是有戏了 楚晓晓立刻问道 刀姐 对方怎么样了 你满意吗 刀姐犹豫了一下 方道 没什么满意不满意的 我并不想急着澄清 对那人也没什么感觉 不过那人看着还可以 很有礼貌 而且 才华似乎也很不错 我至少不讨厌 楚晓晓立刻道 那刀姐是答应了 刀姐笑道 怎么可能 我就是答应爹爹 先跟他相处几天看看 主要是我爹爹逼得太紧 不然我就直接拒绝了 几人一边说着 一边下了楼 吴魁开口道 如果对方还不错的话 刀姐 我觉得 你就没必要再犹豫了 毕竟年纪也不小了 女人再坚强 也是要澄清的 刀姐没再说话 几人跟着上了马车 马车行驶时 楚晓晓满脸好奇道 刀姐 那人长得怎么样 听说是个秀才呢 她是不是给刀姐做诗词了 不然刀姐怎么知道她 很有才华的 刀姐淡淡一笑 道 长得还可以 我们聊了一会儿 她念了两首诗词 听着还不错 不过我不太懂诗词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好 周伯约突然开口道 刀姐 你念来听听 几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她 周伯约被大家看得 有些不好意思 解释道 我经常听我家七弟念诗词 自己偶尔也会看一些书 所以略懂一些 洛青周目光深深地看了一眼 这个略懂 恐怕很不简单 刀姐思索了一下 道 我只记得其中几句 第一首里 好像有一句什么 云响一上花响 什么的 第二首很长 不过听着 每一句都很美 其中几句是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缘缺 但愿人长久 我只记得这几句 楚晓晓一听 立刻道 刀姐 这几句一听就很厉害 那人果然好有才华哦 刀姐 这次 你可一定不能错过 洛青周 看向了坐在了角落里的周伯约 周伯约 刀姐猝着眉头 嘴唇动了动 欲言又止 直到马车出城后 她方忍不住开口道 刀姐 那人对你说 这些诗词 都是她自己做的 刀姐文言微正 想了一下 道 她没有直接说 不过看她当时的样子 应该就是她当场随口 做出来的 周伯约沉默下来 刀姐看着她的脸色 发现不对 连忙问道 怎么了 随即恍然 这两首诗词 你都听过 周伯约脸上露出了 一抹尴尬的表情 又犹豫了一下 方道 刀姐 第一首诗 云响衣长花响容 春风福建路花浓 最初是从内城情府流传出来的 据说是那位墨城第一才女 情家二小姐做的 第二首词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是有一次的诗会上 一个叫落寞的人做出来的 这首词 不仅轰动了整个墨城 就连其他地方 甚至京都的文坛 都被轰动了 大家猜测 很可能还是那位 情家二小姐做的 毕竟对方的名字里 有个墨字 所以 刀姐的脸色 顿时变了 所以她是骗我的 对吗 周伯约连忙尴尬道 刀姐 也许她只是随口一念 并没有骗你 这件事 我本不想说的 怕你们之间闹了误会 我觉得 刀姐下次还是再问一下吧 说不定是误会她了 刀姐猝着眉头 沉默下来 似乎在回想着昨晚的场景 楚小小在一旁小声嘀咕道 如果那人真的故意骗刀姐 那就是人品不行 可要小心了 这时 一直没有说话的骆青舟 突然问道 刀姐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刀姐回过神来 看了她一眼 道 唐家松 随即看着她道 楚飞扬 你认识吗 骆青舟摇了摇头 道 没听说过 既然是个秀才 今年又要参加秋世 那其他文人肯定听说过 刀姐 我建议你 可以先去找其他文人才女 问问她的人品 楚小小也连忙点头道 对 楚哥哥说的对 刀姐 你一定先去问问 刀姐沉默了一下 点头道 我知道了 大家见她心情似乎不太好 都没敢再说话 周伯约见自己说的话 影响了她的情绪 和大家的情绪 顿时有些后悔 低着头 没敢再吭声 一路沉默 很快 马车在黑木林外面的道路上 停了下来 几人陆续下车 骆青舟刚从马车上下来 又看到了前面 停着一辆熟悉的马车 骆玉带着那名身材魁梧的女子 下了车 她向着这里瞥了一眼 神情淡淡 并没有 把几人放在心上 直接进了黑木林 走了 吴奎招呼一声 先行离开 周伯约和楚晓晓 也各自选择一个方向离开 刀姐扛着刀 依在马车上 猝着眉头 似乎还在想着昨晚的一幕幕场景 骆青舟没有打扰她 快步离开 她进了黑木林 突然折转方向 向着骆玉和那名魁梧女子的离开的方向走去 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秋氏快到了 龙虎学院的考试也快到了 骆玉原来每次出来 都会带着这名魁梧女子和那名叫美老的老者 不过美老已经死了 现在就只剩下这一个护卫了 听刀姐说 这名魁梧女子是从京都来的 是骆长天专门送给她这位弟弟的护卫 据说是武师初期修为 一身皮肉骨头锻炼如钢 肩不可摧 防御力惊人的护卫 配合着爆发力可怕的骆二公子 两个武师联手在这黑木林里 的确是可以横着走了 骆玉不戴面具 每天这样肆无忌惮地进出黑木林 自然有她的底气 估计她巴不得有人去找她麻烦 好让她磨练战斗技巧 毕竟到时候的龙虎学院比试 凭得不仅仅是修为 还有整体的实力 她每天来这黑木林 显然不仅仅是找妖兽战斗 应该还会特意去找一些武师战斗 骆青舟一边跟在后面快步走着 心里一边想着事情 要报仇自然要先剪除她的羽翼 那名身材魁梧的女子 不管是对她来说 还是对陈国府来说 都很重要 毕竟是一名强大的武师 而且还是骆大公子亲自派回来的 嗯 她突然脸色一变 停下了脚步 前面空空无人 但身后 呼地响起了树叶被踩碎的声音 她转身看去 穿着黑色镜装 身材挺拔的骆玉 正站在她的身后 神情淡淡地看着她 那名身材魁梧的女子 则一动不动地站在她的身后 跟踪我 骆玉眼中露出了一抹意外之色 随即 嘴角又露出了一抹轻面 原本以为 今天可以好好战斗一场 原来只是一个小小的武生 哼 浪费时间 骆青舟拱手道 在下只是顺路从这里走 并非是故意跟踪 骆玉收回看向她的目光 没有兴趣再多看她一眼 直接向着旁边的林中走去 嘴里淡淡地道 记得把尸体处理好 别脏了这条路 魁梧女子依旧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面部也如钢铁一般 看不出任何情绪 骆玉脚下无声 很快离去 骆青舟看着眼前的魁梧女子 没有再多说一句 也没有再犹豫 嗖的一声 以最快的速度 直接向着旁边的林中窜去 她略向了出口 那魁梧女子 看着她跑出了数十米远的距离后 方突然身影一动 在原地消失不见 在出现时 她已经身在半空中 哼 一拳落下 瞬间笼罩住了 骆青舟的所有逃生之路 必无可避 骆青舟双膝微弯 力贯手臂 内力瞬间奔涌而出 直接向上打出一招 汉山霸拳的山崩地裂 拳头骤然放大 空气中响起了刺耳的音爆声 哼 一声爆响 两只拳头 重重地撞击在了一起 一股恐怖的力量 透过拳头 汹涌而来 骆青舟身子一阵 双脚咔的一声 陷入了地面 拳头与手臂处 猛然传了一股剧痛 气浪如潮 四散而开 骆青舟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身子一弯 另一只拳头轰地打在了地上 陷入地底的双脚 立刻借力跳了出来 那股恐怖的力量 再次如泰山压顶般 从头顶奔涌而来 在她翻身而毙的一瞬间 那只拳头轰的一声 砸落在了 她刚刚站立的地方 地面顿时一震 被砸出一个大坑 已经翻滚到四五米之外的洛青舟 心头亥然 顾不得手臂和拳头上传来的剧痛 嗖的一声窜了出去 那魁梧女子落在地上 目光轻蔑地看了她一眼 再次追了上去 咔 她突然顺手 从旁边折断一棵一人来搓的大树 随即在头顶抡了一圈 刷地扔了出去 那大树如长枪一般 带着可怕的气势 茂盛的树冠 瞬间笼罩住了洛青舟身子 哄 洛青舟转身向后一跃 猛然一拳打出 顿时拳头放大 拳影重重 那棵急射而来的大树 瞬间被打得枝叶飞溅 掉落在了地上 而此时 那名魁梧女子已经一跃而起 张开双臂 如苍蝇一般俯冲而下 那扬起的拳头 闪烁的拳影 比她的整个身子还要大 哄 一声爆响 拳头落下 虽然没有打中洛青舟的身子 那爆炸而开得气浪 却带着一股恐怖的力量 一下子把她先飞了出去 洛青舟 如飓风中的树叶 轻飘飘地飞到了 数十米开外的地方 重重地摔落在了地上 顿时头晕眼花 体内气血翻涌 哇 喉口一甜 她吐出了一口鲜血 但她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又站了起来 哄 一道拳影急扑而来 洛青舟必无可避 猛然怒吼一声 轰得一拳打出 那道拳影被打得粉碎 而她自己 也再次被一股恐怖的力量 击打得倒飞而出 在即将摔落在地上的一瞬间 她身子一翻 脚尖在地上一点 嗖的一声 又挤窜了出去 此时 她的两只拳头 已经血肉模糊 手臂剧痛 全身气血翻滚 全身骨头 仿佛都断裂了一般 五声与五十的巨大差距 在这一刻 体现得淋漓精致 在那名魁梧女子的面前 她几乎没有任何 反抗之力 只能被动挨打 至于用石灰 在这种正面战斗中 根本就没用 武师周身的悬绕的进风 以及打出的气浪 任何粉末都别想靠近 除非像是上次一样 有另一名武师 与其正面战斗 吸引对方的所有力量 同时让对方筋疲力竭 无暇顾及别处 哄 尽管她的速度已经很快了 但是那魁梧女子的速度更快 一股可怕的力量 再次从身后笼罩而来 她无法避开 只能咬着牙 力罐手臂 猛然转身 一拳迎了上去 一声爆响 她再次被打飞了出去 重重地摔落在了十余米开外的地方 这一次 她挣扎了几下 方站了起来 拳头上鲜血淋淋 几乎露出了骨头 体内气血紊乱 内力溃散 全身剧痛 几乎站立不稳 她跑不了 那魁梧女子 似乎也看出了她的穷途末路 一步一步地向着她走了过来 眸中露出了一抹青面 那握着的拳头上 闪烁一种仿佛金属般的银色光泽 整个身子似乎比之前变得更加高大魁梧 怎么回事 谁知正在此时 旁边的林中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魁梧女子脚步一顿 眯起了眸子 一名扛着宽刀的银发女子 猝着眉头从林中走了过来 看了两人一眼 道 这都在出口了 怎么打起来了 楚飞扬 你是不是又主动招惹人家了 赶快给人家道个歉 刀姐扛着刀 满脸严肃地走了过来 停在了距离两人七八米外的地方 并没有再向前 魁梧女子眯眼看着她 握紧了拳头 突然 她眼中寒芒一闪 转过头 看向了右边的林中 一名身穿蓝色静装 模样普通的青年 沉默无声地站在那里 见她看过来 犹豫了一下 开口道 楚兄弟 听刀姐的 给人家道个歉吧 是啊 楚哥哥 肯定是你做错了 快给这位姐姐道歉 这时 楚小小也从旁边的树林里走了出来 但面对着这名 有着武士修为的魁梧女子 谁都没有敢再向前一步 树林里 突然陷入了寂静 这时 吴魁也从树林里走了出来 站在远处疑惑道 怎么回事 魁梧女子身上衣袍鼓荡 周身近风旋转 释放出了武士强大的气势 几人脸色一变 魁梧女子握着拳头 继续向前走去 刀姐握紧了肩膀上宽刀的刀柄 又迟疑了一下 方迈开长腿 快步走了过去 魁梧女子停下了脚步 目光冷酷地看向了她 刀姐依旧扛着刀 向前走去 站在了那名受伤少年的身旁 对着前面的魁梧女子拱手道 这位姐姐 大家都是来黑木林里讨生活的 没必要赶尽杀绝吧 如果她有对不住你的地方 我带她向你道歉 这时 楚小小也跑了过来 站在了洛青州的另一边 周伯爷脚步缓慢地走了过去 停在了旁边四五米开外的地方 吴魁犹豫了一下 依旧站在远处没动 魁梧女子冷酷的目光 一一扫向了他们 当扫到吴魁时 她脸色一变 再也没有任何犹豫 转身就快步离开了 这女子 他们都认识 陈国府二公子的护卫 武士修为 在这末城 谁能得罪得起这样的存在 若是被她惦记上 以后谁还赶出城来黑木林 吴魁走得很果断 不过 刀剑 周伯爷 楚小小 依旧站在原地 气氛凝固 剑拔弩张 双方都沉默着 没有再说话 又过了片刻 魁梧女子方冷酷地看了几人一眼 转身离去 很快便消失在远处的树林里 带她走远后 楚小小方身子一软 靠在了后面的大树上 扶着胸口道 好 好可怕的气势 武士好可怕 刀姐同样后背冷汗层层 转头看着旁边的少年 神清明重道 楚飞扬 你怎么得罪她了 那可是陈国府的打手 堂堂武士 你不要命了 洛青州没有说话 目光依旧望着那魁梧女子消失的地方 颤抖着握紧了血肉模糊的拳头 走吧 回去 刀姐看了一眼她那苍白的脸色 和鲜血淋淋的拳头 伸手扶住了她 又对楚小小和周伯约道 你们去忙吧 我先送她回去 楚小小和周伯约刚要离开 刀姐突然又道 要小心 那女人可能不会善罢甘休 两人点了点头 神清明重 快步离开 刀姐也不敢 在这里逗留 立刻扶着身旁沉默的少年 出了黑木铃 走向了路边的马车 许七正在马车上打盹 闻声睁开眼 歪着脑袋看了两人一眼 立刻坐起 惊讶到 怎么搞成这样了 又跟人打架了 说着 连忙跳下来 帮忙搀扶了上去 刀姐也上了马车 道 走吧 先送她回去 被陈国府的武师虐了 差点连命都没有了 许七闻言 神色也变得凝重起来 连忙上去驾车 道 怎么招惹武师了 楚兄弟 武师可招惹不起 虽然炼赃和武师 只差了一个境界 但那可是大境界 实力天差地别 而且 对方是陈国府的人 在这陌城 咱们小老百姓 可惹不起人家 洛青州坐在马车里 看着皮肉破碎 满是鲜血的双拳 依旧沉默着 没有说话 驾 许七 见她受伤挺重 估计此刻 在惊吓后怕之中 所以也没敢再多说 马车里 气氛沉默 血腥味弥漫 刀姐从除物袋里 拿出了创伤药道 忍着点 随即握着她的手腕 把创伤药倒在了她的手背上 粉末洒落在伤口上 洛青州顿时一颤 刀姐看了她一眼 又继续慢慢地洒着药粉 嘴里劝道 别一直记在心上 被武师虐 不丢人 你也别想着以后报复了 她早就是武师出气的修为了 你只不过 才突破五声练脏境界 就算你修炼速度再快 至少也需要大概一年的时间 才能突破 五声到五师 那可是大境界 不仅需要续积足够多的能量 还要把内脏学窍 淬炼到极致 很多舞者终其一生 都只能卡在这里 不过以你的修炼天赋 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你想想 等你一年后 突破到五师境界了 他是不是可能 也已经突破到 五师中期境界了 而且 他是成国府的人 那个洛玉 也是五师初期境界 你确定能打得过人家 而且 等今年的龙虎学院考试完了 人家可能就要去京都了 你难道还追到京都去报仇 真没必要 你好不容易修炼到了这个地步 没必要为了一时的冲动 到时候追悔莫及 楚飞阳 听我的 以后见了他 道个歉 躲远点 咱们惹不起 难道还躲不起吗 而且 人家是大人物 志在京都 只要你不再主动招惹他们 他们应该也不会再理睬你的 洛青州沉默了一会儿 看着他道 刀姐 今天谢谢你 刀姐收起了药瓶 神情淡淡地道 你如果真要谢 就不要只是口头说说 拿出点实际行动来 你应该知道 我喜欢什么的 洛青州微微一笑 沉吟了一下 道 过几天吧 最多三天 到时候 我给刀姐一个惊喜 好不好 刀姐转头看着他 道 不好 我不要惊喜 我只要金币 洛青州笑道 到时候 我会打一个大猎物 送给刀姐 应该可以卖不少金币的 刀姐吃笑一声 没再理他 拿出纱布 帮他包扎 过了片刻 他方道 不用了 我知道你现在正是缺金币的时候 不然这段时间 你也不会平凡出来 想要从链脏突破到武师 光是那些昂贵的药水 都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楚飞扬 你继续努力吧 我们倒是可以比一比 到时候 是谁先突破到武师境界 洛青州看着他英姿勃勃的脸颊道 刀姐 你真要比吗 刀姐转过头 与他目光对视 道 你虽然天赋好 但是我天赋也不差 而且 我的经验比你更足 我还有人指导 洛青州点头道 那刀姐 咱们就来比一比 如何 刀姐看着她的目光 犹豫了一下 道 比倒是可以 不过我不会赌金币 金币是我的命 就算我有信心 我也不会赌 洛青州道 可以 听刀姐的 你说赌什么 就赌什么 刀姐微微醋眉 仔细思考了一下 道 这样 如果你输了 就陪我一晚 如何 洛青州 刀姐扑斥一笑 道 看把你吓得 我的意思是说 陪我喝酒 喝一碗的酒 你要是怕我 趁着你醉酒欺负你 你也可以喊 其他人一起 如何 洛青州道 可以 那如果我赢了呢 刀姐盯着她 看了几眼 目光一闪 抬起了自己的一只脚 似笑非笑地道 那我就让你 这个恋足变态 摸一下我的脚 如何 洛青州 那个 可以脱掉鞋子和袜子摸吗 果然是个变态 刀姐 我主要觉得你的脚 可能有点臭 想帮你拿出来散散味 滚 两人一路说着话 很快进了城 洛青州知道 刀姐故意跟她聊天 是怕她上了药后睡着 她的伤势比较重 骨头也受了伤 必须坚持住 不能在颠簸的马车里睡着 到了聚宝阁门口 马车停了下来 刀姐起身伸出了手 准备扶她 洛青州道 没事 我还坚持得住 男女受受不清 要是被你那位唐公子看到了 恐怕不太好 刀姐白了她一眼 没再理她 下了马车后 方道 那人 我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今晚回去 我还要好好调查一番 好给我爹爹一个交代 洛青州忍着骨头的疼痛 下了马车 道 是要好好调查一下 读书人 都不老实 刀姐没再聊这个话题 又看了一眼她的手 道 需要我用马车送你回去吗 洛青州谢绝了 告辞离去 刀姐看着她的背影 过了片刻 方看向旁边坐在马车上的许七 道 她好像很有信心 许七笑道 这小子天赋不错 可能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会突破 如果到时候你输了 真的要给她摸你的脚 一年的时间 估计你也成亲了 到时候你 可是有父之父 可不能给人随便摸脚 就算到时候你没成亲 未出格的女子 让别的男子摸脚 似乎也不太好吧 刀姐冷笑一声 上了马车 道 放心吧 我不会输的 我有信心 在半年之内 一定可以突破 许七文言正了一下 随即 伸出了拇指 洛青州走进 秦府后门的小巷后 立刻摘两只手 也恰好遮在了 宽大的衣袖里 进了府 她并没有回到梅乡小园 而是直接去了 月夜听语院的湖底 她准备去那座石室里 休息一上午 然后 在里面修炼内功心法 和炼脏土骂 虽然她如今的皮肉 都已经修炼到了 五生境界的极致 伤口恢复得会很快 但今天受伤太严重 估计至少也需要三五天 才能恢复如初 所以这几天 她要小心了 不能被发现 免得让两个小丫头担心 天黑的时候回去最好 不易被发现 搜 她刚进入通道 那两只小白兔 立刻又蹦跳了过来 一边一个 又一口咬住了她的鞋子 洛青舟浑身骨头疼痛 没有理睬他们 拖着他们 走进了旁边的暗室 随即从橱袋里 拿出了被子 扑在角落里 躺了下来 两只小白兔 依旧咬着她的鞋子 一动不动 像是两只毛茸茸的 拖鞋事物 洛青舟躺在地上 辗转反侧 睡不着 她心头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不知道在这地底 是否可以神魂出鞘 想到此 她立刻闭上眼睛 静心凝神 体内神魂用力冲向了头顶 忽乎意料 竟然毫无阻碍地拖鞋出 当初在上面 她的神魂无法进入地底 现在她的肉身在地底 却可以立刻出来 难道与肉身有关 神魂与肉身距离近的话 就可以出来 她没再多想 在石室里飘了一圈 然后飘了出去 在通道里四处观察 来到三叉路口时 她看向了中间那条通道 心头暗暗道 每次白天时 肉身过去 看到的都是那处目的空间 如果是神魂过去 会不会看到的空间不同 想到此 她立刻向着中间 被打通的通道飘了进去 轻车熟路 不多时 来到了洞口 看着洞口亮起的暗淡光线 她心头顿时失望起来 看起来 外面依旧是那片目的 可是 当她从洞口飘出后 突然看到了另一番景象 眼前的空间 的确还是那片目的空间 但是此刻神魂看到的 与之前肉体经常看到的 完全不同 每座坟墓 她都可以看到里面的骸骨 以及坟墓上萦绕的一股股黑气 有的坟墓中 海骨已经化成了粉末 坟墓上的黑气非常暗淡 有的坟墓中 海骨依旧完好 坟墓上黑气如云 极为浓烈 洛青州驱使着飞舰 小心翼翼地 在黑气环绕的坟墓群中飘行着 有的坟墓中 竟然还有棺材 棺材里的海骨 大都还完好地保存着 从这些海骨的模样上来看 这里埋葬的都不是人类 应该是妖族的成员 突然 洛青州目光一凝 看向了前面不远处的一座坟墓 那座坟墓的外观大小 看起来与其他坟墓并无差别 但是它头顶萦绕的黑气 却是极为声势浩大 那些黑气凝聚成了一团巨大的黑云 笼罩在上面 同时 那座坟墓四周的坟墓 都呈一种重心拱跃的形状 把它簇拥在中间 洛青州原来进来时 并没有特别观察 现在在神魂的视线里 看得尤为清晰 那座坟墓 立刻飘到了最高处 居高临下 向下看去 这一看 竟然发现 这片空间的所有坟墓 竟然组成了一只体型巨大的 像是某种动物的图案 至于是什么动物 它却认不出来 只觉得 那獠牙尾巴灵甲等等 都样样俱全 应该是一只妖兽 而那只最为突出醒目的坟墓 则是妖兽的心脏部分 洛青州又在半空中仔细观察了一会儿 方驱使飞剑 小心翼翼地飞了过去 来到近处 剑并无异常 他方穿过那几团黑云 进入了坟墓之中 在外面看着不大 但进入了里面后 才发现 这坟墓别有洞天 竟像是一座华美的宫殿 四周有陪葬的妖兽石像 台阶上有金碧辉煌的座椅 粗大的柱子上 也雕刻着飞翔的猛兽 地面光滑如镜 仿佛扑弃着玉石 但洛青州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这些东西 都已经在长久的岁月中 被腐蚀的只剩下了外形 只要感受到一丝丝的外力 或者活人气息 它们可能就会变成粉末 化为乌有 洛青州又在整个大殿看了一圈 然后小心翼翼地 向着最中间的棺材飞去 本以为是普通的棺材 但当他飞到近处时才发现 这棺材是暗红色 而且 竟然还隐隐散发着一股热气 这么多年了 其内蕴含的能量 竟然还未散去 洛青州穿过棺材 进入里面 棺材之中 躺着一具体长大约三米 头伸双脚 骨头粗大的骸骨 骸骨的手中 握着一柄两米来尝的漆黑木棒 那木棒并不粗大 看着也普普通通 像是普通的木头做成 但洛青州却惊讶地发现 它竟然是完好无损的 整个棺材已经粉化了一半 骸骨也随时都会碎成粉末 但是这根木棒 却依旧安然无恙 突然 他发现在头顶棺材盖的上面 竟然还刻着密密麻麻的小字 那些小字如蝌蚪一般 扭曲蜿蜒 联想到这里的空间和埋葬的骸骨 他猜想这些小字 应该是妖族的文字 他没有犹豫 立刻摒弃宁神 仔细一字一字地看了起来 然后 把这些密密麻麻的小字 全部深深地铭记在了脑海深处 过目不忘 总算派上了用场 棺材盖很大 足足有四米多长 三米多宽 上面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 刻满了字 幸好这具棺材并非凡物 依旧残存着一丝能量 不然这些小字 早就模糊粉化 看不清楚了 半个时辰后 他把所有的小字 都清晰地记在了脑海中 他先是闭上双眼 在脑海中阅览了一遍 然后又看向了棺材盖上 铭刻的那些小字 又认真地重新读了一遍 发现无任何纰漏以后 方放下心来 然后 他的目光 重新看向了海谷手里 握着的那根漆黑木棍 这个木棍 显然也并非凡物 既然来了 既然好不容易看到了 他自然要想办法带出去 但他现在是神魂状态 该如何带出去呢 滑 在飞剑触碰的一瞬间 整个棺材立刻倾塌下去 化为了粉末 神魂可以来去自由 但食物 想要从棺材出去 就必须要把棺材破坏 罗瓦记着木棒 从满地的粉末中飞出 飞剑在前面开路 坟墓很快被破开了一个洞口 洛青州拎着罗瓦记着的木棍 小心翼翼地从洞口飞了出去 外面天空阴暗 四周坟墓黑气萦绕 阴气森森 洛青州没有在逗留 带着木棒离开了这片死气沉沉的空间 回到石室 肉身依旧躺在被子上休息 而那只小白兔 则依旧一边一个咬着他的鞋子 不过看情况 都已经睡着了 洛青州没有理睬他们 收起罗瓦 放下木棒 神魂归翘 睁开眼 并没有立刻起身 脑海中再次回忆着 刚刚铭记的那些奇怪文字 一字一字地重新播放了一遍 见无一漏 方放下心来 如果这些文字 真的是妖族语言的话 那他想要全部认出来 估计有些困难 他决定 明天去墨城各家书店看看 是否有关于妖族文字的书籍 如果有的话 那他就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学了 脑海里整整记了上万字 不知道要 学到什么时候 才能够全部认出 至于想要全部理解 估计更难 不过不急 等到时候去京都后 那里书籍应该会更多更杂 关于妖族的书籍 估计也会有很多 到时候再慢慢研究吧 他没有再多想 起身拿起了地上那根漆黑的木棒 触手冰凉 从重量上来看 稍稍有些沉重 不像是一根木棒 倒像是一根铁棒 刷 刷 刷 他两手握住 挥舞了几下 并没有发现其他特异之处 他看向了前面的一块岩石 握着木棒走了过去 顿时立冠手臂 刷地向着那块岩石打了下去 碰 石屑飞舞 那块岩石顿时被砸得四分五裂 洛青舟看看手中安然无恙 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木棒 心头暗暗惊奇 这木棒果然非同繁物 难怪能够从上古时期保存到现在 很硬 但硬中又带有一股柔性 用力甩打时 那份柔性可以直接把反击而来的力量化解开 并不会伤到虎口和手臂 碰 碰 碰 他又连续对着旁边的墙壁击打了几下 坚硬的石壁顿时石屑飞扬 满是裂痕 而手中木棒依旧毫发无损 好东西 洛青舟抚摸着棒头 暗暗称赞 这时 他突然发现不对 刚刚击打石壁的棒头 似乎变粗了一些 他连忙把整个木棒横在胸前 从头到尾 仔细观看 果然 刚刚击打石壁的棒头部分 仿佛臃肿了一般 变粗了起来 他记得很清楚 还为击打之前的木棒 前后中间 整个身子一般粗细 并无差别 奇怪 这东西还能被打肿 碰 碰 碰 他握着木棒 再次对着墙壁击打起来 又连续打了数十下 发现那臃肿的地方并未在变粗 依旧是刚刚那个模样 但刚刚的暴力甩打过后 棒手部分 依旧完好无损 四 这时 手背上的伤口 顿时传来一阵剧痛 同时 白色的纱布 已经被染成了红色 洛青州这才想起来 自己的双手还受着伤 刚凝固的伤口 又被撕扯开了 他不敢再动 连忙把手里的漆黑木棒 收进了储物袋中 在地上坐了下来 两手上传来了阵阵剧痛 一直持续了很久 方慢慢消退 洛青州没敢再到处乱跑 盘膝坐好 闭上双眼 开始依着书上图画 呼吸吐吶 淬炼内脏 一天时间 转眼急过 外面天黑后 他又起身 拖着两只小白兔 进了中间那条通道 想要看看 里面是否会出现 另一个空间 不过令他失望的时 依旧是那片墓地 洛青州没在逗留 从暗到离开 在湖底简单地清洗了一下后 上了暗 回到梅乡小园 吃完饭后 洛青州并未泡澡 也并没有再去后院练拳 回到书房 在软塌上安静地读着书 距离秋逝 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他必须要把所有的书籍 再重新看了一遍 记一遍 理解通透一遍 小蝶和秋儿 在庭院里 帮他洗着衣服 刷着鞋子 夜色宁静 月月升上半空 洁白的月光洒落在窗前 桌上的日月宝静 安静地吸收着月华 凝聚着灵液 旁边的暗红色宝石 最中心的部分 终于开始有了一丝光泽 花瓶里的那节灰白树根 依旧浸在清水里 安安静静 没有任何反应 将近子时 房门被轻轻推开 圈儿的脑袋叹了进来 轻声问道 姑爷 不要 不待他说完 洛青州直接拒绝 今晚有些累了 准备早些休息的 手上还有伤 全身骨头依旧有些疼痛 可经不起在折腾 哦 圈儿没再多说 关上了房门 洛青州又看了一会儿书 方回到了床上 然后神魂出窍 穿过屋顶 飞上了半空 月光皎洁 星辰漫天 今晚是个好天气 不过一想到昨晚那可怕的修炼 他依旧有些心有余悸 一路急行 来到鸳鸯楼时 那道月白身影 已经在飞檐上等着了 洛青州上前打了招呼 月姐姐 月白身影没有说话 飞上半空 向着外城那间寺庙飞去 洛青州跟在后面 忍不住请求道 月姐姐 今晚可以温柔些吗 月白身影 依旧没有回应 很快 两人来到了寺庙中的那座钟楼 洛青州刚飘落进去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拿出了那两只红色小罗袜 一只咬在了嘴里 一只握在了手里 以防这位月姐姐的 再次突然袭击 月白身影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衣袖微微移动 钟楼四周呼得亮起了光幕 洛青州咬紧了嘴里的罗袜 神色凝重 严阵以待 当 钟声响起 一股可怕的阴浪扑击而来 洛青州直接被先飞了出去 然后如浪潮中的小州 开始在钟楼和光幕之间来回颠簸飞舞 一层层的阴浪 把他的身子压别搓圆拉长 各种撞击和挤压 剧烈的疼痛袭来 洛青州死死咬着嘴里的罗袜 竭力保持着脑中的清醒 当 当 钟声连续不断 阴浪如飓风巨浪 拍击得他头晕眼花 浑身发软 几乎快要坚持不住 直到他神魂麻木 奄奄一息之时 钟声总算停了下来 今晚似乎更痛苦 但今晚他更坚强 并没有发出一声惨叫和求饶声 他掉落在了地上 瘫软在了角落里 鼓着腮帮子 鼻中粗重地喘息着 许久之后 他方抬起手 把塞进嘴巴里的罗袜扯了出来 深深地吐出了一口气 月白身影站在旁边 双眸清冷地看着他 洛青州又休息了一会儿 方站起身道 月姐姐 没关系的 我还能坚持 说完 他把另一只红色小罗袜 塞进了嘴里 死死咬住 当 钟声再次响起 月白身影 看着他扭曲的面孔和身子 依旧神情冷淡 一言不发 又过了将近半个时辰 钟声方停了下来 洛青州瘫软在地上 躺了许久 方站了起来 扯出嘴里的罗袜 低头看向自己的胸口 恢复过来的身体 似乎比之前更加凝实了一些 心口里面 有一团光芒在微微闪烁 仿佛心脏一般 月姐姐 这是什么 他好奇问道 月白身影淡淡地道 浑星 你应该快突破了 只说了这一句 便不再多说 洛青州靠在身后的栏杆上 心有余悸地 看了面前的古老的大钟一眼 道 月姐姐 待会儿要继续吗 月白身影没有回答 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飞了出去 道 明晚吧 说完 如月光溃散 消失不见 洛青州正正地看着她消失的地方 心头有些奇怪 总感觉今晚的月姐姐 似乎比以往更加冷淡了 她哪里做错了吗 又在钟楼上休息了一会儿 她不敢再多待 立刻起身离开 一边向着情府飞去 她一边拿出了传讯宝蝶 她决定问问那位月妹妹 看对方是否认识那些奇怪的文字 当然 为了安全起见 她就发两个字过去 如果对方真的认识 她在打乱顺序 一个字一个字地询问 本来她今晚准备询问一下那位月姐姐的 不过对方并没有给她机会询问 不知道是不是今天遇到了什么事情 所以今晚心情不好 思索了一下 她在宝蝶上写道 小月 在吗 你有没有听说过妖族 过了一会儿 消息回复过来 在的 哥哥 妖族吗 妹妹当然听说过 哥哥问这个干嘛 洛青州心头一喜 连忙写下了一个妖族的文字 好妹妹 你认识这个字吗 她是不是妖族的字 消息很快回复过来 好哥哥 应该是妖族的字 哥哥 是从哪里看到的 不过妹妹不太认识 师姐对妖族的文字 倒是很熟悉 师姐 月姐姐 洛青州看到这条回复 顿时心头一动 连忙回复道 好的小月 你忙 不打扰你了 小月 好哥哥 一点都不打扰 妹妹现在正无聊着呢 哥哥可以陪妹妹聊会儿天吗 洛青州没再理睬 收起传讯宝蝶 直接飞向了鸳鸯楼 与此同时 鸳鸯楼的飞檐上 月白身影 正沐浴着洁白的月光 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手里的玉石上 清晰地出现了一行一行的小字 她抬起头 看向了不远处 从黑夜中急速飞来的身影 缓缓地收起了手中的玉石 绝美的容颜上清冷似雪 幸好还在 洛青州看到飞檐上的月白身影 立刻飞了过去 很阴晴地道 月姐姐 差点忘记了 已经很久都没有给你讲故事了 今晚要听吗 月白身影神情清冷地望着远处的黑夜 并未回应 洛青州飘落到了屋顶 又道 月姐姐 我没事的 还能坚持 月姐姐是要听故事 还是要听经说 月白身影依旧没有理睬她 洛青州等待了一会儿 指得道 月姐姐 我有件事 想请你帮忙 月白身影终于开口 语气淡淡地道 我已经帮你修炼了 你我两亲 我并未在亏欠你什么 洛青州连忙道 月姐姐 就是朋友间的帮忙 我就是想让月姐姐 帮我认几个字 不是想再要月姐姐的宝物什么的 月白身影望着远处 淡淡地道 我们并非朋友 洛青州文言愣了一下 看着她道 那我们是什么关系 月白身影沉默了一下 声音清冷地道 互相利用的陌生人而已 洛青州正正地看着她 沉默良久 她方拱手低头道 多谢月前辈解惑 那在下不打扰前辈修炼了 说完 她没在逗留 飘上半空 迎风而去 算了 再想别的办法吧 她拿出传讯宝碟 忍了一下 还是没忍住 发了条消息吐槽 小月 你师姐好无情 我刚刚找她帮忙 她直接拒绝了 她还说我跟她只是互相利用的陌生人关系而已 你说过不过分 我刚刚站在她的背后 听到这句话 恨不得一脚踹在她的屁股上 把她踹飞出去 片刻后 消息回复过来 小月 哥哥别生气 她就那样 哥哥以后不要理她就是了 哥哥以后有什么事情 都可以找妹妹 哥哥有妹妹就够了 哥哥是不是要认妖族的文字 可以发过来 妹妹帮哥哥找人问洛青州 好妹妹 你说的对 哥哥有你就够了 哥哥以后再也不会热脸贴她的冷屁股了 好妹妹 你真的可以帮哥哥认出妖族的文字吗 需要多久 发送出后 她正在思考着 待会儿该先发那几个字过去时 突然心头一记 抬头看去 那道月白身影 竟如鬼魅一般 无声无息地站在了她的前面 她慌忙杀住了飞行 又差一点撞进了她的怀里 声音发虚地道 月 月姐姐 怎么了 月白身影无声地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方声音清冷地开口道 想尽快进击吗 洛青州文言威正 随即连忙点头道 想 月白身影转身 飞向了城外 淡淡地道 跟上 洛青州顿时心头一喜 立刻跟了上去 两人畅通无阻 出了城 飞向了远处的深山 洛青州忍不住问道 月姐姐 我们要去哪里 月白身影并未回答 又过了一炷香的时间 月白身影带着她 向着洛青州 向下俯视而去 这才发现 这崇山峰岭之中 竟然隐藏着一间更大的寺庙 月白身影直接带着她 飘落进了一座钟楼 洛青州刚飘落进去 突然吓得腿软 那只古老的大钟 竟然足足比之前那只大钟 大了两倍有余 同时 这只大钟的表面 还铭刻着许多奇怪的花纹 看着 就让她心惊肉跳 全身发寒 月 月姐姐 她顿时 有些发怂 我觉得之前那只大钟 就可以了 没必要弄这么大一个 月白身影看着她 淡淡地道 怕了 洛青州身子发软 想要坚强地说自己不怕 但面前 这只大钟扑面而来的 庄严气势 顿时让她不敢再装 怕 月白身影沉默了一下 直接道 开始吧 洛青州文言一颤 慌忙拿出了那两只罗袜 随即闭上眼睛 握紧拳头 全身颤抖地 准备迎接那恐怖的淬炼 但过了许久 却并没有动静 她缓缓地睁开眼看去 月白身影站在她的面前 依旧默默地看着她 并没有布下光幕 也没有其他动作 洛青州愣了一下 方扯掉了嘴里的罗袜 道 月姐姐 走吧 月白身影飞离了钟楼 向着墨城飞去 洛青州危政 连忙跟了上去 很快 两人进了内城 洛青州刚要告辞 月白身影突然又到 跟着 洛青州看了她一眼 继续跟了上去 不多时 两人又来到了鸳鸯楼 月白身影飘落到了屋顶 沉默了一会儿 方道 写吧 洛青州愣了一下 道 写什么 随即 她突然反应过来 满脸惊喜道 月姐姐肯帮我了 月白身影 目光清冷地看着她 没有再说话 洛青州连忙四处环顾 思考着该写在哪里 月白身影沉默了一下 道 手帕上吧 用手指 虚写就可以了 洛青州连忙拿出了手帕 靠近了她 把手帕摊开 然后用手指点在上面 扭扭曲曲地写出了一个字来 然后看着她 月白光运中 她的五官与身影 依旧模糊不清 但洛青州可以感觉到 这应该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 洛青州见她没有说话 连忙又用手指写了一遍 月白身影身影 依旧没有开口 洛青州心头顿时有些失望 或许这不是妖族文字 又或者 这位月姐姐认识的妖族文字有限 所以才不认识 正要写另一个字时 月白身影终于开口 看不清 洛青州愣了一下 只得把手帕又靠近了她 重新放慢速度 又多写了几遍 月白身影继续沉默 洛青州盯着手里的红色手帕愣了一会儿 突然反应过来 她立刻收起红色手帕 又拿出了一块雪白手帕 然后重新用手指 在上面写了刚刚那个字 月白身影又沉默了一会儿 终于开口道 牛 牛 洛青州愣了一下 连忙又写了一个字 月白身影道 心 洛青州又要再写时 月白身影突然淡淡地道 不用打乱顺序 也不用一个字一个字地写 从第一句开始 一句一句地写 我可以认出 洛青州文言 正犹豫着时 月白身影又道 你如果不信任我 就没必要找我认 我既然认的这些字 自然会排列出来 而且 你这样让我认 影响的是你自己 洛青州看了她一眼 没再说话 低头从头写了起来 月白身影凝目看着 念叨 牛魔练体心法 牛魔神功 牛魔 说到此 她顿了一下 继续淡淡地道 牛魔壮阳宫 洛青州 气氛有些尴尬 洛青州停顿了一下 又继续写着 牛魔练体心法第一篇 冰火入鞘 牛魔神功第一篇 野蛮冲撞 立脚弯心 神牛百尾 牛魔壮阳第一篇 月白身影停了下来 没有再念 洛青州也没敢再写 这才发现 一夜时光 已经悄然过去 天已经蒙蒙亮了 她心头暗暗激动 果然都是修炼功法 不过 她可以修炼吗 她收起了手帕 后退两步 拱手道 多谢月姐姐 辛苦了 顿了下 又道 月姐姐 我想问一下 这种妖族的功法 我们人类可以修炼吗 月白身影沉吟了一下 道 除了牛魔功法 可以尝试一下 其他的 最好不要碰 妖怪的学窍与气血 以及体质 都与我们人类不同 若要强行修炼 只怕会走火入魔 洛青州连忙道 月姐姐 那牛魔功法第一篇 我刚刚也听了 不过有很多地方不太明白 月姐姐可以再帮我解释一下吗 随即又道 月姐姐 我下次继续给你讲 道德经 可以吗 还有 法华经 金刚经 月白身影沉默一下 道 好 多谢月姐姐 洛青州满脸感激 又深深地鞠了一躬 正要告辞时 月白身影突然又开口道 再提醒你一句 其他功法 最好不要尝试 洛青州拱手道 仅遵月姐姐口语 月白身影没在说话 转过身 目光看向了远处山头的一抹光线 洛青州告辞离去 许久之后 他也在屋顶消失不见 洛青州回到秦府 刚要飘进梅乡小园 突然发现外面的大树下 站着一道熟悉的身影 一袭淡绿衣裙 身材纤细单薄 怀里抱着剑 正已在一棵大树上 目光正正地看着关闭的院门 不知道已经站了多久 洛青州在屋顶看了一会儿 穿透屋顶回到了房间 神魂归翘 随即走出房间 去了后院 从后院出去 绕了一大圈 来到了他的后面 然后 脚下无声地向着他接近 树下的少女 似乎正在出神 并未察觉到身后的动静 戴洛青州悄悄接近到三米的距离时 他方回过神来 手中的宝剑 哐的一声拔了出来 洛青州连忙出声道 潺潺 是我 话语刚落 那冰冷的剑间 已经处在了他的咽喉上 只差一毫 便刺了进去 洛青州几倍声寒 暗暗道 这丫头的速度更快了 他已是炼脏修为 刚刚既然没有 看清他转身和出剑 眼睛一眨 他就已经到了他的面前 下禅双眸冰冷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防守起了剑 转身就要离开 洛青州连忙追去 握住了他冰凉的小手 道 潺潺 下禅正要掰开他的手 呼得脚步一顿 低下头 看向了他的手 洛青州愣了一下 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松开手 把依旧缠绕着纱布的手 缩回到了宽大的衣袖中 下禅转过身来 看着他 翘脸依旧冷落冰雪 沉默了一下 他突然走到他的镜前 伸手抓住他的手腕 把他的手从袖袍中拿了出来 又仔细看了几眼 然后看着他道 谁 打的 洛青州看着他那漆黑冰冷的毛子 发现那双清澈的瞳孔里 呼得像是结冰一般 清晰地露出了两抹寒意 直击心头 他愣了愣 轻声道 我自己练功 不小心打的 没事的 休息两天就好了 下禅依旧抓着他的手腕 双眸冰冷地看着他道 说谎 洛青州看着他那俏丽青色的脸蛋 突然道 你让我轻一下 我就告诉你 好不好 碰 洛青州捂着眼睛 蹲在了地上 下禅转过身 快步离去 片刻后 洛青州起身 揉了揉眼睛 回到了梅乡小园 进屋睡觉 凌晨月宫 百灵一袭粉裙 正在房间里捣着药 时不时低头用鼻子嗅一下 桌上的花篮里 放着各种色彩的花瓣 下禅无声无息地出现在门口 过了许久 百灵方猝了猝眉头 放下了手里的药杵 喃喃自语道 还差一味呢 他拍了拍手 站起身来 拎起了桌上的花篮 刚要出门 顿时被门口的人影吓了一跳 缠缠 你干嘛 吓死人家了 百灵俯着胸口 又加了一句 还以为臭姑爷 又要偷偷来瑟瑟人家了呢 夏禅看着他 没有说话 百灵拎着花篮 走到他的面前 凑近他 睁大眼睛 盯着他的小脸看了一会儿 问道 怎么了 被臭姑爷欺负了 夏禅依旧没有说话 百灵拍了拍手里的花篮 从他旁边过去道 我还要去采花呢 那你想好了再对我说 他出了屋 在走廊下拿起了花锄 把花篮挂在了花锄上 然后扛在肩膀上 晃晃悠悠出了院子 来到花圃 他回头看了一眼 那丫头正无声地跟在他的后面 百灵放下东西 插着腰道 缠缠 有话就说 我又不是姑爷 你干嘛还要吞吞吐吐 再不说我可要生气了 夏禅又沉默了一会儿 方道 他 受伤了 黑夜退去 朝阳从山头露出了 脸颊 绽放出了万丈光芒 洛青州刚睡没多久 窗户户地推开 随即又关上 一道身影在窗前脱掉鞋子 踩着柔软的毯子 走向了里屋 株连轻晃 那道身影停在床前 轻轻拨开了账漫 盯着他睡熟的脸颊 看了一会儿 方拿出一只小瓷瓶 拔开了瓶塞 放在了他的鼻子前晃了晃 过了片刻 他方爬上床 掀开了他的被子 目光看向了他的双手 那双手上都缠绕着厚厚的纱布 他伸出手 轻轻把纱布全部拆开 看着血肉模糊的手背 顿时脸色微变 他低下头 用鼻子嗅了嗅上面敷的药 嗅没醋了醋 从怀里拿出了一只药瓶 拔开瓶塞 把药粉倒了上去 接着 他又拿出了一瓶药膏 伸出鲜鲜浴脂 用指尖轻轻涂抹在了上面 做完这些 他方把拆开的纱布 重新缠了上去 庭院里 响起了麻雀的叫声 他收起东西 又看了熟睡中的清秀容颜一眼 随即双腿一胯 坐在了他的腰上 然后弯下腰 低下头 撅着嘴巴 准备狠狠蹂躏一下他的嘴巴 但是在触碰的一瞬间 他突然又停了下来 他又盯着他的脸颊看了好一会儿 方微不可闻地叹息了一声 然后下床离开 院里响起了小蝶和秋儿说话的声音 他去窗前拿了鞋子 直接从门口出去 然后去了后院 悄然离开 洛青舟这一觉一直睡到了晌午 小蝶和秋儿都进来看了几次 见他睡得熟都没有打扰 公子昨晚肯定读书读了一夜 秋儿姐姐 就让公子睡吧 我们不要打扰他 嗯 两个小丫头 一个穿着翠绿衣裙 一个穿着蛋黄衣裙 在走廊上坐着 晒着太阳 绣着花 轻声说着话 洛青舟醒来后 感到精神饱满 两只手上的疼痛 似乎已经全部退去 吃完午饭后 他跟两个小丫头交代了一声 就出了门 去了月夜听语院的湖底 脚上拖着两只小白兔 进了时室 站在光线昏暗的时室中 他闭上双眼 脑海中缓缓地播放着 昨晚那位月姐姐 给他翻译的 牛魔神功 功法 野蛮冲撞 力贯双腿 绷紧肘肩 胸猛出击 以肘肩被猛然撞击 神牛摆尾 以拳获之 腰身腿脚配合 出气不易 悬身飞踢 洛青舟 先是把功法讲解 在脑海中播放了一遍 然后开始缓慢练习起来 练习几遍 等他可以连贯地 做出招式以后 则开始加快速度 杀 神牛摆尾 他身子猛然一个旋转 一脚飞踢了出去 咬着他鞋子的小白兔 直接飞了出去 重重地撞击在了 前面的石壁上 随即又滚落在了地上 他毫发无损 立刻又蹦跳起来 准备继续跑过来咬鞋子 杀 洛青舟扔出了一根香蕉 小白兔立刻折转方向 扑向了那根香蕉 然后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熊牛低脚 洛青舟身子呼得向前一倾 双拳骤然出击 中午时 洛青舟滴了两滴灵液 简单地吃了午饭 休息一会儿 继续修炼 五脏六腑 仿佛在饥渴呼吸 一股股热流在全身流转 丹海中蓄积了更多的能量 更神奇的是 全身各处高高鼓起的肌肉 也开始萎缩变平 表面看起来 像是原来没有修炼式的模样 但皮膜肌肉筋膜等等 都与原来不可同日而语 原来松松垮垮 柔软坍塌 现在紧绷坚韧 充满光泽 虽然肌肉萎缩变平 但洛青舟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其中蕴含的爆发力 却越来越强大 像是被全部压缩在了一起 丹海中的内力蠢蠢欲动 体内各个学窍 都在快速呼吸着 各种迹象都在表明 它快突破了 傍晚时 洛青舟收工 魂魄出窍 又进了中间那条通道 想要去看看 那片坟墓是否有变化 或者会不会变成另一个空间 但令它失望的是 里面依旧是那片墓底 并无异常 神魂归窍后 它又等待了一会儿 等外面天黑后 它方带着两只小白兔 再一次进了中间的通道 依旧没有出现另一个空间 洛青舟放平了心态 一拳一个 把两只小白兔 从鞋子上打下来后 扔了几个水果 出了暗道 洗完澡 回到了梅乡小园 夜幕降临 一轮银月 升上之烧 吃饭 泡澡 吸收药水能量 小蝶帮她搓澡时 看到了她手上的绷带 被她几句话 给打发了 主要是她 两只手似乎不疼了 可以随便动了 小丫头看到后 也没有再多问 泡完澡 收拾东西时 小蝶问道 公子 今晚要奴婢事情吗 顿了下 又修声道 公子受伤了 不用动 奴婢动就可以了 洛青舟拒绝了 这几天 她要养精蓄锐 蓄积能量 准备冲刺了 炼体快突破了 神魂也快突破了 这种关键时刻 可不能再沉浸温柔香 小丫头离开后 她趁着刚刚吸收了药水 身体发热 立刻回到床上 开始呼吸吐纳 催动药水转化的能量 淬炼内脏 临近此时时 她魂魄出窍 离开秦府 去了鸳鸯楼 月白身影 早已在飞檐上等着她 两人一前一后 飞向了外城的寺庙 洛青舟不知道她今天的心情怎么样 所以一路沉默 没敢乱说话 来到寺庙的钟楼后 月白身影 依旧一言不发 直接在四周布下了光幕 洛青舟飘落了下去 刚要拿出那双螺袜 看了她一眼 又把螺袜换成了那块雪白的手帕 咬在了嘴里 钟楼上安静了一会儿 洛青舟刚要吐出手帕说话 当 这一声 钟声终于响起 她飞了出去 可怕的阴浪冲击 蹂躏着她的神魂 但很奇怪 今晚的疼痛 似乎没有前两晚那么剧烈了 身子依旧被捏扁柔圆 拉扯击打 虽然依旧疼痛 但似乎已经在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了 她看向了嘴里的手帕 这块雪白的手帕 正散发着温润的光泽 和独特的香气 当 当 这一次 一直持续了半个时辰 钟声停了下来 洛青舟瘫软在了地上 被拉得长长的身子 徐徐收缩 恢复了原状 又在原地坐了一会儿 她方从地上爬了起来 拿掉了手里的手帕 忍不住问道 月姐姐 你这手帕 是不是可以帮我承受一些疼痛 月白身影 声音清冷地道 是 洛青舟又问道 那我修炼的效果 与昨晚和前晚相比 会不会稍稍弱一些 月白身影淡淡地道 不会 洛青舟沉默下来 钟楼上 再次陷入了安静 过了许久 洛青舟方目光悠悠地看着她道 月姐姐为何不早些告诉我 是故意要让我更疼一些吗 月白身影看着她道 你自己的第一选择 就是咬她的袜子 不是吗 洛青舟 月姐姐 你看 今晚的月色好美 洛青舟转移了话题 见她不抬头去看 又大着胆子拍马屁道 我相信 如果月姐姐露出了自己的容颜 一定比今晚的月色还要美 当 钟声突然再次响起 洛青舟心头一颤 慌忙把手帕咬在了嘴里 又是半个时辰 洛青舟瘫软在了地上 奄奄一息 再也没敢开口乱说话 当 休息了一刻 钟声再次响起 今晚一共淬炼了四次 洛青舟死去活来了四次 不过相对于昨晚和前晚来说 还是要好了许多 结束后 月白身影依旧没有说话 直接离开 洛青舟又在钟楼休息了一会儿 恢复了一些力气后 方起身离开 一边缓慢飞行 一边忍不住拿出了传讯宝碟 跟月妹妹吐槽 小月 你世界好可恶 明明咬她的手帕 可以减轻痛苦 她却不告诉我 害我生不如死了整整两晚 要不是打不过她 我刚刚肯定一脚踹在她的屁股上 把她踹飞到城外去了 过了片刻 消息回复过来 哈哈 哥哥 妹妹支持你哦 不过哥哥暂时要忍辱负重 苟且偷生 好好舔她 等哥哥以后 秀为超过她了 一定要报仇雪耻 好好蹂躏她 让她跪下叫爷爷 哈哈 洛青舟 嘿嘿 让她叫哥哥就行了 快到鸳鸯楼时 她连忙 把东西收了起来 月白身影站在飞檐上 冰冷如雪 白裙飘飘 一动不动地看着她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洛青舟感觉这位月姐姐 似乎比之前更冷了 她飞到镜前 小心翼翼地拱手道 月姐姐 那牛魔神宫 我还有一些地方不太懂 月姐姐可以帮我解惑吗 月白身影立在飞檐上 目光清冷地望着远处的黑夜 仿佛并未听到她的话 月姐姐 洛青舟又等待了一会儿 见她 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又见时候不早了 只得拱手告辞 那在下先回去了 对方依旧沉默 洛青舟没再说话 飞上半空 快速离去 飞檐上 月白身影 沐浴着洁白的月光 低下头 看向了手里的玉石 不多时 玉石表面光芒一闪 出现了一行小字 洛青舟 小月 你师姐向的哑巴 月白身影迷了眯眸子 洛青舟忍不住土安槽后 就收起了传讯宝蝶 回到了秦府 神魂归翘 继续睡觉 早上起来后 又继续去湖底修炼 白天练体 夜晚练魂 时间过得很快 两天后 他感觉 单海中的能量 已经充益 五脏六腑和各个学校中 都因有一种 即将爆发的力量 在蠢蠢欲动 早上起床 拿出剑武师看了看 力量 两万 速度 三百 抗击打力 三千五百 精神力 两千 力量与精神力 都突飞猛进 达到了突破的界限 这个时候 必须要一鼓作气冲刺过去 千万不能有丝毫犹豫 天刚亮 他已经从后门出了府 换上黑色镜装 戴上面具 走出小巷 向着聚宝阁行去 出来之前 他又吸收了两滴灵液 此刻的单海中 仿佛风暴雷鸣 又仿佛战鼓响起 轰隆作响 浪潮滚滚 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体内汹涌澎湃的力量 正蓄势待发 准备做最后的冲刺 所以 他决定今天去黑木林 除了动静可能会很大以外 他还需要借助外力 昨晚拆下手上的纱布 看了一眼 没想到 两只手上的伤口 竟然都好了 而且没有留下任何伤疤 按说那种伤势 即便是炼脏境界的修为 也不可能痊愈得这么快的 看来 刀姐给他上的药 并非普通的金创药 时间还早 来到聚宝阁时 只有刀姐坐在顶楼 正喝着早餐 吃着点心 见到他后 刀姐满脸惊讶 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你那伤势 至少也要在家里 休养个十天半个月吧 急什么 洛青舟在他对面坐下 抬起了双拳 道 刀姐 我的恢复能力很快 不过你的要更厉害 多谢了 刀姐愣愣地 看着他那恢复如初 充满光泽的拳头 嘴巴微张 刚吃进去的一口点心 都忘记咀嚼了 呆滞了一会儿 他方嚼了几口 快速咽了下去 随即端起茶杯 咕噜咕噜灌了几口 然后看着他道 楚飞扬 你在逗我 我给你伤的药 就是最普通的金疮药 最起码也要十天半个月才能好 你这短短三天时间 不仅伤口痊愈了 还没有留下任何伤疤 你是在家吃了鲜丹吧 洛青舟文言愣一下 低头看着自己光滑的拳头 又看向他道 刀姐 那真是普通的金疮药 刀姐耸了耸肩道 当然 你觉得 你不给我钱 我会给你更好的金疮药吗 洛青舟见他不像是在说谎 心头暗暗纳闷 难道是变异后的灵液的作用 又或者 是他这几天 修炼牛魔神功的缘故 还有一种可能 他快突破了 体内已经蓄满了能量 所以才会这么快修复伤口 刀姐目光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忍不住道 楚飞扬 如果你那里真有这么好的药 你可以拿过来 我给你高价 这种高效药 对于舞者来说 功不应求 绝对能让你 赚得盆满钵满 比你整天出去 辛辛苦苦 找妖兽要强多了 洛青舟微微醋眉 又思索了一会儿 方道 刀姐 我们还是聊点别的吧 他根本就没有那种药 但是 他又不能随便否认 不然这种恢复速度 的确不太好解释 刀姐没再多问 继续吃着点心 然后拿起一块道 要不要来一块 洛青舟道 要钱吗 刀姐不禁一笑 把点心递到了她的面前 道 你吃了我再告诉你 洛青舟接过点心 放进了嘴里 几口吞了进去 刀姐伸出一根手指 似笑非笑道 一枚金币 洛青舟道 我要是不给呢 刀姐拍了拍旁边 放着的刀 道 本姑娘的刀 可不是赤素的 洛青舟抚摸了一下 自己的拳头 战意昂扬 真巧 正想试一试 刀姐的刀 是否真的锋利 两人目光相对 安静了一会儿 突然又不禁笑了起来 为了一个金币 不值得 毕竟某人卑鄙阴险 是出了名的 我认怂 刀姐笑着说了一句 继续吃着点心 洛青舟看着她道 刀姐今天的心情 看起来不错 莫非是相亲成功了 刀姐笑了笑 道 失败了 那天听你们说了以后 我回去就专门找人打听了一下 那人的名声很不好 游手好闲 经常去别处蹭吃蹭喝 而且 家里已经有好几个世界了 好像还有家庭暴力 昨晚她又约我了 穿得衣冠楚楚 看着彬彬有礼 直接找到我家里 被我一脚踹在肚子上 在地上跪了好久 然后自己走了 说着 冷笑一声 我最讨厌的就是 动不动就动手打女人的男人了 懦夫行为 随即又问道 楚飞扬 你打过女人吗 洛青舟 仔细想一想 她好像就打过男工美娇 其他女人 直接就杀了 没有 她直接否认 呵呵 刀姐冷笑一声 没有再理睬她 过了片刻 吴奎最先上了楼 看到洛青舟时 她脸上露出了一抹尴尬之色 笑了笑 在旁边坐下了 洛青舟也笑着跟她打了招呼 似乎对那天的事情并不在意 那天 她被那名魁梧女子打伤 即将被杀石 刀姐 楚晓晓和周博约都站了出来 与她一起 与那名魁梧女子对峙 只有这位 在沈氏夺事后 果断离开了 其实洛青舟可以理解 那魁梧女子 是一名堂堂武师 又是成国府的人 身为莫成人自然知晓成国府的厉害 明哲保身 理所当然 再说了 她与这位也只不过是认识而已 连朋友都算不上 人家凭什么冒着 被成国府和武士报复的危险 而帮她呢 所以 对于那天的事情 她并未放在心上 当然 对于刀姐 楚晓晓和周博约不顾个人安危的帮助 她肯定会记在心里的 不多时 楚晓晓和周博约也来了 楚晓晓看到她 顿时满脸惊讶到 楚哥哥 你伤得那么重 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不在家好好休息几天吗 洛青周起身 举了举拳头道 没事了 刀姐给我上了好药 已经好了 几人看着她的拳头 都满脸惊讶 然后 目光一起看向了刀姐 刀姐白了某人一眼 没有说话 扛起刀 率先下了楼 几人跟了下去 上了马车 楚晓晓又叽叽喳喳地 问起刀姐相亲的事情 听说黄了 她顿时满脸失望到 还准备等刀姐成亲的时候 好去吃喜糖呢 刀姐淡淡一笑 没有再说话 出城后 楚晓晓又看向洛青周道 楚哥哥 今天你可要小心了 昨天 我们去黑幕临时 又遇到那个女人了 那个女人恶狠狠地 看了我们一眼 吓得我等她走了 好久以后才赶进去的 一旁的刀姐忍不住道 那女人就是随便看了一眼 估计没把那天的事情放在心里 当然 楚飞扬 她也可能是在找你 反正你要小心点 不行了就道个歉 再不行了 就离她远点 尽量避着就是了 大丈夫 要能屈能伸 洛青周微微低着头 抚摸着拳头上光滑的皮肤 并未说话 吴奎看了她一眼 没有说话 周伯约也沉默着 马车一路奔驰 很快来到了黑幕林 非常巧合 当几人下了马车后 前面也刚好有一辆马车停了下来 随即 陈国府二公子洛玉 带着那名魁梧女子下了马车 目光看向了这边 魁梧女子的目光 顿时锁定在了洛青周的身上 气氛顿时凝固 吴奎脸色微变 没有任何犹豫 也没有说话 直接快步进了黑幕林 独自离去 洛青周看了她的背影一眼 目光与那名魁梧女子的目光 对视在了一起 楚飞扬 去道个歉 现在在黑幕林外面 她不会动手的 刀姐立刻低声道 一路沉默的周伯约 也开口劝道 楚兄 忍辱负重 并不丢人 你天赋这么好 以后一定可以走得更远 没必要逞一时之能 去扶个软 道个歉 以后出来 做任务 也不用再担惊受怕了 能活着 才是最重要的 刀姐点头道 周伯约说得对 快去吧 楚小小也开口道 楚哥哥 别怕 我们跟你一起过去 洛青周依旧站在原地 目光与那名魁梧女子 无声对视着 并未过去 洛玉神情淡淡地 看了她一眼 带着魁梧女子 进了树林 快步离去 对于她来说 时间才是最重要的 洛青周见他们 进了黑幕林 这才迈动脚步 跟了上去 刀姐见此 顿时脸色一变 楚飞扬 你疯了 洛青周回头看了 他们一眼 道 刀姐 你们去忙自己的吧 不用管我 说完 她进了树林 不紧不慢地 跟在了那两人的后面 那小子真是疯了 刀姐沉着脸 感到莫名其妙 楚小小满脸焦急道 刀姐 估计楚哥哥 是咽不下那天的气吧 我们该怎么办 去把他拉回来吧 那可是两个武师 就算是一个武师 我们都打不过的 周伯约目光闪了闪 眸中露出了一抹狐疑 刀姐 我们跟上去看看吧 暂时跟原点 看看楚兄弟 到底要做什么 刀姐看了前面 走远的身影一眼 气氛道 走吧 她要是在招惹那女人 那就是自寻死路 我们在一旁看着就是了 不要再理她了 我们可得罪不起武师 和成国府 三人立刻跟了上去 洛青州不紧不慢 继续跟在那两人的后面 在进入黑木林 大概两公里远后 洛玉和那名魁梧女子 终于停下了脚步 我还要修炼 不想跟这只蚂蚁浪费时间 等我出来时 我要看到她的尸体 洛玉淡淡地说完 快步离开 并未回头看上一眼 魁梧女子微微低头 带她走远后 方转过身来 目光冷酷地看向了身后那名模样 普通的少年 这一次 她没有再突然冲过去 而是一步一步地走了过去 脚下一步一个脚印 全身骨头突然噼里啪啦 作响 整个身子开始变高变大 外面衣衫吃得一声破碎而开 露出了里面的银色软甲 和鼓起的肌肉 十步而已 她已经变成了一个将近两米来高 肌肉鼓起的魁梧女子 面孔更加冷酷可怕起来 刚刚跟来的刀姐三人 看到这一幕 顿时脸色一变 刀姐立刻喊道 楚飞扬 快走 搜话语刚落 那魁梧女子 已经如利剑一般窜了出去 随即猛然一跃 挥起的拳头 如一柄巨大的铁锤 轰然落下 那巨大的阴影 瞬间笼罩住了 骆青州的整个身子 空气中顿时响起了刺耳的音爆声 武士的一拳 就连两旁的树木 都感受到了恐惧 枝叶哗哗作响 刀姐三人 勃然变色 但那少年依旧站在原地 并未避让 在那只硕大的拳头 轰然落下来时 她竟然猛然举起拳头 迎了上去 那拳头呲的一声 亮起了一条雷电 随即整个拳头瞬间变大 竟似乎不逊于 那落下的巨大拳头 哄 两只拳头重重地 撞击在了一起 一声爆响 气浪翻滚 地面落叶 如被飓风掀起 哗哗飞起 四周树木 竟然咔嚓作响 有些树木 竟然直接被气浪折断 刀姐三人 顿时被这可怕的气势 与气浪 吓得满脸惊骇 魁梧女子 喷的一声 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如山岳一般 窥然不动 而落青州 则直接被这一拳 打飞了出去 当她刚要重重地 摔落在地上时 却是身子一旋 稳稳地站在了地上 刀姐三人一愣 目光看向了她的拳头 本以为她的拳头 像是上次一样 再次血肉模糊 惨不忍睹 但却惊愕发现 那只拳头 竟然毫发无损 那光滑的皮膜上 依旧闪烁着柔和的光泽 魁梧女子见此 冷酷的目光中 也露出了一抹惊讶 搜这一次 竟然是落青州 握着拳头 冲了上去 痛快 她心里暗暗倒 丹海中汹涌澎湃的力量 各个学校中 躁动不安的能量 让她的整个身子 憋得快要爆炸 她需要清闲 狠狠地清闲 哄 她猛然一跃 一拳打了过去 拳头骤然放大树背 她的音爆声 瞬间笼罩住了 那魁梧女子的整个身躯 烹朔大的双拳 再一次重重地撞击在了一起 明明是血肉与骨头的碰撞 却响起了金属撞击的声音 这一次 两人接身子一震 魁梧女子竟身子一晃 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 拳头上荧光闪烁 凝结上了一层银色的薄膜 洛青州落在了地上 蹭蹭蹭地后退了几步 随即右脚猛然向后一跺 止住了身形 爽 她的拳头不仅不疼 反而更加爽快 丹海中汹涌澎湃的力量 全部涌向了她的手臂和拳头 催促着她继续 她绷紧双腿肌肉筋膜 握起了拳头 突然传来了轰隆声 一股股沸腾的力量 从体内汹涌而来 蓄积在了拳头上 搜她再一次冲了上去 这一次 那魁梧女子同样握紧拳头 满脸冷酷地冲了上来 哄 两人骤然变大的拳头 第三次重重地撞击在了一起 一声暴响 可怕的气浪席卷而开 魁梧女子身子一震 后退了两步 洛青舟再次蹭蹭蹭地后退几步 随即站稳 握紧拳头道 再来 她再次冲了上去 拳头上 依旧毫发无损 不远处躲在大树后面的刀姐三人 已经看呆了 皆平住呼吸 凝神看着 再也没有一个人说话 魁梧女子嘴角一动 露出一抹阴冷的轻面 全身骨头再次噼里啪啦作响 轴身呼的呼的一声 卷起了进风 她那魁梧的身子 突然在原地变成了残影 随即出现在了半空中 轰的画作 数十道巨大的拳头 重重叠叠 轰然落下 幻影拳 武师必学拳法 这一次 只怕楚飞扬分不清她的真正拳头了 刀姐话语刚落 便见那少年轰的一拳打出 竟突然出现了更多的巨大拳头 那拳头密密麻麻 竟然直接把那数十道拳头 给笼罩在了其中 砰砰砰砰砰 一连串的撞击声响起 魁梧女子混在拳影中 瞬间又打出了二十几拳 但每一拳 竟然都被对方给接了下来 两人再次分开 皆感到手臂与拳头发麻 魁梧女子 脸色惊疑不定地站在原地 第一次嘶哑地开口道 梅花纷飞 你就是成国府那个叛徒 随即又道 不对 你是她的什么人呢 她竟然把这偷来的拳法传给你了 搜 洛青州不发一言 再一次握紧拳头 冲了上去 她在战斗时 从来都没有说废话的习惯 好 今日我便让你知道 五世与五生的真正差距 魁梧女子宁笑一声 全身衣衫痴得破碎而来 双臂双腿上露出了结实发亮的肌肉 全身瞬间凝结起了一层银色的金属皮膜 哄 她厚厚的脚掌 猛然在地面一跺 整个身子顿时如箭射出 轰隆一拳打了出去 那巨大的拳头上 竟闪烁着森寒的钢铁光泽 碰 两只拳头 再次重重地撞击在了一起 巨大的气浪 如飓风一般 顿时把四周的树木仙的连根拔起 飞了出去 空气中 响起了刺耳的撞击声 洛青州手臂一震 倒飞而出 五脏六腑和各个学窍中 轰隆一声 响起一阵雷鸣声 更加汹涌的力量 从丹海 从内脏 从学窍中汹涌而出 涌向了她的手臂和拳头 她全身滚烫 双眼发红 因为突然而来的巨大力量 而颤抖着 这一瞬间 她激发了体内各个器官学校中 隐藏的所有力量 巨大的爆发力 将要喷涌而出 机会就在此刻 稍纵即逝 她将突破 碰 她重重地摔落在了数十米开外的地上 又继续向后 滑行了七八米的距离 溅起了一长趟的落叶 刚好停在了刀姐三人隐藏的那棵大树前 然而 她依旧毫发无损 再一次站了起来 这一次 她的气势 无比强大 杀 她猛然如炮弹一般 弹射而出 几乎一瞬间 就已经到了 那名魁梧女子的面前 肩肘后背 骤然出击 猫滑坡的空气中 静隐约地响起了一道牛猫声 野蛮冲撞 碰 那魁梧女子挥拳抵挡 全身闪烁着一层银色光芒 却突然被巨大的野蛮力量 给撞飞了出去 两人身子向贴 足足飞行了十余米远的距离后 洛青州双脚方 砰的一声 落在了地上 而那名魁梧女子 依旧向后 飞了七八米远的距离后 方重重地摔落在了地上 刚落地 她已经一跃而起 她脸上的肌肉抽出了几下 低头看去 胸膛上的银色软甲 竟凹陷下了一片 她眼中露出了一抹 不可思议之色 但此时 洛青州再一次冲了上去 魁梧女子身如闪电 迎接而上 轰的一拳打出 拳影叠叠 静风呼啸 竟因有鬼哭狼嚎之声传出 但密密麻麻的拳影 突然被一只硕大无棚的拳头击散 轰隆一声 那硕大的拳头 又击打向了她的面门 魁梧女子怒吼一声 又一拳打出 碰 双拳硬碰硬 重重地击打在了一起 但两人并未分开 四肢带着拳影的硕大拳头 开始闪电般锤打起来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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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串的碰撞声爆发而出 如雷声滚滚 连绵不绝 轰隆作响 四周气浪汹涌 落叶翻滚 两人身影纠缠 上下左右 到处闪掠 四周皆是密密麻麻 重重叠叠的拳影 直接把两人急速移动的身子 笼罩在了其中 四周树木 咔嚓作响 连续倒地 这番声势浩大的激烈打斗 顿时把在不远处 观看的刀姐三人 看得瞠目结舌 连呼吸心跳 都差点停了下来 哄 又是一连串的拳拳倒肉 两个各自打出了数百拳后 方在一声爆响之中分开 这时 落青舟以衣衫破碎 全身皆是亲子伤痕 双拳裂开 鲜血淋淋 而对面的魁梧女子 身上的银色软甲 早已破烂不见 皮肤表面的银色皮膜 也满是裂痕 握紧的拳头 正微微颤抖着 高耸的胸脯 正在剧烈起伏着 她眼中的轻蔑 早已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是带着血色的愤怒 她粗重地喘息着 快速恢复着 体内消耗大半的内力和体力 但是落青舟并没有给她机会 再一次刷的一声冲上了上去 身如出塘炮弹 气势如红 凶猛如野牛 猫一声牛猫 在寂静的树林里响起 魁梧女子猛然怒吼一声 体型再次变大一圈 轰的一声 也冲了过去 喷 两人猛然碰撞在了一起 魁梧女子竟然不敌 直接被一股巨大的力量 给撞飞了出去 她重重地摔落在 数十米开外的地方 胸口银色皮膜 全部破碎而开 她刚从地上跳起 身前轰地飞来两只拳头 在她视线里 那两只拳头 竟突然变成了 两只模糊的牛角 胸牛敌脚 她慌忙伸出双手去抓 却突然抓了个空 碰 两只拳头重重地 击打在了她的胸口 再一次 把她打飞了出去 随即 一连串的拳头 重重叠叠 遮天蔽日 连绵不绝地 把她笼罩在了里面 碰碰碰碰碰 瞬间 数百道拳头 重重地落在了她的身上 脸上 脑袋上 她体内内力紊乱 胸口被那两只牛角底的剧痛 一时之间 只能拼命鼓起肌肉皮膜抵挡 无法反抗和躲避 哄 哄 哄 又数十道带着雷电的拳头 密密麻麻地 砸在了她的身上 她咬进牙关 扑得吐出一口鲜血 终于止住了 那如狂风暴雨般 锤打在她身上的拳头 她向后飞了出去 重重地摔落在了地上 但一瞬间 她又一跃而起 握紧了拳头 瞪圆双眼 直挺挺地站立在了那里 刀解三人凝目看去 这才惊骇发现 她已全身皮肉破烂 变得焦黑 胸口凹陷 满嘴鲜血 伤痕累累 吼她猛然怒吼一声 似乎激发了体内最后的力量 全身骨骼噼里啪啦 又是一阵乱响 随即整个身躯再次变大 转眼间 已变得将近三米之高 而她的两只拳头 则变得更大更为恐怖 整个身体肌肉鼓起 面孔扭曲 像是一个怪物 一股恐怖的气息 爆发而出 楚小小瞪大了眼睛 惊呼出声 刀解失声道 这好像是妖族功法 七十二遍之一 巨猿之怒 楚飞扬麻烦了 一旁的周伯约 盯着那道身影 满脸不可思议地道 楚兄弟竟然又突破了 吼 魁梧女子张大嘴巴 如野兽一般怒吼一声 随即一把拔起了 旁边的一棵大树 脉动粗大的双腿 喷喷喷地向着前面 那道身影冲了过去 洛青州此刻体内 汹涌暴动的力量 已经倾泻一空 各个内脏和血窍中 躁动不安的能量 也都平息了下去 体内轰隆作响的雷声 也渐渐停息了下去 丹海中归于平静 但是 她的内脏血窍 变得更为强大 她的皮膜肌肉 变得更为坚韧 她丹海中沉淀的内力与能量 虽然平静 却比以往更加精准与浩大 她的视线耳力嗅觉等等 更为敏锐 她的周身 开始出现了一股肉眼难见的近风 时刻在周身环绕 犹如她无形的触手 清晰地感触着四周的异状 她的呼吸更加绵长 她的力量 也更加强大 她终于晋级到武士境界 地面开始震动 那巨大的魁梧女子 手中挥舞着大树 双脚跺积着大地 双脚跺积来 她握紧拳头 体内力量汹涌而出 力罐手臂 迎了上去 扑她突然洒了一盆石灰 转身就跑 刀解三人 碰 碰 碰 魁梧女子那巨大的身影 迈动着粗长的双腿 很快追上了她 手中大树当作武器 对着她重重砸去 洛青州左闪右臂 一边逃跑 一边撒着掺着独物宫的石灰粉 在她的周身进风地故意吹拂下 粉末全部飘上了半空 她又不是傻子 这时候硬碰硬 无异于是找死 对方毕竟比她先到达武师境界 又修炼了防御力惊人的功法 现在又是激发体内巨大爆发力的时候 之前敢硬碰硬 是因为她体内有股冲击武师境界的巨大力量 保护着身子 所以不拒 现在 完全没必要 因为对方受了她一连串的抱拳 已经是强弩之末 变形后的身体虽然巨大 但更为消耗内力和体力 只要她再坚持一会儿 对方肯定会不攻自破 哄 哄 哄 手里的大树砸不到她 魁梧女子扔了大树 开始挥舞着拳头 对着她轰隆落下 果然 片刻后 她的速度开始慢了起来 动作也慢了下来 她开始恐惧起来 又猛然砸出一拳后 转身就跑 洛青州等待的就是这一刻 哄 她绷紧全身肌肉 蓄积力量 猛然如炮弹一般 弹射而出 速度比之前更快更恐怖 猫一声清晰的牛猫声 嘹亮响起 魁梧女子背对着她奔跑 几乎来不及任何反应 就被她轰的一声 重重地撞击在了后心处 咔嚓 骨头断裂的声音响起 同时 心脏猛然一阵 连接心脏的几根血管 啪的一声断裂 魁梧女子后背瞬间凹陷下去 胸口却是突然凸了出来 洛青州落在了地上 魁梧女子迈动着粗长的双腿 又向前奔跑了数十米后 巨大的身子突然亮呛一下 停下了脚步 随即 噼里啪啦一阵乱响 那魁梧高大的身子 突然开始快速缩小 转眼间 已经变成了本来大小 哼 不带她反应过来 紧随其后的洛青州 又猛然一拳打在了 她那凹陷的后背上 一拳把她打飞出去 洛青州再次弹射而出 双拳顿势如梅花纷飞 密密麻麻 轰隆作响 带着一道道雷电 狂风暴雨般打了上去 数百拳之后 洛青州突然身子一旋 一个神牛百尾 直接踹在她的脑袋上 把她踹飞了出去 武士的身体 果然异常强大 即便这样 那魁梧女子 重重地摔落在地上之后 仅仅顿了几秒 又再次站了起来 但她站在那里 已经无法动弹 她全身凹陷 满脸血水 瞪大双眼看了她一会儿后 方身子僵直 砰的一声 倒了下去 洛青州并没有松懈大意 依旧掠了上去 举起拳头 轰轰轰地对着她的脑袋 和身体砸了起来 直到尸体血肉模糊 内脏外露 再也没有一丝 可能生还后 她方举起最后一拳 呲的一声 闪烁着雷电 打了下去 这样 即便她的神魂 也会在雷电重击中 魂飞魄散 做完这一切 洛青州 顾不得喘息和疼痛 立刻伸手摸向了 她那血肉模糊的身体 并没有摸到储物袋 正在她失望之时 突然发现在她凹陷的肚脐眼上 竟然戴着一枚银丝的戒指 储物剑 她立刻扯了下来 又重新检查了一下 她的整个身体 见没有其他东西后 立刻转身就向着出口跑去 全身炸裂般的疼痛 她受的伤并不轻 特别是那鼓柱 她冲破境界关口的力量消失以后 全身各处的疼痛 开始连绵不断地袭来 双拳又重新炸裂开 血肉模糊 身上全是青子 肋骨几乎被打断 全身的衣服已经破烂成条 她一边忍着剧痛奔跑 一边从橱袋里拿出了衣服 穿在了身上 看着不远处 依旧躲在大树后 呆呆看着她的三人道 发什么愣 快走 小心待会儿 那位洛二公子出来了 一拳一个 让你们陪葬 三人一听 顿时脸色一变 惊醒过来 立刻也转身向着出口跑去 跑了一段距离 三人突然你看我 我看你 放慢了脚步 面面相去 楚小小忍不住道 楚哥哥杀的人 管我们何事 洛青州一溜烟地 从他们身边跑了过去 转头道 那你们留在这里 帮他看尸体 等他来了 你们就说 不管你们的事 是我这个炼赃境界的五生一个人 把他家五世给打死的 三人治了一下 脸色顿便 立刻撒脚鸭子 跟在他身后 一溜烟地跑了出去 洛青州跑出了黑木林 跑向了外面路边的马车 许七正躺在马车上打瞌睡 听到脚步声 立刻坐了起来 待看到他满脸血污时 顿时脸色一变 道 楚兄弟 你怎么又被人虐了 不会又是那成果府的女人吧 这时 刀姐三人 也匆匆从林中跑了出来 许七看到 更为诧异 洛青州并未答话 拿出清水简单地洗了个脸后 立刻上了马车 道 七哥 回城 许七还未来得及询问 刀姐已经带着楚晓晓 和周伯约一起跳上了马车 刀姐也道 七哥 快 回城 声音有些颤抖 许七脸色一变 立刻拿起缰绳 拨转马头 带马车跑起来后 他方忍不住回头掀开帘子 满脸疑惑地问道 到底怎么回事 没有人回答 车厢里三人的目光 都看着某人 沉默无言 脸上的表情看起来都很复杂 一路无话 车厢里 洛青州浑身疼痛 闭目养神 其他人 接心情复杂地看着他 几个月前 大家都是相差不多的修为 而几个月后 他却突然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名武师 而且 这名武师 不仅可以一拳打死他们 今天还打死了另外一个武师 关键是 三天前 那名武师还轻而易举地就约了他 而且差点把他给打死 这让他们感到 像是做梦一般梦幻 马车一路颠簸 快速进了城 直到进了那城后 洛青州方稍稍恢复了一些力气 睁开眼看着三人道 抱歉 连累你们了 等有机会 请你们吃饭 楚小小连忙笑道 楚哥哥 没关系的 周伯约只是礼貌地点了点头 依旧没有说话 刀姐 则是神色凝重地道 吃饭就不必了 楚飞扬 这段时间 你最好还是别出来了 你杀的可是一名武师 而且是城国府的武师 那名洛二公子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到时候 他肯定要来询问我们 反正他也没证据 我们几个不承认就是了 而且 那女人是武师敬见 我们几个就算加一起 也不是对手 更别说杀了他了 所以只要我们几个对好口供 就没问题了 关键是你 那位洛二公子 如果找到你 肯定会抓你回去 严刑逼供的 你可要小心了 楚小小也连忙道 对 楚哥哥 这段时间 你就待在家里别出来了 你杀了那个女人 那位洛公子 肯定会以为你勾结 别的武师一起杀的 到时候抓到你 可就惨了 洛青舟淡淡一笑 低头看着自己裂开的拳头 并未回话 刀姐也看了一眼他的拳头 犹豫一下 并未再拿出自己的创伤药 因为他知道他那里有更好的药 马车很快到了聚宝阁 刀姐跟楚小小和周伯约都交代了一声 最近几天都别出去了 等这件事的风头过去了再说吧 陈国府的人再霸道 也不敢在内城乱来的 两人答应一声 又看了洛青舟一眼 方匆匆离去 刀姐走上台阶 正要进店 洛青舟突然喊道 刀姐 等等 我记得我们之间是不是还有一个赌约 刀姐脚步一顿 转过头看着他 满脸疑惑地道 什么赌约 我们一起来过赌吗 我怎么不记得了 不带他回答 立刻又道 我肚子有些不舒服 先进去了 说完 匆匆进了店里 很快便消失不见 洛青舟 回到秦府 洛青舟没有回梅乡小园 直接去了地底 在实施了涂抹了创伤药以后 就躺在被子上 很快便疲惫地睡着了 傍晚时分 洛玉在黑木林深处 猎杀了两头中阶妖兽 心情很不错地走了出来 快到出口时 突然见前面围着一群舞者 都看着地上在议论着 洛玉扫一眼四周的树林 发现这里树木倒塌 满地裂痕 很明显 这里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他心头呼地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立刻加快脚步 走到了人群那里 看向了地上 顿时身子一震 那是一具面目全非 血肉模糊的尸体 但是他一眼就认出 这具尸体是他的护卫 是他的兄长专门从京都给他送回来的护卫 武士护卫 他握紧了拳头 眼睛都红了 两个武士护卫 美老伸手一触 这位又死无全尸 在这末城 两个武士 可是可以横着走的存在 是他能够放心出来做任务的保障 也是成国府强大的保障 但现在 突然之间 全美了 他红着眼睛 心头怒火 熊熊燃烧 秦府 湖底 洛青州一觉睡到了傍晚 起来后 感觉身体的疼痛好了许多 裂开的皮肤也开始快速恢复着 他简单地吃了点东西 然后拿出了那枚银丝的戒指 依照着储物袋的方法操作 戒指表面果然光芒一闪 里面出现了一处巨大的空间 里面的空间 似乎被分割成了三处 一处似乎是专门放置东西的 另一处土地肥沃 药箱飘逸 几亩田地里 孤零零地 种着数十颗灵药 似乎是专门用来种植灵药的 最后一处 则是蓝天白云 青山绿水 风景如画 有两只羽毛鲜艳的鸟 在里面自由自在地飞翔 似乎是圈养动物的 京都来的 果然就是不一样 洛青州暗暗感叹 这枚储物界的厉害 目光立刻又看向了那处专门放置东西的地方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袋金币 其中又一小袋 竟然全是一千面额的金币 粗略估计 一共大约有将近二十万金币 发了 这可比猎杀妖兽要值钱的多了 这趟出去 不亏 杀了洛玉的左膀右臂 又借机突破到了武师境界 还得到了这么多金币 从身怀一百金币的穷逼 一跃成为了身怀二十万金币的富豪 爽 洛青州暗纳住心头的激动 继续看下去 生活基本用品 创伤药纱纱布 被子衣服等等 一大堆 专门放在一个柜子里 接着 出现了十几瓶药水 竟然全部都是武师初期修炼需要的药水 这样的话 他又能不花费金币 免费修炼一个月了 除了药水 竟然还有一枚腰蛋 看品质 估计至少也能卖个好几万的金币 洛青州越看越激动 继续向下看去 突然 他发现了一本书籍 他现在刚突破武师境界 急需要新的内功心法 如果有其他功法 自然更好 他立刻把书籍拿了出来 翻开看了一眼 顿时有些失望 这本书籍很薄 上面只记载着一件功法 妖族七十二绝技之一巨猿之怒 联想到之前那名魁梧女子的变身和怒吼 洛青州的兴趣不是太大 他可不想变成一个怪物 主要体型大 很多时候并不一定是好事 他收起书籍 又看向了储物界中 除了这些 并没有其他东西了 虽然没有找到内功心法 有些失望 但这些收获 已经足够多了 做人不能太贪心 他突然想到 如果今天杀死的是洛玉 不知道能够从那家伙的身上 爆出什么好东西 身为成果府最受宠的小儿子 对方的身上 估计有更多的好东西吧 他现在依旧不清楚 对方的真正修为 也许是五世初期 又或者是五世中期 至于后期 应该不太可能 整个末城 明面上就没有五世后期的人 如果他真的在这个年纪 就突破了五世后期的境界 今年的龙虎学院招生 根本就不用考 直接就有了名额 所以 对方最多只是五世中期修为 最有可能 只是五世初期 快要突破五世中期 不然也不用去黑木林那么频繁 洛青州决定等自己的伤好后 就找个机会去黑木林里 试探一番对方真正的实力 他的神魂 应该也马上就要突破了 等到神魂突破到炼神境 不仅玉物的技能大大增强 还能修炼附身功法 到时候 他自然有办法为母亲报仇血恨 当然 最稳妥的办法就是 他继续努力修炼 争取在这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 再次晋级 等到了五世中期境界 那他就更有把握了 虽然五世间的晋级 不比五生那些小境界的晋级 会变得更难 但他相信 有日月宝静灵夜的帮助 他还是很有机会的 毕竟他现在升级的速度 已经越来越快了 外面的天色 很快黑了下来 他把金币灵夜腰单等物品 都放在了自己的储物袋里 收起储物袋后 拖着两只小白兔 又去了中间的通道 等他来到出口时 发现这里的空间 依旧是那片墓地 而且 这片墓地的天空和四周 以及地面 都突然出现了许多宽大的裂痕 显然 这处空间马上就要塌陷了 他没敢再进去 从通道里退了出来 想了想 还是把两只小白兔 一拳一个打了下来 又扔了几枚水果下去 在湖底简单地洗了澡 回到了梅乡小园 庭院的桃花树下 百灵一席粉群 正翘生生地站在那里 绣着枝头的桃花 小蝶和秋儿 老老实实地站在屋檐下 百灵听到脚步声 目光看向了他 又看了他那宽大的袖袍一眼 然后催声道 姑爷 怎么不去给我家小姐请安了 缠缠很生气 说要过来刺姑爷 幸好被我给拦住了 洛青州走到他面前 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道 那姑爷谢谢你了 百灵嫣然一笑 脸上露出了两个浅浅的酒窝 不客气 不过姑爷 今晚要去给我家小姐请安哦 不然今晚缠缠真的会提着剑来找你的 洛青州点了点头 目光看向他粉嫩的小嘴道 好 一定去 哼 百灵见他目光不正经 立刻哼了一声 快步逃走 又回头威胁道 姑爷要是再敢 对人家的嘴巴瑟瑟 人家可不会再客气了 人家粉嘟嘟凶巴巴的小嘴 可不是吃素的 哼 他刚出门 梅尔脚步匆匆地走了进来 道 姑爷 快去夫人那里一趟 二小姐来信了 还有 表小姐也来信了 也是给姑爷的 百灵脚步一顿 立刻在门口问道 哪个表小姐 梅尔答道 美娇小姐的姐姐 好像是雪衣小姐 百灵眯了眯眸子 站在门口没动了 洛青州并未过去 灯光下 和众目睽睽之下 他手上的伤 和脖子处的亲子 很容易暴露出来 所以他直接对梅尔道 我今天还有 功课未做完 就不过去了 请夫人先帮我看了 二小姐如果有要紧的事情 你再过来喊我 如果只是 普通的问候 到时候 你把信给我拿过来就是了 梅尔一听 立刻强调道 姑爷 是夫人让你过去的 洛青州看着她道 我知道 不过秋氏马上就要到了 我必须要完成每天的功课 你回去就这么说吧 夫人会理解的 梅尔猝了猝眉头 还要说话时 站在门口的百灵道 梅尔 走 我帮姑爷去看 梅尔看了她一眼 指得道 姑爷 除了二小姐的信 还有表小姐的信呢 洛青州淡淡地道 无非就是不满意那些故事的结局 让百灵去帮我看吧 等你们看完了 再给我拿过来就是了 她跟二小姐清清白白 跟那位什么小表姐 更是白得透明 没什么好避讳的 百灵听了 立刻没开眼笑 嗯嗯 谢谢姑爷信任 梅尔 走 梅尔不敢拒绝 指得样样离去 等两人离开后 庭院里安静下来 小蝶终于敢开口道 公子 刚刚百灵姐姐来的时候 问了奴婢好多问题呢 都是关于公子最近在做什么 在读什么书 去哪里了 还问了奴婢 跟公子同房的次数呢 洛青州愣了一下 道 你怎么回答的 小蝶脸颊微红 奴婢就说 公子最近一直在家读书 哪里都没有去 关于同房 奴婢都照实答了 洛青州目光闪动了一下 不以为一道 没事 不用管他 以后他要是再问 就这么回答就是了 说完他进了书房 道 今晚不泡澡 也不需要事情 屋檐下 两个小丫头相视一眼 都呕了一声 洛青州在房间里想了想 然后走到书桌前坐下 摊开一张宣纸 自己研磨 准备把记在脑海中的那片 牛魔神弓 腾写下来 其中有些地方 他还看不太懂 今晚拿去问问那位月姐姐 希望对方今晚可以开口说话 正想着事情严重默时 房门突然打开 小蝶把脑袋叹了进来 低声道 公子 夏蝉姐姐来了 正站在院子里呢 奴婢问他什么事 他也不说话 洛青州危政 起身过去推开了窗户 庭院里 月光皎洁 一袭淡绿衣裙的少女 握着剑 默默地站在那棵桃花树下 宛若雕塑 一动不动 洛青州正要开口 想了一下 转过头 看向门口道 小蝶 喊圈儿一起 出去玩一会儿 待会儿再回来 小蝶愣了一下 反应过来 连忙殴的一声 关上了房门 不多时 两个小丫头 拿着绣花的工具出门了 顺便还把院门给关上了 洛青州 这才看着庭院里 单薄身影道 蝉蝉 快进来 夜里凉 别动着了 夏蝉在树下看着她 依旧没有动 没有说话 洛青州举起了自己的双手 道 你看 姑爷的手受伤了 但是又要研磨 又要写字 蝉蝉 你可以进来帮帮姑爷吗 随即又道 姑爷发誓 再也不嘴尖乱说话了 夏蝉依旧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没有回应 唉 洛青州叹了一口气 回到了桌前 道 算了 你继续欣赏月色吧 姑爷还是自己动手啊 他拿起墨块 一边沿着 一边猝起眉头 嘴里发出了嘶嘶的疼痛声 嘶 又嘶嘶了几声 抬头偷看去 竟发现桃花树下的身影 已经不在了 走了吗 洛青州脸上露出了一抹疑惑 那丫头过来 就是为了看她一眼 还是有什么事情 又或者 就是无聊了 正在她猜想着时 房门吱压一声 呼地打开 随即 一双穿着雪白罗袜的鲜绣小脚 撩动着这淡绿色的柔软裙摆 从门口走了进来 洛青州立刻又嘶了一声 道 疼 房门关上 夏蝉脚下无声 走到了她的旁边 双眸冰冷地看着她 洛青州顿时满脸惊讶 潺潺 还以为你走了 姑爷正伤心着呢 看来还是潺潺心疼姑爷 夏蝉没有理她 目光看向了她的手背 洛青州把墨快递到了她的面前 道 没事 姑爷练功兽的伤 延磨吧 夏蝉顿了顿 方接过墨快 把手里的剑放在了旁边的窗台上 低着头 默默地严着墨 淡淡的墨香 很快在房间里飘散开 她喜欢闻这个味道 就像是她身上的味道 洛青州提笔沾墨 在脑海里又仔细回忆了一遍 方按照翻译的文字 把牛魔神功 全部写了下来 从今天的战斗情况来看 这门功法的威力的确很大 所以她决定 把她研究透彻 全部学会 可惜妖族的内功心法不能修炼 不然她也不用再 操心到哪里去找武士境界的内功心法了 雪白的宣纸上 很快落满了清秀囚禁的小字 夏蝉站在旁边 低着头 安静地严琢磨 时不时抬头偷看她一眼 灯光下 那张清秀的容颜上 满是认真和思索之色 她的目光里 也充满了柔和 月光洒落在窗台 洁白如雪 温柔似水 书房里 气氛温馨 温暖和谐 洛青州写完后 又重新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 方放下笔 拿起宣纸 低头吹干了上面的墨汁 抬头道 缠缠 孤夜的字写得漂亮吗? 夏蝉正目光痴痴地看着她 见她看过来 立刻移开了视线 目光看向了她手里的宣纸 顿了下 神情冰冷地道 江江 旧旧 洛青州闻言 忍俊不惊 还少了一个 马马 虎虎 夏蝉翘脸一别 看向了窗外 哼 洛青州看着她 月光下 那模样轻力冷冰 却娇俏可人 不知为何 那张翘脸上 还染上了两抹浅浅的红韵 如盛开的桃花一般 粉嫩娇美 花香诱人 洛青州突然又忍不住坐死道 蝉蝉 你好可爱 孤夜想 轻轻 说完 双手刷地捂住了两只眼睛 等了许久 少女的粉拳 却并未打过来 她睁开眼睛 小心翼翼地从指缝里看去 那张染着红韵的俏丽的脸袋上 并无恼怒 也并无杀气 只是双眸正正地看着她 洛青州呆了呆 放下手道 馋馋 啊 她捂住了眼睛 蹲在了地上 裙摆下 那双穿着雪白罗袜的鲜袖小脚 准备离开 洛青州突然一手捂着眼睛 站起来拦住了她 道 馋馋 你伤害了姑爷 不能一走了之 夏禅握着剑 双眸冰冷地看了她一眼 准备绕开她 洛青州连忙道 馋馋 再陪姑爷一会儿 时间还早 秋儿和小蝶 很晚才会回来 姑爷又受伤了 你忍心 让姑爷一个人待在屋里吗 夏禅在原地顿了顿 双眸冰冷地看着她道 我去 帮你 喊百灵 洛青州一只眼 看着她的两只眼 沉默了一下 道 好 夏禅握紧了手里的剑 没再说话 与她错事过 她走到门口 打开了房门 走了出去 正在她弯腰穿着鞋子时 洛青州的声音突然 又在她背后响起 馋馋 姑爷突然觉得 还是想让你赔 好吗 夏禅顿了一下 还是穿上了鞋子 准备离开 刚迈出脚步 身后突然伸出两只手臂 从后面轻轻地抱住了 她纤细的腰肢 她身子一震 刚握紧拳头 身后那道身子 呼地贴在了她的后背上 一道喷着温热气息的声音 在她耳边温柔响起 馋馋 再陪陪姑爷 好吗 她身子一僵 定在原地 一动不动 那张俏丽的脸蛋上 红韵呼得如浇花盛开 开始变得滚烫 浓密修长的睫毛 微微颤动着 目光低垂 看向了那双紧紧抱在她腰间的双手 她呆呆地站在门口 一动不动 默默无言 洛青州在身后抱着她 脸颊埋在她柔顺的秀发中 过了片刻 呼地凑到她耳边 张开嘴 轻轻咬住了 她那粉嫩羞红的耳垂 低声喃喃道 馋馋 少女身子一颤 呼得有些发软 洛青州的手 在她柔软的仙腰间 温柔地抚摸着 随即 缓缓上移 钻进了她的衣服里 砰 啊 洛青州蹲在地上 捂住了另一只眼睛 少女握着剑 冰冷而去 洛青州在地上蹲了许久 方站起身 缓缓地放下了捂着眼睛的手 目光看向了门外 门外空空 只有冰冷的月光 她待了半晌 方关上房门 走到美人踏前 躺在了上面 闭上了眼睛 她猝着眉头 回忆着曾经的一幕一幕场景 不知过了多久 窗前呼地传来一声异响 她睁开眼看去 百灵一席粉裙 鬼鬼祟祟地站在窗外 一只手伸进了窗里 手里正拿着那颗暗红色的宝石 两人目光相对 寂静树息 百灵无辜地眨了眨灵动的毛子 只得又把手里的宝石 放回到了桌上 善善一笑道 姑爷 这是什么 洛青州下榻 走了过去 拿起桌上的暗红宝石看了一眼 递给她道 专门给你买的 拿着吧 啊 百灵愣了一下 顿时满脸欢喜地接过去道 真的吗 姑爷真好 洛青州盯着她那俏丽的脸蛋看了一会儿 突然道 百灵 近来 姑爷有话对你说 百灵一听 立刻警惕起来 一边后退 一边摇头道 不要 人家才不要跟姑爷孤男寡女 共处一室呢 洛青州正要说话 突然发现她手里的暗红宝石 在月光下闪烁着一抹光亮 她清楚地记得 这颗暗红色的宝石 无论是在阳光下 还是在月光下 或者灯光下 都是暗淡无光的 现在却突然开始闪烁光亮 百灵 你误会姑爷了 洛青州一边说着 一边从桌上拿起了宣纸 道 姑爷就是手受伤了 想要写字 却无法研磨 想让你进来帮忙研磨而已 你来看看 姑爷正准备给二小姐写信 已经写了一些了 百灵一听 立刻走了过来 靠近窗前 伸着脖子 看向了她手里的宣纸 姑爷 这信 啊 洛青州突然一把抱着她的脖子 直接把她从窗外掳了进来 洛青州看了一眼 竹台里的蜡烛 嘴角抽出了一下 那红竹又粗又壮 还有大半截 不禁又看了她一眼道 这还不够 百灵下意识地摇头 随即突然又哭道 姑爷 饶命 人家好怕呀 洛青州见她 似乎很想被低几下 顿觉无趣 只得又把竹台放回原位 然后解开了她的双手 把她抱了起来 道 走 去床上聊聊 百灵在她怀里扭动挣扎着 嘴里带着哭腔 瑟瑟发抖道 不要 人家不要跟姑爷上床啊 双臂却紧紧抱住了她的脖子 洛青州抱着她走进里屋 把她扔在了床上 随即也上了床 掀起被子 把两人一起蒙在了里面 两人在黑暗中四目相对 一动不动 安静了一会儿 百灵突然又苦苦哀求道 姑爷 饶命 不要脱人家的衣服 洛青州看了她一眼 伸手解开了她腰间的衣带 开始吞下她的衣裙 百灵呜呜道 姑爷 就算你把人家脱光光 人家也宁死不屈 洛青州又看了一眼她身上的蟹衣 沉默了一下 道 百灵 姑爷就问你一句话 你老实回答 好不好 顿了顿 又道 其实有些事情 现在也没必要隐瞒了 不是吗 百灵低头呜呜 没有说话 洛青州抚摸着她娇嫩滑腻的香肩 盯着她粉嫩的脸蛋 看了一会儿 又轻声道 百灵 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就要秋逝了 等姑爷考中举人以后 就要与大小姐分开了 但是 姑爷肯定要对那个 与姑爷洞房的女孩负责 所以到时候 肯定要把她带走 你明白姑爷在说什么 对吗 百灵低头沉默了一会儿 抬头看着她道 姑爷 跟你洞房的 不就是大小姐吗 你能不能 不要跟大小姐分开 洛青州盯着她的毛子 看了许久 抚摸着她香肩的手 捏住了她肩上的蟹衣小绳 缓缓地把她从肩上 推落了下去 那细绳挂在她的玉壁上 一副依依不舍的模样 胸前的饱满 呼之欲出 洛青州盯着她的毛子 终于问出了这个 在自己心底隐藏了很久的问题 那晚与姑爷洞房的 还有那几次与姑爷同房的 是谁 是你 还是 姑爷 是我家小姐 百灵答道 洛青州又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守护地落下 握住了她道 既然你不说 那姑爷就自己判断 百灵身子一颤 脸颊上顿时染满了红蕴 缠声道 姑爷 抱歉 没判断出来 不过没关系 姑爷还有最后一招 洛青州松开手 翻身把她压载了一次 自然就知道了 姑爷 百灵突然开始慌了 剧烈挣扎了起来 洛青州抓住她的手腕 把她的两只手腕 按在了头顶上 凑近她的脸带道 现在说 还来得及 百灵双眸颤动 粉唇微微动了动 正要开口 呼得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姑爷 不要啊 不要对人家瑟瑟了 人家宁死不屈 洛青州愣了一下 顿时脸色一变 缓缓地掀开了被子 看向了外面 一袭淡绿衣裙的少女 握着剑 翘脸冰冷 不知何时 已如幽灵一般 无声无息地站在了床前 双眸正冰冷地盯着她 洛青州 百灵哭了几声 在她床 抱着床边的冰冷少女哭道 馋馋 姑爷 不待她说完 夏禅已经转身离开 快步走出了房间 百灵在床边愣了一下 看了床上的某个坏蛋一眼 方身子一颤 慌忙跟在她的身后 落荒而逃 洛青州待了一会儿 在床上躺下 目光直直地望着头顶的杖漫 随即又叹了一口气 闭上了眼睛 臭姑爷 谢 百灵的声音 突然又在窗外响起 洛青州醒过神来 立刻下了床 走了过去 百灵放下信 转身就跑 等跑到庭院正中时 突然又想起了什么 停下脚步 转过头道 姑爷 你送我的宝石呢 是不是落在床上了 洛青州走到窗前 看着她道 好像是 进来找 百灵脸色一变 扭头就跑 等跑到大门口时 方转过身来大声道 臭姑爷 坏姑爷 四姑爷 人家要让蝉蝉一剑 刺掉你的坏东西 看你还对人家使坏 说完 立刻逃走了 洛青州看着大门口 正了一会儿 抬起手 看向了手里的暗红宝石 又对着月光仔细看了一会儿 果然发现 里面亮起了一丝光芒 这颗宝石来自上古空间 肯定不简单 那里的所有东西 都腐朽成末了 只有她还保持完好 之前暗淡无色 她本来以为废了 不过现在在阳光和月光下 放了一段时间 她竟然开始亮起光芒了 那就表示 她可能还有希望 恢复之前的状态 所以她当然不能 再随手送出去了 到时候 给百灵几个糖葫芦补偿吧 她把宝石放在了 桌上的月光下 旁边放着日月宝镜 这镜子看着太普通了 所以刚刚百灵那丫头 根本就没有在意 每次进来抹灰尘的小蝶和秋儿 也没有在意 之前夏禅进来研磨石 也没有在意 所以放在这里 她并不怕被人给偷走了 即便被偷了也没关系 她已经低血认主 与其心神相连了 可以随时知晓她的位置 在桌前坐下 拿起了那两封信 打开看了起来 二小姐的信 依旧写得高深莫测 隐藏着暗语 其实只用把娘亲和爹爹 以及其他人 都换成姐夫两个字就行了 会变得更加通顺 可怜的二哥 这一次终于被二小姐问候了 估计二小姐也知道这段时间 秦二哥正在紧张地准备着 二个多月以后的龙虎学院考试 看完了二小姐的信 又打开了另一封信 果然不出她所料 那位雪衣姐很不满意 石头记得结局 骆公子 你写得不对 从整个故事的情感走向 和各种暗示来看 明明该是悲剧结局的 林姑娘最后嫁给了北京王 结局幸福 这我可以理解 但你也不该给 宝玉和宝钗那般结局的 还有 这里你写得也不对 你应该这么写 骆青州看了一半 就懒得再看下去了 直接揉成团 扔进了旁边的纸楼里 她编的 石头记 说白了 就是为了秦二小姐写的 当然不可能是悲剧 骆青州没再理睬那位碧碧姐 把秦二小姐的信收好 装回信封 放进了储物袋里 看看时间 差不多了 她要抓紧时间去修炼了 收好了 牛魔神弓 关上窗户 她回到床上 神魂出窍 在秦府查看了一圈 剑屋异常后 方飞向了鸳鸯楼 夜风温柔 鸳鸯楼屋顶上 骆青州驱使飞剑 摊开了 腾写着 牛魔功法的宣纸 一行行漠黑的小字 在洁白的月光下 展露而出 月白身影站在飞檐上 依旧清冷似雪 不过今晚的她 似乎变得好说话多了 只要骆青州发问 她都会一一回答 和耐心解释 听了她的讲解 骆青州顿时如醍醐灌顶 心头对这位月姐姐越发佩服 也越发好奇她的真实身份 能够对妖族的文字和修炼功法 如此熟悉 这可不简单 不过她没敢多问 半个时辰后 她总算把这片牛魔功法 全部理解透彻 此时刚三更天 两人又一前一后 去了外城的那座钟楼 骆青州继续淬炼神魂 炼魂如炼体 在反复的锤打之中 使得神魂更加凝实与精纯 痛苦在所难免 天快亮时 她方疲惫不堪地回到了府中 神魂归翘 从储物袋里拿出了墨黑灵液 又吸收了一滴 第二天恢复过来后 拿出剑武时查看了一下 精神力已经增加到了2200 按说越往后 精神力就会增加得越难 不过可能因为灵液和那位月姐姐的帮忙 她的精神力增加得依旧很快 白天她在湖底炼体 修炼 牛魔神功 夜晚她则神魂出鞘 在那位月姐姐的帮助下 去钟楼淬炼神魂 三天后的夜晚 在那只大钟最后一步的冲击下 她终于突破 在游出窥镜 晋级到炼神镜的一瞬间 她感到整个世界都变得不一样了 视线看得更远 更清晰 耳中甚至能够听到 寺庙里老鼠跑动的声音 体内的魂力 更加精纯 整个神魂 更加凝实 虽然重量似乎没有增加 但却感觉更像是一个人了 杀 飞剑急射而出 已经可以在周身十米之内 轻易驱使了 她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的神念更加强大了 除了驱使飞剑 似乎对四周的其他东西 也开始蠢蠢欲动了 她按捺住了心头的激动 对着旁边的月白身影 拱手道谢 月姐姐 多谢了 若不是你 我只怕还不知道 何年何月才能突破 月白身影转过身 看向了楼外的寺庙 淡淡地开口道 以你的天赋 即便没有我的帮助 最多一个月后也会突破 所以 你不用谢我 洛青州恭敬道 月姐姐 那个 附身的功法 月白身影没在说话 洛青州又等待了一会儿 道 月姐姐 时间还早 我给你讲道德经吧 月白身影又沉默了一会儿 方道 今晚不用了 你回去休息吧 说完 飞上了半空 很快消失不见 洛青州又在钟楼上愣了一会儿 方身影一闪 飘上半空 向着秦府飞去 速度很快 身子更加轻盈 对四周的感知 也更加敏锐和清晰 她拿出了传讯宝蝶 给那位小月妹妹发了条消息 小月 我突破了 现在已经是练神境了 不多时 消息回复过来 哇 哥哥哥哥 你真厉害 妹妹太佩服你了 哥哥 今晚师姐又欺负你了没 洛青州 这次多亏了月姐姐 不然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突破 月姐姐虽然性子冷淡 不过人真的很好 小月 你能偷偷告诉我她的真实姓名吗 小月 哥哥 你上次还说想踹她屁股的 怎么能这么善变呢 哥哥可不能被她虚伪的行为给骗了 一定要争取早点离开她 洛青州 那是跟你开玩笑的 月姐姐原来救过我姓名 而且一直都在帮我修炼 还免费帮我练制飞剑 以后我需要她的地方还有很多 我怎么能忘恩负义呢 小月 哥哥 你变了 你上次明明说她可恶 明明说你只喜欢妹妹的 呜呜 洛青州 好了 不聊了 我就是告诉你一声 我晋级了 没其他事 小月 哥哥 妹妹想你了 你想妹妹了吗 洛青州 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小月 哥哥 妹妹突然想起来了 妹妹这里还有一些宝物 刚好都是炼神经用的 洛青州 好妹妹 哥哥想你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 小月 哥哥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洛青州 真话 千真万确 如有谎言 天打雷劈 小月 哥哥要小心雷劫啊 哥哥要是说谎了 到时候杜雷劫时 可能会直接翘翘 洛青州 你什么时候回来 小月 暂时不回去了 洛青州 晚安 收起传讯宝蝶 飞回了内城 正要向着 秦府飞去时 突然心头一动 抬头看去 那道月白身影不知何时 正无声无息地站在前面 洛青州连忙飞了过去 还会说话 月白身影转身离开 淡淡地道 跟上 洛青州文言愣了一下 立刻跟了上去 两人重新飞回到了鸳鸯楼 月白身影落在飞檐上 声音依旧清冷 我先教你神念玉物之法 除了飞剑和特殊材料制作的宝物 其他东西 只要你神魂强大 神念足够 都可以驱使 说着 他从光运中 伸出了一只仙仙玉手 微微一动 刷的一声 洛青州突然发现 悬浮在自己身旁的飞剑 突然不由自主飞了出去 落在了他的掌心 这就是神念玉物 只要你神魂与神念强大 哪怕是这座鸳鸯楼 你也能移动 月白身影淡淡地说完 把东西还给了他 又道 第一 你要看得见他 第二 你的神念足够包裹住他 第三 他没有你强大 洛青州摒弃名神 仔细听着 月白身影声音清冷 足足说了一炷香的时间后 方道 你先记着 不懂的 可以再问我 接下来 我再传授你附身之法 洛青州一听 顿时心头一喜 激动无比 连忙攻身拱手 感激替灵道 月姐姐之恩 在下莫齿难忘 月白身影淡淡地看他了一会儿 方开始讲解起来 洛青州屏住呼吸 仔细听着 有不懂的 立刻发问 对方都极为耐心 一一解答 这一传功 直到天亮 夜色退去 洛青州意犹未尽 却没敢再逗留 再一次攻身感激 告辞离去 月白身影看着他的背影 消失在黎明的光线中 静默了一会儿 方低下头 看向了手里的玉石 玉石呼地震动了一下 上面出现了一行小字 洛青州 小月 月姐姐今晚真的太好太好了 她真的好温柔 好有耐心 你以后不准再说她坏话了 听到没 洛青州回到秦府时 朝阳刚刚在天边露出了一丝光线 神魂归翘 开始补觉 一觉醒来 已是晌午 白天继续在湖底练体 和修炼牛魔神功 夜晚则去鸳鸯楼 在那位月姐姐的指导下 修炼神念玉物和附身之法 转眼间 又是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 7月15 距离秋市 仅仅就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这段时间 洛青州的神魂技能 已经修炼得很纯熟了 牛魔神功也掌握熟透 神魂进步很大 但是 炼体却依旧停滞不前 一个多月的时间 她不仅用完了那十几瓶药水 还有出去 花费了五万金币买了一些 每天都坚持使用 但是 剑五十显示的力量 依旧增加得极其缓慢 她知道 是因为内功心法的缘故 五十境界 需要专门的内功心法 之前的心法太过低级 已经不能用了 没有五十境界的内功心法 它很难再有突破 所以这天天刚亮 她就出了府 她决定出城一趟 碰碰运气 当然 还有一件事 她必须要确认清楚 距离龙虎学院的招生考试 也只有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了 她必须要尽快确定 洛玉的真正修为和实力 否则 到时候可能无法报仇不说 有可能还会被对方阴了 最近秦二哥 估计也在紧张的修炼之中 已经很久 都没有见到对方的人了 不知道对于这次的考试 她是否有信心 这次龙虎学院的招生考试 可不止洛玉和秦二哥 整个墨城和附近门派的人 都会派人参加 竞争力估计比她秋式还要大 所以 秦二哥要面对的 可不仅仅是洛玉 洛青州一路想着事情 很快来到了聚宝阁 上了顶楼时 只有刀姐一个人 正坐在那里喝着早餐 看着一本地理书籍 刀姐银色的短发 变得长了一些 已经披在了肩上 今天穿着银色的软甲 戴着护肩护膝和拳套 一双大长腿 被紧身皮甲包裹得紧紧的 笔直而结实 楚飞扬 你在看哪里 刀姐瞥了她一眼 放下手里的书籍 本来伸着的脚 立刻缩了回去 藏在了椅子 洛青州在对面坐下 打招呼道 刀姐 好久不见 刀姐冷冷地看了她一会儿 讥讽道 好久不见 一见面就觊觎人家的脚 楚公子 能不能不要变态地 这么肆无忌惮 洛青州尴尬一笑 解释道 刀姐误会了 我刚刚只是在看 刀姐的腿而已 并没有看刀姐的脚 刀姐 有区别吗 洛青州没再跟她争辩 问道 那位成国府的二公子来过吗 刀姐眉头动了动 收回瞪向她的目光 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道 来过 不过被我打发走了 这段时间 她进出黑幕林很频繁 楚飞扬 我劝你 今天还是不要出去了 要是遇到她 没人会再帮你的 也没有人帮得了你 洛青州问道 她一个人吗 刀姐看向她道 是一个人 不过看情况 人家快突破了 而且 人家的身上 可全是宝物 随便拿出来一件 估计都能把你打残 我劝你不要存侥幸心理 顿了顿 又道 再等一段时间吧 等龙虎学院考试完 她估计就要去京都了 等她离开了末城 你再出来吧 那时候安全一些 洛青州沉默了一下 转移了话题 刀姐 你相亲相得怎么样了 遇到合适的人选了吗 刀姐拿起一块点心 吃了一口 淡淡地道 遇到一个 不过她嫌我太粗鲁 没要我 洛青州看了一眼 她脸上的神色 只得止住了这个话题 其实一个人挺好的 没必要澄清 她劝道 刀姐看向她道 你澄清了吗 洛青州 成了 洛青州没敢吭声 朝阳很快升起 阳光洒满墨城 街道上小番吆喝 行人息让 不多时 吴奎 周伯约和楚晓晓 都相继而来 洛青州一一打了招呼 吴奎见到她时 除了尴尬以外 还有拘谨和忐忑 估计心里也有后悔 当初洛青州落难 刀姐三人都坚定地站在了她的身边 与那名魁梧女子对峙 只有她 她被牵连 默默离开 然而 她可能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原本要被那位魁梧女子虐杀的少年 却在短短三天时间以后 就立刻反杀了那名魁梧女子 而且还一跃成为了一名武师 这故事 估计比做梦都要离谱 所以 此刻两人相见 她自然感到非常不自在 除了一开始低声打了招呼以外 一路上 她再也没有说话 马车载着几人出了城 奔驰在城外的大道上 扬起了一路的尘埃 四周的林中 响起了知了此起彼伏的过躁声 转眼间 已经到了夏天 七月的天气 即便是早上 也充满了酷热的气息 楚小小先开了窗帘 想要吹一吹风 却吃了满嘴的灰尘 慌忙呸呸呸地拉上了窗帘 这个时候的道路上 马车还是很多的 车厢里非常闷热 几人也没有了聊天的兴致 马车刚到黑木林外 几人都迫不及待地跳下去 还好 从树林里吹来的尘风 还是很凉爽的 这个时候太阳 也是稍稍温和的 吴魁下了马车 直接沉默地进了树林 周伯约和楚小小 与大家打了招呼后 也相继离开 刀姐看向旁边的洛青州 道 怎么了 是害怕了不敢进去了 还是准备雇佣我 洛青州没有理他 又等待了一会儿 见没有马车再过来 方挥挥手道 走了 他直接向着洛玉 每次进入黑木林的那条道路走去 刀姐在林外看着 愣了一下 随即 猝起了眉头 喃喃自语道 这家伙 不会又要做什么离谱的事情吧 他犹豫了一下 从储物袋里 拿出了那把宽刀 扛在了肩上 走了进去 以他现在的实力 最多就做一个看客 武士之间的矛盾 他是绝对不会再插手的 当初那位洛公子 已经给过他们聚宝阁警告了 洛青州一路向前 除了搜索妖兽以外 还搜索着那位洛二公子的身影 他直接进入了黑木林深处 以他现在的实力 的确已经有资格进去了 不多时 他突然看到一只体型如马的梅花鹿 从旁边的树林间 跳出 再看到他后 又立刻一蹦一跳地逃走了 速度非常快 洛青州看着他的身影 犹豫了一下 并没有去追 这种速度 即便是他现在的武士修为 也不一定能够追上 没必要白白浪费时间和体力 他继续向着黑木林深处走去 晌午时分 他突然听到前面的林中 传来一声野兽的怒吼 以及武者出拳的声音 他现在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不远处武者战斗时的气息和气浪 他立刻走了过去 在看到那名武者的身影时 他顿时有些失望 并不是落语 一头体型巨大的黑熊 以及一名武士初期的中年男子 一人一雄正在激烈搏斗 那中年男子拳法伶俐 不消片刻 那头黑熊已经连中几拳 随即晕晕乎乎 歪倒在了地上 中年男子却并没有再继续向前 而是突然转过头 看向了他 目光警惕 洛青州怕他误会 立刻到 路过而已 说完 直接从旁边快步离开了 如果他不走 这名中年男子肯定不敢再继续跟黑熊搏斗了 而他也不可能要到这头黑熊 黑熊皮厚肉糙 战斗力和耐力都很惊人 估计还要战斗一会儿 才能拿下 没有人敢在另一名武师虎视眈眈的目光中 再继续与黑熊搏斗 他当然也不敢 他今天并不是来猎杀妖兽的 他还有很重要的事情 又向前走了两公里的距离 肚子有些呃 他停下脚步 在四周仔细观察了一会儿 又在头顶观察了一会儿 这才跳上了一棵大树 一直爬到了树棺位置 才找了一个稳固的地方坐了下来 拿出牛肉清水 吃了起来 简单地吃完了午餐 又休息了一会儿 正要下去继续寻找时 忽地发现 旁边一棵大树的树棺上 降落下了一只羽毛鲜艳的小鸟 那小鸟叽叽叫了几声 歪着小脑袋 一双绿豆般的小眼睛 好奇地看向了他 洛青州心头一动 立刻坐好 闭上眼睛 静心凝神 神魂出鞘 那鸟似乎并无察觉 依旧歪着脑袋 在打量着他的身体 似乎没有见过这么奇怪地 生活在树上的动物 洛青州的神魂迎着烈日 漂浮在半空中 随即刷地飞了过去 如老鹰般俯冲而去 竟然瞬间钻进了那只小鸟的身体中 小鸟身子一震 两只绿豆般的小眼睛 顿时变得呆滞起来 树息后 小鸟眼珠僵硬地转了转 随即脑袋左右转头 上下乱看 张嘴叽叽叽地叫起来 扑冷 他扑打着翅膀 飞了起来 在飞出了十余米远的距离后 他立刻又调转方向 飞了回来 刚落在枝梢上 头顶上突然出现一道阴影 净风呼啸 杀气腾腾 他仰头看去 竟看到一只苍鹰 正从半空中俯冲而下 转眼间已经到了镜前 洛青州吓了一跳 慌忙从小鸟的身体中飞了出来 随即刷地拿出飞剑 悬浮在了小鸟的头顶上 那苍鹰见那飞剑寒忙闪闪 顿时胆寒 慌忙杀住冲势 翅膀一拍 已经调转方向 逃离了这里 而树枝上的小鸟 在呆滞了一会儿后 立刻拍着翅膀飞走了 洛青州没敢在外面多呆 收起飞剑 魂魄归体 这里到处都是妖兽和毒物 没人帮他看着肉身 神魂可不敢在外面逗留太久 万一肉身有失 那就糟糕了 刚刚用那只小鸟的身体 试验了一下附体之术 看起来还可以 不过 以他现在的神魂修为 只能附身在弱小者 或者病弱者身上 而且不能距离自己的肉身太远 还有 短时间内 只能附身一次 不然会神魂受损 神魂附身别的肉身 再钻进去时 需要先与对方的魂体搏斗 打赢了对方 或者杀死了对方 才能控制肉身 若是对方魂体太强 可能还会反杀 直接把他给吞噬了 所以这段时间 虽然他修炼了这个技能 但一直没敢乱试验 怕修为不够 出了事 刚刚见那只小鸟体型小 又呆头呆脑 所以才敢试验 如果换作是刚刚那只凶猛的苍鹰 他肯定是不敢冒险的 毕竟凶猛的肉身 大多都是被一具凶猛的神魂主宰着 而且在对方的肉身内 对方的神魂肯定占着更大的便宜 洛青州不敢着急 只能循序渐进 慢慢再找各种动物试验和磨练 同时 还要继续修炼神魂 等神魂再强大一些了 自然可以随便施展附身之术 杀 他五指对着三米出的一片树叶 隔空一抓 那片树叶呼得脱离之头 飞进了他的手里 这欲物之术 即便是肉身 也能完成 只需神念包裹 催动魂力就可以了 不过肉身发挥的力量 并没有神魂出窍 发挥的力量大 以他现在的修为 三米之内的树叶 已经是极限了 再重一点的东西 再远一点的距离 就有些力所不及了 又在树冠上练了一会儿 他方从大树上下去 落地后 他并没有再继续向前 前面的山林 黑雾弥漫 不仅有浓郁的瘴气 还有很多毒虫 出没的妖兽 估计也已经达到了高阶 这里 已经是黑木林深处了 他只是武士初期修为 没必要再 继续去更深处冒险 转身返回 在行走了将近三公里远后 他突然看到 前面走来一道熟悉的身影 想要躲避 已经来不及了 那道身影 也第一时间看到了他 两人同时停下了脚步 随即 对面的那道身影 继续向着他走了过来 洛青州站在原地没动 握紧了拳头 真是巧 找了半天没有找到 没想到再回去的时候 却刚好遇上了 对方一身蓝色净装 身材挺拔 气质卓越 神情冷漠 正是那位陈国府二公子 洛玉 洛青州看着他 心头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感觉 涌起 有些像是做梦的感觉 曾几何时 他在见到 这位洛二公子时 是多么的卑微与小心 而现在 面对着这位陈国府尊贵 而强大的二公子 他已经可以堂堂正正地站着 再也不用对着他低着头 唯唯诺诺了 如果不是那场屈辱的婚事 现在的他 应该还在陈国府寄人篱下 对这位杀母仇人 毕恭毕敬 卑躬屈膝 连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吧 命运眷顾他 也是他那位可怜的母亲 在天之灵 保佑着他 仇人相见 并未眼红 只有异常的平静与冷静 是你杀了他 洛玉停在了与他仅有无米远的地方 目光有些惊讶与好奇地看着他 原来是我看走眼了 几个月前 你才是武生练精进吧 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你就突破到了武士境界 我不得不佩服 不过我很好奇 这整个莫城有潜力的舞者 我都知道 但唯独不知道你 莫非 你是城外某个门派的人 顿了顿 他突然又笑道 小兄弟 别紧张 你杀了他 是他既不如人 我不会再追究这件事的 我洛玉最佩服的 就是小兄弟这样 有天赋 又低调的人 如果可以的话 我很想与小兄弟做个朋友 如何 洛青州看着他脸上 那熟悉的虚伪笑容 沉默了一下 道 好 说完 他便嗖的一声冲了过去 举起拳头 轰地打向了他的面门 轰 一声爆响 宛若炸雷 巨大的气浪四散而开 四周落叶翻滚 枝叶哗哗 洛玉握着拳头 站在原地 窥然不动 洛青州落在地上 蹭蹭蹭地击退了十余步 刚站定 再次冲了上去 既然你要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洛玉脸上虚伪的笑容 已经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 一脸的淡漠与阴冷 身影一闪 已经到了他的面前 轰地一拳砸了上去 猫 一声牛鸣响起 洛青州拳如铁锤 轰然而落 碰 铁拳撞击 轰隆作响 洛青州身子一震 再次向后退去 还未站稳 洛玉又已经到了他的面前 轰得一拳 再次砸向了他的面门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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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身影纠缠闪挪 四肢铁拳 化作数百拳影 连绵不绝地撞击在了一起 四周树木折断 枝叶纷飞 一股股可怕的武士进风 跟随着两人在林中急速闪略的身影 呼啸旋转 哄 又一声雷鸣般的爆响 两人总算分离 洛玉飘落在原地 依旧沉稳如山 窥然不动 洛青州则向后飞出 重重地摔落在了地上 溅起了一地的落叶 随即又一跃而起 他的手臂被震得麻木 手背上坚韧的皮膜 已经裂开 一丝丝烟红的鲜血 从里面溢了出来 对方实力很强 但他试探了这么久 却依旧没有看出 对方真正的修为 有可能快要突破到武士中气 又有可能 早已突破 只不过故意有所保留 他体内的内力 依旧充沛 他握紧了拳头 决定再继续冒险试探几招 不探出对方的真正实力 一个月后的报酬 就会有太多 不确定的因素和风险 正在他要继续向前冲去时 骆玉突然转身 嗖的一声 如利剑一般射出 转眼间 已经走得无影无踪 骆青舟在原地愣了一下 呼得心头一动 转过头 看向了旁边的林钟 一道穿着黑色净装的熟悉身影 正从一棵大树 后面走出 脸上戴着一张熟悉的面具 秦府二公子 秦川 骆玉的突然离开 自然是因为这位竞争者 对方当然不是怕这位秦二公子 而是在考试之前 不想暴露自己的真正实力而已 秦川目光复杂地向着他走了过来 一路打量着他 像是第一次认识他 似乎是怕他误会 又连忙开口道 小兄弟 我刚刚准备出手帮你的 可惜他跑得太快 骆青舟看着他 没有说话 秦川停在了距离他五六米远的地方 拱手道 小兄弟两次相救 在下感激不尽 之前有所误会 还希望小兄弟 不要放在心上才是 骆青舟拱手回礼 依旧没有说话 秦川又目光复杂地打亮了他一眼 满脸不可思议地道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小兄弟就从五声炼金境界 直接突破到了武师境界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真的不敢相信 小兄弟的天赋 即便是放在整个末城 也找不出来一个 骆青舟心头啊啊道 难道秦二哥也想跟我交朋友 秦川见他一脸警惕 依旧没有回话 拱手笑道 小兄弟 其实我看得出来 你与美娇并非是仇人 你们是朋友 对不对 骆青舟否认道 不是 秦川笑了笑 道 美娇已经回京都了 小兄弟如果想见他 可以去京都找他 骆青舟拱了拱手 准备告辞 秦川连忙道 小兄弟 听美娇说 你叫楚飞扬对吗 楚兄帮了在下两次 在下还没有好好感谢 若是楚兄不嫌弃 今晚咱们去酒楼喝上几杯 可否 不用 骆青舟一口拒绝 没再逗留 转身就快不离开了 秦川看着他匆匆而去的背影 搓了搓眉头 自言自语道 这家伙 性子似乎有些冷淡 与美娇倒是有些相似 不过 这家伙的天赋 有些逆天啊 不知道这次龙虎学院的考试 他是否会参加 他又在原地思索了一会儿 方转身离开 骆青舟走到远处 爬上了一棵大树 在手背上涂抹了一些创伤药 闭上眼睛 在脑海中播放着刚刚与骆玉的战斗 对方显然并未使出全力 从出手到最后 一直都有所保留 估计就是怕真正的实力暴露 毕竟对于他来说 一个月后的龙虎学院考试 才是最重要的 由此推断 对方很可能已经到了武士中期修为 甚至 可能还正在冲刺后期 那么 他如果想要报仇 至少要突破到武士中期境界 否则 绝无可能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他得抓紧时间了 他必须要先找到一件 专门为武士提供的内功心法 否则很难再快速突破 又在树上休息了一会儿 他跳了下去 小心翼翼地向着前面走着 除了寻找妖兽以外 还要时刻防备其他武士的偷袭 傍晚时分 他出了黑木铃 在马车旁找到了刀剪 还为开口说话 对方便冷冷地道 楚飞扬 你是在找死吗 洛青舟文言不解 什么意思 刀姐冷哼一声道 你跟踪那位洛公子 差点被人家打死 我都看到了 洛青舟惊讶道 刀姐 你跟踪我 刀姐吃了一声 谁跟踪你了 你们打的动静那么大 我只是在附近闲逛听到了而已 所以才过去看看 洛青舟道 刀姐 既然你看到了 怎么不上去帮忙 刀姐翻了个白眼道 你看我像是白痴吗 洛青舟想了一下 点头道 也对 人家一拳上来 估计就把刀姐给打爆了 刀姐的确不该上去自寻死路 刀姐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道 你才爆了 楚飞扬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又要主动去招惹人家 洛青舟一脸无辜道 没有啊 我就是顺路而已 那黑木林里的路 大家都能走 他洛二公子能走 我楚飞扬就不能走了 刀姐目光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道 别平嘴 老实说 你是不是跟他有仇 每次他出现 我都看你盯着人家看 上次你被那魁梧女子追杀 估计也是你故意挑逗的吧 洛青舟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 凑近他 压低声音问道 刀姐 问你一件事 你上次不是说 你有师父教你吗 那你那里有专属武师的内功心法吗 刀姐正了正 看着他惊讶道 你都武师了 现在还没有内功心法 洛青舟有些尴尬 没 刀姐顿时目光古怪地看着他 道 楚飞扬 别跟我说 你没有师父或者长辈教导 从武生到现在的武师境界 都是你一个人独自修炼来的 洛青舟耸了耸肩道 的确是这样的 刀姐 正在马车上打等的许七 终于忍不住起身道 楚兄弟 你一个人修炼 就能修炼这么快 如果再找个师父指导 岂不是直接上天了 如果真是这样 那我劝你 快去找个门派或者师父吧 以你的天赋 一个人没头没脑的修炼 实在是太浪费了 简直爆天天物 刀姐附和道 七哥说得对 楚飞扬 以你的天赋 如果有师父指导和领着你修炼 可以避过很多障碍 修炼速度肯定会更快 你想要武士境界的内功心法 其他人肯定不可能给你 除非你去拜师 或者加入某个门派 又或者 你的家族友 这种东西 即便你有钱 也不一定买得到 毕竟是 各个家族门派的功法传承 我师父那里倒是有 但是我也不可能帮你要来 洛青舟沉默了一下 道 聚宝阁没有卖的吗 许七苦笑道 楚兄弟 这种东西 我们可不敢卖 武士境界的内功心法 每一件都有出处 和大有来头 除非活腻了 不然谁敢卖 洛青舟心头 顿时满是失望 加入门派和拜师 估计是来不及了 不可能你刚加入 人家都还没有摸清你的底细 还不知道你是不是忠心 就把这种传承功法传授给你吧 还有什么办法呢 他想起了秦二哥 不知道秦二哥的内功心法 是在哪里得来的 是秦家祖传的吗 可惜秦二小姐不在家 不然的话 他就直接去问了 不多时 楚晓晓 乌奎和周伯约 都陆续从黑木林里走了出来 走吧 刀姐见他们都没有所获 直接上了车 洛青舟刚要上车 突然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 从树林里走出 走向了前面的另一辆马车 洛玉的目光 也看向了他 对方似乎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后 便上了马车 洛青舟知道 这位洛二公子 现在一心一意修炼 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了一个月后的考试上 对于其他事情 应该会暂且放下 毕竟到时候龙虎学院的考试 关系着 他和整个陈国府的荣耀和前途 洛青舟上了马车 心事重重 刀姐看了他一眼 犹豫了许久 待马车进城后 方开口道 楚飞扬 要不 你去当我的小师弟吧 怎么样 此话一出 其他人都是一愣 洛青舟看着他道 多谢刀姐 不过不用了 我会有办法的 拜师肯定是来不及了 而且 拜师肯定要透露出 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家庭等等 他暂时还不方便 他决定 今晚去问问那位月姐姐 和那位月妹妹 看他们有没有办法 如果实在不行了 他就把那篇妖族内宫心法腾写出来 让那位月姐姐帮忙翻译解释好 他试一试 既然他可以修炼妖族的牛魔神功 那么内宫心法 或许也有可能 不过一些学窍和气流走向等等 都要小心区别开 不知道那位月姐姐懂不懂 以对方对牛魔神功的透彻理解 估计对方应该也会懂 他决定今晚去试一试 马车很快在聚宝隔前停下 洛青舟又进去花费了五万金币 买了足够的五十药水 决定要好好回去闭关修炼了 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他必须要拼尽最后一次的潜能 抓住每一分的时间修炼 如果不能成功突破到五十中期 那么这个仇 只怕又要等待很久了 一旦对方去了京都 进了龙虎学院 那机会就更加渺茫了 所以无论如何 他都一定要成功 一路想着事情 刚进小巷 准备扯一道身影 夕阳西下 知了依旧在路边的梧桐树锅灶 过往的行人汗流加倍 空气中 依旧充满了燥热的气息 带着一丝凉意的晚风 从巷口吹了进来 聊起了墙角下 少女那乌黑的绣发 和那淡绿色的裙摆 少女抱着剑 冷着脸 翘生生地站在那里 她看着对面的墙壁 一动不动 对于她走到近处的脚步声 不知道是没有察觉 还是故意装作没听见 洛青州停在了她的面前 盯着她那轻利 而冰冷的脸蛋 看了一会儿 突然道 这位姑娘 向你打听一个人 少女漆黑的睫毛颤了颤 目光依旧冰冷地看着对面 没有理睬她 洛青州道 听说秦府有个小姑娘 长得特别可爱 而且是个用剑高手 还听说 她还有一个长得特别好看 特别有才华的姑爷 你知道她们叫什么名字吗 少女的目光 终于看向了她 洛青州与她目光相对 满脸惊讶道 姑娘 你长得好可爱 我觉得肯定比那个秦府的小姑娘 可爱多了 你是不是也有一个更好看 更有才华的姑爷 少女双眸冰冷 抬起了手 洛青州下意识地捂住了眼睛 一丝冰凉落在脸颊上 少女纤细的手指 在她的脸颊上 轻轻地扣动着 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东西 洛青州放下手 又看了她一眼 方抬手把脸上的面具取了下来 摸了摸脸蛋道 果然 你也有一个好看的姑爷 说完 脱下了身上的黑色净装 穿上了宽大的乳袍 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个玉树临风 风度翩翩的美少年 蝉蝉 姑爷好看吗 洛青州问道 下禅没有说话 目光看向了她的手背 洛青州抬起手 抚摸着拳头上的裂口道 没事 小伤而已 过两天就好了 下禅盯着那些伤口 又沉默了一会儿 方开口道 需要 我帮忙 吗 洛青州刚要说不用 突然又点头道 需要 蝉蝉 待会儿回去 你帮我涂些药 然后再帮我研磨 好不好 下禅抬头看着她 漆黑清澈的毛子里 满是冰冷 说的是 杀人 洛青州与她目光相对 沉默了片刻 轻声道 不用 蝉蝉 有些人 我需要自己动手 那些人太脏 会脏了你的小手的 下禅握紧手里的剑 漆黑清澈的毛子 正正地看着她 低声道 蝉蝉 不怕脏 有风从巷口吹来 少女并脚青丝飞扬 睫毛微微颤动 清纯而芬芳的气息 在空气中弥漫着 那单薄的身子 俏丽的模样 磅仿出开的花朵 青涩而动人 洛青州心头 不禁升起一股怜惜 抬起手 想要抱她一下 迟疑了一下 又把手放了下来 道 走吧 回家 不怕脏的话 就帮姑爷淹没吧 夕阳落在天边 天空红了一片 两人回到府中 一前一后 进了梅乡小园 床上抹着灰尘的 秋儿和小蝶 见她回来 刚要说话 又闭上了嘴巴 目光看向了 她身后那道身影 秋儿立刻放下抹布 端起了盆子 对小蝶说了一声 然后道 姑爷 奴婢跟小蝶 去小桃姐姐那里去了 晚点再回来 小蝶连忙跑进厨房 看了一下饭菜 然后又跑出来道 公子 饭菜都是热的 你可以和夏禅姐姐一起吃哦 说完 两个小丫头 立刻收拾好东西出了门 看着关上的院门 洛青州转头道 蝶蝶 你看 大家都怕你 看到你来了 都逃跑了 怕你用剑刺他们 你以后能不能保持微笑 不要凶着脸了 夏禅握着剑 翘脸冰冷地看着她 我 只刺 坏人 洛青州挑眉道 那你觉得 姑爷是坏人吗 夏禅冷冷地道 是 洛青州顿时目光悠悠 蝶蝶 姑爷哪里坏了 说话要凭良心 当初你落水时 是不是姑爷奋不顾身跳下去救你 当初在风雷交加的夜晚你迷路了 是不是姑爷 夏禅没有再听她重复下去 直接上了台阶 进了屋里 洛青州停住话 也跟了进去 夏禅走到书房门口 刚要弯腰脱掉鞋子 洛青州立刻走上去蹲下道 缠缠 姑爷帮你脱 说着 就抱住了她的脚 帮她把鞋子轻轻脱了下来 趁机摸了一下 她那穿着雪白罗袜的鲜袖小脚 夏禅双眸一眯 握住了拳头 洛青州连忙帮她脱掉了另一只 站起身道 缠缠 待会儿姑爷 有个东西想给你看看 快进去吧 说着 帮她推开了房门 夏禅又冷冷地看了她一眼 方进了房间 洛青州暗暗抹了一把汗 也脱掉鞋子 走了进去 关上了房门 夏禅走到窗前 推开了窗户 院里的花香 扑别而来 天边晚霞似景 残留着黄昏最后的美丽 洛青州从储物袋里 拿出了那根漆黑木棍 刷得挥舞了一下 指着她的后背道 缠缠 来看看这根棍子 又黑又硬 夏禅站在窗前 看着天边的晚霞 一时之间 似乎走了神 并未理睬她 洛青州走进一步 扬着棍子道 缠缠 姑爷要从后面戳你了 说着 见她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向前一送 对着她纤细的腰枝 和垂落在那里的绣发 轻轻戳了一下 夏禅这才回过神来 转过身看着她 洛青州晃了晃手里的漆黑木棍道 缠缠 这根木棍用力甩打时 前面会变粗 看着像是普通木头制作成的 但显然不是 用力打石头时 也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你拔出宝剑试试 看看是否可以砍断它 夏禅低头看了一眼 慌地拔出了手中的宝剑 不带洛青州反应过来 那柄剑已经落在了她的木棍上 争的一声 花火似箭 咔 折断的声音响起 一节东西 断落在了地上 洛青州僵了一下 以为是自己手里的木棍被砍断了 正在发愣时 突然发现不对 仔细一看 地上掉落的 竟然是半截宝剑 她吓了一跳 抬头看去 少女呆呆地站在窗前 手里的宝剑 只剩下了半截 洛青州 房间里陷入了寂静 死一般的寂静 夏禅握着手里 剩下的半截的宝剑 呆滞了半晌后 眼圈开始渐渐泛红 她眸中开始闪烁着泪光 小嘴微微扁了起来 然后 缓缓抬起头来 看向了她 对 对不起 洛青州嘴角抽搐 手足无措 她当然清楚 这柄剑 对于这个女孩来说 意味着什么 她认识了她这么久 很少见这柄剑 从她的手里离开过 就连她睡觉时 也会在被子里 握着这柄剑 这柄剑对于她来说 绝不仅仅只是一柄冰冷的剑 是一直陪着她的朋友 是一直给她安全感的亲人 也是对她不离不弃的 最宝贵的东西 可是现在 她却断了 被她不知道 从哪里拿来的 又黑又丑的棍子 给震断了 看着少女那泪光银银的毛子 和那扁着小嘴委屈的模样 她好心疼 馋馋 我错了 她再次道歉 却连自己都感到苍白无力 她丢下了手里的棍子 走了过去 没敢面对 她那带着晶莹泪光的毛子 弯下腰 把地上那截断裂的剑刃 剪了起来 抚摸了一下 突然心头一动 她连忙把断剑丢在了地上 随即从储物袋里 拿出了那柄长公主 送给她的金黄剑 递到了她的面前 道 馋馋 这柄剑给你 你别哭 别怪古眼 好不好 长公主送的这柄金黄剑 代表着无上的权利和荣耀 但是对于她来说 她连眼前这名少女的 一滴眼泪都比不上 她不在乎这些东西 她在乎的 只是活生生的人 是曾经与自己并肩作战 生死与共 把所有信任都给了她的女孩 下场没有接她手里的剑 弯下腰 把地上的断剑捡了起来 用衣袖抹了抹毛中的泪水 走出了房间 洛青州捧着剑 将在原地 想要开口说话 一时之间 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脚步伸出了门 消失在了庭院里 她在原地待了半晌 方叹了一口气 收起了手里的剑 她看向了地上的那根木棍 正在发愣时 窗前突然传来一道滴滴的声音 不怪你 洛青州转头看去时 她的身影已经握着断剑 走到了庭院里 很快便出了门 消失不见 她又待了半晌 方叹了一口气 走过去 把那根漆黑木棍拿了起来 仔细看了一眼 木棍上 依旧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木棍是好木棍 她却不是个好人 缠缠说得对 她就是个坏人 总是惹她生气 这下好了 今天还把她给惹哭了 这该如何收拾 又在书房里想了一会儿 她决定去临缠月宫赴京请罪 她要是不去 保证待会儿摆灵那丫头 就要气冲冲地赶来质问她了 她得向她办法补偿 不知道那柄宝剑外面 是否可以买到 她这里还有十万金币 还有一枚腰单 不知道够不够 一路想着 很快来到了临缠月宫 夜幕降临 一轮银月 升上之烧 后花园 凉亭中 秦大小姐一袭雪白衣裙 安静地坐在那里 目光看着亭外池塘里的莲花 秀眉微微醋着 绝美的容颜上露出了一抹恍惚的神情 百灵一袭粉裙 衣着栏杆 站在旁边 正低头掰着手里的花瓣 嘴里小声嘀咕着 似乎也正想着事情 夏禅突然从原门处走了进来 百灵听到脚步声 抬头看了她一眼 顿时一愣 随即又看向了她手里 拿着的剑刃 脸色顿变 缠缠 你的剑 夏禅走进了凉亭 站在了那道雪白身影的身旁 委屈地把手里的断剑递了过去 秦坚家回过神来 目光看向了她手里的断剑 百灵在旁边好奇问道 蝉蝉 怎么弄断的 这柄剑可是小姐亲自炼制的 里面还加了很多好材料呢 夏禅扁了扁小嘴 没有说话 秦坚家抬起手 把两截断剑接在了手里 目光在断裂处看了一眼 神色微微动了一下 百灵看了一眼她 小心翼翼地问道 小姐 还可以修复吗 夏禅咬着粉唇 小手握紧了剑柄 秦坚家抬头看着她道 给你炼制一柄新的 可以吗 夏禅谋中 顿时水雾弥漫 百灵看了她一眼 没敢再说话 秦坚家看着手里的断剑 沉映了片刻 道 可以修复 不过不会有之前的锋利了 而且 可能还会折断 顿了顿 她又难难地道 有了裂痕的东西 即便修复好 那处裂痕 其实依旧在 虽然看不到 但她若是要断的时候 依旧会从那里断 花园里陷入了寂静 没有人再说话 秦坚家抚摸着手里的断剑 又正了一会儿 方道 好吧 我帮你修复好 这时 百灵突然转过头 看向了原门处 道 小姐 姑爷来了 不多时 脚步声在门外响起 洛青州走进原门 见三人都在 又见百灵手里 正拿着那两截断剑 正皱眉沉思着 而夏禅正别着脸 看着别处 弯弯的睫毛上 似乎还挂着晶莹的泪珠 她走了过去 主动请罪道 大小剑 说我把夏禅姑娘的剑弄断了 很抱歉 这柄剑需要多少钱 我陪她 百灵一听 顿时满脸惊讶地看着她道 姑爷 是你弄的 你怎么弄的 潺潺的剑可是硬得很呢 洛青州看了她一眼 道 我那里有根棒子 也很硬 我让潺潺试了一下 没想到就 什么棒子 百灵满脸好奇 洛青州没再理她 看向亭子里的秦大小姐 再次拱手道 大小剑 是我的错 我知晓这柄剑对夏禅姑娘很重要 我想问一下 我可以重新帮她买一把吗 其实这话 也是对夏禅说的 情间家抬头看着她 淡淡地道 你问她吧 洛青州这才看向了旁边的少女 夏禅别着身子 看着别处 咬了咬粉唇 低声开口 不用 百灵突然又插话道 姑爷 大家都是自己人 而且 你又不是故意的 潺潺不会怪你的 不过 姑爷可以补偿一下潺潺哦 洛青州看向她道 什么补偿 百灵歪着脑袋 仔细想了一下 突然目光一亮 道 姑爷 你那里不是有一颗很漂亮的宝石吗 可以送给蝉潺哦 就当做是赔礼道歉了 蝉潺一定不会再生姑爷的气了 洛青州震了一下 看了她一眼 并未犹豫 从怀里摸出了那颗暗红色宝石 月光下 宝石正中心的地方 微微闪烁着一丝光亮 她把宝石递到了下潺的面前 道 潺潺 给你 下潺别着身子 正要拒绝时 秦大小姐突然开口道 拿着吧 下潺微正 看了她一眼 随即 又转过头 看向了那颗暗红色的宝石 她伸手接着 放在了掌心 正正地看着 洛青州尴尬道 那个 要不我们明天一起出去 我还是再帮你买一把剑吧 下潺没有回话 百灵又开口道 姑爷 潺潺都说不用了 就算姑爷买了 潺潺也不会要的 而且 潺潺这把剑 其实是可以修补好的 明天我去找二公子 二公子认识断剑的师傅 应该可以帮忙修补好的 洛青州道 真的 百灵点头道 嗯 随即又哼道 人家可不会像姑爷一样 爱骗人呢 洛青州看了一眼 庭里的少女 没敢再多呆 拱手告辞 然后道 百灵 来送送姑爷 百灵愣了一下 慌忙跑到下潺的后面躲了起来 探出脑袋摇头 不要 才不要 洛青州看了他一眼 没再多说 快步离去 待他离开后 花园里安静了一会儿 百灵突然问道 小姐 你也看出来了 这颗宝石不对劲 是吗 情间家伸出手 从下潺手里 拿过了那颗宝石 在月光下仔细看了片刻 道 我在一本古书上见过 这应该是一枚古老的符文 专门镶嵌在武器上的 百灵目光一亮 道 难怪小姐要让蝉蝉拿着呢 这种东西 就算放在姑爷那里 也没什么用 情间家站起身 走出了凉亭 道 把剑带过来吧 晚上我还有事 嗯 百灵立刻拿着那两截断剑 跟了上去 又回头道 蝉蝉 快来 这下你 终于可以与姑爷光明正大的融为一体了 呃 我说是东西 下潺握紧剑柄 跟了上去 后花园中 很快又恢复了寂静 洛青州回到梅香小园后 吃了饭 又泡了药水澡 然后 喊小蝶进书房研磨 他准备把脑中剩下的那些妖族文字 都腾写在纸上 今晚好给那位月姐姐认 这样总比他一个字一个字的 在手帕上 虚写要方便得多 之前的妖族文字 只写出来了一半 经过那位月姐姐的翻译 是三篇妖族功法 一个是内功心法 一个是牛魔神功 一个是壮阳的 他如今可以修炼的 就只有牛魔神功 不知道今晚还要问一问 武师内功心法的事情 万一不行 他就只能试试 那篇妖族的内功心法了 七月的夜晚 非常燥热 就连从窗外吹进来的晚风 都带着一股热气 小蝶披着一身薄薄的翠绿青纱 站在旁边低头颜沫 不到一会儿功夫 已是香汗淋漓 他见公子写得认真 心头满是心疼 一手颜沫 一手拿起了 绣着牡丹的小圆扇 帮公子轻轻扇着风 想让公子凉快一些 他自己却热得难受 洛青舟笔走如龙 很快把剩下的文字 都腾写在了纸上 又仔细看了一遍 方放下了笔 吹干了墨汁 收好宣纸 他又拿了一张 空白的宣纸摊开 他决定把那篇妖族内功心法 也腾写下来 这样的话 才方便跟人体各个学窍对比 如果有不懂的 还可以去问问那位月姐姐 重新提笔 站了站墨 正要继续写时 突然看到一滴汗水 滴落在了桌上 他愣了一下 抬头看去 小丫头已经热得满头大汗 小脸飞红了 可是手里还在摇着小圆扇 帮他扇着风 洛青舟顿时心疼无比 连忙放下笔道 小爹 别给我扇了 公子不怕热 给你自己扇吧 去把圈儿喊进来 你们换一下 让他来沿会儿没 小爹抹了抹额头上的汗水 轻声道 公子 没关系的 奴婢还可以坚持 圈儿姐姐出去了 待会儿才会回来 洛青舟伸手握住了他手里 依旧在对着自己扇着的扇子 道 好了 别扇了 你歇会儿吧 还有你这外衣 可以脱掉的 在家里 又没有别人 穿个小肚兜就可以了 小蝶红着脸蛋 羞涩到 才不要呢 虽然早已跟公子睡在一起了 但那都是晚上熄灯的时候 现在灯光这么亮 他当然害羞 洛青舟见他娇羞可爱 又温柔体贴 又见他热成这般模样 心头顿时满是怜惜 握着他的手腕 把他拉进了怀里 让他坐在了自己的双腿上 强行把他的 披在外面的青纱薄裙 退了下来 小蝶在他怀里扭捏着 公子 别 别动 公子又不是没看过 洛青舟没有理他 帮他吞掉衣裙后 又拿过了他手里的扇子 一手揽着他的仙腰 一手帮他扇着 小蝶又是害羞 又是感动 公子 奴婢 奴婢 圈儿拎着灯笼 去小桃那里 拿了一些刺绣用的东西 刚走进庭院 突然看到书房的窗户 半眼半开着 他在院里愣一下 又立刻转过身 放轻脚步离开 凌晨时分 洛青舟神魂出窍 离开了情府 来到鸳鸯楼时 飞檐上并无人影 那位月姐姐 不知道是还没有来 还是今晚有事 她飘落在屋顶 只得沐浴着月光 盘膝而坐 先行修炼 扑愣 屋檐下 有黑影飞出 几只蝙蝠在夜空中来回穿梭 追逐着月光下的虫子 又等待了半个时辰 那道月白身影 终于山山而来 洛青舟连忙起身 殷勤地打着招呼 月姐姐 月白身影落在飞檐上 看了她几眼 主动道 今晚有些事 所以来晚了 声音依旧清冷 却令洛青舟 有些受宠落惊 以前的她 哪怕让她在这里 白白等上一整晚 也绝对不会主动开口解释的 洛青舟连忙道 没事 我也是刚来不久 月白身影看着她 沉默了一下 开口道 妖族的文字还有吗 洛青舟文言 连忙拿出了那张宣纸 展开道 剩下的还有一半 我都写在这张纸上了 看起来方便一些 说着 用神念包裹 递了过去 现在她的 已经不用袜子 就可以拿一些 不是太重的东西了 练神境的欲物 比之前强了太多 月白身影接过纸张 低头安静地看了起来 洛青舟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忍不住问道 月姐姐 那片牛魔练体心法 人类真的不能修炼吗 月白身影文言 抬起目光 看向了她 淡淡地道 不能 洛青舟有些不甘心 能不能把其中的经脉走向 学窍一类的 换成人类的 稍微修改一下 月白身影没再回应 低头继续看着手里的宣纸 洛青舟暗暗叹了一口气 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她该上哪里去找武士的修炼心法 沉吟了一下 她见这位月姐姐 一时半会儿 应该还翻译不完 只得拿出了传讯宝蝶 开始给那位月妹妹发了消息 为了修炼 不要脸面 好妹妹 在干嘛呢 哥哥想你了 边境军营帐篷中 一袭火红衣裙 正吃着一双雪白玉卒的高挑少女 正坐在灯下锁着眉头 认真研读着 三十六级 听到动静 她犹豫了一下 还是把那块传讯宝蝶拿了出来 待看到上面的消息时 她冷笑一声 讥讽道 没事的时候叫小月 有事的时候 叫好妹妹 堂堂大能转世 竟然不害臊 恶心 片刻后 她神魂出窍 仙纸滑动 把消息发送了过去 鸳鸯楼 飞檐上 月白色的光韵中 那刀月白身影 一手拿着宣纸 一手拿着一块玉石 玉石上 清晰地出现了两行小字 骆青舟 好妹妹 在干嘛呢 哥哥想你了 小月 好哥哥 妹妹在被子里 躺着呢 妹妹也想哥哥了 想得睡不着 她抬起头 看向了坐在屋顶 正在低头发着消息的身影 手里的玉石 呼得又震动了一下 骆青舟 好妹妹 哥哥有事问你 妹妹那里有那么多宝物 家世一定很不错吧 妹妹知道舞者的修炼功法吗 武师的内功心法 妹妹有吗 小月 武师的内功心法吗 哥哥 妹妹是修魂的 没有那种东西的 哥哥干嘛 突然要武师的内功心法 哥哥不会除了修魂 还在练体吧 哥哥哥哥 你不会已经是武师了吧 你也太厉害了吧 妹妹好崇拜你 骆青舟 不是我 是我的一个朋友 好妹妹 哥哥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 他刚进几武师 可是家里很穷 也没有背景 所以没有武师境界的修炼功法 妹妹那么厉害 有办法弄到一件吗 小月 哥哥 妹妹这里真的没有的 武师的内功心法 都是每个家族和宗门传承下来的 个人是不能随便传给别人的 哥哥 真的好抱歉 骆青舟 好妹妹 如果你帮哥哥弄到了 哥哥可以答应你三件事 只要是哥哥可以做到的 不是犯罪的事情 哥哥都可以帮你做 可以吗 小月 好哥哥 你没有忽悠妹妹吗 真的都可以吗 骆青舟正要回复 飞檐上的月白身影突然开口道 看完了 骆青舟文言 连忙收起传讯宝蝶 站了起来 道 月姐姐 那些字你都认识吗 月白身影 目光清冷地盯着她 淡淡地道 认识 骆青舟立刻道 月姐姐尽管念出来 我可以记住的 月白身影沉默了一下 道 是两件妖族功法 不过需要炼体修为 到达五十后七十 才能修炼 其中有些句子 我还需要回去查一下 明晚你再来 到时候 我会写下来给你 骆青舟文言 心头顿时一喜 连忙拱手道谢 那麻烦月姐姐了 月姐姐的恩情 在下一定铭记在心 月白身影 把宣纸收了了起来 没有再说话 骆青舟道 月姐姐 今晚需要讲故事吗 月白身影转过身 望向了远处的黑夜 淡淡地道 暂时不用 一个月后吧 骆青舟微正 心头暗暗道 一个月后 这一个月的时间 她刚好很忙 要抓紧时间修炼和读书 到时候 不仅要考试 还要报仇 的确不想浪费时间讲故事 这位月姐姐 不会是知道些什么 所以才不想当得 她的时间吧 骆青舟突然又想到了 这段时间 她突然而来的温柔 以前的她 一直都很冷淡 不愿意跟她 多说一句废话 但是这段时间 她不仅主动 帮助她修炼晋级 还很耐心地 帮她讲解修炼功法 对于她提出的 任何问题 都很耐心地解答 仔细一想 她还真有些怀疑起来 月姐姐 她看向了 肺炎上的身影 忍不住问道 你是不是知道 我最近很忙 想要快些突破 所以一直在帮我 月白身影望着远处 沉默了片刻 淡淡地道 不知道 骆青舟嘴唇动了动 欲言又止 正在此时 身上的传讯宝蝶 忽然又震动了一下 她拿了出来 低头看去 小月 臭哥哥 怎么不理妹妹了 是不是反悔了 是不是不想 为妹妹做事情了 果然 哥哥是在忽悠妹妹 妹妹好伤心 骆青舟连忙伸出手指 写了起来 没反悔 好妹妹 只要你帮哥哥 弄到武士修炼的内功心法 哥哥愿意 还未写完 肺炎上的月白身影 突然开口道 那片 牛膜炼体心法 你疼写下来了吗 骆青舟文言愣了一下 抬头道 写了 月白身影转过身 双眸清冷地看着她道 给我吧 我回去帮你修改一下 应该可以修炼 此话一出 骆青舟先是一愣 随即激动道 月姐姐 真的可以修炼 月白身影的目光 落在她那隐藏在 荧光里的玉石上 沉默了一下 道 可以 骆青舟再无怀疑 立刻收起传讯宝碟 把那张藤写着 牛膜炼体心法的宣纸 拿了出来 神念一动 递了过去 月白身影揭在手里 低头看了一眼 淡淡递道 明晚应该就可以了 你如果信任我 我可以把上面所说的 学窍内脏经脉 等等内力锁走的地方 全部帮你修改成 适合人类的 顿了下 她抬起头 看着她 又道 当然也会有危险 如果你的体质承受不住的 很可能会走火入魔 甚至会经脉俱飞 或者 死亡 骆青舟神色一鸣 却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攻身低头 满脸决决地道 月姐姐 我当然信任你 无论如何 我都愿意一事 即便出了事 我也绝对不会怪月姐姐 月白身影盯着她 又看了片刻 方淡淡地道 好 骆青舟心头又是兴奋 又是感激 月姐姐 你有需要我做的事情吗 这段时间一直都是你在帮我 我故事也没有讲 心里有些过意不去 月白身影沉默了一下 道 好好活着 以后继续给我讲故事 骆青舟正正地看着她 月白身影转过身 再次看向了远处的黑夜 道 该回去陪你家娘子了 骆青舟看着她那朦胧而洁白的身影 突然鼓起勇气道 月姐姐 我们可以撤下光运 见一面吗 或者 肉身相见 顿了下 又解释道 月姐姐别误会 我只是想跟月姐姐真正地认识一下 并没有其他非分之想 月白身影淡淡地道 不用 骆青舟沉默了一下 没敢再多说 拱手道 那在下告辞 月白身影望着远处 并未再回应 骆青舟又看了她一眼 方飞上半空 欲风而去 夜风温柔 远处的天际 已经开始泛白 飞檐上 月白身影微微低头 看向了手里的玉石 骆青舟 小月 抱歉 我已经找到武士的内功心法了 就不麻烦你了 小月 哥哥 是师姐给你的吗 为什么哥哥总是有了她 就不要妹妹了呢 妹妹难道没有她可爱吗 妹妹好伤心 骆青舟 小月 你很可爱 小月 哥哥好敷衍 那哥哥说 是你家妹妹可爱 还是你家姐姐可爱 骆青舟 都可爱 好了小月 不说了 我该回去陪我家娘子了 小月 哥哥 妹妹也想让你陪 骆青舟没再回复 月白身影又安静地等待了一会儿 方收起玉石 随即如月光一般溃散而开 消失在黎明前的光线之中 骆青舟神魂归翘 抱着怀里蜷缩如小猫一般的小丫头 夹着她的娇嫩的小脚 握着她出具规模的玉风 很快进入了梦乡 一觉睡到大天亮 快到晌午时 她方醒来 起来洗漱完 吃了早餐 然后在书房读书练字 小蝶和秋儿 在走廊上绣着花 没敢说话 怕打扰到她 下午时 骆青舟出了门 带了一些水果 向着月夜 听语院走去 她准备再去湖底中间 那条通道看看 不知道那处不满裂痕的坟墓空间 是塌陷了 还是突然又变成其他空间了 进了月夜听语院 她刚要走向湖边 湖地停下脚步 转过头 看向了身后 身后不远处的一棵大树后 一角淡绿色的裙摆 在夏日的热风中 轻轻摇曳着 骆青舟忍君不禁 开口道 馋馋 别躲了 姑爷已经看到了你了 夏禅又躲了一会儿 方从大树后面走了出来 翘脸冰冷地看着她 骆青舟道 你跟踪姑爷 是想报复姑爷吗 如果是的话 来吧 姑爷不反抗 也不逃走 任你欺负 夏禅站在原地 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方走了过来 随即停在她的面前 抬起了手里的剑 骆青舟愣一下 满脸惊讶到 修好了吗 她连忙伸手接过 哐的一声 把剑拔了出来 首先映入眼帘的 竟然是那颗暗红色的宝石 断裂的剑刃 已经修复好 昨天的断裂处 已经看不出来任何伤痕 同时 在靠近把柄的剑刃上 那颗暗红色的宝石 不大不小 刚好镶嵌在了里面 骆青舟伸手抚摸了一下 又用指头用力抠了一下 竟然纹丝不动 她抬起剑 对着阳光看了一下 那颗暗红宝石的中间 竟然亮起了更多的光芒 宝石与这柄宝剑 竟然格外地般配 庞佛两者本来就是 天生融合在一起的 骆青舟嘖嘖称奇 看着他道 是二公子找人帮你修复的吗 怎么这么夸 这宝石是怎么放进去的 夏禅从他手里拿过剑 翘脸冰冷 并未回话 他炫耀完 就转过身 准备离开 骆青舟突然道 缠缠 姑爷带你 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去不去 夏禅停下脚步 顿了顿 冷冷地道 不去 说完 就握着宝剑 冷冰冰地离开 不去拉倒 骆青舟没再理他 见他快步出了园门后 转身走到了湖边的角落处 开始脱着衣服 外衣脱光 只剩下了一条大裤衩 刚收起衣服 准备跳进湖水时 他突然神色一动 随即猛然转过身 快步走向了后面的一处花丛 手一伸 从里面抓出一个人来 夏禅一手握着剑 一手被他抓着 翘脸上刷的飞上了两抹红韵 随即低下头 扭着身子无力地挣扎着 颤声道 放 放了我 骆青舟紧紧抓着他的手腕 故意板着脸道 你已经看了姑爷的身子 怎么办 少女低着头 红着翘丽的脸蛋 咬了咬嘴唇 低声道 对 对不起 哼 道歉要是有用 还要拳头干嘛 骆青舟冷哼一声 盯着他羞红忐忑的脸蛋 挑眉道 陪姑爷洗个澡 姑爷就不追究 你对姑爷瑟瑟的行为了 怎样 少女低着头 轻轻咬着嘴唇 眸中呼地起雾 骆青舟见此 吓了一跳 慌忙松开他道 别哭别哭 姑爷是跟你开玩笑的 馋馋 姑爷 其实是想带你下去玩 不是要你陪姑爷洗澡 姑爷可没想过要欺负你 姑爷发誓 少女抬起头来 双眸泪光盈盈地看着他 扁了扁小嘴 委屈道 坏 坏蛋 这一瞬间 面对着这少女 楚楚可怜泪光盈盈的小模样 听着他委屈地说出 坏蛋 两个字 骆青舟心头顿时一荡 活顿时一酥 不禁又握住了他冰凉的小手 轻声道 馋馋 那你相信姑爷这个坏蛋吗 如果相信的话 那就陪姑爷一起下去 好不好 少女被他握在手心里的小手 微微颤了一下 低着头 长长的睫毛颤动了几下 低声道 好 烈日炎炎 芬儿带着一丝燥热 知了在柳树上锅燥 骆青舟走到湖边 先跳了下去 夏日的天气 湖水依旧温热 但包裹着全身 轻轻柔柔 比在岸上要舒服太多 他在水里如鱼儿一般游动了一圈 然后抬头看着岸边的少女道 你看 没什么可怕的 人在水里 是可以很轻松地悬浮起来的 快下来吧 姑爷教你玩水 很好玩的 夏禅站在岸边 握紧手里的剑 看着荡起涟漪的湖水 眸中露出了一抹忐和迟疑 骆青舟抬头看着他 并未催促 轻声道 缠缠 没事的 姑爷会保护你的 刚说完 他突然睁大了眼睛 岸边的少女 向前几步 靠近了湖边 随即握着剑 穿着衣服 整个身子突然僵硬地向前倒下 扑通一声 脑袋先入水 一头栽落了下来 整个身子笔直地插入了水中 水花似箭 连衣四散 水面上 只剩下了两只穿着鞋子的小脚尖 蹦得笔直 在荡漾的水浪中 若隐若现 骆青舟呆滞了一下 慌忙扑过去 沉入了水中 水底 少女脑袋向下 没入淤泥 整个身子直挺挺地插在那里 全身僵硬绷紧 漆黑的毛子睁得大大的 茫然而惊恐 一动不动 她的手里 依旧紧紧握着那柄件 但绿色的裙摆 如荷叶般绽放而开 骆青舟快速游了过去 一把把她抱了起来 调转了个方向 让她的脑袋露出了水面 笨蛋 她忍不住轻骂了一句 帮她把脑袋上的泥巴清洗干净 然后拍了拍 她依旧僵硬的身子道 放松 别怕 全身都松弛下来 慢慢呼吸 这里谁浅 你完全可以自己站住的 说完 试着松开了她 谁知刚松开 她那僵硬的身子 直挺挺地 又向后扬倒 落青舟无语 只得一把扶住 摇晃了一下她的身子道 蝉蝉 听到我说的话没 夏蝉瞪大眼睛 目光呆滞 全身紧绷 一动不动 一言不发 彭扶一个精致而惊恐的娃娃 缠缠 落青舟低下头 轻声喊道 醒醒 我们上岸了 没有在水里了 夏蝉的目光终于有了聚焦 盯着她迷茫地看了一会儿 又低下头 看向了湖水 然后身子一软 又向下倒去 落青舟连忙抱紧她 这一次 她不再是全身僵硬 而是全身软绵绵地 倒在了她的怀里 浑身上下 几乎没有了一丝的力气 不过那饼剑 依旧握在她的手里 好吧 咱们不玩水了 姑爷带你 去落青舟叹了一口气 放弃了教她玩水 提醒她深呼吸一口气 然后抱着她 沉入了水底 快速向着弟弟按道的入口游去 夏蝉浑身酥软地 被她抱在怀里 睁大眼睛 嘴里冒着泡泡 随着她一路向前游去 俏丽的小脸上 满是呆呆傻傻的表情 咕噜 咕噜 她嘴里鼻子里都开始出着泡泡 然后开始灌着湖水 洛青舟看了一眼 她呆傻的小模样 忍住了亲着她的小嘴 吹一口气的白痴行为 哗的一声向前窜去 钻进了弟弟通道 两人终于脱离了湖水 可是怀里的少女 依旧浑身软绵绵地 庞佛被抽去了筋骨 一动不动地瘫软在她的身上 洛青舟横抱着她 进了那间宽敞的石室 然后 把她放在地上 过去点燃了之前带下来的油灯 竟无声无息地咬在她的鞋子上了 不过脑袋却是歪着 四肢灵动的眼睛 都看着地上那名陌生的人类女孩 馋馋 醒醒 洛青舟过去喊了一声 从储物袋里拿出了自己的衣服 放在旁边道 衣服脱掉 换上孤叶的衣服 少女眼珠动了动 可是依旧没有力气起来 洛青舟帮她脱掉了鞋袜 又帮她解开了仙腰间的衣带 正准备帮她脱掉外衣时 少女的小手突然抓住了她的手指 颤声道 不 不要 洛青舟看了她一眼 把她扶了起来 道 没事吧 少女呆愣了一会儿 突然挖地吐出一口湖水 随即胸口起伏 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她终于清醒了过来 洛青舟没敢吐槽 起身道 我去里面看看 你快些把身上的湿衣服脱掉 穿着很不舒服的 正要离开 她看了一眼她那雪白鲜秀的小脚丫 犹豫了一下 从储物袋里拿出了那双红色罗袜 放在了地上的衣服上 道 待会儿记得把袜子穿上 这里全是锋利的石屑 别把脚割破了 说完 离开石室 进了中间那条通道 两只小白兔 依旧一边一个 咬着她的鞋子 被她拖着离开 被在地上拖了这么久 两个小家伙的皮毛 依旧雪白 洛青舟怀疑 他们每天晚上 可能会去湖水里洗澡 至于为何没有离开这里 估计是胆小 石室里 安静下来 少女坐在那里 待置了好一会儿 方转过头 看向了地上的衣服 和衣服上那双红色的小罗袜 空间坍塌了 洛青舟刚走到靠近出口的地方 便发现 前面已经没有任何空间了 出口外面的路 已经被无数的岩石堵死 那处墓地空间 已经彻底坍塌 同时 也堵死了其他空间轮换的可能 洛青舟走到近处 敲了敲那些岩石 想了想 后退几步 在旁边站定 神魂出窍 神魂向着那些岩石飘了过去 但却并没有穿透过去 像是曾经神魂想要钻入地面一样 突然被一股无形的力量阻碍着 不得前进半分 他指的神魂归翘 又看着被堵的空间感叹了一会儿 方转身返回 回到石室 夏禅已经穿上了他的宽大乳袍 纤细单薄的身子 被包裹在宽松的乳袍中 显得更加窈窕鲜美 楚楚动人 不过那雪白的狱卒 依旧落在外面 洛青舟看向了地上 除了他湿透的衣裙以外 那双红色的小罗袜 依旧放在那里 他走过去捡了起来 看着他道 袜袜怎么不穿上 会把脚割破的 夏禅气气的发丝 粘在翘脸的脸颊上 双眸冷冷地看着他 并未回答 洛青舟走近他 把红色小罗袜递到他的面前道 这是姑爷专门给你买的 是新的 禅禅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夏禅文言威正 目光重新看向了他手里的罗袜 呆了一下 又看着他道 真的 吗 洛青舟点头 一脸认真地道 当然是真的 禅禅 姑爷刚刚说 带你下来玩 没有骗你吗 姑爷刚刚在水里 也没有趁机欺负你吗 你不该怀疑姑爷的 夏禅正了正 微微低头 又看向了他手里的红色小罗袜 沉默下来 洛青舟在他面前蹲了下来 抱起他的鲜袖小脚道 来 姑爷帮你穿上 夏禅迟疑了一下 没有挣扎 翘脸上悄悄染上了 两抹浅浅的红韵 洛青舟趁机摸了几下 他雪白可爱的鲜袖小脚 帮他把两只红色小罗袜 都穿了上去 夏禅握紧手里的剑 红着小脸 双眸冷冷地看着他 洛青舟起身 举起手里的一只小白兔道 看 蝉蝉 姑爷给你抓了什么好玩的东西 夏禅眸中的冰冷 先是一愣 随即瞬间融化 吐 吐吐 他脸上冰冷的神情 也突然变得温柔起来 漆黑的眸子里亮起了光芒 伸手把小兔子抱了过去 大宝被他抱在怀里 立刻剧烈挣扎起来 随即突然对着他的小手咬了一口 夏禅小手一颤 秀眉微微醋了一下 并未惊呼 也并未放手 依旧温柔地抱着他 洛青舟见他手背上溢出了一丝鲜血 顿时气不打一出出 一把抓住那只小兔子的耳朵 狠狠地从他怀里扯了出来 随即举起另一只拳头 轰的一拳 把他打飞了出去 敢咬我家小蝉蝉 找死 洛青舟咬牙切齿 无比愤怒 他都没舍得咬的 这小畜生近一见面就下了口 这怎么能忍 夏禅睁大眼睛 在原地呆滞了一下 慌忙要跑去看看 那只小白兔的生死 洛青舟突然又拿出 另一只可爱的小白兔 递到了他的面前 道 蝉蝉 不用管他 还有一只 夏禅愣愣地看着他手里的小白兔 又看向了角落里 那只躺在地上生死不知的小白兔 拿着吧 这只脾气温和一些 不敢咬你 洛青舟说完 握住拳头 在二宝的脑袋上捶了几下 警告道 你要是敢咬 脑袋给你捶爆 二宝惊恐地瞪大了眼睛 竟突然摇了摇头 洛青舟把他塞进了少女的怀里 转身走过去 抓起了角落里的软绵绵的那只小白兔 握着拳头 又对着他的脑袋捶了几下 道 再装死 把你皮疤了 做成拖鞋 话刚说完 大宝身子一挺 活了过来 睁开眼睛 开始剧烈扭动挣扎起来 却不敢咬他 洛青舟直接把他扔在了地上 看向抱着二宝满脸呆滞的少女道 这两只小兔子皮厚肉糙 不管你怎么抱打 他们都没事 蝉蝉 不信你试试 被他抱在怀里的二宝 文言慌忙摇头 然后伸出粉嫩的小舌头 开始讨好巴结地 舔尸着他手背上的伤口 下馋呆了呆 也跟着摇了摇头 不 不要 洛青舟看了看自己的拳头 手背上的伤口 竟然好得差不多了 晋升到了武师境界 恢复力和修复力 自然也大大增强 只要不是太严重的伤口 就愈合得很快 他没再浪费时间 道 蝉蝉 你在这里跟大宝二宝玩 我去打湿头了 他准备继续去开辟右侧的那条通道 下馋突然弱弱地道 难 难听 洛青舟停下脚步 愣了一下 反应过来 你是说大宝二宝这两个名字吗 下馋微微点头 洛青舟不禁笑道 那你帮他们取个名字 想取什么名字都可以 他们不敢不从 大宝一听 恶狠狠地扑向了他 又准备去咬他的鞋子 碰 洛青舟一脚把他给踹飞了出去 随即快步离开 大宝狼狈地摔落在了地上 愣了一下 突然又冲向了 那两只穿着红色小罗袜的鲜袖小脚 下馋一剑 慌忙小步后退 别 别咬 大宝杀住了脚步 抬起头瞅了他一眼 突然调转方向 冲向了他脱下的那双鞋子 立刻扑上去 咬住了其中一只鞋子 然后躺在那里 一动不动 下馋正在发愣时 他怀里的二宝也突然挣扎着 从他怀里跳了下去 扑向了他的另一只鞋子 咬了上去 然后跟大宝一样 也躺在了那里 一动不动 下馋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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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突然传来了打拳的轰隆声 和石头破裂的声音 想要走出去看看 但低头看了一眼脚上的干净小罗袜 又看了一眼脏脏的地面 指得又停下了脚步 他犹豫了一下 弯下腰 把脚上的两只红色小罗袜 都脱了下来 小心翼翼地叠好 又目光温柔地又看了一会儿 抚摸了一会儿 方装进了身上如袍的口袋里 然后 他吃着一双雪白娇嫩的小脚 小心翼翼地走了出去 地上果然有好多锋利尖锐的实现 但是他不怕 他宁愿自己的脚背划破 也绝对不要把他送给他的袜袜 给弄脏弄破 这上面有他的味道呢 傍晚时分 骆青舟抱着下馋 从湖底回到了岸上 下馋换上了自己的衣服 两人一路无话 骆青舟把他送到了临禅月宫门口 临别时 才问道 馋馋 今天在下馋浑身湿湿地 微微醋着眉头道 吐 吐吐 骆青舟道 不用担心他们 等过段时间 姑爷就把他们带上来 到时候 把他们都送给你 顿了下 他又到 馋馋 今天的事情 记得帮姑爷保密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 不要告诉别人 好不好 下馋握紧了手里的剑 点了点头 低声道 好 骆青舟看了门口一眼 没敢再多待 道 快回去换身衣服吧 姑爷先走了 说完 挥手离开 下馋看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 又在原地站了许久 方转身进了门 庭院里的石桌上 放着一只花篮 花篮旁 放着几只药瓶 百灵一席粉色衣裙 正坐在那里掰着花瓣 听到脚步声后 方抬头看着他道 跟姑爷去约会去了 随即满脸惊讶地 打量着他湿透的衣裙和袖发 嘖嘖道 馋馋 不会是去跟姑爷鸳鸯戏水了吧 下馋低着头 没有回答 脚步匆匆地进了屋里 百灵正了一会儿 继续撕扯着花篮里的花瓣 低着头 微不可闻地叹息了一声 过了片刻 下馋换上了干净的衣服 从屋里出来 他端了盆子 从湖里倒了温水 然后蹲在屋檐下 低着头 很认真 很仔细地搓洗着一双红色的小罗袜 百灵看了一眼 奇怪道 馋馋 你什么时候买了双红色的袜袜 下馋犹豫了一下 方抬头看着他道 他 送的 说完 继续低头认真搓洗 百灵文言愣了愣 随即站起身 走到了他的面前 盯着他手里的红色小罗袜 疑惑道 姑爷送的 奇怪 姑爷怎么会送女孩子这种东西呢 他错眉想了想 突然道 馋馋 姑爷是不是想要趁机看你的脚 姑爷摸你的脚眉 下馋低头搓洗 没有吭声 白皙的脸颊上 悄悄爬上了两抹浅浅的红韵 在金色的夕阳下 娇眉可爱 百灵立刻明白过来 馋馋 我看书上说 很多文人都喜欢女孩子的脚 姑爷很可能也是哦 你以后可要小心了 姑爷可能还会趁机把玩 甚至还会舔呢 下馋抬起头 正正地看着他 百灵正要继续旁敲侧击地打听今天的事情时 突然抬起头 看向了走廊上 小姐 秦大小姐 一袭雪白衣裙 正站在走廊上 安静地看着下馋手里 那双红色的小罗袜 小姐 这双袜袜 是姑爷送给馋馋的 百灵解释道 然后又低声加了一句 姑爷 好像有练足癖呢 下馋低着头 脸颊上爬满了红韵 秦大小姐又看了一会儿 方开口道 百灵 进来帮我研磨 我要写些东西 是 小姐 百灵连忙跟着进屋 院落里 恢复了安静 下馋又搓洗了一会儿 又用清水反复清洗了几遍 方宁干 挂在了屋檐下 金色的夕阳下 那两只可爱的红色小罗袜 在晚风中轻轻摇曳着 他抬头正正地看着 目光温柔 低声喃喃 谢谢 青州 哥哥 入夜 明月皎洁 洛青州泡完药水澡后 在书桌前坐下 继续读书 还未到此时 他便迫不及待地魂魄出窍 飞向了鸳鸯楼 鸳鸯楼飞檐上 那刀月白身影 早已站在那里等着他了 洛青州连忙飘落到了屋顶 拱手问道 月姐姐 那片妖族功法怎么样了 月白身影立在飞檐 轻轻冷冷 并未立刻回答 洛青州心头顿时紧张起来 没有内功心法 这一个月的时间 他是不可能再突破了 以洛玉的修为 他现在的实力 根本就没法报仇 屋顶上 陷入了寂静 又等待了片刻 月白身影衣袖一动 一张雪白的宣纸飘向了他 洛青州连忙伸手接住 低头看去 上面密密麻麻 写满了娟秀的小字 仔细阅读一遍 他惊讶地发现 之前的学窍气流走向等等 都删改了许多 整篇功法被改得面目全非 简直就像是换了另一篇内功心法 月白身影声音清冷地道 有不懂的地方 可以问我 洛青州又仔细看了一遍 有些迟疑道 月姐姐 这功法是之前那篇吗 月白身影淡淡地道 你如果有所怀疑 可以还给我 洛青州连忙道 月姐姐 我不是怀疑你 只是 这功法看着 与之前那篇牛魔炼体心法 完全不像是同一种功法 这 月白身影望向了远处的黑夜 并未在解释 洛青州又看了他一会儿 只得收回目光 又继续看向了手里的陌生功法 过了片刻 他后退几步 在屋顶上盘膝坐好 决定先用神魂模拟试试 脑海中清晰地播放着刚刚记下的文字 深深地呼吸了一口 开始催动丹海中的内力 从文字里描述的第一个学窍里流淌而去 随即又到了第二个学窍 蜿蜒向上 缓缓爬行 一刻钟后 他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随即睁开眼 满脸惊喜和激动到 月姐姐 好像可以修炼 但这时他才发现 飞檐上那道月白身影 不知道何时 早已消失不见 他愣了一下 左右看了一眼 并没有找到 不会是生气了吧 他有些后悔 刚刚问出的话 叹了一口气 没再浪费时间 继续闭眼模拟修炼 熟悉其中的气息走向 为肉身修炼做准备 夜色悄然流逝 不知不觉间 远处的天际 已经开始泛白 又催动内力 在体内运转了几周天 睁开眼一看 夜色已经退去 远处的山头上 已经露出了一缕金色的光线 他从屋顶起身 又在四处望了一眼 方飞上半空 飞向了情府 这几天 压在心头的石头 总算落了下去 终于找到内功心法了 而且 从昨晚模拟修炼的情况来看 这件内功心法 修炼起来毫无阻碍 非常顺畅 不知道那位月姐姐 是如何修改的 可惜她昨晚 把对方惹生气了 竟然第一次先离开了 而且是不辞而别 仔细想一想 任谁都会生气 辛辛苦苦 帮你修改功法 你却怀疑 能不生气吗 她叹了一口气 决定今晚再来给她道歉 回到屋里 神魂归翘 赶紧休息 晌午时分 她一个人去了 月夜听语院的湖底 开始修炼 午时初期到中期的修炼 除了修炼内功心法 还要开始练水 练水是从根基上改变体质 增强力量 血是从水中生 立在血中藏 只有将水淬炼完成后 从此诞生的气血 才会更加纯粹 才能让体质更加强大 让之前修炼而成的 皮膜肉骨筋脏等等 更上一层楼 练水除了呼吸吐纳 用内力气息药水淬炼以外 还需要借助外力走动气血 反复冲刷洗涤水中学窍 从而带走其中的杂质 所以 地底依旧是个修炼的好地方 洛青州一边开路 一边运转内力 走动体内气血 反复洗涤淬炼 晚上她又去了鸳鸯楼 可惜并没有再见到 那位月姐姐 她一直在那里修炼到天亮 方回到晴府 接下来的几个夜晚 那位月姐姐依旧不在 庞佛像是突然消失了一般 洛青州一连去了五天 都没有见到 然后便不再去了 她的时间已经不够了 她开始抓紧时间修炼 白天在月夜听语院的湖底练体 晚上抽出一个时辰的时间 读书练字 然后神魂出窍 去到处练习附身之术 无论是力量 还是魂力 都在快速增强 晴府里所有的人都紧张起来 距离秋是越来越近 除了秋儿和小蝶安静地陪着她以外 再也没有人过来打扰她 她有时候去月夜听语院 经过临缠月工时 想要进去看看百灵和夏蝶 都没有人开门 转眼间 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天 天气依旧炎热 知了依旧在鼓噪 到了八月十号 距离秋是 只剩下了五天时间 而距离龙虎学院的考试 也只剩下了十天的时间 洛青州把所有书籍都读得滚瓜烂熟 又去外面买了许多考试题目 做了很多次 至于修炼 数据依旧在增长 但不知为何 还是没有任何要突破的痕迹 眼看时间越来越近 她有些着急起来 不过 牛魔神功和汉山霸权等等 都修炼得愈发熟练了 飞剑与附体之术 也修炼得愈发纯熟与强大 这天夜晚 她神魂出窍 准备去探查一下成国府 顺路先去鸳鸯楼看了一眼 本以为还是跟之前一样 那位月姐姐不在的 谁知她远远地 便看到楼顶的那处飞檐上 站着那道熟悉的月白身影 她心头顿时一喜 连忙飞了过去 月姐姐 她亲切地喊了一声 飘落在了屋顶上 月白身影立在飞檐上 依旧轻轻冷冷 并未回应 过了片刻 方淡淡地开口道 精神力有多少了 洛青州愣一下 连忙答道 昨天刚测试 已经有三千了 月白身影文言 隐藏在光运中的神情 微微动了一下 随即缓缓转过身来 看着她道 确定 洛青州迟疑了一下 道 是用剑武时检测的 应该是准确的 月白身影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道 驱使飞剑 我看一下 洛青州文言 立刻拿出了飞剑 随即神念包裹 体内魂力移动 飞剑 嗖的一声 瞬间飞到了十余米开外的地方 然后又围着整个鸳鸯楼转了一圈 方飞了回来 月姐姐 如果再远的话 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神魂还是有些太弱了 辜负月姐姐的期望了 她有些惭愧 月白身影安静地看着她 洛青州收起飞剑 道 月姐姐 跟着 月白身影 呼地飞上半空 向着远处飞去 洛青州愣了一下 连忙跟了上去 两人很快飞出了内城 又飞出了外城 然后继续向着远处的山林飞去 洛青州见路线有些熟悉 连忙追上去道 月姐姐 是去上次那间寺庙吗 那口大钟 月白身影沉默了一会儿 淡淡地开口道 你的魂力和精神力都够了 再用那口大钟帮你 应该很快就可以晋级了 洛青州一听 心头顿时满是激动 又可以晋级了吗 月姐姐 这次晋级后 飞剑是不是就可以飞得更远了 月白身影沉默了一下 缓缓地道 我当初在你这个境界时 飞剑最多只能飞出去八米之远 我从你现在的境界 突破到中期 用了半年时间 洛青州愣了一下 连忙拍着马屁道 月姐姐真厉害 月姐姐真是天才 此话一出 月白身影忍不住看了她一眼 顿了顿 又道 你那位月妹妹用了一年的时间 洛青州道 果然 她比月姐姐要笨蛋多了 月姐姐真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 月白身影没再说话 继续向前飞去 洛青州跟在她的身后 仔细想着她刚刚说的话 突然回过未来 她现在马上就要突破到恋神境中期了 仔细算算 距离上次突破到恋神境初期 好像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看着飞在前面的月白身影 她闭上了嘴巴 没敢再吭声 当不多时 深山寺庙的钟楼上 那口古老的大钟 突然发出了沧桑而悠扬的钟鸣声 但那如浪潮一般的音波 并未扩散出去 而是被一层薄薄的光照拦在了里面 反复回荡 反复蹂躏摧残着那道可怜的神魂 她咬住了那块雪白的手帕 可是依旧疼得几乎昏迷 与此同时 在距离莫城数十公里外的关道上 一对护卫簇拥着一辆马车 正沐浴着月光 在连夜赶路 那马车后面 插着一杆明黄色的旗帜 旗帜上绣着一条蜿蜒腾飞的四爪金蟒 显然是皇家之人出行 当钟楼上 那口古老的大钟 依旧在连绵不绝地响着 洛青州的疼痛 彭佛在生与死的边缘徘徊 而且是持续不断地徘徊 不知过了多久 可怕的钟声终于渐渐停了下来 他飘落到了地上 浑身撕裂 伤痕累累 奄奄一息 月白身影站在旁边 安静地看了他一会儿 清冷开口 修炼如登山 越往后面越难 精神力 魂力等等 都会增长得越来越慢 但突破需要的精神力魂力等等 却越来越多 每次突破的风险 也会越来越大 所以 你如果想要尽快突破 疼痛在所难免 顿了顿 他又淡淡地道 如果你无法坚持 明晚就不用来了 洛青州文言 连忙挣扎着站了起来 忍着疼痛 吃力地开口道 月姐姐 我 我可以坚持 月白身影没在说话 收起四周光幕 身影一闪 飞上了半空 准备离开 洛青州突然道 月姐姐 你送的那件内功心法 效果很好 谢谢你 月白身影并未回应 身影一闪 已经消失不见 洛青州又在钟楼上休息了一会儿 待魂力恢复后 方飞上半空 向着城内飞去 他拿出了传讯宝蝶 看着上面的留言 小月 哥哥哥哥 妹妹快突破了 全靠哥哥的故事哦 本来妹妹还以为 要卡在这里好几年呢 哼 听了哥哥的故事 妹妹如醍醐灌顶 马上就要突破了 妹妹距离上次的突破 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哦 洛青州回复道 恭喜 小月 我也快突破了 估计就是这两天 边境军营 某座帐篷里 一袭火红衣裙的少女 正吃着一双雪白玉卒 手持宝剑 在绒毯上 便仙舞剑 桌上的传讯宝蝶 呼得震动了一下 过了片刻 他方收剑 过去淡淡地瞥了一眼 顿时一震 随即一把把传讯宝蝶 从桌上拿了起来 宁目看着 又 又要突破了 还没有一个月 他正正地看着 玉石上的消息 呆着了半晌 方伸出手指 快速滑动着 哥哥哥哥 你是在逗妹妹的吧 你明明上个月才突破的 这都还没有一个月呢 怎么可能又要突破了 这不可能吧 消息发送了过去 突然 他身子一震 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 啪 传讯宝蝶掉落在了桌上 他喃喃自语 不是本宫发的 本宫怎么可能叫他哥哥 传讯宝蝶突然又震动了一下 他立刻走到旁边坐下 神魂出窍 洛青州 我也有些纳闷 不过是月姐姐告诉我的 月姐姐说我就快突破了 今晚 他在帮我淬炼神魂 南宫火月正正地 看着他手里的传讯宝蝶 呆了半晌 方回复道 哥哥 妹妹想你了 哥哥以后可以不要不理妹妹吗 妹妹永远爱哥哥 洛青州 不说了 我要回家陪你扫扫了 有事再联系 南宫火月 哥哥 扫扫几岁了 应该是普通人吧 普通人的寿命 只有几十年 哥哥 等到时候 扫扫入土为安了 哥哥可以跟妹妹的肉身相见吗 妹妹想要真正地认识哥哥 消息发出去后 他突然又后悔了 在顿了树膝后 慌忙又撤回 鸳鸯楼 屋顶飞檐上 月白身影 低头看着手里的玉石 消息刚看完 又被撤回 接着 又有消息发来 小月 哥哥 晚安 妹妹祝哥哥 和嫂嫂白头偕老 对了哥哥 刚刚妹妹消息发错了 哥哥看到了吗 许久之后 消息方回复过来 洛青州 我刚回家 你刚刚发什么了 我这里没有收到啊 小月 哥哥 没什么 那妹妹不打扰哥哥了 哥哥快陪嫂嫂吧 晚安 洛青州没再回复 月白身影又等待了一会儿 方身影一闪 在飞檐上消失不见 军营帐篷中 南宫火月的神魂 拿着传讯宝蝶 呆呆地看了半赏 方放在了桌子上 南南地道 南宫火月呀 南宫火月 你堂堂长公主 堂堂天策上将军 堂堂火月国国主 怎么能这么不要脸 怎么能这么不知羞耻呢 人家明明是有夫之夫 你明明连人家的真面目 都没有见过 你怎么能 嗯 他低头看了自己的身子一眼 又看了一眼不远处 坐着的肉身 突然又释然 哼 我小月说的话 管长公主什么事 洛青州回到府中 一觉睡到天亮 八月十一 天气晴朗 头顶上依旧烈日炎炎 府中的禅名 此起彼伏 洛青州吃了早饭 继续去了月夜 听语院的湖底修炼 来到湖底后 先在石室里 修炼了一个时辰的内功心法 带全身内脏血翘发热 体内气流涌动后 他方去了右侧的通道 催动内力 继续开路 气血涌动 在水中血翘 流动不止 周而复始 哄 哄 哄 洛青州出拳的威力 与之前相比 已经增强了许多 挤拳下去 前面石屑飞剑 岩石破碎 很快就向前开辟了一米的道路 等到了傍晚时 他已经又向前 开辟了将近50米的道路 此时 前面的通道越来越宽敞 同时 气温也越来越高 四周的墙壁 已经变得焦黑 若不是他晋级武士后 防御力增强 他就已经放弃了这条通道 毕竟持续的高温 又是夏天 普通人真的没法忍受 即便是他武士的强大皮膜 此时也被里面的高温烫得通红 隐隐发疼 汗流加倍 不过看情况 前面已经快要打通了 现在出拳击打岩石时 前面明显有了一些回音 明天继续吧 今天已经筋疲力竭 皮膜也受不住了 他收了弓 快速退出了灼热的通道 在食室里缓了一会儿 喂两只小兔子 吃了一根香蕉 和一块牛肉后 方从地底出去 在湖底洗了澡 刚浮出水面 突然间岸边蹲着一个人 睁睁大眼睛 看着水里 然后与他目光对视 洛青州吓了一跳 定眼一看 见是下馋 这才松了一口气 正要说话时 那身影忽然站起 转身就快步离开了 洛青州愣了愣 上岸换了衣服 离开了月夜听语院 从临禅月宫经过时 大门依旧关闭 他想了想 又上前敲了敲门 本以为依旧没有开门和回应 正要离开时 门却支压一声打开 百灵一袭粉裙 头上带着一朵粉嫩的小花 翘生生地站在门里瞅着他 先发致人道 孤眼 你怎么每天都来敲门啊 打扰小姐看书了 知不知道 洛青州正了正 道 百灵 你们怎么不理姑爷了 百灵绝了绝嘴 道 姑爷快考试了 我们才不敢跟姑爷说话呢 夫人还专门派门过来交代了 让我们不要理姑爷 不要浪费姑爷时间 不要聊姑爷 不要让姑爷心愿一码呢 洛青州 百灵道 姑爷 有信心吗 洛青州想了一下 道 将将就就 马马虎虎 百灵道 姑爷要是考不上 指不定多少人失望呢 夫人恐怕也不会饶过姑爷 洛青州看了他眼道 百灵 我若考不上 你会失望吗 百灵文言 沉默一下 道 姑爷要听真话 还是要听假话 洛青州道 真话 百灵绝嘴道 我当然不会失望 我还会高兴呢 说完 不带洛青州再说话 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从里面插上了门栓 百灵 姑爷 快回去读书吧 虽然我不想姑爷考上 但是我 还会祝福姑爷考上的 顿了顿 又道 缠缠也是一样 洛青州在门口愣了一会儿 方转身离开 刚走出几步 门突然又打开 百灵探出脑袋道 姑爷 二小姐上次来信 说会在姑爷快秋逝时 给姑爷一个惊喜 姑爷还记得吗 洛青州转头看着他道 什么惊喜 百灵道 我怎么知道 我要是知道了 那就不是惊喜了 姑爷 我刚刚的话 没有别的意思 你别多想 二小姐很好 我也很喜欢二小姐 姑爷好好待他 不要伤害他 说完 脑袋缩了回去 关上了门 洛青州正要离开 他突然又开门 把脑袋探了出来 道 姑爷 我也想要一双袜袜 可以吗 洛青州正了正 道 要姑爷穿过的 还是没穿过的 百灵脸色一僵 顿时气道 姑爷 你果然是个变态 我要告诉小姐 随即又道 我还要告诉二小姐 洛青州心头一动 道 你怎么告诉二小姐 百灵气呼呼地道 当然是去京都以后 告诉二小姐 我要告诉二小姐 姑爷喜欢女孩子的脚 是个变态 洛青州一脸奇怪 喜欢女孩子的脚有错吗 只要是可爱的女孩子 全身上下 哪里都可爱 姑爷喜欢他们 哪里错了 百灵顿时语色 瞪了瞪她 突然问道 姑爷 那你觉得谁最可爱 洛青州道 当然是大小姐和二小姐了 百灵又问道 还有谁可爱 洛青州想了一下 道 还有夏蝉 小蝶 秋儿 猪等等 碰 百灵这下是真的生气了 关上门 上了锁 登登登地离开了 再也没有理她 洛青州又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方快步离开 快到梅乡小园时 她突然看到 门口站在一道有些熟悉的身影 那道身影 似乎也看到了她 立刻转过身 跑着离开了 洛青州愣了一下 快步走了过去 不过那道身影 已经消失在拐角处了 庭院里 秋儿一袭蛋黄衣裙 正仰着头 露着鲜白的手腕 在绳下晾晒着刚洗好的衣服 小蝶在厨房里热着饭菜 洛青州走进小院 四下看了一眼 问道 秋儿 刚刚有人来过吗 秋儿转过头看着她 愣了一下 道 没有啊 小蝶听到声音 从厨房里出来道 公子 怎么了 洛青州脸上露出了一抹疑惑 道 我刚刚回来时 看到有个人在门口鬼鬼祟祟的 看到我后 立刻又跑了 看起来 有些像 小蝶道 像谁 秋儿也疑惑地看着她 洛青州道 像猪 此话一出 两个丫头顿时一震 随即扑斥一声笑了起来 小蝶道 公子 怎么可能是猪姐姐呢 猪姐姐 现在正陪着二小姐在京都呢 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 你肯定看错了 秋儿也笑道 姑爷 你是不是想猪了 洛青州又皱眉想了一下 正要说话时 门口护得传来一道声音 姑爷 夫人让你去一趟 洛青州转头看去 一身花裙 梳着丫鬟发迹 身材尚渴 只是鼻子上满是小雀斑 正是那位岳母大人的贴身丫鬟门 洛青州愣了一下 这丫头 跟刚刚跟那道人影的穿着 似乎一样 刚刚在想着事情 也没仔细看 待仔细看时 对方已经跑了 梅儿 你刚刚来过吗 她突然问道 梅儿站在门口道 来过呀 奴婢刚刚走到门口 发现东西掉了 又回去找了 然后才过来的 姑爷 快点走吧 夫人还在等着你呢 洛青州闻言 没在耽搁 走向门口道 知道夫人 找我有什么事吗 梅儿摇了摇头 到姑爷去了就知道了 两人快步离开 不多时 来到了后面的院落 梅儿脚步匆匆地带着 她走了进去 恭敬道 夫人 姑爷来了 宋如月穿着一身月白碎花裙 正坐在客厅里喝着茶 闻言淡淡地道 让她进来吧 洛青州进了大厅 躬身行礼道 岳母大人 宋如月打量了她几眼 微微醋着峨眉 神色凝重地道 青州 今天已经八月十一了 再过几天 就要去考试了 你书读得怎么样了 有信心吗 江江 还好 青州觉得 应该没问题 洛青州低头恭敬道 心头暗暗捏了一把汗 差点把这位岳母大人的口头禅给说了出来 宋如月文言 点头道 没问题就好 说着 起身对门口势力的丫鬟道 上菜吧 是 夫人 丫鬟匆匆而去 宋如月向着旁边的用饭的偏厅走去 温声道 青州 还没有吃饭吧 在这里吃了饭再走吧 洛青州连忙道 并岳母大人 青州已经吃了 话语刚落 梅儿立刻在门口道 夫人 姑爷骗人 奴婢刚刚去的时候 小蝶正在厨房热菜呢 洛青州 大厅里 陷入了寂静 宋如月脸色一冷 沉声道 怎么 你现在有了长公主的宝剑 马上又要成为举人姥爷了 我留你吃个饭 你都看不上了 对吗 洛青州顿时满脸尴尬 连忙低头道 岳母大人误会了 青州下午时就吃了几块牛肉 所以现在还不是太饿 宋如月邪腻着他道 我就问你吃不吃 洛青州哪里还敢说不吃 立刻道 吃 能陪岳母大人一起用餐 是青州的荣幸 哼 宋如月白眼一番 进了偏听 这时 早已准备好的饭菜 都一一端了上来 洛青州连忙跟了过去 坐吧 宋如月坐下 淡淡地说了一句 洛青州指得在对面坐下 丫鬟们端着一盘盘精致的菜肴 摆放在了桌子上 全是一些色香味俱全的大菜 洛青州闻到诱人的香味 肚子突然咕咕咕地叫了起来 这一下就更尴尬了 宋如月瞥了他一眼 对着门口道 川还没有来 话语刚落 院里突然想起了秦川的声音 娘亲 来了来了 刚说完 人已经脚步匆匆地走了进来 满头大汗道 刚刚还在修炼 所以来晚了一些 随即过来 拍了拍洛青州的肩膀笑道 青州 好久不见 今日陪二哥喝几杯 洛青州没料到他会来 连忙起身行礼 二哥 秦川哈哈一笑 拉着他坐下 道 自家兄弟 客气什么 坐坐坐 梅儿连忙端了一盆清水进来 伺候他洗脸洗手 秦川用毛巾擦了擦脸上 和脖子上的汗水 又使劲搓洗了几下 一盆子清水 顿时变了颜色 宋如月连忙道 再去端一盆来 然后满脸嫌弃地训斥道 让你来吃饭 没说先洗干净了再来 这满桌子饭菜全被给你熏脏了 秦川裂开嘴露出了大白牙 嘿嘿一笑 道 娘亲 自家人又没有外人 哪有那么多讲究 随即看着旁边的洛青州道 是不是 青州 洛青州刚要点头 又看了那位岳母大人一眼 没有吭声 梅儿又去端了一盆清水进来 洗完后 秦川芳拿起了筷子 道 吃吃吃 待会儿我还要回去修炼的 洛青州端起酒壶 帮他蒸了一杯酒 秦川哈哈一笑 没有跟他客气 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道 青州 你也蒸一杯 读书人 哪有不喝酒的 听说你们 闻人酒喝得越多 灵感就越多 对不对 宋如月翻了个白眼道 又胡说 洛青州起身 帮他也蒸了一杯 这酒散发着一股果香味 闻着很诱人 不过与之前那果香味不同 应该是没问题的 所以他也给自己蒸了一杯 秦川端起酒杯道 哎 青州 二哥助你旗开得胜 一定高中 洛青州端起酒杯 与他碰了一杯 一饮而尽 这时 梅儿过来端起酒壶 帮他们蒸酒 宋如月见他吃了几口菜 也端起酒杯道 青州 我也敬你一杯 希望你可以烤中 到时候 我秦家和我闺女 也跟着你沾光 洛青州双手举杯 道 多谢岳母大人 三人喝着酒 吃着菜 秦川估计是饿了 也不顾什么形象 一只狼吞虎咽 宋如月只是淡淡地吃了几口 洛青州低头吃着 心头暗暗猜测着 这位岳母大人 今晚喊他吃饭的用意 青州 最近没有人去打扰你吧 宋如月突然问道 洛青州抬头答道 没有 宋如月道 百灵和夏禅呢 他们没有过去吗 洛青州道 没 宋如月又问道 那你最近 有没有去看看奸家 洛青州沉默了一下 道 没有 秦川闻言 抬起头看着他 一边啃着鸡腿 一边道 青州 虽然读书要紧 但奸家毕竟是你的妻子 你时不时该去看看他 跟他说说话的 说着 又叹了一口气 道 那丫头其实挺可怜的 怪我们 原来没有保护好他 害他丢了 所以回来后 才是这种性格的 我们不好跟他说话 你是他夫君 应该经常去陪陪他的 你闭嘴 宋如月突然瞪了他一眼 道 吃你的鸡腿 你把这些话说了 我说什么 秦川 宋如月又冷着脸道 还有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以后不准再提奸家 以前被拐的事情 秦川弱弱地嗡了一声 继续啃着鸡腿 没敢再乱说 举起酒杯到 青州 喝酒 洛青州端起酒杯 与他碰了碰 一饮而尽 旁边伸来一只御手 很快又帮两人 把酒杯针满 宋如月妈撒着 桌上的酒杯 沉吟了一下 又道 青州 上次我跟你岳父大人 问你跟奸家的事情 你应该还记得吧 现在我再问你一次 你喜欢奸家吗 秦川竖起了耳朵 洛青州顿了顿 抬起头 看着他 宋如月与他目光对视 又道 那我换一个问题 你是喜欢奸家 还是喜欢薇末 秦川抬起头 看着两人 洛青州沉默了一下 道 岳母大人 这件事 可以等我考完以后再说吗 宋如月冷笑一声 道 喜欢谁都不敢说吗 是怕我骂你 还是怕你二哥打你 洛青州 你身为堂堂男子汉大丈夫 喜欢谁就是喜欢谁 这有什么好犹豫的 还是说 连你自己不知道 又或者说 说到此 他眯了眯眸子 眸中寒芒一闪 两个你都喜欢 秦川嘴角 嘴角抽出了一下 忍了一下 还是没有忍住到 秦州 你尽管说 二哥不会打你的 你闭嘴 宋如月又瞪了他一眼 秦川只得闭嘴 端起酒杯 喝完后 继续低头吃菜 旁边伸出一只鲜鲜玉手 端着酒壶 又帮他针上了酒 秦川吸了吸鼻子 呼的一震 随即狐疑地转过头 看向了身后 洛青州 回答 宋如月目光严厉地道 洛青州顿了下 正要说话时 旁边的秦川 突然在桌下 偷偷踢了他一脚 低声道 青州 可要想清楚了再回答 说完 继续低头啃着排骨 洛青州道 岳母大人 不是我不愿意回答 只是我现在身份尴尬 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法回答 因为一边是我的妻子 另一边则是我的妻妹 我没法 直接当着你们的面 说喜欢谁 或不喜欢谁 顿了顿 他又道 岳母大人 再给我一些时间吧 这件事 我们自己会处理好的 希望岳母大人能够理解 宋如月文言 沉默下来 过了片刻 他方冷冷地道 你已经回答了 维莫听了 应该会高兴的 但作为他们的母亲 我没法高兴起来 他看向了他的身后 洛青州没敢多吃 又过了片刻 站起来告辞道 岳母大人 二哥 我吃饱了 就先回去读书了 秦川抬起头 向后看了一眼 宋如月点了点头道 好 回去好好读书 但也不要太累了 早些休息 洛青州应了一声 告辞离去 梅儿在后面端着酒壶道 姑爷 不再多喝一杯吗 洛青州看了他一眼 道 不聊 说完 快步走了出去 待他的身影 消失在外面大门外时 秦川突然站起来 看向里面的另一间屋子 一袭素白衣裙的柔弱少女 缓步从里屋走了出来 脸上带着微笑 柔声道 二哥 好久不见 秦川立刻走了过去 满脸惊喜道 威莫 你怎么回来了 前些天你不是还来信说 你在京都吗 秦威莫笑道 因为威莫想要给二哥一个惊喜 所以就悄悄回来了 秦川愣了一下 随即翻了个白眼道 行了行了 到底想给谁惊喜 秦府之中 路人皆知 刚刚你站在后面针灸 眼睛里可没有你二哥 全是某人 秦威莫笑道 二哥 修炼得怎么样了 有信心吗 秦川握着拳头道 那还用说 你二哥当然有信心了 对了威莫 你刚刚怎么突然又躲起来了 你匆匆从京都赶回来 不就是想要见他吗 秦威莫轻轻叹了一口气 道 刚刚威莫仔细想了一下 决定暂时还是不出现吧 免得扰乱了姐夫的心智 影响他考试 秦川想了想 道 也对 那小子要是知道你回来了 这几天 估计是没法再进行读书了 这时 宋如月突然冷哼一声 道 你倒是自信得很 你怎知你一回来 就会扰乱人家的心智 说不定你离开的这段时间 人家早就把你给忘记了 秦威莫微微一笑 没有跟他降嘴 宋如月冷着脸道 川 你快回去修炼吧 我跟威莫还有话要说 秦川连忙又回到桌前 扒了几口饭 然后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道 威莫 那二哥先走了 别担心 那小子肯定能考中 到时候 等他成了举人老爷 直接把你一起 啪 宋如月手中的筷子 突然拍在了桌子上 目光冷冷地瞪着他 我走了 秦川立刻缩了缩脖子 灰溜溜地逃走了 秦威莫看着他滑稽的模样 不禁笑了笑 宋如月顿时气急 你笑什么 难道你也是这么想的 秦威莫咬了下嘴唇 看了他一眼 大着胆子 轻声道 嗯 宋如月一致 顿时气炸了 没想小缘 邱儿和小蝶 正站在厨房门口说着话 洛青州回去时 两人立刻要去锅里 端起依旧在热着的饭菜 我吃了 你们吃吧 待会儿烧点热水 洛青州交代完 就进了屋 他决定 把上次买的试题再做一遍 今晚岳母大人 突然就是重提 给了他很大的压力 如果他没有考上 那一切都是徒劳的 修炼报酬很重要 但考试同样重要 他如果没有身份 永远都只能 是一个卑微的小坠序 不管秦府如何对他好 有些规矩 还是没法打破 一个时辰后 他把所有的试题 都重新做了一遍 在他起身活动时 小蝶方赶在窗外问道 公子 忙完了吗 要洗澡吗 洗 洛青州走了出去 直接帮两个小丫头 把玉桶抱了进来 放在了屏风后面 加了热水 又滴了药水 他脱光衣服 舒舒服服地泡在了里面 小蝶在身后帮他搓着背 按摩着肩膀脖子后背 还帮他捏了捏脑袋 轻声道 公子 别太累了 万一考不上 也没关系的 洛青州闭着眼睛 自己搓洗道 当然有关系 关系大着呢 公子要是考上了 你就是举人老爷的爱钱 公子要是没考上 你就只能是坠续的 通房小丫鬟了 你是不是 小蝶一听 顿时满脸激动 立刻改口 公子 你可一定要考上 累点没关系 奴婢帮公子按摩 说着 更加用力起来 洛青州不禁一笑 抓住他的一只小手 转过头 看着他轻力娇嫩的脸蛋道 是不是很想当举人老爷的爱钱 小蝶顿时羞红了脸蛋 眨巴着眼睛道 像 洛青州看着他含羞待切的可爱模样 忍不住凑过去 对着他小嘴亲了一口 命令到 衣服脱掉 啊 啊什么啊 不是说 要帮公子好好按摩吗 进来按摩 公子又不是只有后背需要按摩 小丫头红着脸蛋 扭扭捏捏 解开了衣带 吞掉了衣裙和卸衣 然后走到浴桶边 羞涩地抬起了一只雪白鲜秀小脚 进了浴桶 洛青州一把把他抱进了桶里 秋儿出去了一趟 回来时 他满脸开心的笑容 嘴里不知觉地哼着歌 刚进庭院 突然透过半遮半眼的窗户 看到屋里的屏风上 映着两道身影 秋儿在庭院里愣了一下 立刻又转身离开 一个时辰后 他放轻脚步回来 屋里已经安静下来 小蝶嘴里正哼着歌 在走廊上晾晒着衣服 小脸上还残留着幸福的红韵 看到他后惊讶到 秋儿姐姐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秋儿笑道 在小桃那里聊天 随即又故意问道 小蝶 今晚公子需要事情吗 你问了吗 小蝶脸颊更红 摇摇头道 公子说不要 哦 秋儿忍着笑 没再逗他 上前帮他一起晒着衣服 临近子时 洛青州神魂出窍 去了鸳鸯楼 飞檐上 月白身影早已等待那里 见他飞来 月白身影并未说话 直接飞上半空 向着城外的那座寺庙飞去 洛青州连忙跟上 没话找话道 月姐姐 过几天城里 就热闹了 听说八月十五是 读书人考试的日子 八月二十是五折考试的日子 到时候 你会去看热闹吗 月白身影沉默了一会儿 道 不会 洛青州看着他的身影道 读书人考试 的确没有什么好看的 不过五折考试 应该会很精彩的 月白身影 没有再理他 洛青州自言自语道 不过 应该还有更精彩的事情发生 月白身影目光动了动 沉默了片刻 开口道 那篇内功心法修炼得怎么样了 洛青州道 效果很好 力量比之前增加得快多了 谢谢月姐姐 顿了顿 他又小心翼翼地问道 月姐姐 那篇功法 是妖族功法 对吗 月白身影道 是 洛青州呕了一声 又看了他一眼 没再多说 两人一前一后 很快出了城 来到寺庙 直接飘落到了高大的钟楼上 月姐姐 咬你的手帕 好像没什么效果了 还需要咬吗 洛青州看着面前古老的大钟 心有余悸 随口说道 月白身影 目光清冷地看了他一眼 淡淡地道 那你可以继续咬他的罗袜 洛青州 月姐姐 可以开始了 他拿出了雪白的手帕 咬在了嘴里 杀 四周光幕亮起 随即 当地一声 钟声响起 巨大的阴浪扑面来 洛青州如巨浪中的一夜偏周 被汹涌而来的浪潮 在光幕与钟楼之间 冲击拍打着 剧烈的疼痛袭来 他咬紧嘴里的雪白手帕 脑中想着母亲模糊的模样 和那瘦弱而可怜的身影 他要坚持 剧痛如浪潮 神魂在生与死的边缘徘徊 他的意识渐渐模糊下来 嘴里的手帕 向下飘落而去 被那道月白身影 接在了手里 钟声渐渐停了下来 他也奄奄一息地 飘落在了地上 半个时辰后 钟声再次响起 直到天亮 他方拖着疲惫 而伤痕累累的神魂 向着琴府飞去 鸳鸯楼飞檐上 月白身影 低头看着手里的玉石 犹豫了一会儿 先止滑动 发送了一条消息出去 洛青州回到屋里 神魂归翘 正要入睡时 呼得赶到身上的 传讯宝蝶震动了一下 拿出来看了一眼 上面竟然是一条 陌生人发来的消息 有智者 是静城洛青州 看着这几个字 愣了一会儿 突然心头一动 暗暗激动起来 立刻回复道 月姐姐 是你吗 片刻后 消息回复过来 不是洛青州 立刻又编辑 消息发送过去 月姐姐 你那里 也有传讯宝蝶吗 我们是不是 已经加好友了 他编辑了很多问题 发送过去 但是 如石沉大海 再也没有收到 对方的回应 他在床上愣了半晌 感到困意袭来 头疼欲裂 只得收起传讯宝蝶 不敢再乱想 闭上眼睛 很快进入了梦乡 鸳鸯楼 飞檐上 月白身影 收起玉石 直到天亮 方跟随着 那轮音乐一起 消失在黎明的光线中 清晨 小蝶醒来后 刚从屋里出去 突然看到 丘儿端着一大碗汤 从外面走了进来 他愣了一下 走过去道 丘儿姐姐 这是什么 一股淡淡的药香味 呼得顺着尘风 扑进了他的鼻子里 小蝶顿时蝉咸欲滴 丘儿笑着走向厨房道 夫人专门给姑爷熬的 补身子的 你可不能吃 他想着刚刚小姐的交代 又低声道 小蝶 这两天 不要跟姑爷同房了 乌云密布 天空变得昏暗 气温也变得异常燥热 偶尔有雷声 从远处传来的 轰隆作响 一场夏日的暴雨 正在酝酿 洛青州吃完早餐 准备去月夜 听语院的湖底修炼 在经过临缠月工时 突然想到 夏蝶好像怕打雷 待会儿暴雨下来 肯定又是电闪雷鸣的 大自然的争鸣面孔 别说一个从小就孤苦伶仃 对雷电 有了心里阴影的女孩害怕 就连一些男子 见了也心惊胆寒 动 动 动 他上前敲了门 见里面没有动静 指得开口道 夏蝶姑娘 我有事请你帮忙 话语刚落 院门打开 百灵一袭粉裙 怀里抱着一只大花瓶 眨着眼睛看着他道 姑爷 后天就要考试了 你怎么还在到处乱跑 不在屋里读书复习吗 洛青州道 夏蝶呢 我找他有事 话刚说完 夏蝶握着剑 在百灵身后出现 翘脸依旧冷落冰霜 什么事 百灵一脸警惕 洛青州道 小蝶和秋儿出去了 我需要一个人帮我研磨 夏蝶姑娘 走吧 百灵立刻道 姑爷 我也会研磨的 洛青州瞥了他一眼道 你不仅会研磨 还会偷东西 百灵 夏蝶姑娘 走吧 洛青州转身向着梅香小园走去 夏蝶在门里犹豫了一下 方握着剑 跟了出来 百灵在门口气鼓鼓地道 臭姑爷 人家上次就是好奇 拿着看看 谁要偷你的东西了 污蔑 洛青州没再理睬他 带着夏蝶快步离开 从另一条路绕了一圈 然后进了月夜听语院 来到湖边时 夏蝶突然停下了脚步 不再向前 开口道 你 你读书 快 快考试了 洛青州看着他道 姑爷这次除了考试 还要做点别的东西 所以 需要修炼 他昨晚泡了药水 今早又吸收了灵液 感觉丹海中的内力蠢蠢欲动 同时 力量已经增长到了三万多 显然快要突破了 距离龙虎学院考试 还有一周的时间 他必须要抓紧时间 突破晋级 待夏蝶下去 一是可以让这个孤独可怜的小姑娘 不被雷电惊扰 可以让他跟小兔子玩一玩 二是 他想跟他对练几下 看看现在的实力 三嘛 有个人陪在旁边 而且非常安静 绝对不是打扰他 总比他一个人孤独寂寞地在轰隆 正在此时 天空中突然响起一声闷雷 同时 乌云聚集 闪电出现 暴雨眼看就要落下 夏蝶被雷声吓得一颤 靠近了他 小脸微微发白 洛青舟握住他的小手道 走吧 下去闭一闭 跟小兔子玩 你这么久没去 大宝儿宝肯定想你了 听他提起小兔子 夏蝶的目光顿时亮了起来 洛青舟带着他走到了角落 看了看门口 见没有人进来 方脱掉衣服下了水 张开双臂道 来 蝉蝉 跳下来 孤夜抱着你 别像那天 话还未说完 夏蝶已经站在湖边 又像是上次一样 直挺挺地倒了下来 扑通 依旧是脑袋先入水 不过幸好洛青舟接着 没让他继续向下扎去 立刻抱着他 把他翻了过来 笨蛋 洛青舟又轻骂了一句 道 平住呼吸 孤夜带你下去 说完 带着他沉入了水底 夏蝉睁大眼睛 瘫软在了他的怀里 洛青舟盯着他 呆傻可爱的小模样 看着 快到入口处时 呼得忍不住低下头 对着他的小嘴亲了一口 亲完 却突然又后悔自己的冒失 夏蝉的眼睛睁得更大了 洛青舟带着他进入了暗道 抱着他进了时事 两只小白兔 立刻从角落里跳了出来 一边一个 一口咬住了他的鞋子 洛青舟把夏蝉放在了地上 从储物袋里 拿出了干净的衣服 和自己的袜子 放在了旁边 道 快换上 顿了一下 又道 今晚回去了 记得给我两套你的衣服 我随身携带着 下次再下来的话 也不用穿我的衣服了 说完 转身出了时事 继续去右侧的通道开路 和修炼去了 夏蝉又在地上躺了一会儿 方渐渐恢复过来 坐起来 又愣了半晌 方脱掉湿透的衣服斜袜 换上了他的衣服和袜子 哄 哄 哄 洛青舟出拳如风 威力惊人 堵在前面的岩石 纷纷破碎而开 化为碎屑 洒落在了地上 地面很快便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粉末 晨午时 他又向前开辟了二十余米的距离 此时 前面已经传来了清晰的回声 同时 隐约传来了鼓鼓的水流声 洛青舟浑身大汗淋淋 全身皮肤被烤得赤红 体内筋膜肌肉酸疼 单海中的内力也消耗一空 一上午 连续不断地暴力出拳 已经把体内的能量消耗一空 他退出了通道 来到了那间时事 时事里 夏蝉正穿着他宽大的衣袍和袜子 坐在角落里 怀里抱着二宝 在温柔地抚摸着俏脸上露出了柔和的神情 大宝则在旁边 咬着他脱下的湿透的鞋子 洛青舟走过去 一脚把大宝踢开 从地上拿起了他的鞋袜 顺手收进了厨物袋里 夏蝉呆呆地看着他 洛青舟连忙解释道 别误会 我只是先帮你暂时收起来 免得被这小东西咬坏了 夏蝉看向了自己的衣服 洛青舟道 衣服没关系 他就只咬鞋子 刚说完 大宝又扑了过去 狠狠地咬住了他的鞋后跟 洛青舟没有再理睬他 走到夏蝉的旁边坐了下来 从储物袋里拿出了牛肉水果和清水 给 吃块肉肉 他递了一块牛肉过去 夏蝉摇了摇头 洛青舟又拿了一根香蕉 包了皮 递了过去 夏蝉怀里的二宝 顿时抬起头来 亮起了眼睛 夏蝉这才接过去 低头喂他 洛青舟把那块牛肉扔在了地上 正咬着他鞋后跟的大宝 立刻松口 扑过去 开始津津有味地吃着肉起来 洛青舟吃了肉和水果 喝了清水 又休息了一会儿 站起身道 缠缠 来 跟姑爷过几招 让姑爷看看 你最近有长进了没 夏蝉并拢双腿 屈膝坐在地上 怀里抱着小白兔 文言鼓了鼓香腮 摇了摇头 洛青舟道 你怕姑爷又把你的肩弄断 夏蝉点了点头 洛青舟忍俊不禁 道 放心吧 这次姑爷用拳头 不用那根黑棍子了 夏蝉依旧摇了摇头 低头看了一眼 身上宽大的衣袍 和长长的袜子 洛青舟收起拳头道 好吧 我忘了 你穿我的衣服 连走路都成问题 哪里还能接得住我的拳头 下次记得带衣服哦 说完 他出了时事 继续去右侧的通道 练水开路 哄 哄 哄 地底深处 很快又传来了 出拳杂食的轰隆声 夏蝉又在原地坐了一会儿 方起身抱着怀里的小白兔 慢慢走了出去 他听着声音走进了右侧的通道 拖着宽大的袜子 慢慢向前走去 通道里的气温越来越高 洛青舟很快又被烤得大汗淋淋 皮肤生疼 他坚持着继续出拳 哄 一声暴响 石屑飞溅而开 前面突然传来一抹光亮 快打通了 他心头一洗 继续催动体内内力 蓄积双全 凶猛向着前面的岩石砸了上去 哄 哄 又几拳下去 咔的一声 前面石头碎裂 突然出现了一抹红色的光芒 他一股作气 连忙又砸了几圈 把剩下的石头都砸得粉碎 前面的路终于通了 前面出现了一处拐角 拐角的墙壁上映照着红色的光影 一股滚烫的气息扑灭而来 洛青舟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刚要上前 突然感到一股凉意 从身后袭来 他转头看去 穿着宽大衣袍 拖着长袜的鲜弱少女 正抱着小白兔 静悄悄地站在他的身后 洛青舟愣了一下 看了一眼他怀里的兔子 心头突然一动 如果前面是另一处空间的话 会不会也需要这两只兔子才能进去 缠缠 你感到烫吗 他连忙问道 下馋正了正 摇了摇头 低声道 暖 暖和 洛青舟闻言暗喜 连忙过去靠近他 抹了抹额头和脸上的汗水 顿时感到身边一股凉爽的气息扑来 身子舒服多了 缠缠 姑爷带你进去玩 洛青舟连忙牵住了他的小手 顿时感到一阵冰凉 处在他的掌心 使得他舒服的浑身一颤 忍不住整个身子贴在了他的身上 下馋看了前面一眼 小脸上露出了一抹疑惑 玩 玩什么 玩好玩的 洛青舟也不知道 里面有什么可玩的 随口敷衍了一句 直接拉着他 向前走去 有只少女在身旁 滚烫的气温 总算降低了一些 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下馋没再说话 乖巧地跟着他向前走去 洛青舟带着他走到了拐角处 继续向前走了十余米的距离 突然又一个拐弯 前面赫然出现一座破败的宫殿 四周墙壁裂开 地面也满是裂痕 到处都是石屑和破碎的东西 而宫殿正中 则坐落着一池 正在沸腾的火红色岩浆 那滚烫的高温 正是从池子里散发出来的 两人刚要继续向前 旁边嗖的一声 突然扑来一道红色的身影 哄 洛青舟早已把内力蓄积在拳头 严阵以待 见此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猛然一拳打了出去 碰 那道红色身影 直接被他一拳打飞了出去 重重地撞击在了对面的墙壁上 随即摔落在了地上 哦哦 那道红影 立刻又从地上爬了起来 姿着尖利的小獠牙 瞪着一双粉色的毛子 嘴里发出了凶狠 稚嫩的叫声 洛青舟定眼看去 此物全身皮毛火红 身材娇小 大眼睛 尖鼻子 小嘴巴 与下肠怀里的小白兔 差不多大小 而且看着更加纤细轻盈 竟是一只模样可爱的小火狐 书记上记载 火狐并非妖泪 而是由地火精气孕育而成的灵物 可繁衍后代 以火焰精气或者杂物为食 属于灵物一类 眼前这只小火狐 却不知道是自然孕育而成 还是胎生而成 估计这座破败的宫殿 是它的地盘 所以 这小家伙看到他们进来时 才会如此愤怒 搜 正在洛青州仔细观察着食 那只小火狐 突然又急速掠了回来 随即跳跃而起 嘴巴一张 滑得吐出了一条火蛇 那火蛇有一尺来长 急扑它的面门 哄 洛青州不带它接近 又一拳打了出去 再次把这脾气暴躁的小东西 给打飞了出去 这一次 它摔落在地上 挣扎了几下 没有再起来 洛青州看了它一眼 没有再理睬 带着夏蝉 向着大殿里面走去 目光在四处的角落里搜寻着 可惜 整座宫殿除了废墟以外 和那只沸腾的岩浆以外 别无他物 洛青州又寻找了一圈 依旧没有任何收获 宫殿左右都有一扇大门 不过都被巨大的岩石 给堵得严严实实 洛青州牵着夏蝉 走向了最中间的那只岩浆 在数米外亭下 看向了池子里面 咕噜咕噜 火红色的岩浆沸腾着 冒着泡泡 不断地散发着滚烫的气息 笼罩着整座大殿 突然 它发现在沸腾的岩浆最中间 缓缓冒出一个奇怪的东西来 但那东西在里面起起伏伏 裹着厚厚的岩浆 看不清模样 洛青州指得又牵着夏蝉 靠近了几步 正待仔细去看时 那东西却哗得一声 猛然从池中蹦射而出 随即带着一大棚的火红岩浆 如暴雨般向着两人笼罩而来 速度快如闪电 此时 两人已经来不及避让 夏蝉又穿着他宽大的衣袍和袜子 怀里又抱着一只小兔子 更是行动不便 洛青州慌忙转身 一把把他抱在了怀里 随即脚尖一点 弹射而出 虽然他的反应速度已经够快了 但还是有几滴滚烫的岩浆 啪的一声 洒落在了他的后背上 特别是那个猛然从岩浆池中 蹦跳而起的东西 直接裹着满身岩浆 凶狠地撞击在了他的后背上 一股灼伤的剧痛 骤然袭来 他紧紧抱着怀里的少女 跳了出去 落在了十余米开外的地方 这才撕得倒吸一口凉气 忍着剧痛 转身看去 那突然袭击他的东西 在撞击了他的后背后 已经落在了地上 他仔细一看 顿时蹊跷生烟 竟是那只小火壶 这小东西 刚刚竟然在装死 故意躺在那里挣扎不起 没想到 趁他在搜寻整个宫殿角落时 竟然偷偷溜进了那池岩浆中埋伏着 后背火辣辣的疼痛 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后背上的皮肉 已经被烫出了一个个血肉模糊的伤口 筐 身后寒芒一闪 下馋突然拔剑 瞬间出剑 帮他把那些还粘在后背上的岩浆都挑了下去 落在了地上 忍 忍着 他颤声说了一句 又立刻出剑 帮他把那几道伤口四周的焦黑血肉 全部切割了下来 速度之快 等洛青州感到剧痛浑身颤抖时 他已经全部完成 地底岩浆带有火毒 若不尽快切除 火毒攻心 更加危险 洛青州疼痛得浑身哆嗦 却不敢回头 也不敢说话 握着拳头 目光紧紧盯着前面那只正姿着疗牙冷笑的小火狐 那小火狐似乎知晓他的厉害 没敢再贸然进攻 在与他对峙了片刻后 开始一步一步地后退 随即嗖的一声 再次跳进了岩浆 消失不见 走 洛青州疼的脸色煞白 立刻拉着身后的少女 目光警惕地盯着中间的岩浆池 一步一步地从刚刚的入口退了出去 等两人在门口消失了许久之后 那只小火狐方从岩浆池中冒出脑袋来 咧嘴得意地阴阴了几声 方从池中跳了出来 走向了门口 刚走出门口 准备看向前面的通道时 扑的一声 旁边突然洒来一大棚石灰 瞬间模糊了他的视线 小火狐大惊 慌忙扭头蹦跳而起 谁知刚跳在半空中 一只手突然从白蒙蒙的石灰粉中伸出 一把抓住了他的尾巴 随即猛然一甩 砰的一声 把他狠狠地砸在了旁边的墙壁上 他顿时头晕眼花 不带他回过神来 那只抓着他尾巴的手再次猛然一甩 又砰的一声 把他重重地砸在了旁边的石壁上 砰 砰 砰 一连砸了数十下 把他砸晕过去后 那只手依旧没有停下 又把他向着地面狠狠砸去 砰 砰 砰 又狠狠地砸了数十下 洛青州又举起拳头 轰地对着他的脑袋打了一拳 那颗小脑袋顿时被砸扁 流出了鲜血 洛青州刷地拿出了武者匕首 正要当场把他解剖时 整座大殿突然轰的一声巨响 随即开始剧烈晃动起来 同时 大殿正中那座池子里的岩浆 突然哗的一声 如巨浪一般 翻滚着从池子中汹涌而出 随即开始向着四周奔涌而出 一条火红色的江龙 向着门口快速涌来 洛青州见此一幕 哪里还敢逗留 慌忙抱起行动不便的下馋 转身就向着通道里跑去 沸腾的岩浆 如洪水 如火龙在身后快速流动驱赶着他们 恐怖的高温 从身后席卷而来 洛青州忍着后背上的剧痛 抱着下馋 以最快的速度冲出了通道 几乎没有任何停留 又继续向着外面的湖底冲去 扑通 他从石像的洞口 跳进了湖底 随即转过身 看向了洞口 等待了一会儿 见那股岩浆洪流并没有追出来 这才松了一口气 大宝不知何时 咬着他鞋子一起逃了出来 二宝依旧被下馋抱在怀里 而下馋则被他抱在怀里 他的手里 还抓着那只脑袋被打瘪的小火壶 洛青州又在湖底等待了一会儿 然后又小心翼翼地从石像的洞口钻了进去 带走到里面后方惊骇发现 里面的通道 包括那间石室 已经全部被汹涌的岩浆给灌满了 同时 那股岩浆已经开始变硬变黑 与四周的墙壁和地面融为一体 相信用不了多久 这股岩浆就会变成坚硬的岩石 重新把他开辟的道路和这条通道 全部都给严严实实地堵了起来 地底空间就这样没了 连他修炼的那座石室也没有了 洛青州站在洞口 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连背后的疼痛都忘记了 下馋被他横抱在怀里 怀里抱着已经变得乖巧的二宝 一人一吐都仰着小脸 正正地看着他 洛青州低下头 看了一眼手里的小火壶 暗暗猜测道 难道是因为我虐杀这只小火壶 那些岩浆才动目的 气温突然变得更高 脚下的湖水也突然变得滚烫起来 这自然都是刚刚那股滚烫的岩浆引起的 洛青州没敢再多待 立刻转身出了洞穴 跳进了湖底 随即扶了上去 上岸后 他方放下了怀里的少女 又握紧拳头 砰地对着那只小火壶的脑袋打了一拳 这才把他放进了那只储物界中 储物界的第一个空间 有鸟生存 坏性非常好 应该就是圈养动物的 他把两只小兔子也放了进去 那只小火壶已经没有了呼吸 脑袋也破裂开 不知道是否还能卖个好价钱 等到时候 他去聚宝格问问 那身火红色的柔顺皮毛 应该还是很值钱的 他后背上 突然又传来一阵阵剧痛 他连忙拿出衣袍 穿在了外面 对呆呆站在那里的少女道 缠缠 走吧 回家 小兔子姑爷先养一顿时间 等安全了再给你玩 免得他们又咬你 下场握紧手里的剑 没有说话 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 洛青州把他送到了凌缠月宫门口 道 那地方暂时不能去玩了 等姑爷考完试 再带你去别处玩 好不好 下场看着他 脸色苍白 满头汗水 显然正忍着剧痛 眼圈顿时红了起来 这时 吱呀一声 院门打开 百灵探出了脑袋 目光狐疑地看着两人 洛青州没再多说 转身快步离开 咬着牙 忍着后背上被烧伤的剧痛 下场看着他的背影 眸中泪水弥漫 百灵目光吃惊地打量 他身上宽大的衣袍 和脚上穿着的男子袜子 道 蟬蟬 你怎么穿着姑爷的衣服和袜子 你的衣服和鞋袜呢 下场愣了一下 低头看了一眼 这才反应过来 衣裙还在石室里放着 应该都被那些岩浆 给烧成灰烬 而鞋袜 都被他给拿走了 百灵 要 啊 蟬蟬 你今晚要惩罚他吗 几次 少于三次我可不给 天空中 乌云密布 之前的暴雨下了一阵 等到下午两人从湖底出来时 雨早已经停了 不过看情况 还未下完 地面上满是泥泞 洛青州回到梅乡小园时 小蝶和秋儿正在庭院里 认真地清理着被暴雨打落的花瓣和树叶 洛青州跟两人打了招呼 交代了一声 回到了屋里 脱掉衣服 露出了后背上的伤口 他从储物袋里拿出了创伤药 对着屋里的二小姐的梳妆镜 别着脑袋 小心翼翼地涂抹在了伤口上 死 虽然很轻 但依旧疼痛难忍 有两道伤口 几乎已经看到了里面的骨头 若不是他的皮膜肌肉 都修炼到了武师境界 只怕会更惨 正忍着痛苦 艰难地涂抹着时 院里突然传来了圈儿的声音 姑爷 夏蝶姐姐来了 我和小蝶去小桃那里去了 晚上再回来 洛青州愣了一下 放下了药瓶 只呀 房门被推开 夏蝶换上了一袭淡绿衣裙 出现在了门口 洛青州赤着上半身 并没有不好意思 看着他疑惑道 蝶蝶 你怎么来了 有事吗 夏蝶没有说话 弯下腰 默默地脱掉了鞋子 进了房间 关上了房门 然后来到了他的身后 帮你 抹药 他轻声道 然后拿出了一支瓷瓶 打开了瓶塞 目光落在了 他身后那血肉模糊 触目惊心的伤口上 疼 疼吗 他颤声道 洛青州双手撑着桌子 从镜子里看着他道 还好 你轻点 夏蝶咬了咬嘴唇 低下头 没敢再看 伸出手指 倒了一些药膏出来 然后颤抖着手指 缓缓地涂抹在了 那些伤口上 洛青州双臂轻筋抱起 疼得微微颤抖着 开口道 蝶蝶 你这样 从哪里来的 夏蝶没有回话 继续默默地 帮他涂抹着药膏 洛青州抬起头来 从镜子里看向他 不知何时 身后的少女 已经满脸泪水 蝶蝶 姑也没事 洛青州脸色煞白 声音发颤地道 夏蝶依旧没有说话 帮他涂抹完后 拿出了纱布 又轻轻帮他包扎了起来 洛青州腾得满头大汗 在凳子上坐了下来 火热而剧痛的伤口处 传来了一丝丝清凉 那股清凉流入身体 非常舒服 不知道是药效的缘故 还是太过疲惫的缘故 他在桌子上趴了一会儿 便不知不觉间睡着了 夏蝶没有打扰他 过去拿了衣服 轻轻地披在了他的身上 随即站在旁边 默默地看着他 一直到天黑 洛青州醒来时 外面的月亮 已经升了起来 又过了一会儿 小蝶和秋儿芳回来 洛青州简单地吃了些晚餐 没有洗澡 也没有让两个小丫头服侍 回到房间 趴在了床上 随即 神魂出窍 身子的疼痛 已经感觉不到了 但如今的神魂 依旧需要衣服肉身 所以相比之前有些虚弱 他穿过屋顶 飞上了半空 正在此时 天空上突然滑地 闪过一条雷电 那雷电看着远 但洛青州的神魂 却突然感到一股 可怕的威压扑面而来 顿时身子一颤 浑身发软 慌忙落了下去 重新回到屋里 神魂归翘 他差点忘记了 今天是雷雨天 晚上可能还会打雷 而以他如今的神魂实力 在这种天气出去 无异于是找死 万一被雷电打中 当场就魂飞魄散了 想了想 他从储物袋里 拿出了传讯宝碟 正要发消息提醒他们 今晚小心雷电时 却发现 上面不知道何时 已经收到了两条消息 一人发来一条 小月 哥哥哥哥 听说今晚末城 有暴雨雷电哦 你今晚可不能出去 小心被雷劈哦 哥哥要是出事了 妹妹会哭死的 陌生人 今晚打雷 果然是那位月姐姐 这四个字的清冷语气 已经快要从传讯宝碟里面 溢出来了 洛青州想了想 一一回复 谢谢妹妹关心 妹妹要是被雷劈 哥哥也会哭死的 打雷怎么了 你到底是谁 不跟你聊了 我今晚还要出去的 过了片刻 小月回复道 哥哥 妹妹从来都不说谎 不会被雷劈的 哥哥放心就是 洛青州没有再回复他 过了许久 那位陌生人 还是没有回复消息 洛青州沉吟了一下 又发送了一条过去 月姐姐 我已经到鸳鸯楼了 你人呢 还没有来吗 等了许久 依旧没有人回复 与此同时 鸳鸯楼飞檐上 那道月白身影 不知何时 早已站在了那里 夜空中 偶尔有闪电划过 雷声轰隆 但是他依旧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仿若未闻 轰隆 不多时 又一声闷雷响起 随即 哗啦啦 续迹了半日的暴雨 终于又再次降落了下来 洛青州从床上起来 看向了外面 大雨滂沱 敲打的外面 轻石板啪啪作响 轰隆 闪电不断 雷声一声接着一声 洛青州愣了一下 突然想起了什么 立刻穿一下床 打开房门 走了出去 隔壁的房间里 传来了小蝶和秋儿的说话声 秋儿姐姐 我怕 别怕 报警我 有我在呢 啊 秋儿姐姐 你怎么没穿衣服 你不是也没穿吗 洛青州没再听下去 默默地从角落里拿了油纸伞 悄悄地出了门 外面雷声轰隆 大雨轻泼 轻石板上 水花似箭 劈啪作响 洛青州打着伞 踩着雨水 很快来到了临禅月宫门外 他抬起手 准备敲门 想了想 又缩回了手 后退几步 嗖的一声 直接从院墙外跳了进去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刚刚还未落地时 就突然感到一股寒意袭来 不过那股寒意 瞬间又消失不见 轰隆 又一声雷鸣响起 天空中闪电不断 照亮了整个黑夜 大自然的威力 让地面上所有的生物 都心惊胆寒 洛青州打着伞 踩在满是雨水的青石板上 快速走到了屋檐下 抖了抖伞上的雨水 放在了旁边 他走到门前 准备抬手敲门 却突然发现 门虚掩着 只呀 他轻轻一推 门竟然打开了 屋里静无声息 并没有人 他愣了一下 走了进去 又关上了门 然后 他来到了下沉的房间前 轻轻推了推门 房门竟然也是虚掩的 一下子就推开了 他在门口犹豫了一下 方走了进去 屋里的烛台上 燃着一根红烛 昏黄的光线下 屋里静无声息 一道鲜弱的身影 正抱着双膝 安静地坐在床上 手里紧紧握着他的剑 目光正正正地看着他 骆青舟愣了一下 有些肝大道 缠缠 我准备敲门的 不过门没有关 所以我就直接进来了 下沉安静地看着他 并没有说话 骆青舟走了过去 解释道 我见外面雷声很大 怕你害怕 所以就过来看看你 还有跟你道谢 你那窗伤药很有效果 我现在后背都快感觉不到疼痛了 谢谢你 下沉依旧没有说话 骆青舟轻声道 缠缠 要姑爷陪你吗 下沉终于开口 低声道 陪 百灵 骆青舟立刻道 那丫头不用陪 她才不会害怕打雷 而且 姑爷就喜欢陪你 不喜欢陪她 下沉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道 我 鞋子 袜子呢 骆青舟一愣 什么鞋子袜子 下沉看着她 没有再说话 骆青舟低头看了一眼床下 弯腰把她的鞋子拿了起来 道 缠缠 这不就是你的鞋子吗 你脚上穿着的 不就是你的袜子吗 说完 把鞋子放了回去 又拿起旁边的另一双鞋子道 缠缠 这里还有一双鞋子 这鞋子粉粉的 真可爱 像你的人一样可爱 下沉微微低头 握着剑的手指 悄悄向下动了动 骆青舟愣了愣 忽然嗅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 低头看着手里的鞋子 又放在鼻子下闻了闻 然后放回到了地上 一脸平静地道 缠缠 既然你不害怕 那姑爷就走了 对了 百灵如果回来了 你跟她说一声 姑爷想她了 她也很可爱 说完 挥了挥手 告辞离去 出了房间 她突然加快脚步 从走廊上拿起伞 嗖的一声 直接跑了出去 听着外面的脚步声 踏着雨水 跑出了大门外后 床下方突然探出了一颗脑袋来 馋馋 姑爷果然是个变态 她不仅趁机摸你的鞋鞋 竟然还吻我的鞋鞋 夏蝉抱着剑和膝盖 安静地坐在那里 昏黄的光线下 她眸子里溢满了柔和的光芒 洛青舟打着油纸伞 回到了梅乡小园 看了一眼屋檐下晾晒的锣袜和鞋子 走过去丈量了一下 想了想 进去敲门道 小蝶 秋 开下门 两个小丫头正光着身子抱在一起嬉闹 听到声音 吓了一跳 慌忙手忙脚乱地起来穿上了衣服 小蝶跑过去 打开了房门 秋儿也下了床 两个小丫头 脸蛋红扑扑的 洛青舟看了两人一眼 直接走了进去 道 你们做的袜子呢 拿来我看看 秋儿愣了一下 立刻过去 把一双半成品拿了过来 递到了她的面前 洛青舟接在手里 看了一会儿 道 看好这里 袜筒上面 可以做成镂空花边的 这个可以再长一些 纯色的最好 最上面也可以绣几圈条纹 小蝶和秋儿在一旁听她侃侃而谈 结实面面相去 洛青舟说完 把袜子还给了他们 道 外面走廊上晾着的袜子和鞋子那般大小 帮我做个做两双新的 可以吗 秋儿和小蝶闻言愣一下 随即连忙点头 秋儿道 孤夜想什么时候要 洛青舟想了一下 道 秋是后吧 明天我给你们几幅图画 你们按着图画 做就是了 来得及吗 秋儿立刻点头道 孤夜放心 到时候 我们一定会帮你做好的 洛青舟又看了一眼 他们的胸前 走出房间道 好了 你们休息吧 不用管我了 两人又在房间愣了一下 方相互看着对方的胸前 刚刚两人都起来的匆忙 只披了青纱 根本就来不及 穿里面的解衣 所以 小蝶 孤夜好像看到了 秋儿姐姐 没事的 反正迟早 我家公子都是要看你的 不仅要看 还要摸呢 嘻嘻 洛青舟回到房间躺下 睡不着 外面轰隆隆 又响起了雷声 正在这时 身上的传讯宝碟 突然又震动了一下 他连忙拿了出来 那个陌生人发来的消息 今晚有机会晋级 如果你敢来的话 洛青舟愣了一下 抬头看向了窗外 刚刚划过的闪电 黑夜 暴雨滂沱 狂风席卷着乌云 在天空中聚集碰撞 夜空中电闪雷鸣 轰隆不断 整个墨城都被笼罩在这恐怖而争鸣的天微之中 静若寒蝉 瑟瑟发抖 而在鸳鸯楼上 那刀月白身影 依旧一动不动地立在飞檐上 对周遭一切 仿若未闻 洛青舟神魂出窍 刚穿过屋顶 突然又一记炸雷响起 他浑身一颤 在屋顶迟疑了一下 还是心头一横 贴着房屋的高度 向着鸳鸯楼飞去 想要逆天改命 哪能没有任何风险 他已经没有时间了 再不突破 就来不及了 一路缓行 他小心翼翼地 在房屋间的空隙间穿行着 不敢飞得太高 每当闪电亮起 雷声还未到来之时 他就会立刻再降低一些高度 同时目光紧紧盯着夜空 生怕一条雷电下来 让他魂飞天外 好不容易来到鸳鸯楼 抬头望去 那道月白身影 依旧站在楼顶最高处的飞檐上 一动不动 在他的头顶上 一团团巨大的黑云 如魔鬼一般翻滚着 时不时有闪电划过 和雷鸣响起 看着异常恐怖 洛青舟仰头望了一会儿 只得也硬着头皮 飞了上去 刚飞到半途 他突然心头一跳 随即看到头顶的乌云间 一道闪电刷的一声亮起 然后带着一股恐怖的威压 瞬间向着他急射而来 这一刻 他好像突然被施了定身法一般 定在原地 一动也不能动 整个神魂 庞佛突然掉进了冰窟 森孩绝望 滋粗大的雷电张牙舞爪 如夜空中乌云巨兽的巨大魔爪 向着他的神魂落了下来 啪 白影一闪 电光四溅 那本来立在飞檐上 一动不动的月白身影 呼地出现在了他的头顶上 直接用自己的身子 把那道雷电接了下来 雷电落在他的身上 滋滋作响 但很快就消失不见 洛青州将在原地 依旧无法动弹 月白身影飘落下来 伸手摸向了他的胸口 洛青州这才发现 刚刚那道雷电 并未完全消失 而是变成了更加细小的一条雷电 如灵蛇一般 缠绕在他的手臂上 当他的御手从月白光运中伸出 触在了他的心口时 那条滋滋作响的雷电 突然顺着他的御手 窜到他的身上 忍着 月白身影 声音清冷地说了一声 话语刚落 那条雷电 突然从他的胸口 钻进了体内 随即在他体内 噼里啪啦一阵乱响 洛青州身子 突然哆嗦不止 瞳孔中 嘴巴里 甚至手心里 都出现了一丝丝雷电的电光 他的整个神魂 突然支离破碎 刺 那条雷电 又在他的神魂中 跳动了一会儿 方彻底消失 而他支离破碎的神魂 已经满是焦黑 一股令人难以承受的 可怕剧痛 突然侵入了他的脑袋 他当场眼前一黑 昏死了过去 雷电消失 支离破碎 被烧焦的神魂碎片 又开始缓缓合拢融合 月白身影 站在他的面前 默默地看着 片刻后 破碎的神魂 又全部融合在了一起 但整个神魂 却变得异常透明和虚弱 洛青州身子一软 向下飘落而去 月白身影迟疑了一下 落在了天空 向着城外的山林飞去 他低头看着怀里 已经撤去了 荧光的陌生面孔 犹豫了一下 伸手接下了 他脸上的面具 轰隆 一声雷鸣在头顶响起 极力而过的闪电 照亮了那张 清秀俊美的脸颊 他正正看了一会儿 方重新帮他 把那张面具戴好 然后抱紧了他 直接飞上乌云 在漫天雷电中穿梭 他身上的月白光韵 已经消失不见 露出了一张 绝美无瑕的容颜 以及白裙飘飘修长恶挪 气质如鲜的身段 他抱着他 迎着最猛烈的暴风雨 穿过一条条猙獰的闪电 在震耳的雷声中 洗涤和淬炼着 满是污垢的神魂 当粗大的雷电 扑向两人时 都被他接了下来 但雷电的力量 依旧被他留了一些 钻进了他的神魂之中 他的神魂 在他的怀里裂开 破碎 缠绕 又缓缓凝聚 合拢 融合 再破碎 反复多次 直到他的神魂晶莹剔透 心脏部分闪闪发光时 他方抱着他 飘落了下去 漆黑的夜里 暴雨轻泼 水花四溅的河面上 一夜偏周 安安静静地停在那里 月白身影抱着他 落在了那夜偏周上 目光安静地 看着他那张清秀俊美的面孔 滑 巨浪飞起 河底突然飞出一条鱼怪 张开满是獠牙的血盆大口 就扑向了周上的两人 但还未扑到近处 他的整个身子 突然就裂成树端 随即啪的一声掉落进了水里 消失不见 庞佛从未出现过一般 只有一缕烟红 在水面一闪即逝 暴雨噼里啪啦 偏周随着水流 缓慢漂流 不知飘向何方 周上月白身影抱着怀里的人 目光望向了远处的黑暗 绝美无瑕的脸颊上 依旧清冷如雪 不知过了多久 风雨渐小 雷电渐少 喧闹的黑夜 终于渐渐安静下来 当东方出现一缕白色时 肆虐了一夜的风雨 终于停了下来 四周的黑夜 突然变得万籁俱寂 洛青州醒来时 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只小舟上 小舟飘在河流上 缓缓前行 四周空旷 是一片荒野 当一阵古老苍凉的钟声 从远处的山里传来 小舟的前面 那道月白身影 正安静地站在那里 目光不知道望着哪里 也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风雨停了下来 空气清新 漂浮着泥土的清香 洛青州愣了一会儿 站了起来 看向船头的月白身影道 月姐姐 怎么回事 我 突然 她发现自己的身子有些不对 似乎比以往更加凝实 体内的魂力 似乎也精纯了许多 同时 她对四周的感知 也更加敏锐起来 她呆滞了一下 突然激动道 我突破了 月白身影从船头飘了起来 飞上半空 淡淡地 回去吧 洛青州愣了愣 立刻跟了上去 月姐姐 我怎么突然突破了 我怎么一点都不记得了 月白身影 月白身影的整个身子 再次包裹在了月白色的光运中 朦朦胧胧 看不清晰 洛青州突然感到一股魂力波动 从旁边掠过 立刻低头看去 那夜漂浮在河流里的小州 竟呼地 从河面飞了起来 随即快速缩小 嗖的一声飞了上来 进入了月白光运中 消失不见 洛青州看着她 月白身影没有说话 向着远处的墨城飞去 洛青州连忙跟在后面 忍不住道 月姐姐 我之前被那条雷电机晕过去以后 是你带我出来 然后帮我晋级的吗 月白身影沉默了一会儿 方声音清冷地道 你能晋级 靠的是你自己 普通的神魂 包括小月和我 在你这个境界 可能都不敢这样淬炼神魂 洛青州道 我记得 我就是被雷电打了一下 而且那雷电 还是很小的雷电 月白身影淡淡地道 天雷的大小 不是靠体型来区分的 任何神魂 都会惧怕天雷 你能靠天雷淬炼神魂 突破晋级 是你的神魂足够强大 也是因为 你的神魂 本身就是雷灵之铁 雷灵之铁 洛青州满脸疑惑 有些听不懂 月白身影没有解释 淡淡地道 从那次你刚会日游 就能用神魂修炼奔雷拳 而且可以打出雷电时 我就知道了 你以后的雷劫 会比别人更加容易 不过 渡劫是公平的 所以 你应该还会增加其他劫难 洛青州恍然道 难怪我当初神魂出鞘 第一次修炼奔雷拳时 就觉得很好上手 而且立刻就有威力了 我当时就在奇怪 奔雷拳 不是只有肉身才能修炼的吗 月姐姐 雷灵之铁 到底是什么 月白身影 简短地道 一种体质 能够修魂者 都需要有特殊的体质 并非每个人都是可以修炼的 顿了顿 又道 其实奔雷拳的威力很大 需要体魂 双修才可以 洛青州道 原来如此 难怪二哥 难怪大家都说 奔雷拳空有声势 却无威力 非常鸡肋 原来需要体魂双修才行 他又好奇道 月姐姐 那你是什么体质 你这么厉害 体质一定很好吧 月白身影沉默下来 没再回话 进了内城后 他方开口道 你现在已经是练神境中期了 可以附身一些病弱的 甚至体恤的肉身了 不过 如果对方神魂强大的话 依旧会有被反噬的可能 我传胜你的神魂心法 附身之术 还是要多加练习 洛青州立刻拱手道 多谢月姐姐 今晚的进阶 也是月姐姐帮我的 月姐姐大恩 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 月白身影在半空中停了下来 转过头看着他道 回去休息吧 这几晚就不用出来了 说完 飘然离开 洛青州看着他那洁白的身影 突然道 月姐姐 谢谢你 月白身影身影一闪 已消失不见 洛青州又在原地愣了一会儿 方返回秦府 回到屋里 神魂归翘 想了想 拿出了传讯宝蝶 给小月发了一条消息 小月 我突破了 问你一件事 你的神魂是什么体制 军营 帐篷中 一袭火红衣裙的少女 正吃着一双雪白玉卒 披散着乌黑长发 在桌前簇眉看着京都传来的消息 听到传讯宝蝶震动 他没有理睬 过了片刻 他方拿了出来 低头看去 顿时双眸一眯 神色凝重到 突破了 好快 他犹豫了一下 伸出手指回复道 恭喜 只发了两个字出去 便把传讯宝蝶扔在了桌上 没再理睬 过了一会儿 宝蝶再次震动起来 他正认真思考着事情 见此脸上顿时露出了一抹韵怒 握着拳头道 京都时事已如此紧急 本宫不能再堕落下去了 什么狗屁哥哥 师尊爷爷 都给本宫滚吧 删了他 他一把从桌上拿起了传讯宝蝶 准备趁着怒意 直接删除对方 免得自己再丢人下去 手指刚要触摸上面 突然看到了上面出现的信息 小月 月姐姐说我的神魂是雷灵肢体 这个体质怎么样 我今天好像被雷打了 不仅一点事都没有 还突然进击了 南宫火月 鸳鸯楼 飞檐上 月白身影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低着头 看着手里的玉石 片刻后 消息出现 小月 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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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突破了吗 哇 太厉害了 妹妹好佩服你好崇拜你啊 哥哥哥哥哥哥哥 雷灵肢体是很厉害很厉害的体质哦 至少排行前五 万中无一 哥哥真的是雷灵肢体吗 不会吧 这也太令妹妹震惊了吧 哥哥怎么能这么厉害 这么天才呢 妹妹爱你 好爱你 妹妹是火灵肢体 排行三十多 跟哥哥差远了 对了哥哥 嫂嫂几岁了 洛青州 我们是神魂之交 就不要打听现实的事情了 对了 你知道月姐姐是什么体质吗 排行第几 小月 哥哥 妹妹不想只跟哥哥是神魂之交 妹妹还想跟哥哥是肉身之交 师姐的体质可了不得 是兵机玉骨灵体 排行前三 对了 这个体质还有一个称号 叫厨子灵体 意思就是 师姐如果想要更进一步 就一定要保持厨子之身 所以 师姐为了一心修炼 就选择了那种 又无情又冷冰冰的功法 不过哥哥 师姐的神魂可以不受限制哦 洛青州 难怪她的性子 好了 不聊了 我睡了 小月 哥哥哥哥 肉身和神魂 其实可以分开看待和生活的 哥哥神魂不是还没有娘子吗 要不要考虑一下 洛青州 别胡说 我跟月姐姐之间清清白白 只是朋友关系 你别侮辱她 也别侮辱小月 哥哥 妹妹说的不是师姐 洛青州 晚安 不再回复了 可恶 军营帐篷中 一袭红裙的少女神魂 一把把手里的传讯宝蝶扔了出去 滚落在了地上 本宫 我小月 总有一天 会让你自己乖乖过来 求着我跪舔你的 嗯 似乎哪里有些不对 雷灵肢体吗 有了她 以后雷杰 我突破的几率 就可以大大提升了 她又喃喃自语了一会儿 方平复了心头的情绪 然后飘过去 神魂归巧 桌前 一席火红衣裙的少女满脸冷傲 继续看着京都传来的消息 洛青州睡了的好觉 8月14 晌午时分 成国府王城突然来到秦府 在大门外送上了一份喜帖 然后离开 周管家接在手里看了一眼 立刻匆匆进门 不多时 秦文正和宋如月都沉着脸 匆匆来到前厅 大厅中 秦文正反复看着喜帖上的小字 神色越来越凝重 老燕 那洛言年上次不是亲口说了 他们跟青州 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吗 怎么还要纠缠不休 他女儿澄清 关我们青州什么事情 宋如月促着峨眉 满脸怒气道 秦文正脸色阴沉 压制着怒气道 这上面写的 小楼 是成国府那位二夫人的女儿 根据我们曾经的调查 这小女孩跟青州的关系应该很好 上次那位二夫人 还偷偷来秦府给青州报信 他们母女 应该是青州 在成国府最在意的两个人 青州明天就要去秋市 他们这个时候 却发喜帖来 简直是用心歹毒 宋如月满脸疑惑道 老燕 这上面写的日子 不是八月十八吗 刚好是青州考试后 应该不会对青州 产生什么影响吧 秦文正满脸怒意 指了指喜帖上的名字道 你看看那个小女孩 要嫁给谁 宋如月仔细一看 顿时惊讶道 城主府的公子孟先行 秦文正满脸森寒道 那孟先行在整个墨城臭名昭着 不仅喜欢残害女子 还喜好男风 而且她家里的妻妾 早有二十多人 听说还经常与她那些狐朋狗友 互换丫鬟小妾 那小女孩嫁过去为妾 你觉得会有好日子过 宋如月一听 脸色顿变 他们就是故意 要扰乱青州的心绪 让她明日没法安心考试 秦文正含声道 恐怕不止如此 青州虽然木讷不爱说话 但是个重情重义 知恩图报的人 当初那位二夫人冒着生命危险 来告诉她母亲坟墓的事情 现在如果让青州听到这件事 她恐怕不会眼睁睁地 看着那小女孩洋入虎口 不管她是去城国府交涉 还是想什么办法 很可能都会影响明天的考试 甚至会缺考 宋如月顿时勃然变色 好阴险毒辣的贱人 这卑鄙无耻的诡计 肯定是那位大夫人想出来的 秦文正紧皱眉头 目光落在手里的洗帖上 思考着对策 宋如月气得胸部剧烈起伏 过了片刻 突然道 老爷 这件事万万不可告诉青州 若是影响了明日的考试 那可就完了 秦文正皱着眉头 还未答话 门口呼地走进来一人 轻声道 娘亲 这件事 一定要告诉姐夫 秦文正和宋如月 接抬头看去 一袭素白衣裙的琴二小姐 在桌的搀扶下 走了进来 微微蹙着柳梅道 爹爹 娘亲 把洗帖拿给姐夫吧 这件事 我们不能隐瞒 宋如月一听 顿时满脸焦急道 微末 那小子明天就要去考试了 一连三天都要考试 我们要是现在 就把这件事告诉他了 到时候他一时冲动 去城国府 做出什么傻事怎么办 如果耽搁了明天的考试 那可就完了 秦微末轻声道 娘亲 考试耽搁了 三年后还会有 可是人如果没了 那就再也无法挽回了 爹爹刚刚也说了 姐夫是重情重义 知恩图报之人 如果要让姐夫在考试 和救人之间选一个 微末相信 姐夫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救人 哪怕因为这次的救人 会永远无法考试 他也会这样选择 娘亲 我们要尊重姐夫 更要尊重姐夫自己的决定 宋如月急道 不是还有三天的时间吗 就不能等他考试结束了 再告诉他 一旁的秦温正沉声道 那个时候木已成舟 早就晚了 这三天时间 城主府和城国府 把该发的洗帖都发了 该准备的东西都准备了 三天后 迎亲队伍一出门 你觉得 还有机会挽回 那可是城主府 墨城的霸主 到时候 你敢去抢亲 格杀勿论 宋如月顿时身子一颤 伸手拉住了 自己闺女的手 脸色难堪地道 微末 他要是耽搁了考试 你可怎么办 明明说好的 等他考中后 娘亲 秦微末神情柔和 轻声道 如果因为微末的原因 娘亲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姐夫 那等小楼出了事 您觉得微末 还有脸见姐夫吗 他微微低头 低声道 娘亲 微末的身子 微末自己心里清楚 本来就没有奢求太多 微末绝不会因为自己 而让姐夫以后良心难安 他目光坚定地道 小楼绝对不能嫁给那样的人 姐夫一定要去救他 我们秦府 也一定要去救他 如果姐夫为了考试 而眼睁睁地让小楼出事 娘亲 你们心自问 你看得起这样的人吗 宋如月低下头 沉默下来 秦文正没在犹豫 对门口的周通道 把这张席帖拿去交给青州 就说 我和夫人在这里等着他 无论他有什么决定 我们都会支持他的 是 老爷 周管家进来接下席帖 快步离开 微末 宋如月把面前的少女抱在了怀里 红着眼圈联系道 你就不该回来的 千辛万苦 一路颠簸回来 又不敢去见他 现在还要 秦微末柔声道 本来想要在姐夫考试前 给他一个惊喜的 不过仔细想了想 还是不了 姐夫现在过得挺好 不是吗 微末又何必打扰他 微末 你姐姐他 娘亲 姐姐上午还找过我 跟我说了一块话 我觉得 姐姐现在已经在发生变化了 比之前有些情绪波动了 对我也亲切多了 不再像是之前那般冷漠 我觉得 这可能都是姐夫的功劳 所以 梅乡小园 走廊上 小蝶和秋正在对着图画 认真地制作着罗袜 书房里 洛青州没有出去 而是在认真读书和做题 明天就要考试了 今天他决定 把那些备考的书籍都读一遍 试题也全部都在做一遍 这时 大门处突然咚咚咚 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随即 百灵一袭粉裙 翘生生地走了进来 脸色却有些凝重 翠声道 姑爷 快出来一下 洛青州在书房听到声音 立刻从屋里出来 问道 什么事 百灵看了他一眼 仰了仰手里的洗铁道 老爷让周管家送来的 给姑爷的 他站在门口 并没有进入庭院 洛青州愣了一下 立刻走了过去 道 什么东西 周管家在门外恭敬道 姑爷 是洗铁 老爷让我告诉姑爷一声 老爷和夫人在大厅里等着您 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 他们都会支持你的 洛青州闻言 心头顿时一沉 他快步走了过去 伸手从百灵的手里 结果洗铁打开 定眼看去 当看到上面的内容和名字时 他顿时脸色一变 周管家看了他一眼 默默地退了下去 门外的大树下 一袭淡绿衣裙的少女 正抱着剑 冷若冰霜地站在那里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洛青州看完信 吃得一声 把手里的信撕成了碎片 随即快步出了门 百灵跟了出去 看了树下的少女一眼 停下了脚步 下场握紧手里的剑 跟在了他的身后 身后乌黑长发 无风自动 洛青州的脚步 越来越慢 在走到通往前面的长廊时 他突然停下了脚步 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转头看着他道 我现在要是去了 岂不是中了他们的计 下场看着他 没有回应 反正他去哪里 他就跟着去哪里 杀人放火 刀山火海 他都去 洛青州低下头 又沉思了一会儿 继续向前走去 很快 他来到了大厅 突然听到了大厅里 传来了一阵熟悉的哭泣声 他脸色一变 快步走了进去 成国府二夫人杨平儿 正跪在地上 哭着磕头 秦家老爷 秦家夫人 求求你们 求求你们舅舅我家小楼 他才刚过十心耗岁啊 宋如月扶着他 让他起来 秦文正站在前面 背负双手 猝着眉头 满脸凝重 当落青州走进去时 秦文正和宋如月的目光 都看向了他 青州 秦文正神色坚定地看着他道 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 我们都会支持你的 杨平儿听到声音 转头看去 突然哇的一声 又哭起来 跪着扑过去 抱住了他的双腿道 青州啊 救救小楼吧 大夫人要把小楼 送给那个畜生去糟蹋 听说那个畜生无恶不作 已经害死了很多女孩 我就只有这么一个孩子 他要是出事了 我还怎么活啊 落青州看着他脸上的巴掌印 以及额头上被东西砸破的伤痕 弯下腰 把他扶了起来 脸色平静道 二夫人 放心吧 小楼不会嫁给那个人的 杨平儿哭声一致 突然又哭了起来 青州啊 他们都已经决定了 已经开始发喜帖了 那承主府的畜生 今天还被洛玉邀请 在府中吃饭 现在都还在那里 我实在没有办法来啊 落青州沉默了一下 抬起头 看向了秦文正和宋如月 拱手道 岳父大人 岳母大人 我想去城国府一趟 此话一出 大厅里突然安静下来 杨平儿的哭声 也戛然而止 洛青州看着他的眼睛道 二夫人 我待会儿就过去 青州 快回去吧 不要让小楼一个人 待在家里 小心出事 此话一出 杨平儿顿时脸色一变 似乎想起了什么 慌忙抹了抹眼泪 起身惊慌地跑着出了门 青州 你真的要去 秦文正皱眉问道 洛青州看着那位二夫人 跑出庭院的身影 答道 不去 不去 宋如月文言愣一下 道 你刚刚不是说要去吗 洛青州顿了顿 转过身 拱手恭敬道 岳母大人 我刚刚是骗他的 宋如月 洛青州抬起头 看着他 一脸平静道 我明天就要考试了 所以今天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不会出门的 对于我来说 考试才是最重要的 至于他和他的女儿 那是陈国府的事情 跟我无关 宋如月文言 有些惊诧地看着他 一旁的秦文正 微微皱了皱眉头 洛青州拱手道 岳父大人 岳母大人 那青州先回去读书了 如果他再来 不要理睬就是了 那位大夫人 想要扰乱我的心境 甚至想要骗我过去害我 我是绝对不会出去的 说完 告辞退下 出了门 看了旁边 视力在走廊上的 丫鬟嬷嬷嬷们一眼 快步离去 夏禅从院里的大树下走出 握着剑 跟在了他的身后 大厅里 安静下来 秦文正和宋如月 互相看着 面面相去 老爷 微末好像看错那小子了 宋如月 微微醋着峨眉 秦文正在椅子上坐下 端起茶杯道 人之常情 那小子读书读了这么多年 不就是为了明天的考试吗 他若考中 不光会为他去世的母亲争了光 还为他自己争了身份和前途 对我们秦家也有好处 所以 如果换作是你 你愿意为了两个外人 而去冒险吗 宋如月道 可是老爷 你当当明明说 那小子重情重义 知恩图报的 你还说在成国府 那对母女对他很好 秦文正敏一口茶水 看着他道 也许在他心里 那对母女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 即便很重要 但也不会有他的前途重要 宋如月撇了撇嘴 没再说话 过了片刻 他冷哼一声 道 我去找薇莫去了 说完 出了门 走廊上的丫鬟嬷嬷们 立刻跟在了后面 秦文正看着他们的身影快步远去 又抿了几口茶 方对着外面道 周通 周管家立刻走了进来 弯腰恭敬道 老爷 有何吩咐 秦文正眼中金光闪了闪 道 最近几个月 咱们秦府有新买的丫鬟和老妈子吗 周管家闻言想了一下 道 没 老爷上次不是说了吗 咱们等二公子考试完后就搬走 府里的丫鬟嬷嬷和庸人 已经够多了 奴才已经在慢慢辞退了 怎么可能再重新买 秦文正沉吟了一下 道 留个十来个就够了 其他的都辞了吧 我们秦府已不是熏贵人家 以后去了京都 更是要夹着尾巴做人 养不了那么多人 记住 离开的那些下人 都要多给钱财 千万不可吝啬 如果有人还想继续做事 可以把他们 送去二爷四爷那里 在这末程 我们秦家还是有一些产业的 应该还需要一些人手 不能让他们没了生活来源 周管家低头道 老爷放心 奴才晓得 秦文正放下了茶杯 看着他道 我刚刚看到夫人那里 还跟着几个丫鬟和嬷嬷 你再去仔细查一查他们 这几日 注意一下他们的动静 周管家脸色微变 抬头道 老爷 秦文正摆手道 不用担心 那几人都是府中老人 和从小在府中长大的丫鬟 而且 我们已经查过多次 应该没问题的 只是这几日 青州要考试 过几日 川也要考试 还是要小心谨慎一些 周管家立刻躬身道 是 老爷 宋如月去了后院 庭院里 烈日炎炎 地上的青石板 被罩得滚烫 一袭素白衣裙的柔弱少女 正站在走廊里的阴影里 微微促着眉头 在想着事情 宋如月一进门就道 微末 这次你猜错了 那小子选择的是不去 也不管 他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考试 我就说了 那对母女对他来说 已经是外人了 他怎么可能为了他们 而放弃自己的考试 他是读书人 知晓孰亲孰众 秦微末文言威正 道 娘亲 姐夫当时说了那些话 宋如月走到走廊上 道 陈国府的二夫人也来了 求着她帮忙 她当着人家的面 骗人家说去 等人家走了 她又说不去 说着 把刚刚在大厅里发生的事情 都复述了一遍 秦微末微微促着柳梅 沉默下来 宋如月看了一眼她的脸色 道 怎么 对那小子失望了 其实娘亲觉得 她这样才是做大事的 为了一对外人 而耽搁自己的前途和幸福 并不值得 秦微末又沉吟了一下 目光看向了旁边走廊上 势力的丫鬟嬷嬷嬷们 顿了顿 柔声道 娘亲 天气热 让他们都下去休息吧 这里有桌和门就够了 宋如月看了那些丫鬟嬷嬷一眼 吩咐道 都退下吧 门留下就可以了 是 夫人 那几名丫鬟嬷嬷 供了供身 擦着汗水 恭敬退下 秦微末见他们离开了 方转过身道 娘亲 进屋 屋里有冰块 凉快一些 宋如月跟着她走了进去 突然后知后觉道 有奸险 秦微末进了屋里 没有立刻回答 过了片刻 方对视力在门口的猪道 猪 去把圈叫来 记住 别让姑爷发现了 是 小姐 猪立刻匆匆而去 秦微末这才轻声道 娘亲 姐夫这么做肯定有她的道理 不过微末相信 如果成果府那件事情是真的 姐夫绝对不会坐视不理的 宋如月撇了撇嘴道 她一介书生 就会一些计谋 能怎么办 人家两家人都同意了 一个是成果府 一个是成主府 哪怕是圣上来了 也不便强行阻挠人家成亲 秦微末微微一笑 没再说话 她相信姐夫 一定可以想到办法解决这件事情的 她刚刚在走廊上想了想 把自己带入了姐夫的角色 按照姐夫以往解决事情的想法和行为 仔细思考了一下 她觉得 这件事明面上不可能解决 就像是娘亲说的 一个是成果府 一个是成主府 都是莫城最大的势力 人家两家人心甘情愿地联姻 谁能阻止 至于直接去成果府把人带走 那就更不可能了 无名无愤抢人 那就是强盗行为 处死也不为过 所以 唯一的办法 就只能暗中行事了 偷偷把人带走 这个方法也不可能 莫城就这么大 能藏在哪里 而且 人家既然主动来通知 自然早有准备 估计成果府里 早已设了陷阱和埋伏 只等着姐夫过去踏进去了 姐夫那么聪明 肯定不会这么做 那么 就只有一个办法了 这个办法 估计成果府根本就不会往那里去想 不光成果府不会想 成主府可能也不会想 如果暴露 后果非常严重 姐夫区区一介书生 怎么可能会为了一对外人母女 而去自毁前程 自恶性命 而且 在外人看来 她也没有那个能力 所以 这个办法如果行动起来 绝对是出其不意 但却能最快地解决问题 如果她是姐夫 她可能会用这个办法 她刚刚只是思考和猜测 不过现在 当她听到母亲说 刚刚姐夫在大厅里的态度后 她心头突然一下子就确定下来 姐夫已经提前开始撇清自己的关系了 提前麻痹敌人 提前告诉敌人 她现在一心考试绝对不会为了两个外人 而单个考试 所以 以后外面无论发生了任何事情 都与她无关 不过 她心头很好奇 姐夫似乎很确定 有人会把她刚刚的话和态度传出去 姐夫又已经确定某个奸细了吗 上次那个账房的老先生 以及那个丫鬟 一个是跟了勤家几十年的老朋友 一个是从小在府中长大的 姐夫竟然一下子就能知晓了 对方是奸细 看来姐夫的本事远远不止她现在看到和知道的那些 秦威莫心头暗暗想着 宋如月也在思索着事情 一时之间房间里陷入了安静 不多时 猪带着秋儿 脚步匆匆地走了进来 秋儿进了屋 先是拜了宋如月 然后开心道 小姐 你要去见姑爷了吗 秦威莫轻声道 秋儿 这件事先不提 我问你 姐夫刚刚回去后 做什么了 有没有出门 秋儿想了一下 道 姑爷没有出门 姑爷回去后 就告诉奴婢和小蝶 让我们关了院门 不要让任何人进屋打扰她 然后姑爷 就关了房门 在屋里待着了 秦威莫微微蹙眉 屋里有什么动静吗 秋儿摇了摇头 眉 屋里很安静 姑爷 好像去床上睡觉去了 秦威莫又问道 下馋呢 秋儿道 奴婢刚刚出来时看到她了 她站在门外的大树下 我让她进去 她也不进去 就一直站在那里在 秦威莫沉默了一下 轻声道 秋儿 下馋最近是不是经常去梅乡小园 秋儿道 嗯 姑爷经常主动邀请 她进屋呢 对了小姐 姑爷还拿回来了一双袜子和鞋子 应该就是她的 姑爷还让我和小蝶帮她做鞋袜 可恶 宋如月听到这里 终于听不下去了 顿时怒道 那小混蛋竟然把下馋也勾搭上了 下馋的丫头那么乖 怎么可能 定是那混蛋甜言蜜语 施展了什么卑鄙下流的手段欺骗的 可怜的小丫头 天真无邪 单纯可爱 不安事事 不懂人心险恶 竟然就这么被那混蛋给糟蹋了 那混蛋禽兽不如 秋儿低着头 没敢吭声 秦威莫嘴角微微抽出了几下 道 娘亲 放心吧 下馋手里的剑 专刻姐夫 姐夫不敢的 宋如月一听 顿时眼圈一红 满腔委屈涌了出来 那混蛋有什么不敢 威莫啊 她连我都敢欺负啊 不就是因为我之前训斥过她几次吗 现在她每次见到 我都等我吓我 我吓得逗 我呸 我儿子是练武的 我闺女是莫成第一才女 我会怕她 秦威莫忍着笑道 娘亲 姐夫每次见到你 对你都很恭敬的 哪里等你吓你了 宋如月眼睛一瞪 气道 还说没有 原来她刚来时 每次见到我 都是毕恭毕敬 低着头 从来不敢抬头看我的 现在每次见到我 都要看几眼 还敢与我对视说话 那不是等我吓我是什么 威莫 你以后可要帮娘亲啊 千万不能让那小混蛋 欺负了娘亲 秦威莫含笑点头 道 好 到时候 威莫帮娘亲 欺负姐夫就是了 宋如月刚要点头 突然又迷着毛子 看着她道 你想怎么欺负她 秦威莫握着小粉拳道 打姐夫几拳 好不好 宋如月白眼一番 哼 又糊弄娘亲 你要是舍得用力 娘亲给你跪地 给你磕头 秦威莫笑道 那算了 威莫可不能做出 这么大逆不道的事情 威莫还是不打姐夫了 赏武的太阳 异常毒辣 杨平儿红着眼睛 满头大汗 脚步匆匆地走在街道上 向着成国府走去 在她的头顶上的半空中 一道肉眼难见的虚影 迎着炎炎烈日 跟着她一路向前 又走了一会儿 杨平儿脚步匆匆地 进了一条小巷 小巷里 一名丫鬟正等在那里 看到她过来 冷着脸迎了上去 洛青州认得这个丫鬟 绿娥 成国府二公子的贴身丫鬟 当初经常欺负小蝶 小巷里 两人会面 停下了脚步 杨平儿眸中擒着眼泪 带着哭腔道 我见到她了 她说待会儿就来 我都按照大夫人的吩咐做了 求求你们 可以不要把小楼 嫁给那个人吗 绿娥冷冷地看了她一眼 随即满脸堆笑道 二夫人 这件事 你得回去问大夫人 奴婢可做不了主 快回去吧 大夫人还在家 等着你的好消息呢 杨平儿脸色煞白 失魂落魄而去 绿娥扭过头 看着她匆匆走远的背影 撇了撇嘴 喜帖都已经发出去了 还在做梦呢 怪就怪你们 跟那小杂种走得太近 大夫人就是为了 要在这个结果眼上 恶心那小子 让那小子无心考试 这都看不明白吗 洛青州漂浮在她的头顶 继续等待着 不多时 一道身影从巷口走了进来 那身影用面纱遮着脸 一边走着 一边回头看着 脚步蹒跚 身材瘦小 显然是一名年纪稍大的老妇人 绿娥看到她后 目光一亮 也立刻转过头 警惕地在前后张望了一番 那老妇人来到她的面前 又紧张地向着后面望了一眼 方颤生开口道 那小子是骗你们二夫人的 她不会来了 她当着我家老爷和夫人的面 说 考试最重要 这几日 她都不会再出去了 她还说她现在是情家人 那对母女跟她无关 此话一出 绿娥顿时脸色阴沉起来 老妇人带着哭腔道 可以把我的小孙子放回去了吗 求求你们了 没有她娘亲在身边 她会害怕的 绿娥顿时冷笑一声 道 刘某某 别急 她在我们那里玩的 可开心了 你只要好好做事 三天后 自然会放她回去 说着 从袖子里掏出了一小包东西 递到了她面前 冷声道 找个机会 倒进那小杂种的食物里 老妇人顿时满脸惊惧道 这是毒药 老身 老身不能啊 绿娥冷笑道 放心 不是毒药 只是让她这几天 头昏脑胀的药 而且无色无味 不会有人察觉的 老妇人哭着道 不能 不能啊 如果耽搁了她的考试 不能吗 绿娥满脸冷立地道 刘某某 那你是想白发人送黑发人吗 老妇人顿时脸色煞白 哭出了声 绿娥满脸不耐烦 冷声道 放心吧 没有人会怀疑你的 我们也不会这么蠢 在这个结果眼上堵死她 你要是不信 可以先找只动试试 老妇人抹了抹眼泪 这才颤抖着双手 接过了药 绿娥满意道 好了 快回去吧 事成之后 你那位可爱的宝贝儿小孙子 自然会安然无恙地回去 到时候 自然也少不了你的好处 老妇人没再说话 转过身 抹着眼泪离开 绿娥脸上露出了一抹鄙 也转过身 向着小巷的另一个出口 快步走去 快到出口时 她突然脚步一顿 全身僵硬 眼神发直 树膝后 她眨了眨眼睛 动了下身子 抬起手 活动了几下 嘴里喃喃道 果然 晋级后 附身容易多了 不过肉身不在 时间不能太长 而且魂力没法给这具身子使用 她又小巷里活动了一会儿 练习了一下动作神态 以及说话的腔调 方定在原地 不再动了 一道肉眼难见的虚影 呼得从她的头顶飞了出来 绿娥定在原地不动 树膝后 她眨了眨眼睛 两只脚下意识地继续向前迈动 带出了巷口后 她呼地愣了一下 转过头 看向了身后的小巷 脸上露出了一抹迷茫 似乎觉得哪里有些不对 但仔细想了想 又想不出来 她没再多想 脚步匆匆地离开了 洛青州漂浮在小巷上空 直到她走远后 方转身返回 不多时 已追上那名步履蹒跚的老妇人 老妇人在街上买了一些点心 糖果 然后走进了后面的小巷 从后门进了情府 在那老妇人的后面 跟着另一道身影 那身影身材娇小 穿着青色衣裙 是一名丫鬟 洛青州见过几次 这丫鬟名叫青儿 是周管家的女儿 平时一直帮忙 打理着前院的花草 洛青州漂在半空中 继续跟在她的身后 她则继续跟着那名老妇人 老妇人静直去了后院 与其他丫鬟嬷嬷聊了几句 说了声 累了 然后出了小院 去了后厨 又与几名厨子聊了一会儿 问清楚了今晚的饭菜 然后离开了 此时正是午后 烈日炎炎 温度很高 老妇人拐进了下人休息的屋里 擦了擦汗水 坐在那里失魂落魄地 发了一会儿愣 从怀里拿出了那包药物 唉声叹气了一会儿 又重新放进了怀里 过了片刻 她疲惫地躺在榻上睡着了 这个时候 许多丫鬟嬷嬷们都在午休 洛青州又在屋顶等待了一会儿 方漂落了下去 驱使飞剑 悄悄把那袋药物 从她怀里掏了出来 随即施展玉物术 把里面的东西 都倒在了自己的火红手帕里包好 然后 她立刻回去魂魄龟鞘 包了一袋面粉 又过来悄悄塞进了她的怀里 做完这些 她方回到梅乡小园 继续读书 为明天的考试做准备 至于外面的一切 她都不再多想 只有当那些人以为 她真的不会在意那个小女孩 真的一心一意考试时 才是她出手的最好时机 与此同时 清儿去了前院 找到了正在门口 阴影下那梁的周管家 低声道 爹爹 刚刚刘默默从后门出去了 我跟着她去了街上 她进了一条小巷 跟一个丫鬟打扮的女子见了面 说了话话 然后红着眼睛回来了 她把刚刚的事情 都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 周通听完她的话 眼中金光闪了闪 道 听见说什么了吗 清儿摇头道 她很激紧 一直回头看 我不敢靠近 只看到 她进了小巷 跟那个丫鬟碰面 然后我就躲起来了 不敢再露面了 周通沉吟了一下 站起身道 去 继续盯着她 我去找老爷 是 爹爹 清儿立刻告退 后院屋里 房门窗户紧闭 宋如月正与自己的闺女 聊着天 不多时 梅儿在外面恭敬道 夫人 老爷来了 说要找二小姐 宋如月文言满脸疑惑 老爷这个时候来干嘛 快让她进来吧 房门打开 秦文正神色凝重地走了进来 看了她一眼道 如月 你先出去吧 我有些事情 要跟微末说 宋如月文言愣了一下 随即生气道 老爷 什么事情我不能听 秦文正顿时脸色一沉 出去 宋如月脸色顿变 随即扁了扁嘴 先腰一扭 委屈巴巴地出了房间 出去就出去 干嘛那么凶 讨厌 房门关上 秦微末微微醋眉道 爹爹 找到奸细了 秦文正一愣 看着她道 你怎么知道 秦微末笑道 你让娘亲出去 而且还对她发脾气 那奸细肯定就是 娘亲身边的人 对不对 秦文正正正地看了她一会儿 突然长叹一声 可惜啊 微末 你若是男儿身 我秦家也不至于 沦落到此 秦微末轻声道 爹爹 姐夫是男儿身 也是自己人 她可比微末厉害多了 所以 爹爹别担心 我们秦家 以后一定会好起来的 秦文正看向她道 中午在大厅时 我就看出来她不对劲 不然不会那么说 也不知道她是怀疑 还是真的知道有奸细了 秦微末道 姐夫应该是知道了 秦文正道 你就这么相信她 秦微末笑道 爹爹 要不我们打个赌 微末就赌 姐夫不仅知道 咱们秦夫有奸细了 而且还知道奸细是谁了 好不好 秦文正顿了一下 道 好 我就不信 那小子有这么厉害 我也是刚知道 奸细是谁 而且那奸细 刚刚才开始行动的 那小子知道 西铁的事情 也是今天中午 不可能早就开始查奸细了吧 秦微末微微一笑 走到窗前 推开窗 对着外面道 梅儿 你去梅乡小园一趟 对姑爷说 我们秦府里好像有情况 问她该怎么处理 就说 老爷让你问的 梅儿愣了一下 立刻答应一声 匆匆离去 不多时 她满头大汗 匆匆地跑了回来 一进门 她就慌忙关上房门 气喘吁吁地低声道 二小姐 姑爷说 说暂时不用管她 还让奴婢告诉老爷 让老爷装作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过 不要再让亲儿 去看着那个人了 秦文正 秦微末微微一笑 看向了她 清澈柔和的毛子里 露出了一抹小小的得意 爹爹 承认姐夫厉害了吧 秦文正呆滞半赏 方长叹一声 爹爹早就知晓 那小子厉害了 从那几首诗词 让宋家灭门就知道了 但是实在没有想到 那小子竟然能厉害到 这种程度 这刚发生的事情 他突然又看着他道 可是微末 爹爹觉得你更厉害 你就在屋里待着 竟然就能准确地猜测到 那小子的情况 看来 以后这秦府 只能靠你来管着那小子了 除了你 只怕谁都管不了他 说实话 爹爹也开始害怕他了 爹爹终于能够理解你娘亲 哼 我不怕 门口突然传来了 宋如月冰冷而倔强的声音 原来刚刚梅儿进来时 在他的眼神示意下 关门时留了一条缝隙 他一直在门口偷听着呢 秦文正过去开了门 瞪了他一眼道 进来吧 宋如月气鼓鼓地走了进来 梅儿低头退了出去 一家三口聚在房间里 各怀心事 宋如月忍不住问道 你们刚刚在嘀嘀咕咕说什么 那小子哪里厉害了 那对母女的事情 他准备怎么解决 就这样干等着吗 秦微末微微一笑 过去打开房门道 爹爹 娘亲 你们聊 我去厨房给姐夫熬汤去了 明天就要考试了 要给姐夫补一补 说完 在猪儿的搀扶下离开了 秦文正也走向门口道 如月 我还有事 你找丫鬟们聊 宋如月顿时气急 跺着脚道 都觉得我笨 都瞒着我是吧 那小混蛋啥事 都瞒着我 也就算了 你们也这样对我 良心就不会痛吗 秦文正没再理睬他 继续向外走去 刚走到门口 宋如月突然扑过去 抱住他的双腿 跪在地上 养着娇媚的小脸 双眸水汪汪的忧怨 而妩媚地看着他 可怜巴巴地道 老爷 卑微可怜的小如月 需要你的怜惜 秦文正 傍晚时 丫鬟嬷嬷们 开始去后厨取餐 梅儿端着一碗汤 准备去梅香小园 走到中途时 被一名嬷嬷拦了下来 梅儿 老生刚好要去姑爷那里 问秋儿借点布料 这汤让老生帮你端过去吧 梅儿犹豫了一下 把汤递给了他 叮嘱道 刘嬷嬷 小心点 别端洒了 跟姑爷说是夫人帮他熬的 刘嬷嬷小心地揭在手里 笑道 老生知晓 随即端着汤 小心翼翼地离开 梅儿看着她的背影 见她端得挺稳 这才转身离开 刘嬷嬷端着汤 进了梅香小园 小蝶和秋儿 很热情地接待 洛青州也从屋里走了出来 温文尔雅地跟她打了招呼 然后当着她的面 把那碗汤喝完 天还没有黑 秋儿突然匆匆出门去找大夫 很快 整个秦府都被惊动了 秋儿哭着道 谷也生病了 突然晕倒在地上了 众人皆惊慌失措 夜幕刚落 城狗府后院 门口走廊上 洛玉一身白袍 风度翩翩地站在那里 正面沉如水 在思考着什么 屋内 王氏正与一名头发花白的老者 低声说着话 不多时 王诚匆匆而来 在门口攻身禀报道 夫人 接到消息 那小子突然发病昏迷 此话一出 站在旁边走廊上的洛玉 转过头 屋里的王氏 停止了谈话 依旧神情淡淡 确认了吗 王诚公进道 秦府上下 皆惊慌失措 乱糟糟地 在到处寻找大夫 那个老嬷嬷 是亲眼看到她把东西喝下去的 偷偷从京都回来的秦家二小姐 也吓得病倒了 据说又渴了很多血 那位宋夫人 直接吓得瘫倒在了地上 需要丫鬟扶着 才能站起来走路 王氏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虽然她脸上的神色 依旧保持着淡漠冷静 但眼中抱负的快意和兴奋 已经掩饰不住了 好 她淡淡地说了一句 绣袍中的指甲 攥紧了里面的袖子 两边脸颊上 涌上了两抹淡淡的血色 王诚看了她一眼 小心翼翼地道 夫人 那今晚还让二夫人过去吗 王氏眼中寒芒闪烁 顿了片刻 道 不用了 把她放了吧 其他的准备也都撤了 让人时刻盯紧那边 是 王诚弯了弯腰 准备退下 王氏突然又冷冷地道 王诚 我希望听到她明天缺考的消息 王诚低头道 奴才一定盯好那边 说完 正要躬身退下 站在走廊上一直沉默着的落狱 突然开口道 王叔 他会死吗 王诚连忙道 二公子 那要不会致死 只会让他头晕脑胀 浑身发软 下不了床 不过 如果他身子太弱的话 可能会性命不保 王氏从屋里走了出来 解释道 玉儿 是娘亲让他们用这药的 现在毒死那小畜生 一是太过明显 长公主还在边境 只怕会惹出其他事 牵雷你考试 二是太便宜那小畜生了 她为了这场考试 已经准备了这么多年 娘亲就是想让她满怀希望 又到绝望 痛不欲生 洛玉看向她道 娘亲做得对 现在让她死 的确是太便宜她了 她嘴角露出了一抹凝笑 先让她尝尝 失去一切的滋味再说 王氏看着她眼中的怨毒之色 沉默了一下 问道 王成 那位秦家大小姐 是什么反应 王成低头道 那位秦大小姐 似乎依旧在自己的屋里 并未出门 王氏冷笑道 果然 两人不仅没有夫妻之时 那位秦大小姐 估计还是打心眼里的 瞧不起那小畜生 只怕心里 也在早些盼望的她死吧 她这话自然不光是对 这位王管家说的 若欲眼神发亮 脑海中再次浮现出 那倒白裙似血 美若天仙的角色身影来 王成看了她一眼 默默地退了下去 王氏也没再说话 转身进了屋 夫人 那今晚还需要老夫去做法吗 屋里 那名黑袍老者问道 王氏脸色阴沉道 还是去看看吧 一定要保证 那小畜生 明天出不了府 好 黑袍老者那阴质的瞳孔里 闪烁一道星红的光芒 屋外 洛玉站在走廊上 神情恍惚 脑海中那道雪白如鲜的身影 挥之不去 与此同时 秦府之中 的确已经乱成了一团 府中上下 皆知道姑爷明天要去考举人了 谁知道 今天却突然出了事 读书人读书一辈子 就是为了考取公民 大家都满怀希望 希望这位入坠来的姑爷可以考中 让秦府和他们都跟着沾光 就连老爷和夫人 也为明天的考试操碎了心 夫人傍晚时还亲自下厨 制作了很多点心 准备让他明天带到考场上去吃的 老爷这几天也早出晚归 打听考试的事情 谁能想到 在这结果眼上 姑爷却突然生病晕倒了 全府上下 皆神情凝重 忧心忡忡 秦文正和宋如月得到消息后 第一时间去找了大夫 然后赶了过去 正在院子里练舞的秦川 也脚步匆匆地赶来 一时之间 梅香小园灯火通明 聚集了很多人 洛青州躺在书房礼物的床上 闭着眼睛 一动不动 大夫坐在床边 把麦查色 半晌后 方神色凝重 摇了摇头 一旁的秦文正和宋如月 都看得心头一沉 脸色难看起来 宋如月脸色发白 慌忙问道 孙大夫 我家青州这是怎么了 是患了什么病吗 大夫又细细地把了一会麦 方叹了一口气 站起身道 夫人 老爷 令旭这病很古怪 老朽刚刚第一次查看时 令旭脉相紊乱 气息不稳 但好歹也有呼吸心跳脉搏 但第二次查看时 令旭的这些状态都没有了 连脉搏也停止了 老朽本以为遭遇 但刚刚在一查看 这心跳气息脉搏等等 突然又有了 这些东西时有时无 反反复复 奇怪在 老夫从医数十年 从未见过如此怪病 秦文正听得不耐烦 沉着脸道 你只用说能救不能救 大夫叹了一口气 拱手道 秦老爷 树老朽无能为力 令旭这病 只怕是滚 秦文正顿时怒喝一声 还不解气 突然爆发到狗屎东西 没点医术 还敢来骗钱 周通 给我把这老东西拖出去 打死胃狗 大夫顿时虎的脸色大变 慌忙跪地求饶 周通在外面答应一声 却没敢进来 下肠握着剑站在门口 百灵则看了他一眼 示意他不用进去 大夫屁滚尿流地逃了出来 再去找大夫 给我把全没成的大夫都找来 秦文正在里面怒吼一声 周通慌忙答应一声 让外面站着的另外两个大夫 都先进去看看 不到片刻 两个大夫也灰头土脸地出来 小蝶在房间哭得快要晕过去了 秋不见了踪影 宋如月抹着眼泪道 老爷 怎么办 耽搁了明天的考试也就算了 大不了三年后再考 可是青州这病 秦文正正忍不住要骂出来 突然转过身 看向了屋里 似乎在找人 秦川连忙从旁边走了过来 皱着眉头道 爹爹 您是在找我吗 有何吩咐 爹爹尽管说 滚 秦文正骂了一句 秦川愣了一下 又低头退下 秦文正突然出了房间 又在外面找了一圈 眼中渐渐露出了一抹狐疑之色 百灵突然在旁边开口道 老爷 我家小姐身子不舒服 所以没有过来 秦文正看了他一眼 没有理睬 快步出了门 威莫没有来 猪没有来 秋儿也不见了 看来 这件事不简单啊 他得去问问威莫了 房间里 小蝶依旧红着眼睛在哭泣 秦川站在旁边 愁眉苦脸 宋如月站在床边 抹着眼泪 目光看着床上昏迷的人 嘴里念念叨叨 不知道在说什么 秦川想要进去劝解 又知晓 他性子倔强好强 只得暗暗叹气 而此时的洛青州 正神魂出窍 站在屋檐上 沐浴着洁白的月光 听着屋里的哭声 看着屋外院里的吓人们 刚刚大夫来给他把麦时 他故意催动体内的气血 造成脉搏不稳的假象 然后神魂出窍 关闭呼吸和心跳 又立刻神魂归翘 让大夫产生迷惑 当然 他要迷惑的不仅仅是大夫 陈国府那位大夫人 既然挖空心思 要在这种关键时刻对付他 就是为了阻挠他明天的考试 今天那位二夫人 被逼着过来试一记 肯定还有其他计谋 如果他今天不倒下 今晚可能还会有 更多的计谋等着他 甚至那位二夫人 还会以更惨的模样过来 以其他方式逼他出去 甚至小楼都会被他们逼着 引诱他落入陷阱 所以 他决定将计就计 直接喝了要晕倒 这样的话 对方见他已经出事 已经无法再参加明天的考试了 其他计谋 自然就用不着了 他乐得清静 也能让那位大夫人 少折腾和虐待那对母女 为了让事情逼真 他当然要先把情府的人欺骗住 如果表演得太过虚假 被对方察觉 那就前功尽弃了 至于解决小楼被嫁的事情 今晚可不是个好机会 对方白天的准备可能还在 只有等对方真的以为 他不会管这件事了 等对方彻底松懈下来时 才是他动手的好机会 按照规定 明天进入考场 三天后才能出来 所以 人在考场中 才是最安全的 也是最让对方松懈的时候 当然 也是最有力的不在场证明 那个时候 就是他动手的最好机会 至于今晚 就让他们暂时先开心一晚吧 精彩的还在后面呢 月光如水 晚风轻柔 洛青州站在屋顶上 把这几天要做的事情 全部在脑海中 谋划了一遍又一遍 不远处的灵缠月宫 被一股寒气笼罩 里面朦朦胧胧 什么都看不清楚 此时 在那里的屋顶 站在一道月白身影 正安静地看着他 一动不动 不知过了多久 他呼的目光一动 身影一闪 在屋顶消失不见 转眼间 他来到了秦府前面的街道上空 随即升入云霄 居高临下 俯喀而去 陈国府的上空 漂浮着一团雾气 遮蔽了此时 在陈国府隔壁的府底后院 某间屋子里 房门窗户紧闭 几根红烛燃烧 香烟鸟鸟 一名黑袍老者 盘膝坐在地上 闭着眼睛 面前放着一只漆黑木盒 木盒打开 里面出现了一柄半尺来长的 五柄飞剑 翁飞剑翁明 疏然飞起 黑袍老者闭目开口道 王管家 看好老夫的肉身 老夫去去就回 站在身后黑暗处的王成 刚要点头说话 心头突然莫名一跳 他忽然感觉这一幕 这对白 好熟悉 之前那个老妖婆 刷 黑袍老者神魂出窍 握住飞剑 威风凛凛地道 老夫去眼 说罢 从窗口急射而出 转眼间 便消失在了远处的黑夜中 王成站在黑暗中呆滞了一会儿 目光突然警惕地盯着坐在面前 一动不动的老者肉身 老者神魂手持飞剑 须发飘飘 风驰电掣般飞出了府邸 刚要向着秦府飞去 头顶呼得月光一闪 刺眼的光芒 瞬间遮住了他的视线 啊 片刻后 房间里骤然响起一声淒厉的尖叫 随即那坐在地上的老者 猛然从原地蹦跳而起 像是发疯一般 扑向了身后的王成 王成脸色顿变 早有准备轰得一拳打了上去 那老者直接被打飞了出去 脑袋爆裂 当场毕命 王成握着拳头 又在房间将了半晌 方一脸惊疑不定地快步离开 秦府中灯火通明 拳府上下 一夜未眠 成国府中 大夫人王氏 同样在厅堂坐了一夜 每过半个时辰 就会有新的消息传来 但内容都是一样的 那小子依旧昏迷不醒 秦府把整个末程的大夫都请了一遍 皆是束手无策 整个秦府到处都是哭声 那位宋夫人也哭了一夜 虽然每次来禀报的话语都是一样的 但是王氏却每次都要一字不落地再听一遍 整整一夜未眠 他都没有丝毫困意 反而愈发亢奋 直到天亮 太阳还未升起 官府就派出了所有的衙役 卫兵开始在考场四周管制街道 禁制喧闹 禁制马车 禁制人流等等 早已聚集在内城的考生 开始从府中 家里 客栈等等地方 陆续向着考场赶去 主考官汉林学士林文棠 也带着两名副官和其他官员 在护卫的簇拥下 提前赶往考场查看布置 墨城里很热闹 但也很安静 小贩不敢再吆喝 赶车暂停了生意 卖艺的也被驱离了街头 所有人见了街道上的考生 都是满脸羡慕和敬畏地让开了路 大言虽然依旧宠武尚武 以武为尊 但在当今圣上的努力和政策下 文官的地位已经开始渐渐升高 已有了与武官分庭抗礼的趋势 更何况 对于寻常百姓来说 随便一个官员 都不是他们能够惹得起的 今日相试 考中者为举人 终举后 便有了参选官员的资格 算是官员的候补人员 以后做官是肯定的 如果更进一步 再考中了进士 那就更厉害了 人们在街道两边小声议论着 而那些考生们 则在家长的护送下 大包小包 肘肘肘满致地向着考场走去 太阳升起后 考场四周早已管控完毕 考场之内 也都检查了很多遍 门外已经排了很长的队伍 很多考生都互相认识 开始低声攀谈起来 不认识的 也互相打着招呼寒暄着 问着对方的姓名 然后久仰久仰之类的 提前交个朋友 万一对方考中 那就多了一个举人朋友 如果两人都中 那以后就可以在官场互相帮衬了 天气很热 许多考生和家长站了一会儿 都已是汗流加倍 几时 门栏打开 考生开始一次接受检查 一一进入考场 检查非常严格 除了要检查身上携带的食物笔墨烟以外 还要脱掉外衣鞋子检查 即便是里面的衣服 也会翻开看查看 手臂上 腿上 等等地方 都要检查 最后还要张嘴说话 看看嘴里是否夹带着东西 然后把头发披散开 检查头发里面 每一名考生都经过了很仔细的检查 才允许进入考场 发现有夹带者 考试就会当场作废 当考生进去一大半时 成国府中 大夫人王氏 终于开始发困 这时 王诚又一次走了进来 恭敬禀报道 夫人 应该没问题了 那小子依旧在家昏迷着 并未出门 这个时候 考生已经快全部进入考场了 封门的时间也快到了 王氏强忍着困意 淡淡地道 继续守着 直到考场封门 是 王诚恭敬退去 又过了一炷香的时间 王诚再次进来禀报 夫人 没问题了 那小子依旧没有出府 考场已经开始在封门了 王氏冷笑一声 站起身道 去吧 你也去休息吧 说完 他走向了里屋 王诚躬身离开 王氏揉了揉脑袋 刚在床上躺下 外面突然又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王诚惊慌的声音传来 夫人 考场传来消息 那小子突然出现在考场 已经在封门之前进去了 王氏猛然从床上坐起 愣了几秒 立刻脸色阴沉地走了出去 看着他道 到底怎么回事 不是说 那小杂种没有出府吗 怎么突然出现在考场了 王年他们也没有在中途拦截 王诚紧紧低着头 脸色难看地道 守在门口的人说 根本就没有看到那小子出去 也没有看到其他人出去 王年他们也没有 在路上看到那小子 夫人 这 这奴才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废物 王氏猛然从桌上抄起一支茶杯 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脑袋上 面孔突然变得扭曲 猙獰起来 身子晃了晃 差点晕倒 王诚攻身低头 满头茶水流淌 一动也不敢动 王氏粗重地出着气 站了一会儿 突然问道 那小杂种的状态如何 王诚连忙道 考场传来的消息说 那小子进入考场时 脚步很慢 摇摇晃晃 在门口脱衣服接受检查时 还摔了一跤 看起来非常虚弱 王氏眼中寒芒闪烁 王诚抬头看了他一眼 小心翼翼地道 夫人 药效肯定还在 那小子估计是强撑着准备去考试的 以他那种状态 肯定考不好 而且 这场考试要在里面持续三天 吃喝拉撒 都在一个小小的隔间 天气这么炎热 以那小子的身体 肯定是支撑不住的 突然死在里面都有可能 王氏起伏的胸口 这才渐渐平缓了下来 他满脸阴力地道 让那些废物在考场外看好 有情况立刻回来禀报 这次若是再出差错 直接让他们别回来了 是 夫人 王诚慌忙硬道 王氏又冷冷地看了他几眼 方转身进了里屋 重新在床上躺下 王诚亲自出了门 考场中 每个考生都坐在一个狭窄的隔间里 隔间里非常简陋 除了桌子凳子以外 还有一个两块木板拼成的小床 以及方便用的木桶 三天考试期间 除了这片空间 哪里都不能去 吃喝拉撒 全部在这里 一些身子骨弱的考生 可能根本就坚持不了 几乎每年考试 都有生病的 甚至晕倒的人 在发试卷之前 巡逻人员再次挨个检查 洛青州坐在隔间里 自己缓缓地眼琢磨 外面烈日炎炎 他依旧心静如水 很快 钟声响起 开始发试卷 巡逻人员开始在整个考场 来回不断地巡逻观察着 洛青州拿到试卷 并未急着去看 又言莫静心了一会儿 方摊开试卷 定眼看去 第一道题是 论语 莫写里人篇 洛青州稍一思索 提笔落寞 子曰 里人为美 则不处人 焉得知 子曰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 不可以长处乐 仁者安人 知者利人 洋洋洒洒 很快写完 又仔细检查了两遍 方看向下一道题 第二道题是 大学 题目 如何解释和看待古之欲明明得于天下者 先至其国 欲至其国者 先期其家 欲期其家者 洛青州稍一陈盈 提笔战末 答道 古代那些要想在天下弘扬光明正大品德的人 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 第三道题是 中庸中的选题 洛青州早已被的滚瓜烂熟 自然不费吹之力 都已解答 接下来的题目 就不是死记硬被可以解答的了 李济和孟子 各选一道题 然后开始结合现在的时事政务 写下自己的议论或者见解 这两道题答完 已经是下午 然后是 以莲花为题 做一首诗 五言七言不限 以及再做一篇文章 洛青州稍一陈盈 先作诗道 荷叶罗群一色彩 芙蓉项脸两边开 乱入池中看不见 文歌使觉有人来 又做文章道 水露草木之花 可爱者甚烦 世人皆爱牡丹 菊花 余毒爱莲之出 淤泥而不染 浊青莲而不妖 中通外执 不漫不知 题目全部答完 又检查了鼠遍 已是夕阳西下 洛青州喝了几口清水 又反复从头到尾 检查了几次 这才放下试卷 天快黑时 钟声响起 开始收卷 考生坐着不能动 不能与灵说话 不能有其他动作 只有人来收卷 收完试卷 考生可以站起来活动了 可以吃饭休息了 洛青州站起身 随便活动了一下 然后从袋子里 拿出了牛肉 点心 包子 吃了起来 早上进来接受检查时 他在门口守卫的要求下 把这些食物 全部掰成了几半 牛肉撕成了条状 点心掰碎 包子也都掰开 防止里面有夹带 这个时候吃起来 不仅硬邦邦的 还碎碎的 已经没什么口感了 能填饱肚子就好 天黑以后 有人进来打扫卫生 给每个隔间 都换了一个新木桶 小便大便都在里面解决 大概害时的时候 许多考生 都已经疲惫地睡下了 洛青州 躺在简陋的木板上 望着外面的明月与星辰 心静如水 并无睡意 突然 他瞳孔一缩 坐了起来 睁大眼睛 看向了那轮明月 一道月白身影乎的 从那轮明月前 一闪而过 虽然短暂 但却清晰地 落在了他的眼中 是月姐姐吗 他心头暗暗道 嗡 燥热的夜晚 到处都是蚊子 许多隔间 传来了啪啪啪的声响 以及低骂声 快到凌晨时 整个考场都安静下来 各处传来了呼噜声 洛青州躺在床上 闭上眼睛 神魂出窍 刷 神魂刚飘出 一股可怕的气息 突然从不远处的 房屋上传出 主考官休息的屋顶上 一枚红色圆珠光芒闪烁 开始缓缓旋转起来 一股可怕的力量 正在快速搜寻考场中的异常 准备锁定爆发 洛青州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瞬间又魂魄归体 何处挟碎 胆敢来考场作祟 一声冷喝 从那间房屋中传出 随即 一名身穿静装 腰胯保健的中年男子 从屋里快步走了出来 许多守卫奔了过去 那中年男子走下台阶 抬起头 望向了屋顶 屋顶上的圆珠 已经恢复了正常 路过吗 他脸上露出了一抹狐疑 又仔细探查了一会儿 方对身后的护卫道 仔细巡逻 不可懈怠 是 大人 众护卫立刻退去 又开始在整个考场 不停地巡逻查看 中年男子目光凝重地 在整个考场巡视了一圈 没有发现异常后 方进了屋 洛青州躺在床上 暗暗捏了一把汗 他其实早就想到考场之上 肯定布置得有这些东西 毕竟连青楼城墙 那种地方都布置得有 不过他现在神魂 已经晋级到了 炼神镜中期 一般的法器 已经发现不了他了 像青楼和城墙上 那几枚圆珠 他就算飞到镜前 对方也不会有反应 所以他刚刚才想着试一下的 显然 这里的法器强大太多 而且非常灵敏 他刚一出窍 就立刻探查到了 除了那颗法器以外 那名中年男子 看起来实力也超强 其他神魂阴魂 哪怕是那位月姐姐 估计想要悄悄进来 也很难 考场之中 的确是最安全的地方 洛青州躺在床上 又想了一会儿事情 然后静下心来 进入了睡眠状态 明天除了考试以外 还有一件事情要解决 所以 今晚要好好休息 与此同时 在鸳鸯楼的飞檐上 月白身影沐浴着洁白的月光 飘然若鲜地站在那里 目光望着不远处的考场 成国府中 大夫人王氏睡不着 脸色很不好看 每过一个时辰 王城都会进来禀报一遍 夫人 暂时还没有动静 而在秦府中 宋如月也在美人踏上 辗转反侧睡不着 礼物躺在床上的秦二小姐 同样睁着眼睛 在担忧着 在想着事情 微末 睡了吗 又过了片刻 宋如月从踏上起来 轻声问道 没呢 娘亲 屋里传来了少女柔弱的声音 宋如月下了踏 进了礼屋 扒开了账卖 忍不住叹气道 微末 你说那小子身子骨那么弱 现在天气又这么炎热 蚊子又多 他受得了吗 秦微末文言 扑斥一笑 从床上坐了起来 娘亲 你很担心姐夫吗 宋如月在床边坐下 手里拿着一只 绣着牡丹的小圆扇 一边扇着 一边翻了个白眼道 能不担心吗 那小子要是出事了 你怎么办 娘亲这是为你担心 秦微末笑道 娘亲 姐夫会没事的 顿了顿 他又轻声道 这次相识 对于姐夫来说 其实只是迈出了第一步 姐夫以后的路还很长 娘亲 相信姐夫 他会比我们想象的 要走得更远的 宋如月撇撇嘴道 你的意思是说 他以后还能考中状元 然后做个大官 秦微末笑道 娘亲 人生的路 并不只有座官一条 以姐夫的才华 考个状元自然没问题 不过以姐夫的性格 座官并不适合他 至于姐夫以后要做什么 要走哪一条路 微末也不知道 宋如月握着他柔弱的小手 看着他道 十九放榜 到时候就能知道他 有没有考中了 如果他终局了 微末 你准备好了吗 到时候我和你爹爹 可不会再任他耍滑头拖延下去了 他必须选择一个 秦微末沉默了一下 道 娘亲 今天我去跟姐姐说了一会儿话 宋如月问道 说什么了 尖家有没有开口跟你交谈 秦微末轻声道 姐姐说话了 我们聊到了姐夫 姐姐说他已经把修书写好 等姐夫考试完 就交给他 宋如月文言正了正 叹了一口气道 挺好 尖家那丫头还是很善良 很实大体的 既然他不喜欢 那就放手吧 没必要再让三个人都煎熬下去 秦微末微微低头 又沉默一下 然后抬头道 娘亲 虽然姐姐这样说了 也准备这样做了 但我觉得姐姐的情绪似乎不太对 宋如月道 怎么不太对了 秦微末蹲了蹲柳眉 微微摇头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就是感觉 姐姐的情绪不对 虽然姐姐依旧跟以前一样 冷淡和平静 但我看着她那模样 听着她说这些话 我心里突然就很难受 很自责 很愧疚 然后我走的时候 看到百灵和夏禅 我就更难受 更愧疚了 娘亲 微末觉得 姐姐应该更需要姐夫 如果不是因为微末 姐姐或许会改变得更快 会更快露出自己的真正情感 微末觉得 可能是因为自己 姐姐才一直封闭自己的情感的 宋如月连忙道 别胡说 微末 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奸家从一回来 以她的性子 是不可能 喜欢那个小子 也不可能对那个小子动情的 最多是习惯了她的存在 这件事 也是她主动提出来的 对于她 对于你 对于那小子来说 都是最好的决定 微末 不要再乱想了 等那小子考中以后 我们就准备一下 直接让你们拜堂成亲了 到时候去了京都 你们愿意跟我们住 就跟我们住在一起 不愿意跟我们住 就重新买个院子 你们小两口住 也免得那小子 觉得自己是个入赘的 抬不起头 以后你们生的小孩 就跟她姓 你们在外面 呼唱呼随 恩恩爱爱 娘亲再也不会去骂她了 不是挺好 娘亲 怪 别乱想了 你身子本来就不好 还喜欢胡思乱想 这件事她也说了 她会自己决定自己解决的 她堂堂男儿 睡都跟你睡了 不会不负责的 娘亲 我们没睡 呵呵 你当娘亲眼瞎 她那臭鞋子 娘亲可不止扔了一次了 就是躺在一起了 你是女儿身 又是未出阁的少女 哪怕她只 摸了你一根头发 这件事 她都赖不掉 更别说睡在一张床 一个被子里了 她亲了你没 没 摸了吗 没 躺在一起 能不摸不亲 就算没摸没亲 她肯定也是蹭了 对不对 秦薇末羞红了脸颊 没在吭声 一夜时光 悄然而过 一日 四时 考场中 再次搜查了一遍 然后开始了第二场考试 洛青州 简单地吃了几条牛肉和点心 喝了几口清水 就开始拿起末块 进行淹没了 这种炎热的天气 包子都坏掉了 切开的水果也都不能吃了 全都扔掉了 试卷很快发了下来 洛青州稳定了一下心态 方摊开了试卷 仔细看去 第一题为 《大言国史》中的一句话 需要达出其来源的典故 以及解释出其含义 并写出自己的见解 洛青州当初去给长公主讲解 三十六级时 长公主经常会讲这本书里的故事 各种细节都信手拈来 还会发表各种见解 洛青州稍一沉吟 提笔战末 开始写了起来 这个典故可不短 除了本身含义以外 还有隐身含义 同时 还要加上额外的见解 这道题答完 已经是五十 他喝了几口清水 继续看向第二道题 第二题又是 《礼记》和《上书》里的一句话 由一句话写出来 读书人整天摇头晃脑死记硬背 这些东西 就是为了这些题目 洛青州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这几天又把这些书籍 反反复复读了好几遍 别说缺字错字 哪怕一个标点符号 都不会遗漏 很快 他答完了第二题 第三题就有些意思了 竟然是长公主当初对他讲的 大延开国之初的一场战役 那场战役 大延军队大败而归 题目要求写出 那场战役的具体时间 以及失败原因 这些洛青州自然都知道 书上记载的有 长公主当初也跟他谈论过 不过相对于书上记载的失败原因 长公主跟他谈论的 自然更详细 更具体 同时还多了另外的一些细枝末叶的原因 洛青州成因少许 提笔战末 开始答题 下一题是一道算术题 什么鸡鸭腿多少只等等 这对于他来说 自然是再简单不过了 最后一题是以 清平阅令 词拍名 再以雪为题 做一首词 洛青州稍意沉吟 罗默写道 画堂晨起 来报雪花坠 高卷连龙看家瑞 好色远迷停气 盛气光影如烟 素草寒生玉佩 应是天仙狂醉 乱把白云揉碎 做完 抬头看去 时间还早 他稍作休息 活动了一下手腕 然后拿起试卷 开始从头检查 一连检查了好几遍 发现并无遗落和差错时 方放在桌子 用验台压好 目光看向了外面 心头开始思考着事情 一个时辰后 夕阳夕邪 考官开始催促大家答题 收卷的时间快到了 洛青州低头 又仔细检查了一遍试卷 很快 夕阳落山 天空昏暗 当 钟声响起 开始收卷 收完试卷 大家都放得轻松起来 开始拿出各自带来的食物 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当然 也有很多人没有打好题 有的低声哭泣 有的失魂落魄 洛青州的隔壁 突然吃了一声 随即 飘来一股臭气 有考生在方便 他连忙屏住了呼吸 这时 许多身穿粗不宜常的仆人 开始进来 给各个隔间打扫 和换上新的木桶 来洛青州这里的 是一名身材瘦小的老人 洛青州起身 站在了外面 老人很仔细地打扫了一遍 给他换了一只新的木桶 然后弯腰陪笑 拎着换走的木桶 准备离开 洛青州躺在了床上 闭着眼睛道 老人家 你过来 我有话对你说 老人听了 立刻弯腰靠近 把耳朵贴了过去 随即他身子一震 脸上的神情变得僵硬 眼中的瞳孔涣散开 定在原地 一动不动 不过只持续了数息 老人拱着身 满脸陪笑 拎着木桶 转身走了出去 跟着其他仆人一起 从门口离开 两旁的守卫 闻到他们手里 木桶的臭味 尖捏住了鼻子 别过脸去 老人出了门 跟着几名仆人 走向了牛车 突然 他停下了脚步 在原地站了几秒 随即脸上露出了一抹迷茫 转头看了看 又看了看自己的手里 这才摇了摇头 继续向着牛车走去 嘴里面道 哎 年纪大了呀 一路风驰电撤 飞回到了秦府 取了自己的飞剑 和其他东西 今晚如果找不到对方 那就只能等明晚了 不过应该没问题 他现在可以附身 躲避那些法器的探查 哪里应该都能去的 他先去城主府看一看 到时候 附身的小丫鬟或者老嬷嬷 问一问其他人 应该是没问题的 解决了这件事情 他就该报仇了 就是这几天了 很快 他来了城主府外面 此时天刚黑 以那位孟公子的性格 肯定在屋里待不住 今天是秋式的日子 晚上有宵禁 如果想要出去玩乐的话 那就会早些出去 洛青州在门口等了一会儿 见有个丫鬟抱着一大包东西 从外面回来 正准备从后门进去 他当机立断 立刻飞过去 钻进了他的身体 随即从后门进了府中 此时在成国府中 大夫人王氏 依旧端坐在厅堂 阴沉着脸 等待着消息 他希望听到那小子病倒了 撑不住了 已经从考场抬出来了的消息 但是 这个消息一直没有来 不多时 王诚再次来禀报 夫人 今日的考试已经结束了 还 还没有动静 王氏眼角的肌肉抽出了几下 咬着牙道 滚 王诚紧紧低着头 又道 夫人 二夫人还在外面跪着 哭着说 要见您 好像有人告诉老爷了 老爷刚刚派人来 让夫人注意点影响 啪 桌上的茶杯 猛然摔碎在了地上 王氏脸上露出了一抹猙獰之色 并脚旁清惊暴起 道 让那贱人进来 王诚慌忙退下 片刻后 杨平儿哭着跑了进来 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哭着哀求道 大夫人 求您 求求您 不要把小楼嫁给那个孟公子 那个人是个禽兽啊 肯定会虐待小楼的 小楼还这么小 求大夫人再让他在府中待几年吧 呜呜 大夫人交代的事情 奴婢都照着办了 奴婢去骗那个 那个小杂种啊 呜呜 王氏神情淡淡地看着他 对着外面道 泡杯茶 用开水 是 夫人 外面的丫鬟答应一声 很快端来了一杯热茶 王氏揭在手里 看着跪在地上 依旧在哭着哀求的女人道 爬过来 杨平儿哭着 爬到了他的脚下 头抬起来 王氏又命令道 杨平儿刚抬起头 王氏手里的热水 刷的全部泼在了他的脸上 啊 杨平儿顿时间叫一声 王氏一把抓住他的头发 另一只手啪啪啪地 狠狠地扇着他的耳光 满脸恶毒 咬牙切齿地道 贱人 故意在外面哭那么大声 想让老爷为你做主事吧 你是贱人 你那女儿也是贱人 是小娼妇 身为贱种 就该送出去 被别人狠狠地玩弄 那位孟公子玩腻了 再送给别人玩 等别人玩腻了 再送他去妓院 让所有男人玩 你真把你们这对贱人母女 当成我成国府的主子了 你是奴才 永远都是奴才 你那贱人女儿 也永远都是被 千人齐万人辱的奴才 站在外面的丫鬟 听着里面的耳光声 和恶毒的咒骂声 皆是脸色发白 瑟瑟发抖 不知过了多久 屋里方渐渐安静下来 杨平儿披头散发 衣衫凌乱 满脸血污 失魂落魄地 从屋里走了出去 他回到了自己的小院 然后 走到屋檐下 坐在了台阶上 目光呆滞 坐了很久很久 直到一名穿着红裙的小女孩 从门口奔了进来 哭着喊道 娘亲 他才猛然身子一颤 清醒过来 一名丫鬟在门口冷眼看着他 开口道 大夫人说了 让你们母女 今晚再待一晚 明晚孟公子就要来接他走了 后天的接亲 也只是走个样子 说完 丫鬟离开 对着门口的两名守卫道 看好这里 不要让人跑了 娘亲 落小楼扑进了羊皮儿的怀里 看着他满脸血污的模样 大哭起来 羊皮儿紧紧抱着他 目光呆滞 眼角留下了两行泪水 母女两人抱在一起 哭了很久 不知过了多久 羊皮儿起身 带着他进了屋里 关上了房门 然后蹲下来 捧着他那张稚嫩而可爱的脸颊 联系地看了很久 轻声道 小楼 你害怕吗 落小楼哭着道 娘亲 你带小楼离开这里吧 小楼不想嫁给那个坏人 小楼听那些下人们 都在议论那个坏人 小楼好怕 羊皮儿温柔地帮他 抹着眼泪 柔声安慰道 不怕 小楼不怕 娘亲会保护你的 娘亲不会让坏人欺负你的 落小楼抱住了他的脖子 呜呜地哭泣着 羊皮儿目光呆滞地看着门口 脸色突然变得极为平静 温柔地抚摸着他柔顺的秀发 轻声道 小楼 娘亲带你去一个 永远也不会有人欺负你的地方 好不好 落小楼僵了一下 哭着点头道 好 再次流下了眼泪 轻轻抚摸着他的秀发和后背 柔声道 小楼真乖 小楼真勇敢 娘亲会永远陪着你的 深夜 天仙楼 身为墨城内城最具名气的青楼 这里的生意 自然是每晚都很火爆 平常一到天黑 这里都是灯光璀璨 门前楼上 皆是身披薄纱 花枝招展的女子 在扭动腰枝 招引客人 不过今天是科举期间 天黑以后 天仙楼的外灯并未亮起 同时 门前楼上 皆无妖娆女子 扭腰喧哗 整个天仙楼 安安静静 但安静并不代表不接客 相熟的客人 早已在天黑宵敬之前 就来到这里 进去喝酒看表演去了 城主府孟大公子 就是其中之一 舞台上有花魁抚琴 有一女跳舞 有善歌者一盏歌喉 唱着纳墨城最为出名的 水调歌头 孟先行怀里摟着美人 一边刻着瓜子 一边醉醺醺地观赏着 不多时 便被怀里的美人 撩拨得活起 立刻起身搂着她上了楼 嘿嘿笑道 小莲 你那紫韵姐姐的歌喉不错 待会儿你也 先给本公子表演个口技 如何 小莲立刻含羞带怯 公子 怯身不会啊 能在青楼混的女子 哪个不会 又有哪个听不懂这话 她一边说着 柔软的身子 还一边在她怀里扭动着 孟先行猥琐一笑 直接抓住她的小手道 没事 待会儿哥哥教你 两人恩恩爱爱上了楼 进了房间 两名护卫跟在后面 停在了门口 手握腰间刀柄 一左一右手着 不多时 里面便传来了 孟先行舒服的声音 门口两名护卫相视一眼 接摇了摇头 啊 又过了一会儿 里面突然传来一声 女子的尖叫声 门口两名护卫又相视一眼 正要低声调侃时 突然嗅到了一股浓烈的血腥味 两人顿时脸色大变 慌忙转身 砰的一脚踹开房门 冲了进去 屋里灯光明亮 那名女子正不着骗驴地 坐在床边的地上 全身哆嗦 脸色煞白 口不能言 而在床上 孟大公子已经伸手一触 胸前的玉佩也破裂而开 脖子处依旧在喷射着鲜血 两名护卫 当场下的肝胆剧烈 慌忙握着拔出的刀 在房间四处搜寻起来 但整个房间并无他人 洛青州杀了人 离开了天仙路 先去了贡院上空 低头看了一眼 自己肉身所在的隔间 见并无异常后 方飞回秦府放下了东西 正要去鸳鸯楼逛逛时 突然心头一动 他决定先去成国府看看 先去探探路 看看情况 不多时 他已飞到了成国府上空 目光望向了屋顶飞檐上的 那两颗圆珠法器 他立刻施展那位月姐姐 传授她的脸器之法 从上面缓缓接近 直到接近只有五米之远时 那两颗圆珠 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他放下心来 不过并没有立刻降落下去 这样直接下去依旧很危险 说不定正有五折躲在暗处严阵以待 他飞向了外面的街道小巷 四处寻找 突然发现了一只皮毛漆黑的野猫 现在他已经晋升到了恋神镜中期 只要魂力足够 一天之内附身多次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成国府中 大夫人王氏躺在床上 辗转反侧 喵 一只皮毛棕黄的小野猫 在院墙上叫了一声 然后向着院落里跳了下来 还未落地 身子呼得变成了两半 屋檐阴影中 走出一道身影 低头查看了一下 捡起两半尸体 扔了出去 那道身影头发花白 身子微微距离 竟是一名老嬷嬷 另一座小院 安静无声 屋里一片漆黑 横梁上 挂着两条继承死结的白绫 母女两人站在小楼 怕吗 娘亲 小楼不怕 只要能跟娘亲在一起 小楼一点都不怕 小楼 对不起 是娘亲没用 没法保护你 母女两人 抱头痛哭 片刻后 母女两人颤抖着上了凳子 杨皮儿满脸泪水地 把她抱了起来 亲自把她挂在了白绫上 哭着道 小楼 下辈子 不要再当娘亲的女儿了 说完 不带小女孩回话 她已经丢了手 小女孩瞪大眼睛 垂直掉落在了那里 却并没有挣扎 杨皮儿不忍目睹 上了另一个凳子 随即 凳子倒地 母女两人 一起掉在了那里 夜色漆黑 一片死寂 SOUL 一只皮毛漆黑的野猫 突然从窗外跳了进来 随即跳上旁边的桌子 又猛然一跃 跳上了横梁 她快速掠到小女孩的头顶 锋利的牙齿 瞬间穿透白绫 吃的一声 摇摆着脑袋 开始快速撕咬起来 啪 小女孩掉落在了地上 她脸色煞白 用力呼吸着 捂着脖子 抬起头 看向了横梁上 那霜在黑暗中 闪烁着荧光的黑色野猫 野猫开始快速撕咬着 另一条白绫 杨皮儿瞪大眼睛 弹着啪 她也掉落了下去 摔坐在了地上 半晌后 她方粗重地喘息着 抬起头 看向了横梁上 母女两人脸上的神情 从迷茫到惊恶 然后再到害怕 横梁上 那只皮毛漆黑的野猫 睁着一双幽冷的双眼 站在那里 正低头看着它们 喵小野猫 轻声叫了一声 母女两人浑身一颤 抱在一起 仰着头 颤抖着看着它 骆小楼颤声道 娘亲 猫猫不让我们死 杨皮儿满脸泪水 紧紧抱着他道 可是我们已经 没有别的路走了呀 娘亲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你羊入虎口 那个禽兽会欺负你的 呜呜 骆小楼帮他抹着眼泪道 娘亲 我们逃吧 我们去找青州哥哥 好吗 等青州哥哥中了举人 就不怕他们了 杨皮儿哭着道 小楼 我们是骆家人 青州就算中了举人 也管不了骆家的事情了 都怪娘亲 当初 当初青州的母亲 被他们害死 娘亲就该知道 这里不能再待的 娘亲当时 就该带着你走的 娘亲 落小楼流着眼泪道 要不 就让小楼去吧 等小楼嫁过去了 娘亲再想办法逃走 不 不 杨皮儿抱紧了他 大哭道 娘亲宁愿死 也绝对不能 让那个禽兽伤害你呀 小野猫蹲在横梁上 默默地看着这一幕 正在此时 外面突然响起了 急促的脚步声 随即 一名丫鬟的声音传来 二夫人 快起来 奉夫人之命 我们要把小楼小姐带走 母女两人一听 立刻站了起来 杨皮儿把自己的女儿 紧紧抱在怀里 对着外面颤声哀求道 让小楼跟我睡一晚吧 求求你们了 外面的丫鬟不耐烦地冷喝道 快开门吧 夫人的命令 你敢违抗 再不开门 我们就要撞门了 杨皮怕他们发现白铃 哭着把女儿带出了房间 对着门外的丫鬟道 你们要把我的小楼 带到哪里去 求求你们 不要伤害她 碰 门外的丫鬟没在废话 猛然一脚把门踹开 如狼似虎般冲了进来 一把把小女孩 从她怀里抢了出去 直接拖走 杨皮儿哭着扑上去 要抢回来 被另外两个丫鬟拦住 不知好歹 那名抓着骆小楼的丫鬟 冷喝了一声 立刻带着骆小楼离开 另外两个丫鬟 见他们出了门 放松开了嚎啕大哭的杨皮儿 其中丫鬟似乎有些心软 低声道 二夫人 刚刚大夫人接到消息 那位成国府的孟公子 突然在青楼被人杀死了 小楼应该没事了 此话一出 杨皮儿的哭声戛然而止 话这么多 小心被大夫人割掉舌头 另一个丫鬟立刻警告道 那名心软的丫鬟 脸色顿时一变 没敢再多说话 立刻匆匆离去 两个丫鬟很快出了门 消失不见 杨皮儿满脸泪水 呆呆地站在门口 愣了半声 方南南地道 那个禽兽 死了 被人杀死了 物量上的小野猫 已经从窗户掠了出去 不紧不慢地 跟在了那三名丫鬟的后面 洛小楼被单独 关在了另一个小院里 三名丫鬟看守着 小野猫跳上屋顶 揭开了瓦片 从屋梁上跳进了房间 洛小楼穿着一身红裙 正抱着双膝 坐在床上的角落里 默默地流着泪水 三名丫鬟 站在门外的走廊上 低声聊着天 小野猫脚下无声地 跳上了床 洛小楼看到他后 吓得一颤 睁大眼睛 小野猫目光温柔 慢慢地走进了他 琥珀色的眸子 与他的目光对视着 示意他不要害怕 洛小楼似乎感受到了他的善意 缓缓伸出手 把他抱了起来 然后抱在了怀里 亲着他的脑袋 亲着眼泪 对着他的耳朵道 猫猫 谢谢你 谢谢你救了我跟娘亲 小野猫伸出了柔软的脚掌 在他的小脸上缓缓地抚摸着 帮他擦拭着脸颊上的泪痕 洛小楼睁大了眼睛 正正地看着他 小野猫迟疑了一下 爪子轻轻挠了挠他的掌心 在上面写着字 别怕 会没事的 反复写了几遍 洛小楼终于看清 顿时瞪大眼睛 颤声道 你 小野猫没在逗留 立刻从他怀里跳出去 几个跳跃 跳上了头顶的横梁 随即 又从横梁上 跳到了屋顶上 又在屋顶观察了一会儿 目光落在了大夫人住着的院落 和洛狱住着的院落里 那两个地方 皆有着很浓郁的血光照耀着 火焰在燃烧 显然都有舞者高手把守 他没敢在到处乱跑 出了成国府 顺着街道的墙角 跑向了贡院 肉身离得太远 又没有人看着 心里总不安宁 不多时 来到贡院考场 贴在墙角 在四周观察了一下 听了一会儿动静 方跳上院墙 随即悄无声息地 跳落了下去 顺着墙角行走 避过了夜晚巡逻人员 快速钻进了肉身所在的隔间 随即 神魂归翘 这才松了一口气 小黑猫在隔间愣了一会儿 方快速窜出 跳上了院墙 被几名守卫看见 然后跳了出去 两名守卫快速追了出去 观察了一会儿 见无异常 方回来 洛青州安心睡下 一日 第三场考试开始 此时许多考生 都有些坚持不住了 都憋着最后一口气 开始认真做题 试卷发了下来 洛青州尽心研磨 过了片刻 方看向了第一道题 依旧是书中背诵的内容 接着给出一句话 结合当下时政 写一篇议论 最少三百字 洛青州写完 又看向了下一题 这一道题 顿时令他心头一突 如何看待如今朝廷 对于大言世袭 爵位的争论 谁对谁错 如实发表自己的见解 至少五百字 洛青州看着这道题 沉吟了半赏 方题比战末 如实解答 他当初也跟常公主 和二小姐 讨论过这个话题 有爵位的家族 大多都是功勋之后 这是人家应得的 正因为这个爵位 才有无数的人前扑后继 不怕牺牲 为国为民效命 当初的李广 不就是想要封侯 才拼了命的杀敌吗 但是 世袭三代以后 如果后代只知道吃喝玩乐 白白浪费国家俸禄 自然也是不应该的 家族之人 至少有一个出来 凸显出自己 对国家的价值 才该继续享受当初的爵位俸禄 不然到处都是尸位素餐的功勋 只知享受 不知做事 国家迟早完蛋 现在这个话题很敏感 常公主一派 另外的朝廷大臣 王公贵族又一派 常公主提议的 并不是直接废除 爵位世袭 而是要废除那些 世袭三代以后 家族中却没有任何一个人 有能力为国家 为百姓做出贡献的 家族爵位 所以 洛青州其实是支持的 不过他也知道 如今朝廷之中 支持常公主的人狠手 大多数都是反对的 不然这个政策 也不会难以进行下去 洛青州没有避讳 实话实说 很快解答出来 接下来的题目 是如何不减少赴税的情况下 让一个县里的人口增加 这个题目 洛青州在前世看到太多 稍一沉吟 就解答起来 鼓励农商 发展经济 利用当地各种资源贸易 让人们都有事情做 都有饭吃 都地方住 同时打击各种犯罪 让辖区内百姓安居乐业 百姓生活条件好了 负担小了 自然会开心生瓦 同时 林县林州 那些百姓看到了 自然也都蜂拥而至 在这里定居 洛青州很快洋洋洒洒 写了一大篇 最后一题 是以片体文格式 写一篇脱物研制的文章 内容不限 字数不限 片体文是 每个读书人都会的文体 以字句两两相对 对偶而成篇章 全篇讲究对账的工整 和声率的铿锵 洛青州仔细在脑海中搜索了一番 心来 稍一抹面 便提笔战末 写道 山不再高 有仙则明 水不再深 有龙则灵 私事漏事 唯无得心 达完所有题目 已是下午 他又仔细检查了好几遍 方静心安坐 等待收卷 今天收卷的时间比较早 傍晚时分 钟声响起 考试结束 当试卷被一一收起时 洛青州清晰地听到 各个隔间里传来了各种声音 有哭泣声 有垂胸顿足的声音 有扇自己的耳光的声音 也有得意大笑的声音 洛青州收起东西 出了隔间 准备向外走去 公园外 早已聚集了许多考生的家长和亲戚 在望眼欲穿地等待着 洛青州想了一下 又折转回来 等其余考生都走得差不多的时候 他方慢慢向着外面走去 此时 不光秦府的人 在外面焦急地等着他 陈国府的下人 也在人群中观望着 洛青州摇摇晃晃 刚走出门口 突然吐出一口鲜血 晕倒在了地上 在人群中 紧紧盯着门口的宋如月 顿时吓了一跳 慌忙道 快 快去把孤叶扶起来 丫鬟仆人 皆飞奔向了门口 但刚跑了几步 趴在地上的洛青州 已经被一道穿着淡绿衣裙的 鲜弱身影背了起来 他握着剑 翘脸冰冷 无人敢靠近 小蝶和邱儿跑了过来 跟在了他的旁边 宋如月立刻带着他们 走向了马车 不多时 陈国府大夫人王氏 就得到了消息 那小子刚出考场 就吐血晕倒了 被人背着回去了 看起来病得很严重 王诚又道 看情况 那小子 在里面早就生病了 估计那些题 他没能做出来几道 这次肯定落榜了 王氏沉着脸 喝了一口茶 道 是后天放榜吗 王诚道 是 王氏没再说话 王诚看了他一眼 躬身退了下去 王氏又在厅堂坐了一会儿 方起身道 走吧 去看看玉儿怎么样了 还有两天时间 玉儿应该是沉得住气的 走廊走出一名老嬷嬷 一名身材强壮的丫鬟 默默地跟在了他的身后 洛青州被夏禅背回了秦府 刚进屋里 他就趁机在这少女的耳朵上 咬了一口 低声道 缠缠 别担心 姑爷是装的 秦府 乱成一团 每个人都在议论着 姑爷刚从考场出来 就吐血晕倒的事情 夏禅很快从房间走了出去 秦文正和宋如月进去时 洛青州正躺在床上 捂着眼睛 嘴里丝丝丝的倒吸凉气 满脸痛苦的模样 秦文正走到床边看了一眼 一脸嫌弃地道 行了 别装了 都考试完了 别让大家再担心了 洛青州拿开手 露出眼睛道 岳父大人 我真不是装的 疼 秦文正看着他乌青的眼睛 愣了一下 满脸插一道 谁打的 刚刚进府时 不还是好好的吗 旁边的宋如月顿时怒道 秦州 告诉岳母 是谁打的 岳母为你做主 洛青州道 下禅 秦文正道 你在里面待了三天 估计吃也没吃好 睡也没睡好吧 赶快洗个澡 吃了饭 好好休息一天 宋如月转身对着门口喝道 秋儿 小蝶 快去给你家姑爷 准备热水洗澡 梅儿 你去后厨 把准备好的饭菜端过来 其他人都散了 不要打扰姑爷休息 是 夫人 外面的丫鬟答应一声 立刻去准备去了 宋如月道 老爷 让青州好好休息吧 我们该走了 秦文正点了点头 转身向着门口走了几步 还是没忍住回头问道 青州啊 这次的考试 题目难不难 洛青州揉着眼睛 随口道 将将就就 马马虎虎 嗯 宋如月愣了一下 顿时竖起了柳眉 洛青州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道 还好 不是太难 秦文正文言 心头顿时一松 又问道 那你都答出来了吗 洛青州道 答是答出来了 不过对不对 还不知道 秦文正点了点头 没敢再多问 怕给他太大压力 对旁边横眉冷对的妻子道 走吧 别打扰青州休息了 哼 宋如月气呼呼地出了门 这小混蛋 刚考试完就消遣他 以后别让他抓住把柄 否则定要让他知道 什么叫做江江旧旧 马马虎虎 洛青州 美美地洗了个热水澡 又吃了很多可口的饭菜 然后躺在柔软的大床上 准备睡觉 不过总觉得有些难受 难以入眠 好像还有什么事情没做 小蝶 进来 小蝶在外面听到声音 连忙走了进来 公子 怎么了 洛青州道 上来 抱抱 啊 公子 大白天的 快过来 公子有三天没抱你了 哦 公子 只是抱抱吗 小蝶走过去 脱掉罗袜 赤着雪白小巧的狱卒上了床 当然 洛青州心满意足地睡着了 院外 一袭素白衣裙的琴二小姐 在桌的搀扶下 目光正正地盯着门口看了很久 方继续向前走去 很快 他们来到了临缠月宫 只呀 院门打开 百灵一袭粉色衣裙 翘生生地出现在门里 嫣然笑道 二小姐 快请进 我家小姐在后花园呢 秦薇莫微微一笑 走了进去 轻声道 下馋呢 百灵道 馋馋没在 去湖边发呆去了 秦薇莫正了正 道 湖边 百灵道 是啊 月夜听语院里的湖边 这几日 她经常过去蹲在湖边发呆呢 秦薇莫眉语间 露出了一抹思索 跟着她去了后花园 斜阳微熏 金色的夕阳洒落在池塘里 微风拂过 波光凌凌 凉亭里 一袭雪白衣裙的少女坐在那里 安静看着池塘里摇晃的光点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姐姐 秦薇莫走了过去 轻声道 薇莫想看一看你那封修书 可以吗 百灵站在凉亭外 竖起了耳朵 秦尖家转过头来 顿了顿 从桌上的书籍里 拿出了那封修书 递到了她的面前 秦薇莫接过 展开仔细看着 过了片刻 她轻声道 姐姐 你这样写 感觉不太好 可能会伤害姐夫的 换一种方式吧 秦尖家微正 沉默了一下 点了点头 你决定 秦薇莫拿着修书 对亭外的百灵道 百灵 麻烦你进屋帮我研磨 我来替姐姐写 百灵点头道 好 两人一起进了屋里 秦尖家的目光 重新看向了池塘里 那被风吹碎的夕阳 神情恍惚 屋里 百灵研磨 秦薇莫坐在桌前 摊开一张宣纸 持笔沉吟 随即 沾默书写 不多时 娟秀好看的小字 已经落满了宣纸 百灵在一旁羡慕道 二小姐 你的字写得真好看 你的手也好好看 秦薇莫微微一笑 放下笔 抬头看着她道 都不如你好看 百灵顿时笑叶如花 害羞道 二小姐真会说话 虽然我也觉得我好看 但是跟大小姐和二小姐相比 那可差得远了 秦薇莫轻轻吹干了墨汁 站起身轻声道 百灵 你帮姐姐签个字 就写姐姐的名字 百灵文言一愣 不让小姐自己签吗 秦薇莫笑道 不用 你帮她签就可以了 没事的 哦 百灵立刻坐下 提笔沾默 小心翼翼地签了秦间家三个字 有些脸红道 二小姐 我的字好丑 秦薇莫拿起宣纸 看了一眼 笑道 很可爱 两人出了屋 去了后花园 秦薇莫把写好的修书 递到了那道雪白身影的面前 轻声道 姐姐 你看一下 看看薇莫写得合适吗 秦间家揭在手里 看到最后暂且分开 各自冷静八个字时 微微醋眉 秦薇莫连忙解释道 其实就是修了姐夫的意思 不过为了不让姐夫太难堪 太没面子 所以薇莫写得比较委婉 秦间家看向了最上面那两个大大的修书 微微点头 好 需要我按指印吗 秦薇莫道 不用 百灵已经帮你签字了 姐夫是坠续 没那么多讲究 姐姐只用给她一封修书 她只要当着爹爹和娘亲的面签字就可以了 秦间家又看了一眼上面自己的名字 轻声道 好 秦薇莫看了一眼 她脸上依旧清冷淡漠的神情 没再多说 道 姐姐 那薇莫先回去了 秦间家微微点头 秦薇莫看了旁边的百灵一眼 告辞离去 待她离开了 百灵方撅着嘴巴 有些不满 小姐 今天二小姐看起来好着急啊 以前小姐 跟她说这件事时 她都是一直推辞的 今天却主动来帮小姐写修书 她就那么急着 让小姐修了姑爷吗 秦间家看着手里的修书 沉默无言 百灵叹了一口气 是了 姑爷已经考试完了 这件事 也的确该有个结果了 是姑爷自己选择的 不怪二小姐 朱在门外等着 看到自家小姐出来 问道 小姐 大小姐跟你说话了吗 秦薇莫笑道 当然说了 姐姐现在很好 朱见她心情似乎很开心 好奇道 小姐 大小姐是不是已经把修书写好了 秦薇莫道 嗯 朱也开心道 太好了 等后天放榜后 如果姑爷高中了 就可以跟小姐求婚了呢 顿了下 又低声道 就算姑爷没中举 也可以求婚的 小姐当然不会嫌弃 秦薇莫看着前面 没再说话 在经过梅香小园时 刚好秋儿从门里出来 小姐 秋儿看到两人 连忙走了过来 低声道 姑爷睡着了 刚刚还跟小蝶缠绵了很久 朱儿立刻板着脸道 很久是多久 秋儿道 一个多时辰 估计是在烤场憋酒了 朱儿道 哼 色姑爷 秦薇莫柔声道 秋儿 照顾好姑爷 要让这小蝶 小蝶跟姑爷是亲人 我们没法比的 有些事情 不要到处乱说 知道吗 秋儿连忙道 小姐放心 奴婢知晓的 秦薇莫点了点头 道 进去吧 我还要去娘亲那里 嗯 秋儿看着两人走远了 才进了院子 夜幕很快降临 此时 在公园最里面的房屋中 灯火通明 由汉林学士 林文堂坐镇 其他五名官员 分别为一桌 正在通宵批阅试卷 外面重兵把守 防备森严 比之前的考试 有过之而无不及 房间里时不时传来 激案赞叹声 好文章 好文章啊 远唐修 快来看看这片 遇到好的答卷 林文堂都会亲自过去阅览 试卷上面的名字 籍贯等等 都被封得严严实实 在没有批阅录取完 和其他官员的见证下 谁也不能私自拆开查看 否则是死罪 所以他们看到好文章 都急得抓耳挠腮 猜测是哪个才子的试卷 直到快凌晨时 几人方哈欠连天 收好试卷 直接在里屋合一而眠 明天还有一天时间 他们尽量赶在明晚批阅完 然后在后天放榜 这两日不光他们睡不好 那些考生们自然也睡不好 当然也有考生心胸豁达 或者对自己有信心的 一考试完 就结伴去了青楼 放松潇洒去了 这两晚莫城的手背和管制 依旧很严 到了夜晚 街道上已经没有任何人了 洛青周晚上也没有再出去 在家里呼吸吐纳 修炼内功心法 在泡了药水澡和滴了灵液以后 他已经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体内各个学窍中 开始在快速续积着大量的能量 准备突破了 白天时 他又去了湖底 钻进了暗道 开始对着那些封筑通道 已经变成岩石的岩浆 大打出手 调动体内气血练随 这天下午 公园最里面的房屋里 突然传来了一声惊叹声 好诗 好诗啊 此人是汉灵士赵章之秒 从昨晚到现在 每次看到好的答题 都要激动地叫嚷一番 大家已经习惯了 所以并没有人理睬他 突然 他又拍案变色道 好文章 好文章啊 远堂兄快来 此人文采 当得投名戒员啊 此话一出 旁边一人顿时笑道 明哲兄 别大呼小叫了 你之前吹嘘的那几张试卷 也就那样 另一人也笑道 这戒员也太不值钱了 估计待会儿 明哲兄看到下一张试卷 又要改口了 张之秒顿时急了 立刻站起身 拿着试卷道 这次老夫绝不狂人 你们先听听这篇血连的七言诗 几人见他神色激动 似乎动气了 只得放下手中工作 抬头笑道 好 就听一听 林文堂也凝神聆听 张之秒神情凝重 立刻朗声念叨 荷叶裸裙一色彩 芙蓉项脸两边开 乱入池中看不见 文歌始觉有人来 几人听罢 接目光一亮 点头道 的确是好诗 林文堂也点头道 不错 文采不错 张之秒连忙又激动道 诸位再来听听 随即朗声念叨 水露草木之花 可爱者甚烦 世人皆爱牡丹 菊花 余毒爱莲之初 淤泥而不染 浊青怜而不妖 中通外直 不漫不知 此 爱莲说 一出 众人皆惊 啪 一人拍阿而起 惊叹道 好文章 好文章啊 其他人也赞叹不已 林文堂立刻起身 走到了张之秒的身前 看向了他手里的试卷道 看看两人一起看着 神色越来越凝重 也越来越激动 画唐晨起 来报雪花坠 英式天仙狂醉 乱把白云揉碎 鼓励农商 发展经济 张之秒突然瞪大眼睛 又大叫一声 满脸激动道 不得了 不得了啊 天才 天才 旁边与他一起跃卷的林文堂 顿时被他一惊一炸吓了一跳 戴定眼 看向那篇答题时 也是满脸激动 戴两人看到最后一题 竟突然气声道 好文章 妙 妙啊 山不再高 有仙则鸣 水不再深 有龙则铃 似事漏事 唯物得心 傍晚时分 洛青州在湖底洗了澡 浮了上去 谁知刚浮出水面 突然见岸边蹲着一道身影 正睁大眼睛 呆呆地看着他 两人目光相对 洛青州开口道 缠缠 要下来玩会儿吗 下馋没有说话 双眸冷冷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然后起身离开了 洛青州看着他冷漠而单薄的背影 心头呼得有些沉重起来 上了岸 穿上衣服 回到了梅乡小园 邱儿端来了丰盛的晚餐与水果 洛青州吃完饭后 又泡了一边药水澡 感觉丹海中的内力 愈发冲逸起来 整个身体充满了爆发力 热月宝金放在桌上 镜面上已经凝结了两滴灵液 洛青州把灵液收起来 又把镜子翻了一面 看看外面 天色已黑 他想了想 出了房间 走到隔壁房间门前道 邱儿 在吗 邱儿很快打开了房门道 姑爷 在呢 洛青州道 袜子和鞋子做好了吗 邱儿文言 连忙回房间拿过来道 都做好了 鞋子两双 袜子长短个两双 姑爷看看合适吗 洛青州揭在手里 认真看去 鞋子很柔软 针线也很好 一双是淡绿色的 一双是粉色的 罗袜长短个两双 短的齐半截小腿处 一双雪白色 一双红色 长的齐膝 一双淡绿 一双白色 镂空花边 看着非常漂亮 握在手里 布料柔软鲜薄 手感细腻丝滑 特别棒 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穿 小蝶不知何时 来到身后 问道 公子 做得可以吗 洛青州又抚摸了一下手里的罗袜 爱不失手道 很棒 也很漂亮 邱儿 小蝶 辛苦了 不过 没有那种肉色的吗 邱儿愣了一下 连忙道 姑爷 奴婢明天就做 洛青州没再多说 跟两人交代一声 出了门 很快 来到了临禅月宫 动 动 动 敲了敲门 等待了一会儿 没人来开门 他又敲了几下 开口道 下禅 开门 姑爷给你买了礼物 只呀 愿门打开 百灵一袭粉裙 冷着脸出现在门里 洛青州愣了一下 连忙拿出了 那双粉色的鞋子 递过去道 百灵 姑爷也给你买了礼物 穿穿看看 百灵目光一亮 立刻接了过去 抚摸了一下 又里里歪歪看了一遍 顿时艳然一笑 开心道 好漂亮 谢谢姑爷 说着 连忙去院里的石桌前坐下 准备换上 洛青州跟了进去 建院里没有其他人 连忙走过去道 百灵 你别动 姑爷帮你换 说着 走过去蹲在了他的面前 很殷勤地帮他脱掉了鞋子 又帮他把新鞋子穿在了脚上 百灵一脸狐疑地看着他道 姑爷 你是不是想要趁机摸人家的脚脚 洛青州正色道 说什么呢 脚有什么好摸的 姑爷要是想摸 直接摸你脸就是了 百灵依旧怀疑地看了他一眼 这才站起身 低头走了几步 顿时兴奋道 刚刚合适 穿着好软好舒服呢 随即突然又问道 姑爷 你怎么知道 我穿多大的 洛青州道 猜的 百灵撅嘴道 骗人 姑爷肯定是偷偷观察过 是不是 洛青州道 我原来抱你上床 帮你脱过鞋子 摸过你脚 有必要还偷偷观察吗 百灵文言一致 想到原来被他欺负多次 顿时气鼓鼓道 哼 色姑爷 洛青州问道 下馋呢 百灵低头看着自己的心斜斜 道 在后面练剑 小姐也在那里 洛青州看向了后面 有些犹豫 百灵看着他道 姑爷 明天你的考试结果就要出来了 等姑爷中了举人 是不是就要与我家小姐分开了 洛青州沉默了一下 看着他道 原来不是说好了吗 百灵坐下 脱掉脚上的新鞋子 把自己的鞋子穿上 又把新鞋子还给了他 道 姑爷 以后你就不是百灵的姑爷了 百灵不能要你的鞋子 洛青州看了他一眼 没再多说 接过鞋子 走向了后面的花园 百灵撅起了小嘴 在原地生了一会儿气 立刻又追了上去 姑爷 这鞋子我穿过 还是给我吧 洛青州没理他 道 我送给夏禅 百灵一听 立刻委屈道 姑爷 洛青州在旁边的过道停下了脚步 把手里的鞋子递了过去 百灵立刻开心地跑过来接在手里 谁知洛青州趁机一把抱住了他 把他按在了旁边的墙壁上 对着他的小嘴 就亲吻起来 百灵身子一僵 开始挣扎起来 然后 抱紧了他的脖子 亲吻足足持续了十余分钟 待他全身发软 快要喘不过来气时 洛青州放松开 额头抵着他的额头 柔声道 百灵 喜欢姑爷吗 百灵满脸红韵 双眸迷离 晕呼呼地道 不 不喜欢 臭姑爷 洛青州握着他柔软的小手 又低头盯着他满是春水的毛子 看了一会儿 方松开道 反正姑爷已经把你的便宜占尽了 轻也轻了 摸也摸了 你要是不跟着姑爷 吃亏的是你自己 说完 走向了后花园 百灵拿着鞋子 靠着墙待了半上 方追了过去 杀 杀 杀 月光如水 桃花树下 一袭淡绿衣裙的茜美身影 正在捂着剑 洛青州进了花园 看了一眼 走向凉亭 停在了亭外 目光盯着亭里的雪白身影 看了几眼 方低头作一道 大小剑 情间家正望着池塘里的月光发呆 文言转过头 看着她那绝美如鲜的容颜上 依旧清冷似雪 有事 洛青州道 无事 只是来找夏禅姑娘 所以顺便来给大小姐请个安 桃花下正在舞剑的身影 停了下来 情间家盯着她那清秀平静的脸颊 看了一会儿 淡淡地道 修书我已经写好了 本来想让你自己写的 不过娘亲说 需要我写 才有效 洛青州沉默了一下 低头道 我是入坠的 自然是大小姐写 两人说完 都陷入了沉默 整个后花园 突然变得寂静下来 就连夜晚的风声 此时也安静下来 不知过了多久 情间家开口道 现在就要吗 洛青州抬起头 看了她一眼 与她目光对视 大小姐 其实我不急的 可以等去了京都再说 情间家沉默了一会儿 淡淡地道 还是早些决定吧 你既然有喜欢的人了 就该早些卸下这个身份 对你 对她 都好 洛青州心头莫名地有些失落 大小姐 情间家道 百灵 夏蝉 你如果喜欢 在争得他们同意之后 都可以带走 洛青州正正地看着她 小姐 百灵突然跑了过来 红着眼圈道 我不走 我要跟着你 我不要跟着姑爷 桃花树下 夏蝉握着剑 也开口道 蝉蝉 也跟着 小姐 花园里再次陷入了沉默 过了片刻 情间家轻声道 百灵 修书拿出来 让姑爷看看 没问题的话 待会儿把爹爹和娘亲喊过来 今晚就可以签字 百灵 某中 情着泪水 小姐 情间家看着她 没再说话 百灵 抹了抹眼泪 只得从怀里拿出了那封修书 递到了洛青州的面前 洛青州顿了顿 伸手接过 缓缓展开 看向了上面的内容 字迹有些熟悉 像是秦二小姐的字迹 但又有很多地方不同 比风稍稍求近一些 内容写得很委婉 没有谁对谁错 除了最上面那两个大大的修书 有些刺眼以外 其他字句都很柔和 两人和平离婚 洛青州 看着最后签名的情间家三个字 挣了一会儿 叠起来 还了回去 道 大小姐 内容没什么问题 不过今晚有些晚了 明天吧 明天早上放榜 无论我是否中局 我都会回来签字 还大小姐自由之身 可以吗 这少女如此急着让她签字 是想找些自由吗 当初她早就答应了 自然不会反悔 情间家微微点头 可以 洛青州又看了她一眼 没再逗留 拱手告辞 她走到了桃花树下 那到冰冷的身影前 拿出了另一双鞋子和四双螺袜 道 夏禅 姑爷专门让小蝶和秋儿给你做的 把之前那双螺袜还给姑爷吧 那双别人穿过 当初拿出那双红色螺袜 送给这少女穿 主要是弟弟的石屑太多太锋利了 最后没好意思要回来 所以才说专门给她买的 既然重新给她做了 那么那双红色螺袜 自然要要回来 夏禅愣了一下 没有接她手里的东西 快步离开 走进了屋里 很快 她把那双红色螺袜拿了出来 递到了她的面前 洛青州看着她一脸冰冷的神情 心头微微刺痛了一下 接了过来 又把手里的鞋袜递了过去 道 拿着吧 不管如何 你都帮了姑爷那么多 姑爷应该给你的 顿了下 又低声道 我与大小姐的事情 我没错 希望你别怪我 说完把东西放在了地上 没再说话 快步离开 花园里 再次陷入了安静 洛青州回到梅乡小园 在房间里躺着 想着刚刚的事情 想着大小姐 想着百灵 想着夏禅 想着那封修书 又想着远在京都的二小姐 然后 又想着小蝶 想着死去的母亲 想着城国府 想着明天科举的结果 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 凌晨时分 她拿出了传讯宝蝶 给小月发了一条消息 小月 我睡不着 心里有些难受 犹豫了一下 她又给那位月姐姐 发了一条消息 月姐姐 我要跟我家娘子合离了 我们的结合 本就是没有感情的阴差阳错 她从未喜欢过我 我也从未对她动过感情 但是 不知为何 我心里还是有些难受 随即她又发了一条 抱歉 月姐姐 我不该发这样的消息 打扰你的 过了片刻 玉石震动 消息回复过来 不是小月 月姐姐 来鸳鸯楼 深夜 月明星夕 洛青州魂魄出窍 离开情府 飞往鸳鸯楼 街道上空无一人 偶尔有巡逻队走过 脚步声格外清晰 贡院四周 依旧有士兵把守 里里外外 手背格外森严 今晚考试的结果 应该都已经出来了吧 洛青州在半空中飞行着 望了远处的贡院一眼 心头突然有些后悔 那倒关于虚绝的试题 不该回答的言辞那般犀利 稍稍微晚点 或者摩棱两可点好了 虽然他觉得答案没有错 但是却站在了 整个勋贵的队里面 不知道月卷官 会怎么看待和决定 不过 以他其他题目给出的答案 即便不能得到前几名 也应该能轻松终举吧 他没再多想 快速向着鸳鸯楼飞去 不多时 飞檐上 那道月白身影 已经映入眼帘 洛青州飞了过去 飘落在了屋顶 拱手道 月姐姐 有事吗 月白身影望着远处 淡淡地道 没事 洛青州正了正 想到可能是刚刚 他那番话的缘故 道 刚刚我胡思乱想 心头有些烦闷 所以就冒昧给月姐姐 发了消息 打扰了 月白身影没有说话 洛青州站了一会儿 开口道 月姐姐 过几天 我可能要离开这里了 月白身影沉默了一下 道 去扬州吗 洛青州道 不是 是去京都 我家人要搬往那里 我也要跟着去 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会再回来 不过月姐姐放心 我会在传讯宝碟上 继续给月姐姐讲故事的 如果有些情节 没法讲出来 只能口传的话 如果月姐姐需要 那我会再回来的 月姐姐 今晚我把 道德经 讲完吧 他突然又道 月白身影淡淡地道 不用 我暂时还无法理解透彻 洛青州道 那故事呢 月白身影道 也不用 洛青州看着她的背影 轻声道 月姐姐 谢谢你 谢谢你这段时间 一直帮我修炼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月白身影沉默了一会儿 道 你不是想要说 关于你和你娘子的事情吗 洛青州文言 有些尴尬 刚刚就是一时难受 所以发了条消息 现在想想 也没什么好说的 我与他之间 本就没有任何感情 何离了 对于他对于我来说 都挺好 月白身影突然转过头 看着她道 我记得 你经常说 要提前回去 陪她 洛青州并未隐瞒 其实我每晚陪的不是她 是我家小丫鬟 我与我家小丫鬟 相依为命了多年 在我心里 她才是我的娘子 月白身影安静地看着她 过了片刻 方继续看向了远处的黑夜 道 挺好 洛青州脸上露出了一抹疑惑 不知道她指的是什么 两人都没有在说话 安静地站着 月光如水 晚风轻柔 此时 在公园最里面的某间房屋中 几名月卷官 依旧在激烈地争论着 如此才华 怎能让她落榜 给个戒员绰绰有余 即便怕投名太扎眼 给她的亚员 金魁 都不为过吧 明哲兄 此人这些答题 的确当得上戒员这个名次 但那道关于世袭爵位的试题 实在是太敏感了 不是太敏感 是太胆大 当今朝廷勋贵大臣 时有八九反对 圣上也隐隐有反对之意 我等若是录取了他 到时候试题呈上 传了出去 长公主戒题发挥 我等可能都会受到牵连了 毕竟朝廷如今暗潮汹涌 圣上已经开始 慎言 远堂兄 圣上既然派我们来主持科举 我们就该揣摩圣上的心意 审施多事 此人才华横溢 今年落榜也没关系 到时候看了他的名字 再把他喊到跟前 好好敲打教导一番 让他三年后再考 以他的本事必重 或者 直接把他带到京都 我等好好教导 不公平 不公平 我张之庙 绝不敢苟同 远堂兄 既是试题 为何不能肇事回答 只要达得精妙 为何不能录取 我等读书人 不可屈言覆试 卫首卫尾 不能以为跟风逃避 为国家选取真正的人才 才是对得起圣上之恩啊 明哲兄 冷静 冷静 你说得对 我们要为国家选取人才 为圣上出力 但此人对于削绝之事 显然是站在长公主那边的 到时候 万一他进了朝廷 岂不是 好了 都别吵了 试卷拿来 我再看看 林文堂神色凝重 沉生道 一直到四更天 屋里的灯光才熄灭 天快亮时 鸳鸯楼上 洛青舟准备告辞 他犹豫了一下 突然拱手道 月姐姐 我们认识了这么久 我都还没有见过你的真实面目 我过几天就要走了 可以让我看看你吗 月白身影立在飞檐 依旧沉默无言 庞佛没有听到他的话 洛青舟没敢再多说 道 月姐姐 那我先走了 正在他要离开时 月白身影却缓缓转过身来 身上月白色的光韵 渐渐褪去 很快 露出了一句修长窈窕的身段 以及一张 普普通通的容颜来 不过虽然普通 但在那股独特气质的衬托下 看着依旧卓尔不凡 失望吗 月白身影看着他 淡淡地道 洛青舟愣了一下 月姐姐很独特 与我想象中的一样 怎么会失望呢 月白身影 双眸清冷地看着他 没再说话 洛青舟突然又道 那个 月姐姐 你几岁了 月白身影身上的光韵重新出现 很快便重新遮住了他的身段和容颜 转过身去 淡淡地道 三十六 洛青舟 挺好 我喊姐姐不亏 月白身影背对着他 没再说话 月姐姐 要看我吗 洛青舟主动问道 月白身影淡淡地道 不用 哦 洛青舟见天快亮了 没再逗留 拱手告辞道 月姐姐 那我先走了 今天我还有事 说完 飞上半空 很快便消失不见 月白身影又在飞檐上站了一会儿 方飞上半空 如水中月光一般溃散而开 消失不见 洛青舟回到府中 神魂归翘 睡了一个时辰 天刚亮 外面的院落里 就传来了嘈杂的声音 小爹连忙过来敲门道 公子 快起来 老爷和夫人来了 二爷和四爷 他们也都来了 都等着公子一起去看放榜呢 洛青舟文言 立刻从床上爬了起来 简单洗漱一番 就穿着一身宽大如袍 走了出去 青舟 走 秦川也来了 见他出来 直接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低声道 不用紧张 不管重不重 都没人敢说什么的 胡说什么 一大早地静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滚一边去 宋如月在旁边听到 顿时怒了 秦文正也沉着脸 宋如月又道 青舟 别紧张 岳母觉得 你肯定重 姑也肯定重 一旁的梅儿 也附和了一声 随即 院落里的其他丫鬟和嬷嬷 皆都起声喊了起来 姑也肯定重 姑也肯定重 洛青舟顿时赶到肩上的压力徒增 连忙道 走 这要是没重 但还有脸回复 小蝶和秋 也都跟在后面 浩浩荡荡地出了门 与此同时 墨城各个街道上 早已人山人海 除了考生和考生的家长 亲戚朋友以外 还有许多百姓前来看热闹的 每年的放榜之日 都很精彩 有喜极而泣的 也有嚎啕大哭的 甚至有绝望发疯的 也有得意狂笑的 所以大家都很乐意前来看热闹 刀姐和楚晓晓 也混在人群中 准备去看热闹 两人一边走着 一边聊着天 楚晓晓唧唧喳喳地说着 道 刀姐 你不是喜欢书生才子吗 可以在今天的举人中找一个哦 刀姐道 人家举人老爷可看不上我 楚晓晓道 那可不一定 刀姐很快就要成为武师了 举人老爷 还不一定比得上刀姐呢 刀姐自嘲道 我是粗人 人家举人老爷喜欢的 可都是大家闺秀 弱不禁风的那种 两人随口聊着 很快随着人群来到了贡猿外面的街道上 许多人已经兴奋地聚集在这里了 还有更多人陆续赶来 整个街道很快被占满 人生嘈杂 还时不时有骂架的和打架的 陈国府的王成 亲自戴着人 戴着帽子 混在人群中 赶了过来 住在百花园的花谷 也带着丫鬟 前来观看 洛青州被秦家人簇拥着 向着贡猿走去 本来不紧张地 带看着街道上密密麻麻的人群 以及听着身旁秦家人兴奋的议论声 心头顿时不由地紧张起来 公子 避重 公子 避重 旁边的街道上 突然传来一阵嘹亮的呼喊声 洛青州转头看去 一群人簇拥着一名手持折扇的书生 浩浩荡荡地向前走着 那群人皆举着拳头 在满脸激动地齐声高喊着 好二 洛青州心头暗暗道 谁知他心里刚吐槽完 身旁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姑爷 避重 随即 四周立刻响起了秦家所有人的呼喊声 姑爷 避重 姑爷 避重 洛青州扭头看去 刚刚带头喊的 好像是 宋如月立刻别过脸去 看向了别处 白皙的脸颊上 爬上了两抹红韵 不知道是被朝阳照的 还是觉得不好意思 洛青州又转头看了一圈 心头呼得有些难受 百灵和夏禅都没有来 朝阳刚刚升起 时间还早 公园外的街道上 已经人潮涌动 被围得水泄不通 天气炎热 人心躁动 挤挤嚷嚷中 很快发生了各种争执 有人对骂 有人对打 秦家众人 连忙组成一道围墙 把文弱的姑爷和女眷们 护在了中间 其实看他们的穿着 和这种阵势 也没人敢来挑衅 供院大门依旧紧紧关闭 里面守卫森严 门口站着两排披甲直锐的士兵 手中的武器在阳光下闪烁着一道道森寒的光芒 无人敢靠近 时间过得很慢 供院的大门依旧没有要打开的迹象 众人都开始变得焦躁起来 不会等到中午才放榜吧 很有可能 记得三年前是下午才放榜 估计名次还没有排好 毕竟这次参考的人很多 有人议论着 宋如月等得焦躁不安 即便旁边梅儿不停地帮她扇着扇子 也热得难受 忍不住嘀咕道 老爷 要不去门口问问吧 若是等到下午 那可受不了 秦文正瞥了她一眼道 急什么 该出来她自然会出来 你若是难受 就会府里等着吧 等结果出来了 我就派人去通知你 我不 宋如月立刻道 我就要在这里等着 随即瞥了某人一眼 低声道 我要第一时间看看那小子 到底重没重 秦文正皱了皱眉头 也压低声音道 事无绝对 不要抱着太大的希望 以平常心待之就是了 若是不重 千万不可白脸色 让人家难堪 宋如月白眼一番 我是那样的人吗 秦文正道 是 哼 讨厌 宋如月扭过身子 不再理睬她 洛青州正在想着事情时 秦二哥走过来 用胳膊碰了碰她 笑道 别紧张 以你的才华 肯定是没问题的 洛青州道 谢谢二哥 秦川似乎有话要说 又有些犹豫 洛青州看了她一眼 道 二哥若是有话 尽管说便是 秦川抬起头 前后左右都看了一眼 低声道 百灵和夏禅都没有来吗 洛青州沉默了一下 道 没有吧 秦川叹了一口气 道 看来 你是决定了 对吗 洛青州道 二哥 不是我决定的 一开始 就注定了 秦川苦笑了一声 点了点头道 也是 一开始就注定了 尖家的性格 二哥是知道的 成亲后还分开住 当时我就有预料了 只是没有想到 你会这么厉害 把魏莫搞定了 还把我爹爹和娘亲都搞定了 若是你笨点 没什么本事 估计这场婚事 还是会稀里糊涂地继续下去 不过现在你 既然有本事了 自然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而且 魏莫对你的心意 整个秦府都知道 你不能辜负了他 说到此 他又叹了一口气 虽说这是最好的结果 但想到尖家 二哥的心里 还是很难过的 这场错误的婚事 真的不怪那丫头 那丫头的性格 也不是他本来的性格 不知道他在外面经历了什么 才变得那般冷漠与无情 青州 既然已经决定了 那就好聚好散 但千万不要怪他 不要怨他 他也是个可怜人 今日你若高中 就默默地与他结束吧 不要奚落他 不要给他难堪 可以吗 洛青州听完 拱了拱手道 二哥 青州不是那样的人 一个举人而已 没有什么好得意的 二哥放心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 或者是以后 青州永远都会尊重大小姐的 秦川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欣慰道 好 二哥果然没有看错人 无论以后 你跟谁在一起 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 尖家是我们的亲人 我们要一起保护好他 洛青州恩了一声 脑海中不禁再次浮现出 梁亭忠那道雪白的身影 和绝美而冰冷的容颜来 心头暗暗叹了一口气 一日夫七百日恩 人非草木 孰能无情 两人虽无夫妻之时 却有夫妻之名 况且对方对他 已经非常好了 他今天的一切 可以说 都是依靠那少女而得来的 若要说对他 没有一丝丝的感情 怎么可能 虽然早就知道 这一天会来临 但现在突然来了 他难免 又有些畅亡语难受 青州 百灵和夏禅都知道了 对吗 秦川又问道 洛青州点了点头 秦川耸了耸肩 道 难怪没跟来 没关系 过段时间就好了 说完 他又凑近他道 青州 想好了没 准备什么时候澄清 是在墨城直接办了 还是去京都 洛青州沉默了一下 道 二哥 这件事 我自己还没法决定 秦川看了不远处的 秦二爷等人一眼 低声道 要我说 还是去京都了再办吧 墨城人多 大多都知道你 我怕到时候 有人说话难听 又有些风言风语 让你和奸家都难看 其实 如果两人想在一起 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热不热闹 也无所谓了 洛青州道 二哥说得对 两人低声说着话 宋如月瞧见了 连对着别处 目光也望着别处 身子却悄悄地移动过来了 竖起耳朵偷听 两人看了他一眼 都闭上了嘴巴 哼 宋如月瞪了自己儿子一眼 又小碎不宜走了 太阳从山头 升到半空 公园的大门 依旧紧闭着 许多人等得不耐烦了 开始上前询问 那些守门的士兵 但并没有人回答 其实那些士兵也纳闷 按说这个时候该接绑了 人怎么还没有出来 许多人开始大声喊了起来 人群已经隐隐有了 混乱的迹象 临近中午时 一群守卫 突然从里面走到门口 打开了大门 出来了 出来了 老天啊 终于出来了 人们顿时激动起来 慌忙睁大眼睛 看向了门口 秦家众人街紧张无比 大门打开 一群跨着妖刀的守卫 如狼似虎 驱散了靠近门口的人群 为旁边墙壁上张贴榜单的地方 腾出了一大片的空间 众人街宁气宁神 看着那里 整个街道 突然安静下来 又过了片刻 突然出来一名身穿官服的中年官员 在他身后 跟着两名仆人 贴上吧 那中年官员 扫了街道上的人群一眼 对着身后吩咐了一声 随即 那两名仆人走到墙壁前 开始贴上榜单 街道上众人如潮 慌忙向前靠近 想要看清 那中年官员 看了一眼墙壁上的榜单 转身进了贡院 那两名仆人很快张贴完 眼见人群浩浩荡荡涌来 脸色一变 慌忙离开 跑进了贡院 旁边的那些护卫 也都陆续离开 人群顿时沸腾了 皆争先恐后地向前拥挤着 睁大眼睛 看向了墙壁上的榜单 啊 我中了 我中了 挤到最前面的人群中 突然爆发出一个欣喜若狂的声音 簇拥在他身旁的亲戚朋友 也都激动无比 各种恭维讨好 拍着马屁 四周其他人 看向他的眼神也不一样了 不知觉地让开了路 秦家众人慌忙向着里面挤着 可是人太多 这个时候 大家都不顾一切地向前挤着 根本不管他们是不是贵人 秦川顿时大喝一声 道 我先去看 说着 直接冲进人群 仗着人高马大无者体质 硬是开辟了一条道路 挤了进去 操你大眼 挤个大姐 挤人 被他一把扯开 又被后面的人给顶走 顿时在后面跳脚 破口大骂起来 滚 另一边 王成也阴沉着脸 推推扯扯 快速靠近了墙壁上的榜单 你急以麻痹 有人被他直接揪住脖子扯开 顿时大怒 追上去就踹他屁股 王成不管不顾 目光紧紧盯着墙壁上的榜单 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反反复复 看了不下十遍 随即转身离开 王管家 如何 那小杂种中没中 待他挤出人群时 衣服上已经满是脚印和口水 脸上却露出了笑容 冷哼道 自然是没中 走 快回去禀报夫人 几人一听 顿时哈哈一笑 满脸幸灾乐祸地 看了那边的情家 众人一眼 立刻返回成国府 成国府中 大夫人王氏 正面无波澜地坐在厅堂 优雅而从容地喝着茶水 这时 挤到前面看到榜单的人群中 突然响起了几道哭声 有人垂胸顿足 嚎啕大哭 秦川挤到最前面 定眼向着墙上看去 脸色越来越凝重 等看到最后 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 随即 他又从头到尾 再看一遍 完了 完了 他心头暗暗念叨着 不敢相信 又继续看了几遍 这时 秦家众人已经挤了过来 川 看到了没 宋如月连忙问道 秦川又最后看了一遍 方缓缓转过身 看了人群中那少年一眼 脸上勉强挤出了一丝苦笑 娘亲 回去吧 宋如月一听 再看他的脸色 顿时心头一沉 脸色一变 秦文正本要向前亲自去看 文言突然停下了脚步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没中 你肯定是看错了 宋如月不敢相信 立刻上前亲自查看 这时 他的话秦家众人都听到了 皆是心头一沉 暗道 完了 秦家二爷和四爷 也都挤到前面 看向了墙壁上的榜单 随即 两人相识一眼 又扭头 看了自家大哥一眼 沉默无言 没敢吭声 宋如月在榜单上 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 脸色顿时发白起来 没中 竟然没中 洛青州看着他们的脸色 瞬间明白过来 青州 走 回去 二哥跟你喝几杯 秦川立刻挤过来 拍了拍他的肩膀 脸上的笑容很僵硬 也很勉强 秦文正没有在上前 转过身宽慰道 青州 没事的 你还年少 有的是机会 走吧 回去吃饭 秦家二爷和四爷 也都开口附和道 对对对 青州还年轻 不要气馁 以后有的是机会 小蝶的眼睛红了 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也想开口安慰自家公子几句 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宋如月站在榜单下 失魂落魄 正在此时 大门口突然走出来一群人 那名中年官员 在一群士兵的簇拥下 快步走了出来 手里拿着一张纸 大声道 让开让开 还有一张没填 众人一听 结实一愣 那些正在哭泣的考生 呆滞了一下 顿时又双眼放光 心头再次升起了希望 有人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 为什么不一次贴完 那名官员一边吩咐人贴着 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水 解释道 这次科考的人比较多 录取的也多一些 所以分成了两张 其实是他刚刚忘记另一张了 等回去看到时 顿时吓了一跳 慌忙拿着跑出来了 榜单很快贴在了墙壁上 那些刚刚没有看到名字的考生 再次满怀稀迹地涌了上去 睁大眼睛瞧着 中了 我中了 曹他仙人 吓老子一跳 有考生喜极而泣 又哭又笑又骂起来 秦家众人见此 也都重新涌了上去 这次秦文正 直接横冲直撞地挤到镜前 抬头看去 秦川也连忙重新挤过去看着 宋如月本来就站在那里的 慌忙睁大眼睛 第一个看向了新的榜单 但是待看完所有的名字后 心头再次失望 还是没有 那小子没中啊 正在此时榜单下突然响起一道清脆的声音 孤雁 这是你吗 声音悦耳熟悉 洛青州立刻随着秦家众人的目光 一起看了过去 百灵一袭粉裙 翘生生地站在榜单下 纤细葱白的玉纸 正指着榜单上 与其他名字分开为另外一栏的其中一个名字 翠生道 洛青州 戒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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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城 孤雁 这是你吗 戒缘是什么 不是举人吗 怎么与其他名字分开 单独写在这个地方 此话一出 不光秦家众人大惊 旁边其他人 目光也都齐刷刷地看向了他手指指的地方 戒缘 举人投名眼 哈哈哈哈 几道榜单下的秦文正 顿时仰天哈哈大笑起来 卧槽他先人 吓死老子 他突然反应过来 立刻停住笑 对着依旧指着那个名字的百灵解释道 戒缘就是举人 而且是所有举人中的第一名 你家姑爷 是这次科举考试的第一名 这话说出来的声音很大 自然不只是说给百灵听的 四周其他人听了 皆满脸羡慕地看向了这群秦家人 青州 恭喜啊 你中了 中了第一名啊 秦文正又大呼小叫 对着后面喊道 虽然他竭力保持矜持和沉着 但喜的嘴巴已经快要咧到耳朵了 秦家丫鬟仆人们皆是又惊又喜 其声欢呼 激动无比 小蝶喜极而泣 呜呜地哭了起来 秦家二爷四爷等人皆是难以置信 慌忙几道镜前亲眼查看 待看到上面的名字籍贯和大大的戒缘二字时 皆是惊喜交加 中了 果然是中了 青州 我们就知道 你必中 戒缘啊 哈哈 我秦家三代 终于出了一个举人了 还是举人第一名啊 哈哈 爹爹 青州姐夫好像不是我们秦家人 他姓洛 旁边的一个年轻少年 低声对秦四爷提醒道 滚你娘的蛋 秦四爷啪的一巴掌 直接把他抽趴在地上 怒道 不说话 没人当你是哑巴 滚蛋 随即又哈哈大笑起来 连忙过去道 大哥 快回去摆宴 为青州贤侄女去庆祝 今晚我们不醉不归 秦文正红光满面 好 好 榜单前 宋如月依旧呆呆地站在那里 睁大眼睛 盯着榜单上那排列在另一栏第一名的名字 一会儿看他名字 一会儿看他那戒缘 二字 仿佛看不够一般 脸上不知觉地露出了傻笑 嘴巴渐渐咧开 中了 竟然中了 戒缘 第一名啊 嘿嘿嘿 他仰着脸 瞇着眼睛 咧嘴傻笑 梅儿和两名嬷嬷 把他护在中间 也连忙跟着 一起傻笑 旁边的人 见他们秦家人中了戒缘 立刻变得敬畏起来 不敢再上前拥挤 不知觉地为所有秦家人 都让开了空间 夫人 回去再继续笑吧 老爷和姑爷都走了呢 百灵清脆的声音 终于让依旧在榜单下 发呆傻笑的宋如月 回过神来 啊 宋如月转头看去 愣了一下 慌忙转身追了上去 岂有此理 等等我 等等我 几名丫鬟嬷嬷 连忙跟在左右护着他 百灵又看了一眼 墙上的名字 方跟在后面离开 秦家众人簇拥着洛青州 眉开眼笑 抬头挺胸 趾高气昂地离开 后面熙熙攘攘的人群 主动让开了一条道路 一路上遇到很多熟人 秦家二爷和四爷 以及他们府中的大大小小 都喜笑颜开 满面红光 很热情地跟他们的朋友 打着招呼 刘兄 今晚去我大哥家 我家贤侄女婿中了绝 第一名戒员啊 哈哈 孙老弟 你也来陪你家儿子看榜了 中了没 哈哈 我家青州中了第一名 第一名啊 祝你家儿子也高中 胡兄 胡兄 名盖 把紫珊他们喊上 去天仙楼 我请客 我家唐姐夫中了绝 第一名戒员 明天随便吃 随便玩 就连秦府那些下人们 遇到熟悉的 也都得意地道 王姐姐 张妹妹 前姑姑 我家唐姑也中了 举人第一名吗 那些熟人朋友等等 皆是满脸羡慕 也很热情地回应 脸上带着讨好 秦文正更是抬头挺胸 在众人的簇拥下 大步走在前面 仿佛今天是他中举一般 遇到相熟的人 就拱手笑道 梁兄 赵兄 白兄 只打招呼 却不主动说事情 等别人主动问起时 他方摆摆手 一脸淡然地笑道 没什么喜事 就是我家贤婿中了个戒员而已 人家一听 顿时大吃一惊 连忙拱手道 恭喜 恭喜 令婿可真厉害啊 定是文曲心下凡 他又白手淡然一笑 什么文曲心下凡 运气好而已 考得江江旧旧 马马虎虎 宋如月瞪了他一眼 嘴巴却是乐得 一路上都合不拢 走出人群 秦二爷又连忙提醒了一声 大哥 记得提前准备好一些红包 前几名官府待会儿 还要专门派人来通知的 咱们可不能小气了 秦文正笑道 知道 宋如月连忙凑过来 咧着嘴殷勤道 老爷 待会儿我来准备红包 到时候 我去迎接那些人 秦文正没理他 那么 有面子的一幕 自然是他这个一家之主 亲自出去 骆青舟被簇拥在中间 看着这一幕 心头总算理解 那犯境终局 为何会突然高兴地发疯了 实在这举人的身份 在这种时代太耀眼了 身份地位 瞬间从地底飞到天上 秦舟 介缘啊 秦川在旁边竖着拇指 赞不绝口 二哥不仅佩服你 更佩服薇末 薇末的眼光真的没得说 只有薇末对你最有信心 说你一定会中 而且一定是前几名 骆青舟看向他道 二小姐什么时候说的 秦川顿时一致 连忙笑道 没去京都之前啊 那时候薇末就总在说 说你才华横溢 整个莫城无人能比 到时候绝对高中 可不止说了一次 骆青舟笑了笑 没再说话 脑海中不禁浮现出 那道柔弱的身影 和那张轻力温柔的容颜来 秦川笑道 秦舟 我觉得薇末对你的了解 任何人都比不了 你以后一定要好好对他 不要让他伤心 知道吗 骆青舟正要说话 百灵跟了上来 翠升道 姑爷 恭喜哦 姑爷中了第一名呢 真厉害 骆青舟转过头 盯着他脸上的表情看了一眼 道 下馋没有来吗 百灵耸了耸肩道 我也不知道 骆青舟抬头四处寻找了一遍 并没有看到那道单薄 而孤独的身影 秦舟 来来来 跟你这些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 聊聊你 每天是怎么读书的 是怎么学习的 怎么能一下子考中第一名呢 来好好给他们说教说教 秦家四爷 满脸堆笑地招呼他过去 骆青舟礼貌地笑了笑 走了过去 一旁的宋如月 忍不住眉开眼笑地开口道 他四叔 读书这种事情 需要脑子 光让别人教是没用的 我家青舟从来都没有 让任何老师教过 一直都是一个人在家读书 你看 这随随便便一口 就是第一名了 这就是脑子好 有天赋 秦四爷顿时不高兴了 嫂嫂的意思是说 你这些侄子侄女 都是没脑子的人 宋如月道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秦温正连忙插话道 青舟能有今天的成绩 完全是靠他的勤奋和努力换来的 他每天都在家读书 一个月甚至不出门一次 从来不出去教那些狐朋狗友 也不去哪里玩 每天除了一心一意读书以外 心无旁骛 也没有其他任何爱好 说完 看向身后的少年笑道 青舟 岳父说得可对 洛青舟嘴角抽出了一下 道 对 小蝶在后面偷笑 旁边的秦川看到 问道 小蝶 你偷笑什么 我爹爹说得不对吗 小蝶吓了一跳 连忙道 没有 二公子 老爷说得很对 我家公子 每天除了在家读书以外 从来都没有出去过呢 可辛苦了 秦家众人一路交谈 满面红光 很快回到了秦府 宋如月迫不及待地去了后院 与此同时 成国府中 王氏依旧坐在厅堂 在神情淡淡地品着茶 王成功身站在门口 依旧在眉飞色舞 添油加醋地地说着 秦家众人失望和难堪的模样 夫人 您没看到 当时那位宋夫人 满怀希望的几道榜单前 看了一遍又一遍 发现上面没有那个小杂种的名字后 那脸色由白变红 又由红变青 差点被气晕过去了 太精彩了 那秦文正更是气得脸色铁青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一言不发 如果不是当事人多 奴才估计 他就要直接骂那个小杂种了 哈哈 那小杂种当时估计也是吓傻了 不敢上前去看 被秦家众人的脸色 吓得站在那里瑟瑟发抖 脸色难堪 估计当时很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那秦文正和那位宋夫人 当初来我们府中 蹦跋得那么欢 把那个小杂种 当成宝贝一样捧在手心 谁知道 竟然如此不中用 估计现在肠子都毁清了 可惜那位伶牙俐齿的秦儿小姐不在 不然估计 也对那小杂种失望透顶了 哈哈 王氏听完 依旧神情淡淡 过了片刻 他方站起来 阴冷笑道 见人生的杂种 还妄想考上功名 白日做梦 王成连忙附和道 就是 王氏向着门外走去 道 去跟月儿说一声 中午我亲自下厨 给他做几个好吃的菜 让他出来吃个饭 是 夫人 王成立刻退下 王氏亲自去了厨房 做了几道精致的小菜 午饭开始 洛延年从书房中出来 洛玉从后面出来 一家三口 坐在一起吃饭 吃了片刻 洛玉看向自己的母亲 道 娘亲 结果出来了 洛延年文言 也看向了他 王氏面无波澜 站起身 帮两人夹着菜 淡淡地道 嗯 出来了 父子两人都看着他 没再说话 王氏看了他们一眼 脸上露出了一抹微笑 道 落榜了 屋里寂静了一下 洛玉淡淡一笑 道 意料之中 洛延年没有说话 帮他加一块肉 道 多吃点 今晚早点休息 明天好好表现 你大哥在京都等着你 洛玉道 谢谢爹 孩儿一定不会辜负 爹爹娘亲和大哥的期望 吃菜 吃菜 王氏满脸慈爱 又帮着父子两人加菜 这时 门口的一名仆人 突然脚步匆匆地进来 恭敬禀报道 老爷 夫人 门外来了几名书生 说想要进来拜访一下公子 此话一出 洛延年和王氏 以及洛玉 皆是一愣 皱起了眉头 洛延年眉宇间 露出了一抹疑惑 什么样的书生 可是熟人 仆人恭声道 奴才并不认识 那几名书生穿着儒袍 气质不凡 听他们聊天 好像他们今天都终举了 此话一出 洛延年三人 更加惊讶与疑惑 王氏连忙起身道 老爷 会不会是觉得 玉儿这次考试必赢 所以提前来交朋友的 又或者是因为长天的缘故 洛玉疑惑道 书生 王氏笑着道 玉儿 还是出去迎接一下吧 如果都是举人的话 那就值得结交 以后人家肯定要进入官场的 甚至会进入朝廷 你跟长天以后 可能都是武官 多几个文官朋友 路会宽广一些 洛延年沉吟了一下 也起身道 玉儿 你娘亲说得对 官场之中 多个朋友多条路 而且当今圣上 正在重用文官 如今文官的地位 可不比武官低 走吧 爹爹跟你一起出去看看 洛玉连忙起身 整理一关 父子两人 脸上带着相同的微笑 一起向着门外走去 王氏看着两人高大挺拔的身影 眸中满是满足和欣慰的笑意 随即他突然反应过来 连忙对门外吩咐道 快把桌上收拾一下 再去厨房 让后厨多准备一些饭菜 把几坛好酒也都拿出来 快 是 夫人 丫鬟仆人接到命令 立刻忙碌起来 陈国府 大门外 五名身穿如袍 文质彬彬的青年 正站在台阶下 在低声说着话 各个眼神明亮 一起风发 五人之前并不相熟 但今天一同终举 自然很快就交上了朋友 几人聊着聊着 就决定一起来拜会一下 这次科考拿的第一名的洛公子 都是莫城同乡 又都是同年终举 现在交个朋友 清静清静 以后同朝为官 也好相互帮扶一下 没想到洛介元 竟然是陈国府的公子 勋贵人家 好家事啊 各位有所不知 陈国府这爵位 已经传了三代 早已名存实亡 以后恐怕 还要靠这位洛介元 重振门威了 真是奇怪 以前怎么从未听说过 这位洛介元的名头 的确奇怪 莫城就这么大 在下也从未听说过 几人正在低声议论着时 洛言年带着洛玉 满脸热情 气宇轩昂地从门里走了出来 洛玉怕自己父亲自降身份 不太好说话 立刻领先一步 上前拱手 满脸笑容道 让各位久等了 快请进 快请进 五人看了他一眼 愣了一下 其中一人低声道 此人是谁 其他人皆一脸疑惑 洛玉连忙拱手道 在下洛玉 这位是我父亲 各位不用客气 请一步府中说话 五人一听 旁边那名中年男子 就是成国府主 连忙拱手行礼 见过洛大人 洛言年满脸微笑 点头道 好 各位今日中举 可喜可贺 比府中已经备下酒菜 各位如果不嫌弃的话 请进府中 一边吃着 一边聊 我家玉儿向来仰慕读书人 各位能来 与我家玉儿交朋友 老夫感激不尽 五人听得有些猛 目光再次看向了 面前的年轻人 其中一人低声道 好像不是洛杰元 跟我今日看到的不一样 另一人道 的确不是 估计是洛杰元的兄弟 几人相视一眼 其中一人连忙道 洛大人 洛兄长 我等这次来 是想与洛杰元 见上一面 交个朋友 第一次来 没有来得及买礼品 实在不好意思进府 不知可否让洛杰元出来 我等请洛杰元 去酒楼将就一餐 日后再来贵府拜访 此话一出 洛言年和洛玉 脸上热情的笑容 皆是一将 满脸疑惑的神情 洛杰元 洛玉愣了一下 拱手道 各位说的这位洛杰元是谁 其中一名书生连忙道 就是今日终局的第一名 洛杰州洛杰元啊 我们刚刚打听了一下 才知道洛杰元是成国府的公子 所以想来拜会一下 不知可否方便 洛玉突然僵在原地 眼角的肌肉剧烈抽搐着 脸上的笑容渐渐僵硬 张了张嘴 想要说话 却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沉默了半声 他声音突然变得有些嘶哑 洛杰州 他 他中了戒元 他不是落榜了吗 五人一听 皆是满脸惊诧 其中一人连忙道 洛兄长 你们不会看错了吧 那榜单上写得清清楚楚 洛杰州 戒元 籍贯是我们莫成 怎么会落榜呢 另一名书生突然道 难道我们打听错了 那位洛戒元并非成国府的公子 洛玉嘴唇颤抖着 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 骨子的羞扬与傲然 想要让他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但是 却如何也挤不出来 他将在那里 袖中的拳头缓缓握紧 嘴唇颤抖 再也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又一名书生连忙上前 对着脸色阴沉一言不发的 洛言年拱手道 洛大人 那位洛青周洛介元 难道并非贵府的公子 洛言年脸上的肌肉抽搐着 沉默多时 目光冰冷地看着他道 不认识 死话一出 五人歼面面相去 看来真的是打听错了 几人顿时满脸尴尬 连忙拱手致歉 洛大人 洛公子 实在抱歉 打扰你们了 几人慌忙尴尬告辞 刚走出几步 又有两名身穿如袍的书生 快步走来 看到他们五人 其中一人连忙道 赵兄 杨兄 你们来搓地方了 那位洛介元不住在这里 听说他是成国府的庶子 已经被出坠到秦府 去当坠序去了 上兄和诸葛兄 他们几个都已经过去了 我们也赶快过去吧 五人一听 顿时满脸愕然 坠序 洛介元是坠序 成国府把洛介元给出坠出去 给别人当儿子去了 这 五人又惊又奇 感到不可思议 皆忍不住回头 看向了台阶上 那对成国府父子 洛言年脸色铁青 转过身 快步进了府中 洛玉依旧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走 别说了 快去搬回洛介元去 几人突然感到一股 莫名的寒意袭来 不敢再待 连忙脚步匆匆离开 玉儿 请来吃饭吧 洛言年出现在门口 轻声喊道 顿了顿 又道 你明天就要去考试了 到时候考上龙虎学院 不比他差 洛玉突然转过身 看着他道 爹爹 你现在是在拿孩 跟那个小爷种比吗 洛言年看着他发红的眼睛 沉默下来 没再说话 父子两人 又在门口站了许久 方一起进了府中 王氏依旧在饭厅里忙碌着 亲自吩咐着下人们摆好凳子 把每盘菜都放好各自的位置 又打开了陈酿好酒 整个屋里满是诱人的酒香 饭菜香 洛言年和洛玉站在门口 看着这一幕 沉默无言 王氏转过身来 这才发现他们回来了 连忙看向了他们的身后 见他们身后空空 并无一人 顿时一愣 道 老爷 玉儿 人呢 那几名书生呢 怎么不请他们进来 洛言年没有说话 走到桌前 坐了下来 端起了一坛酒 为了自己倒了一碗 王氏见两人脸色神色不对 顿时笑容威廉 道 怎么了 跟他们吵架了吗 随即又笑道 没事 读书人都是那样的 一言不合 就争得面红耳赤 甚至骂人和动手 老爷 玉儿 就当他们没有来过 这样的朋友 不交也罢 洛玉站在门口 沉默了一会儿 突然看到他道 娘亲 今天是谁出去看的榜单 王氏一愣 道 什么榜单 随即反应过来 道 你是说中举的榜单吗 是王诚出去看的 怎么了 他看着自己儿子眼中的阴质 和抽搐的眼角 心头突然一沉 他又转过头 看向了自家老爷 脸色突然变得难看起来 声音开始发颤 玉儿 是出什么问题了吗 洛玉目光冷冷地看着他 沉默了一下 道 娘亲 王诚是你表兄 是吗 王氏僵硬地点头道 是的 洛玉没再多说 转身离开 道 我去后院了 不要再来打扰我 王氏将在原地 待了半生 看向自家老爷 颤声道 老爷 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到底怎么了 是不是听到了什么事情 洛玉年低头喝着酒 仿佛没有听到他的话 王氏又僵了一会儿 方突然对着门外道 让王诚来见我 不多时 正在厨房监督 忙得满头大汗的王诚 匆匆赶来 恭敬地低头道 夫人 你找奴才有事 王氏目光阴沉地看着他 问道 上午科举公布的名字 你都看完了 王诚文言一愣 抬头道 看完了 奴才看了好几遍 夫人 怎么了 王氏道 你确定 那个 他没中 王诚连忙道 夫人 奴才可以确定 那小子落榜了 名单上绝对没有他的名字 王氏眼中露出了一抹疑惑 再次看向了自家老爷 洛玉年手里的酒杯顿了顿 沉默了一下 抬头道 再去看看 王诚满脸疑惑 指得道 是 老爷 奴才这就去 说完 转身快步离开 随即直接去了后面的马厩 牵出了一匹骏马 出了府 向着贡院飞奔而去 马蹄他在青石板上 响起了清脆的敲击声 此时正值赏武 街上的人并不多 他侧马奔腾 很快来到了贡院 贡院门前 上午熙熙攘攘的人群 早已散去 不过依旧还有几名考生逗留在这里 坐在墙角下呜呜地哭泣 恨不能去死 王成乐住马 停在街道边上 立刻跳下马 向着贡院门侧的墙壁前奔跑而去 来到近前 他抬头看向了上面的名单 突然 他身子一震 竟然看到旁边多出了另一张名单 他的身子开始哆嗦 脸色开始发白 睁大眼睛 屏住呼吸 看向了另外那张早上不曾看过的名单 左侧另一栏 第一个名字 洛青州 戒园 籍贯 莫成 嗡 王成的脑袋突然嗡的一声 瞬间一片空白 身子一晃 眼前发黑 差点晕倒过去 不可能 不可能 戒园 那小杂种 怎么可能中戒园 他明明中了毒 明明吐血出来的 他身子哆嗦 使劲揉了揉眼睛 睁大眼睛 再次看去 完完整整 盯着那一行字 又看了数十遍 完了 完了 午宴很丰盛 秦家众人皆喜气洋洋 吃得很开心 由于秦川 明天还要去参加考试 只喝了一杯 说了几句话后 就匆匆赶回后院 继续去修炼去了 洛青州陪着吃了几杯酒 也装作头晕离开了 秦文正陪着秦家二爷和四爷 一直吃到下午 吃得鸣鼎大醉 方各自回去睡觉 宋如月从早上到下午 一直乐得眉飞色舞 嘴巴都没有合拢过 跟二爷四爷家的女眷聊天时 也是我家秦州这 我家秦州那的 人家问他别的事情 他也总能扯到我家秦州上去 似乎生怕别人不知道 这位洛青州员是他家的 而且跟他关系很亲密 整个秦府都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之中 中举和没中举的读书人 也来了一波又一波 都被秦文正亲自热情地迎进了府中 喝了几杯 我家秦州不胜酒力 回屋休息去了 实在抱歉 等过几日 老夫再让他去邀请各位小聚 那些书生虽然没有见到洛谢园 心头有些失望 但见这位秦大人 如此和蔼可亲和热情 也都诚信而来 诚信而归 洛青州回到梅乡小园 在小蝶的服饰下 洗了个脸 准备躺下午休一会儿 消化一下食物和酒气 躺在床上 却是睡不着 人一旦得意忘形 就会失察很多东西 他冷静下来 仔细思考着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想到了那晚准备自杀的母女 他杀了孟先行 的确已经帮他们解决了眼前的危险 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帮他们脱离危险 大夫人在考试前想要恶心他 乱他心 没有得逞 现在他终局了 而且还得了第一名 以对方阴毒的性子 会善罢甘休 只怕会恼羞成怒 气急败坏 更加疯狂吧 只要那对母女在城国府一天 就绝对不会安全 随时都会变成那位毒妇的发泄品 唯一的办法 就是想办法让那对母女 彻底离开那里 但是 这件事并不容易 一个是对方的合法妾室 一个是对方的合法子女 只要洛言年不主动放他们离开 他们将会永远被捆绑在那里 谁也没有办法 洛青舟在床上辗转反侧 能够无视规矩和律法的 就只有暴力了 但是 不对 他突然目光一亮 还有一件东西 他从床上坐了起来 仔细沉吟了一会儿 又犹豫了一会儿 这才起了床 出了门 走出大门 本想直接出府的 想了想 又折转方向 向着灵禅月宫走去 来到门外 抬手敲门 知呀 月门很快打开 百灵一袭粉裙 翘生生却冷冰冰地出现在门里 看着他道 姑爷就这么急吗 刚吃完饭 就迫不及待地要来签字吗 洛青舟看着他的脸色 沉默了一下 道 我是来找夏禅的 百灵没再说话 转身进了院子 洛青舟犹豫了一下 跟了进去 庭院十桌前 一袭雪白衣裙的情大小姐 正坐在那里安静地看着书 整个人仙尘不染 唯美如画 夏禅一袭淡绿衣裙 握着剑 站在屋檐下 正双眸冰冷地看着他 洛青舟硬着头皮走到石桌前 拱手道 大小剑 情间家听到声音 缓缓放下手里的书 从桌上拿起了那张早已准备好的修书 递给了他 双眸平静而清冷地看着他 并未说话 洛青舟有些尴尬 大小剑 我是来找夏禅的 我有事要出去一趟 顿了顿 他又看向了屋檐下的少女道 去百花园 原来每次去百花园 这少女都会跟着的 一开始是偷偷地跟着 然后是他主动邀请 所以今天他才过来喊他一起的 没想到会被当成是来催着离婚的 不 夏禅站在屋檐下 冷冷地拒绝 像是变成了一个陌生人 洛青舟看了他一眼 又看向了情大小姐 递到面前的修书 沉默了一下 伸手接过 展开 又看了一遍 百灵在旁边道 姑爷如果要签字的话 我马上去把老爷和夫人叫过来 最好再把二爷和四爷也叫过来 在他们的见证下 这封修书才算是有效 洛青舟道 他们应该还在喝酒 估计已经醉了 百灵看着他 没再说话 洛青舟把修书放下 看向了面前的情大小剑 道 大小剑 晚上可以吗 情间家淡淡地道 可以 洛青舟没再多说 拱手告辞 离开梅乡小园 他走向了后门 准备自己出去 刚走到后门处 突然见门一开 一道熟悉的身影 从外面走了进来 一袭子裙 身材高挑婀娜 双腿修长笔直 模样娇美 却满脸冷酷的表情 纤细的腰间 那条小皮边 不知道去了哪里 洛青舟满脸愕然 愣了愣 拱手道 美娇小姐 南宫美娇冷傲地看了他一眼 没有理睬 快步从后花园离开 洛青舟将在原地 暗暗疑惑 这位南宫郡主 不是陪着二小姐 一起回京都了吗 怎么突然 又出现在秦府了 他在原地正了一会儿 立刻转身返回 去了前厅 来到前厅 宴会已经结束 丫鬟仆人们 正在忙碌着扫地 和收拾碗筷 洛青舟又去了后院 来到了那位 岳母大人的院落前 刚要上前敲门 门突然打开 丘儿竟然从里面走了出来 孤 孤艳 丘儿猛然看到他 愣了一下 脸色微变 洛青舟目光一闪 看了他一眼 又看向了门里 问道 谁在里面 丘儿吞吐道 孤艳 洛青舟没再说话 直接推开门 走了进去 丘儿想要阻拦 犹豫了一下 默默地跟在了他的后面 你真的不见他吗 好不容易回来一次 他又考中了举人 你若是不见 又会后悔 美娇姐 我们走吧 等到时候他去了京都 自然会再见面的 魏莫 明明你一直在盼望着今天 现在他终于考上了 还考了第一名 有了身份 有了荣耀 尖家也已经把修书写好了 只要你同意 我和爹爹马上就让他娶你 你还在犹豫什么呢 杨青 再等等吧 我想先回京都 魏莫 那小子现在经费细笔 人家现在是举人姥爷了 而且还是戒员 你若不抓紧时间 等他和尖家离婚后 到时候那些女人 肯定一个个都争先恐后地扑过来 那小子能招架得住 杨青 姐夫不是那样的人 哼 哪个男人能够抵挡得住女人的主动投怀送抱 更何况那小子 本来就是个色配 杨青 不说了 我们该走了 美娇姐 见到那个人了吗 走吧 南宫美娇没有回答 满脸冷酷 从庭院里走了出来 刚走到拐角处 突然一愣 洛青州站在拐角处 一脸平静地看着他 两人目光相对 美娇姐 一袭素白衣裙的柔弱少女 在猪的搀扶下 走了过来 刚要说话 突然看到了站在拐角处的少年 空气突然变得安静 宋如月也走了过来 待看到他后 愣了愣 沉默了一下 道 美娇 我们先出去吧 好 猪 我们也先出去 秋儿也喊了一声 猪这才反应过来 呕了一声 几人一起出了门 关上了院门 庭院里 很快就剩下了那对少男少女 有风吹过 带着花香 姐夫 少女咬着粉唇 眸中水雾阴晕 二小姐 洛青州 轻声回应 两人紧紧抱在了一起 二小姐 为什么不准备见我 能够看到姐夫高中 威莫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不敢奢求太多 二小姐到底是怎么想的 姐夫 威莫的心意 从未变过 只是 威莫身子病弱 不知道能够活到什么时候 威莫觉得 这样就已经足够了 威莫很满足 姐姐好不容易澄清 威莫不想再让姐姐孤苦伶仃一个人 二小姐 我与大小姐的情况 你应该很了解的 姐夫 正因为威莫了解 威莫才不想破坏 姐夫虽然与姐姐没有住在一起 也很少说话 但之间的感情一直都很和谐 很稳定 不是吗 二小姐 姐夫不要说 你跟姐姐之间没有感情 哪怕是一只小动物 在身边待久了 也会有感情的 更何况 姐夫与姐姐 是正式拜堂成亲了的夫妻 姐夫难道没有发现 姐姐最近在慢慢变化吗 威莫觉得 对于姐姐来说 虽然姐夫没有那么重要 虽然可能姐姐的心里 从未把姐夫当成夫君 但至少有姐夫在 姐姐不会那么孤单 她至少觉得自己 是有家的人 二小姐 大小姐已经把修书写好了 等晚上我回来后 就会去签字 也许在大小姐的心里 我其实只是一个 阻碍她自由的枷锁而已 姐夫 威莫知晓 威莫刚刚刚说的 有些自私 姐夫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感情 也该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威莫当然不会勉强 所以 威莫决定离开 威莫不能看着姐夫 在那封修书上签字 因为那样的话 威莫觉得 威莫不该出现在 姐夫与姐姐的生活里 威莫如果早些死掉 或许就不会这样了 二小姐 姐夫 院里重新安静下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 秦二小姐柔声开口道 姐夫 威莫该走了 美娇姐还等着再 两人缓缓分开 院门打开 宋如月贴着门 差点摔倒 秦威莫扶着她 转过头 柔柔地笑道 对了姐夫 威莫还没有恭喜你的 恭喜姐夫终举 中了戒缘 威莫早就说过 以姐夫的才华 今日一定会中的 威莫相信 对于姐夫来说 今天只是开始 以后姐夫 定会高中状元 扬明天下的 到时候 我秦家就要靠姐夫 光宗耀祖 扬眉吐气了 洛青州 正正地看着她 没有说话 娘亲 走吧 嗯 一行人簇拥着 那柔弱的身影 缓缓离开 洛青州默默地跟了上去 出了大门 台阶下早有马车与护卫等着 南宫美娇先跳上了马车 然后把她接了上去 秦威莫转过头 看了一眼 进了车里 宋如月突然转过头 看着台阶上的少年 冷冷地道 你就不挽留一声 洛青州沉默了一下 走下台阶 从怀里掏出了两只瓷瓶 递到窗前道 二小姐 窗帘掀开 秦威莫露出了微微苍白的轻力容颜 柔柔一笑 没有客气 伸手接了过去 柔声道 谢谢姐夫 刚好用完了 效果很好 洛青州轻声道 又可学了吗 秦威莫微笑道 咳了两次 不过比之前好多了 洛青州看着她那柔弱的模样 心头满是心疼和联系 道 在京都等着我们 我们很快就会过去的 秦威莫乖巧道 嗯 两人目光相对 似有千言万语 却不用开口说出 都在心中明亮 洛青州并未挽留 挥手道 保重 秦威莫柔柔一笑 挥了挥手 道 姐夫 你也保重 威莫相信 姐夫一定会成功的 说完 两人最后再看了彼此一眼 窗帘缓缓放了下去 驾 马车缓缓驶离 洛青州站在原地 直到马车消失在远处的拐角 出后 又站了一会儿 方转过身 看向了台阶上的年轻妇人 拱手道 岳母大人 今晚如果有空的话 可以与岳父大人一起 去给青州与大小节做个见证吗 此话一出 宋如岳先是一正 随即突然想起了什么 脸色微变 神色复杂地看着她 她又沉默了一会儿 方答应下来 好 说完 她突然又警惕道 洛青州 你不会突然跟尖家离了 然后突然又趁机 从我们秦家逃跑吧 洛青州 你现在是举人姥爷了 是不是开始嫌弃我们秦家了 宋如岳开始变得疑神疑鬼起来 洛青州恭敬道 岳母大人 青州绝对没有 宋如岳冷哼一声 道 你要是敢当白眼狼 我饶 你大哥二哥 绝对饶不了你 下禅也饶不了你 还有小蝶和秋 你也别想带走 洛青州嘴角抽出了一下 指得道 岳母大人放心 等过几日二哥考试完后 我们就去京都 等到了京都 青州就向二小姐求亲 您看可以吗 宋如岳闻言正了正 突然弱弱地道 你是要把他取走 还是继续入坠过来 洛青州 胡说什么 正在此时 秦文正突然阴沉着脸 从门口走了出来 瞪着他道 人家青州 现在是何身份 人家可是举人 是举人第一 以后还要考状元呢 你刚刚说的那些话 不是在侮辱人家吗 宋如岳张红了脸 老爷 可是 秦文正大手一摆 沉声道 你不用说了 听到你说话都生气 人家青州 堂堂男子汉 堂堂借员老爷 是出尔反尔的人吗 人家原来 既然说了要入坠 自然还是入坠 你多嘴说什么曲走 人家说过吗 宋如岳 落青州 他好像没有说过这话吧 秦文正面对着他 满脸堆笑道 青州 威莫原来跟我说了 说你还想保持 现在的坠绪身份不变 放心吧 我们秦府虽然以后 可能不是功勋世家了 但还是养得起你的 虽说是坠绪 但我秦文正 一直把你当做亲儿子看待 住在我们家 又有人照顾 不比你在外面 自立门户要好多了 你说是不是 落青州呆志道 二小姐这样说过吗 秦文正道 当然说过 昨天又说了 怎么 你不相信 还是不愿意 落青州脸上露出了一抹尴尬 沉默了一下 道 没 我听二小姐的 对于他来说 这并不重要 而且他挺愿意 站着一个不引人瞩目的 坠绪名头 低调发展和活着 宋如月听了这话 顿时心花怒放 眉开眼笑 嘴巴又咧开了 入坠近来 和把人取走 那可大大的不一样 入坠近来 那他无论以后如何飞黄腾达 他都是秦家的人 而如果他 把人取走 那以后就属于外人了 秦文正同样喜上眉梢 却竭力保持矜持与沉着 笑道 好 青州 威莫果然没有看错你 落青州正要说话时 不远处的拐角处 突然传来一道尖叫声 随即 一道身影 劈头散发地奔跑而来 大哭着道 青州 青州 救救我家小楼吧 杨平儿连鞋子都跑掉了 哭着跑了过来 扑倒在了他的面前 颤抖着道 那成国府的孟公子已经死了 可是大夫人 还是要把我家小楼架过去 她说 她说 要让小楼与那位孟公子结明婚 给那位孟公子陪葬 呜 此话一出 不光落青州脸色一变 秦文正夫妇和身后那些丫鬟们 也都吓了一跳 明婚 殉葬 宋如月听到这几个词 顿时吓得脸色发白起来 秦文正阴沉着脸问道 洛言您知道这件事吗 那不是他的女儿吗 杨平儿哭着道 秦老爷 他禽兽不如啊 我根本见不到他 求求秦老爷 救救我家小楼吧 他们明晚就要把他活埋了 求求您了 一边哭着哀求 一边磕着头 宋如月突然道 老爷 明天就是龙虎学院的招生鄙视 他们就不怕此事传出去 会影响他们那位二公子的考试 秦文正脸色变换了一会儿 叹了一口气道 不是正妻所生 没有律法会管这件事 而且殉葬的规矩 从前朝就有了 民风民俗 国家很难管 大多都会视而不见 如果他们之前已经约定了婚约 那这件事就更顺理成章了 其实他还有一句话 没有当着这名可怜的女人的面说出来 这个时代 丫鬟就是奴隶 连命都是主人的 更别说是主人要让他去殉葬了 这女人是丫鬟出生 即便被扶为妾室 也改变不了他的身份等级 他的女儿自然也是如此 哪怕是把他们母女两人都送人 也是合理合法的 他记得 前朝就有一个名人 经常与自己的好友交换小妾 最后还把自己怀孕的小妾给送出去了 然而却被当成一桩风流运势流传 无人责怪 所以这种事情 属于人家的家世 即便是圣上来了 也不好管 老爷 我们该怎么办 宋如月看了自家女婿一眼 满脸担忧 他知道这对母女对这少年来说 非常重要 他绝对不会不管的 秦文正皱着眉头 沉吟了一下 立刻道 你们别急 我先去城主府看看 随即对屋里喊道 周通 被马 是 老爷 周管家立刻答应一声 亲自去马厩牵马 秦文正很快带着护卫 策马而去 洛青周 把依旧跪在地上哭泣的羊皮儿扶了起来 脸上看不出任何波澜 二夫人 你先回去吧 不用再求他们了 没用的 这件事是我引起的 放心吧 小罗不会有事的 青周 回去吧 洛青周没有再多说 谋录出了一抹决绝之色 快不离开 既然如此 那他就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 能够无视规矩和律法 甚至打破他们的 除了暴力 在这个时代 就只有权力了 既然那贱负不到黄河心不死 那么 他就让他彻底死性 头顶烈日炎炎 洛青周出了巷口 向着右侧的街道走去 又穿过几条街道 跟在几名书生的后面 进了一家书店 过了片刻 他摇身一变 独自出来 戴上了面具 换了衣袍 走出一段距离后 回头看去 那家书店的对面巷口处 果然有人跟踪监视着 他穿过小巷 向着百花园走去 不管那位二夫人 刚刚说的是真是假 不管他是不是被逼着 故意来引诱他进入陷阱的 这件事 他都必须要解决 不多时 他来到了百花园 街门很快打开 门里的丫鬟看到他后 顿时满脸激动 洛公子稍等 奴婢马上就去叫小姐 很快 身穿一袭鲜红青纱的少女 带着小丫鬟 满脸开心地快步走来 洛公子 你已经好久没有来看花固了 恭喜洛公子 高中介缘 浑身散发着香甜气息的少女 双眸水汪汪地看着他 并未掩饰脸上的仰慕与爱意 洛青州拱手道 花固姑娘 你可以联系到长公主吗 花固文言威正 道 公子有急事 洛青州直接道 当初长公主答应过在下 要护城国府 那对母女周全 现在那对母女有难 我希望长公主可以帮助他们 花固微微醋眉 公子可以细说一下吗 洛青州点了点头 把那对母女的情况 和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都仔细说了一遍 道 明晚可能就会殉葬 对方一个是成国府 一个是成主府 所以在下只能来找殿下帮忙了 花固听完 猝着眉头 脸上露出了一抹为难之色 公子应该也知道 这件事 属于成国府和成主府的家事 那两个都是功勋家族 而且都受当今圣上信任 殿下如今在边境带兵 身份本就敏感 不待他说完 洛青州举起手里的东西 打开了外面的黑布 露出了一柄金光闪闪的宝剑 金黄剑 花固顿时失声惊呼 慌忙带着丫鬟 跪在地上 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情 他并不知道 殿下竟然把这柄 代表着火月国至高无上权力的金黄剑 送给这个少年了 洛青州把宝剑递到了他的面前 面无波澜道 花固姑娘 麻烦你把这柄宝剑交给长公主殿下 告诉他 青州以后 愿意为他笑楼 花固神色一动 再无犹豫 连忙抬手接过 站起身道 公子放心 花固一定把公子的话带到 洛青州看了他一眼 没再多说 转身离开 反正 已经被逼着站队了 再藏着掖着 再犹犹豫豫 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既然他有这个资源 需要的时候 自然要利用 而且他给对方的东西 足够换取他现在的需求 戴上面具 向着小巷外走去 巷口一刀淡绿身影 呼得一闪即逝 洛青州快步走出小巷 看向了街道上的人群 并没有再看到那道身影 他想了想 向着外城的方向走去 在经过聚宝阁时 突然看到刀姐 正满脸冷色地站在门口 在他面前 站着一名身穿如袍的青年 正满脸笑容地与他说着话 那青年的身影 也颇为熟悉 带走到近处时 洛青州才发现 此人竟然是唐家松 此时的唐家松 手持折扇 春风满脸 满脸笑容道 刀家妹妹 上次是在下冒昧了 如有得罪 还请见谅 今日在下侥幸重得举人 只想请刀家妹妹去吃个饭 赔个不是 还请刀家妹妹赏脸才是 洛青州从侧面看了一眼他的眼睛 突然听到了他心里的话 今晚赴宴 得带个女子去才有面子 这女子虽然谈不上漂亮 但蓝眼睛大屁股大长腿 又是个舞者 带去肯定引人瞩目 今晚把她灌醉 趁机睡了 这种抑郁女子 在床上肯定别有一番滋味 到时候直接纳为妾 白天待在身边当护卫 晚上按在床上当玩物 岂不美哉 刀家妹妹 你在听在下说话吗 唐家松见她目光看着别处 心头不喜 却依旧满脸温文尔雅的表情 刀姐依旧冷着脸 没有理她 对突然出现的洛青州打招呼道 楚飞扬 要不要去楼上喝几杯 唐家松闻言一愣 转过头看去 这才发现身侧不知何时 站着一名模样普通的少年 他眼中顿时露出了一抹冷色 脸上却依旧保持着儒雅的笑容 彬彬有礼地拱手道 这位公子是 砰 不但说完 洛青州猛然一脚踹在他的膝盖上 直接把他踹得整条腿 向后一扬 整个身子向前一扑 扑通一声 一下子丹西跪爬在了地上 不光唐家松吓了一跳 刀姐也吃了一惊 你 你 唐家松丹西跪在地上 抬起头 满脸痛苦 难以置信 我是 滚 洛青州双眸与他对视 凝聚神魂 猛然从喉腔中爆发出一股可怕的声波 瞬间钻入他的脑海与神魂 唐家松脑中突然轰得响起一声炸雷 顿时吓得身子一颤 屁滚尿流 呆滞了几秒 慌忙颤颤巍微微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一句话没敢说 转身就瘸着腿 落荒而去 刀姐看着他 狼狈地瘸腿离开 呆滞了片刻 方转头看着面前的少年道 楚飞扬 你干嘛 人家今天考中举人了 你这样殴打人家 小心去官府告你 洛青州道 他又不认识我 刀姐道 可是他认识我 到时候官府找我 我肯定要供出你的 洛青州直接道 刀姐随便供 他们要是找得到我 算他们有本事 说完 准备离开 刀姐愣一下 呃 你的名字是假的 对不对 洛青州并未隐瞒 对 刀姐呆了呆 见他快步离开 连忙又道 对了 楚飞扬 这两天 有人来找过你 洛青州文言一愣 停下脚步 转过头道 谁 刀姐撇了撇嘴道 还能有谁 你欠下的风流债 那位牵刀雪耻小姐呗 他这两日 每天都会来这里坐一会儿 早上来 晚上来 虽然他一直冷着连否认找你 但我又不是傻子 我告诉他你突破五十了 他待了很久 估计心里 在后悔当初不该傲娇 该主动舔你的 你说呢 无聊 洛青州没再理他 挥手道 走了 我还有事 刀姐看着她的背影走远 耸了耸肩 正准备转身进屋 突然感到一股寒意 从旁边袭来 顿时脸色一变 手摸腰间 转头看去 一名身穿淡绿长裙的冰冷少女 正无声无息地站在她的旁边 模样俏丽可人 却冷落冰霜 双眸更是令人感到冷寒 她手里握着一柄剑 那剑虽然未出翘 却给她一种 通体森寒的感觉 刀姐愣了愣 道 姑娘 少女双眸冰冷地看了她一会儿 方华语 磕半地开口道 千刀 雪齿 是谁 她 还有 哪些 风流寨 刀姐 洛青州穿过几条街道 出了内城 来到了通往外城的那座拱桥上 在桥上看了一会儿河水 然后从河畔下去 走进了桥洞里荒草丛生 堆着许多垃圾 几只肥大的老鼠 正在吃着地上腐败的食物 看到她后 并没有逃走 那晚篝火留下的痕迹 依旧还在 洛青州站在那晚 与那名少女相互依偎的地方 正正地看着地面 等待了许久 脸上流出了一抹疑惑 转过头 看向了外面 她向着外面走去